使我许多事遭遇到苦暴,这完全都是自己造的,不是父母亲的过失呢。 现在我们一同来承担这份的贫穷,还有什么话可说? 284 经文,傅文二子,相则如是。 圣大怪之,未乎,是鬼岁来生灾变,云和数十日小儿,乃作此言。 284B 恐其后日,杀清灭族。 慢小未大,宜当杀之。 其父经出,闭门舍去。 道田取心,欲烧杀之。 其母来孩,问夫用此心味。 284C 夫言,甚大可怪。 所说如是,此四是鬼,必破人门族,以其慢小,欲烧杀之。 其母闻此,义中恶然,犹豫未信。 小庭数日,更听其言。 284D 至明日,夫妇聚出于户外,前听二儿,在内乡则如故。 夫妇众共闻之,圣怪。 所以便共及心,密欲烧之。 佛以天眼,见此夫妇,欲烧杀二子,敏其可怜,诉服印度。 284E 网道其村,谱放光明,天地大洞,山穿树木,皆做金色。 村中大小,经道佛所,为佛做礼,莫不欢喜。 知佛至神,三界无比。 284F 佛道双生小儿家,二儿见佛光明,喜永南亮,父母幼金,各报一子,将至佛所。 284可 问佛世尊,此小儿,此小儿,生来五六十日,所说如是,圣贡怪之。 恐作祸害,欲火烧杀之。 正知佛来,未及的烧。 不知此小儿,为是何等鬼魅也。 为愿解说,是何灾怪。 285 白话解释,他们的父亲,只是休息,并未睡着觉,听到这两个婴儿在互相埋怨,几乎吓昏。 285B 他就大叫,是鬼呀。 鬼来作怪我们要倒霉了。 为什么几十天大的婴儿,会说这些话呢? 他心中恐惧这两个婴儿日后会杀清灭族,就想趁他们还小孩没长大,将他们杀死算了。 285C 因此父亲内心慌狂开门,然后将门关上走出去了。 他走到田里捡些草木,准备放火将小孩烧死。 想不到做母亲的此时才回家,问丈夫堆积这些柴草在家里有何作用。 285D 丈夫说,太奇怪了,这两个小孩竟然会讲话,他们必定是鬼妹,会消灭我们亲族,现在他们还小,我要将他们先烧死,以绝后患。 285F 做母亲的听到这里,心中惊恶,还犹疑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285F 过了几天,又听两个小孩讲话,因此隔了一天,夫妻二人卫装出门,再偷偷溜回来,在墙外听到两个小儿,同以前一样,又彼此埋怨。 285F 夫妻两再度听到小孩讲话,这不是假的,奇怪万分,便共同收集些柴草,想暗中秘密将小孩烧死。 285F 佛陀以天眼通,看到这场悲剧即将上演,这双农家夫妻要烧死自己孩子,就悲悯这两个孩子可怜,同时由前世的福报,得度的姻缘也到了。 285F 便来到他们的村上,放出佛身金色光明,普照山川大地,河山洞窑,此时山林树木都变成了金色。 285F 村里的人真惊奇来到佛陀面前,向佛陀鼎礼,无不万分欢喜。 他们判断佛陀是至神至圣,三界之内,无人可比。 285K 因此佛陀来到双生婴儿的家里,这两个婴儿见到佛陀的金色光明,踊跃欢喜难以形容,他们父母亲非常惊奇,个人抱一个小孩,走到佛陀面前。 285公身 恳切请问佛陀,这两个小儿,才生下五六十天,就会说这些话,我们的内心十分奇怪,恐怕他们会带来祸害,要将他们烧死。 285公尺 但是正好遇到世尊您来到我们村上,尚未放火烧,我们不知道这两个孩子是何方鬼怪。 请佛陀为我们解说,这两个孩子会带来什么灾祸。 286B 经文,小儿见佛,踊跃欢喜。 佛见小儿大笑,口出五色光,普照大地。 佛告小儿父母及村人大小,死二小儿,非是鬼魅,福德之子。 前家业佛时,曾坐沙门。 286B 少小共卫朋友,同志出家,各自精进,铃铛得道,虚其协想,共相举拜。 乐视荣华,视福升天。 下位侯王,国主长者。 虚其事想,便舵退转,不得涅槃,更此生死。 286C 迷连结束,长相勾迁,折贡双身。 遭我事实,今始乃身。 以往供养,佛功德顾,于福应度,醉灭福身,自食宿命,是以世尊,故来度之。 我不度者,横为火所烧。 287 白话解释,这两个小儿,看见佛陀,从他们父母手中移纵一跃手舞足蹈。 佛陀看到小儿大笑,嘴里蹦出五色光明,普照天地。 287B 就告诉他们的父母和村上人说,这两个小儿,并不是什么妖魔鬼怪,他们实在是有福德的孩子,从前在加业佛住世时代,曾经出家做过沙门。 287C 他们小时候就是青梅竹马朋友,又是一同出家修道,每人都非常努力精进,但是当他们将要得道时,忽然起了邪念,结果两个人都失败了。 287B 他们竟然幻想贪图世间的荣华,又要倚靠他们所修的功德升到天界,在降生世间去做侯王,国君和长者。 287B 他们突然间有了这种妄念,便堕落退步,无法获得涅槃之果。 他们因此受到生死果报,要连续很多结束,二人彼此千蕾,时常以双生出身。 287F 他们来到我们这一世时,就受身在你们的家里,只因为他们过去有供养佛的功德,由他们的福报未了,所以有缘的度。 287C 他们的罪灭了,福也应报而生。 他们都知道自己过去世的遭遇,因此我,世尊,便来度化他们。 如果我不来度他们的话,恐怕就被你们那把火烧死了。 288 经文,于是世尊,即说寄言,大人体无欲,在世赵然明,虽获遭苦乐,不高显其至,大贤无世事,不愿子财国,长守戒会道,不贪邪富贵,至人之动摇,譬如杀中树,朋友至未强,随色染其诉。 288B 288B 佛说事实,小儿见佛,其身即永,如八岁小儿。 即作沙弥,的罗汉道,村人大小,见佛光乡,又见小儿,行遍永大,皆大欢喜,得虚陀还道。 父母一解,义的罚眼。 289 白话解释,因此世尊就说了下面的寄语,甚者身心不染玉,处于世间如火烛,虽然有时受苦乐,也不显现无上志。 289B 大贤不做世俗事,不续妻儿与才是,常守戒会之佛道,不贪人间之富贵,智者身之无常理,譬如杀中重树木,同道友人至不坚,随其根性多勉力。 289C 佛陀说以上寄语时,那两个小儿见佛,他们的身体忽然长大,如同八岁小孩,当时成就了沙弥,并且得了阿罗汉果位。 289C 村里的人,见到佛陀的光明香,又亲眼看到小儿体型突然长大,都十分欢喜,也得了出果。 他们的父母,也解开了生命的遗团,得了法眼。 291 古德云,人生七十古来西,先除年少后除老,中间光景无多时,又有炎良与烦恼。 291 开悟圣僧云,日落西山木古摧,娑婆八苦时堪碑。 世出世间思维变,不念弥陀更念谁。 292 34 罗汉品 经文 习有一国,名曼约那离,进南海边,其中人名,采珍珠沾潭以为业。 其国有一家,兄弟二人,父母中王,欲求分矣。 家有一奴,名曼分纳。 年少聪了,假饭是买,入海至深,无事不知。 居家财物,分位一分,以奴分纳,持作一分,兄弟直愁,帝得分纳,只将妻子,空手出舍。 时事积简,为得分纳,恐不相活,以为愁忧。 时奴分纳,白大家言,愿莫愁忧。 分纳作祭,愿日之中,当令圣兄。 大家言,若审能耳者,放入未良人。 大家夫人,有思诸物,与分纳作本。 时海朝来,城内人名,至水边取星。 分纳持诸物,出至城外,见一起而复星,心中有牛头沾檀香,可致重病,一两直千两斤。 时事有衣,不可常得。 分纳时之,以金钱二枚,买得持归,破作数十段。 时有长者的重病,当须此牛头沾檀香二两合药,求不能的,分纳持网,即得二千两斤。 如是迈尽,所得不资,父兄十倍。 大家感念分纳之恩,不为言是,放畏良人,随意所乐。 两百九十三 白话解释,从前有一个国度,名字叫那里,靠近印度南方海边, 这个国家人民,以采寻海中珍珠和种植,贩卖沾檀香木位固定的职业。 这个国有一户人家,兄弟二人,当父母去世以后,都想分财产。 他们家中有一位奴仆,名叫芬娜,年轻又聪明, 对于出门买卖,入海打鱼采珠,没一件事不会做。 他们分财产的办法是,将家里财物当作一份, 奴仆分纳也当作一份,兄弟俩个执竹片决定分财产, 结果小弟得到分纳,但失去财产,只好将妻儿,分纳带着,空手离家。 当时年头又闹饥荒,全靠省吃俭用,小弟只得了分纳, 恐怕养不活,身为忧愁。 此时奴隶分纳,向他们主人说,请你们不要忧愁, 我分纳想办法,在不久的将来,要使你们的财富胜过你的哥哥。 主人很高兴地说,如果你真能有这种办法, 我们就放了你,恢复你本来的身份。 因此主人的太太,本来有一点私房珠宝, 就分给分纳做资本,去做生意。 当时海水正好涨潮,城里的人民,都到海边去捡木材。 分纳带了主人给她的珠宝,走到城外, 看到一个乞丐扛着一捆柴,在这一捆木材中, 有一根级值钱的牛头沾檀香木, 可做药物治疗重病,一两价值黄金千两。 当时世界上只有这一珠,通常没有办法找到这种宝树香木。 分纳却认识这种牛头沾檀香木,便以两个金币, 将它买了回来,然后再将它剖位几十段。 此时有一位大副长者,得了重病, 需要牛头沾檀二两,配在药里服用, 但是他到处找不到。 分纳听到这个消息,便带着一小节牛头香木到长者那里, 卖了二千两黄金。 以后就如此这般,将几十段牛头香木卖完, 所获得的财富,数目无法估计。 当然此时小弟已经比哥哥的财富超过十倍。 主人为了感谢分纳活命,理财的大恩,也不为誓言, 就将分纳放海良家人民,并且随他自由欢喜要去那里都可以。 294 经文 于是分纳,此行学道,道舍为国,为佛做礼,常跪白佛,所出为贱,心乐道德,为愿世尊,垂慈祭度。 佛言,善来分纳。 头法自舵,法医者身,即成沙门。 佛为说法,寻得罗汉道。 作字思维,经得六通,存亡自由,皆主人之恩。 经当网渡,并化国人。 于时分纳,网到本国,至主人家。 主人欢喜,请坐摄食。 食器早首,非身虚空,分身散体,伴出水火。 光明动达,从上来下。 告主人曰,此知神德,皆是主人放舍之福。 网到佛所,所学如是。 主人达曰,佛之神话为妙乃尔,愿见世尊,受其教训。 芬纳达曰,但当至心,宫舍传句。 佛三达至,必自来矣。 即便设宫,宿习以伴,向舍卫国,积首常柜,烧香请佛。 为愿屈尊,广度一切。 佛知其义,即与五百罗汉,各以神族,王道其舍。 国王人名,莫不经宿。 来至佛所,五体投地,却做王位,时必早气。 佛为主人,即王官属,广成名法。 接受五戒,为佛弟子。 启祝佛前,探芬纳曰,在家经情,出家得道,神德高远,家国盟度。 我当云和,以报其恩。 两百九十五 白话解释,因此,芬纳辞别主人去学道,他首先到舍卫国,见了佛陀,行礼以后,跪在地上向佛陀说,弟子出身为贱,也不想做什么事了,心里很想修道,我指望世尊,慈悲救度我吧。 佛说,欢迎你,芬纳。 言说之间,芬纳的头发自然脱落,法衣自然就披在身上,成了沙门。 佛陀为她说解脱生死之法,及时得了阿罗汉果位。 芬纳此时坐在那里心中思维,现在我已得六种神通力,生死非常自由,这完全都是主人的恩惠,我现在应该去度他们, 同时去度化他们的国人。 因此芬纳就到那离国的主人家里,主人极为高兴,当时请她上座,又设置饮食。 芬纳吃完洗了手,便飞升到虚空,将自身幻化为许多芬纳,身上又涌出水和火来。 芬纳的精光,照耀通明,从上而下。 然后她向主人说,这种神通之力,完全是主人放我自由地来的福气呀。 我因为亲自到佛陀那里学到,才学的这些神通。 主人回答她说,哦,佛陀的神通变化竟然如此奇妙,我也愿意拜见世尊,接受她的教导。 芬纳答说,只要你诚心,准备好供养佛陀的斋饭,佛陀有天眼、宿命、生死自由的智力,她会马上来的。 因此,马上预备斋工,很快就办好。 大家便向舍卫国方向寇头常跪在地,烧香供请佛陀,希望世尊驱驾,前来广度一切众生。 佛陀在定中已经知道他们的心意,便率领五百位获得罗汉国位的沙门,各以神族通来到这里。 这国的国王协同他的人名,无不恭敬一场,并来到佛前,礼拜之后,退座到国王座上。 当饭后洗手已毙,佛陀就为芬纳的主人和国王人民等,广说佛法。 大家闻法以后,都受了五戒,成为佛陀的弟子。 他们一同走到佛前,赞叹芬纳道,芬纳未出家时,为人就端职勤劳,出家后又学佛得道,他的圣德高远,我们的国家都由他而受到嫉妒,我们应该如何来报答他的恩惠呢? 两百九十六 经文,于是世尊,众探芬纳,而说既言,心已修习,言行一旨,从政解脱,既然归灭。 弃欲无者,缺三戒障,妄意已绝,世卫上人。 若聚若也,平地高岸,应真所过,莫不蒙度。 彼勒空闲,众人不能,快哉无妄,莫所欲求。 佛说既已,主人即王,一家欢喜。 供养七日,得虚陀还道。 两百九十七 白话解释,此时佛陀也一再赞叹芬纳,因此说了下面的寄语,心已无相无妄念,言行亦复无差错,应从政道的解脱,既然归于涅槃域。 弃出贪田摩索者,三戒内外已无障,自行清净断贪田,被称之为尚德人。 不管山村与荒郊,不管平地与高山,凡是圣者所经的,无不蒙受清净度。 圣者无畏乐空计,此事众生所不能,身心怅然摩所欲,无求无欲登佛的。 佛陀说记之后,主人和国王更加欢喜,他们留住佛陀供养七天,并且证得佛道的出国。 两百九十八 开悟圣森云,无者摩所依,无类心寂灭,本性如虚空,世民无上道。 两百九十九 何谓得道? 心永远不贪,不甜,不吃,不急,不慢,不怒世民得道。 三百 三十五 数千品之一 经文 习佛在舍卫国,有一长老比丘,自班特,星座比丘,秉信暗塞。 佛令五百罗汉,日日教之。 三年之中,不得一计。 国中四倍,皆知其余名。 佛闭商之,疾呼着钱,受语遗迹,守口设意,身莫泛飞,如是行者,的度事时。 班特感佛慈恩,欢欣心心开,诵迹上口。 佛告之曰,如今年老,方的遗迹,人皆知之,不足为其。 经当未辱,解说其意,一心地听。 班特受教而听,佛即为说身三,口四,意三所由。 观其所起,查其所灭,三界五道,轮转不息。 游知升天,游知舵渊,游知得道,灭盘自然,分别为说无量妙法。 时班特老然心开,急得罗汉道。 三百零一 白话解释,从前佛陀在舍卫国时,有一位年老比丘,名叫班特。 他刚出家做比丘时,因天性迟钝,闭塞没有智慧,佛陀就派五百位获得阿罗汉果位的大沙门,每日去教导他。 教了三年,连一首祭语也记不住,全国佛教的四众弟子,都知道他的头脑愚昧不灵。 佛陀非常哀怜他,就将他叫到面前,亲自叫化他一首祭语,这首祭语就是,守口设意,身末泛飞,如是行者,的度事时。 当时班特对佛陀的慈悲深味感激,因此欢喜万分,突然心翘开了,这首祭语也念得朗朗上口。 佛陀向他说,你现在年纪这么老,才会一首祭语,而且别人老早就会了,这不足为奇,我现在为你解说他的意思,你要注意,专心听着。 班特便遵命在那里专心听,佛陀就为他解说身犯沙,道,银,口犯妄言,两舌,起雨,恶口,一饭贪,甜,吃十种恶业的来由。 并要班特反省这时恶从什么地方产生,再细查他如何才会消失。 众生出入三界五道,就像车轮一般来回不停。 上升天界,是由于不犯这十夜,下堕地狱,是由犯了这十夜,甚且能成佛道涅槃,也由这十夜所清净。 佛陀将身,口,一所造作的善,不善行为,分析得清清楚楚,又为他解说一切无量数为妙法义,因此班特就突然悟到,当时正的阿罗汉果位。 三百零尔 开悟圣僧云,堂堂大道,赫赫分明,人人本具,各个元臣,只因一念叉,献出万般行。 三百零三 经文,耳时有五百比丘尼,别有经舍。 佛日浅亦比丘,未说经法。 明日班特,四应当行。 朱尼文之,皆欲含笑,明日来者,我等当共逆说奇迹,令之惭愧,磨锁一言。 明日班特,网朱比丘尼。 大小皆出,坐礼相视而笑。 坐臂下时,时已早首,请令说法。 时班特即上高作,自惨否约,薄德下财,莫为沙门,顽顿有素,所学不多。 为之遗迹,粗食其意,当未敷衍,愿各敬听。 朱年少比丘尼,欲逆说记,口不能开。 经不自责,几手回过。 班特即如佛所说,一一分别生意所由,最福内外,升天得道,宁神断想,入定之法。 即时朱尼文奇所说,圣怪圣意。 一心欢喜,接得罗汉道。 304 白话解释,此时有五百位比丘尼,另外住在一座经舍里,佛陀每天都派一位比丘,去为他们解说经典和佛法。 第二天轮到盘特去当职,为比丘尼说法。 比丘尼听说班特要来,都轻视而笑,明天如果班特要来,我们就一起反过来向他解说经济,使他惭愧说不出一句寄来。 到第二天,班特就到比丘尼的经舍去,到的时候,大小比丘尼一起出来,行礼以后,彼此都互相做颜色而笑起来。 他们坐下吃饭,用完饭洗手之后,就请班特说法。 班特也就不客气了,便走上高座坐定,心地很谦虚,自我贬义说,我无才无德,舔味沙门,素来愚昧,所学有限,而且只知道一首记子,大概知道一点一诗,现在要为大家陈述,请各位静听。 那些年少气盛的比丘尼,本来要先将这首记子说出来,使班特的口不能开的,但是班特讲了这番话,才惊奇而且恐慌自责,向盘特叩头忏悔。 班特就照着佛陀所说的,一一解析身口一三叶的由来,以及身心造罪造福,升天得道,树心断念,以及入定等等出世的方法。 比丘尼当时听到班特所说,极为惊奇与怪异,同时对他的教导也满心欢喜,都振得阿罗汉的国位。 305.六祖谈经云,会能向别价言,欲学无上菩提,不可轻于初学。 下下人有上上志,上上人有没意志。 若轻人,即有无量无边罪。 306.大班若经云,尊重出发心者,如同一切智人。 307.经文,后日国王波斯逆,请佛众僧,于正殿会。 佛欲献班特微神,与孝令池,随后而行。 门是时之,流不听入,轻为沙门,一记不了,受请何谓。 无是俗人,犹上知记,起旷沙门,无有智慧。 师亲无意,不需入门。 时班特,即住门外。 佛座正殿上,行水已毕。 班特即请连身毕,遥以受佛。 王籍群臣,夫人太子,众会四倍,见必来入,不见其行。 怪儿问佛,是何人必。 佛言,是班特比丘必也。 近日得道,向无始持孝,门是不听来入,是以身毕受无效耳。 即便请入,威神备偿,王白佛言,闻班特本性于顿,方之遗迹,何缘得道。 佛告王曰,学不必多,行之为上。 班特解一记意,经理入神,身口遗迹尽如天经。 人虽多学,不解不行,屠丧时想,有何意灾。 308 白话解释,隔了一日,波斯密王里请佛陀和比丘森,在朝廷镇殿公斋语说法。 佛陀要班特显示神通,就叫班特拿着佛用的启实的笑,随在身后行走。 守城门的武士认得是班特,就不让他进去。 就说,你是沙门,连一首祭子都不明白,怎能有资格接受国王的邀请。 我是一个俗人,还略知济语的大义,想不到你这位出家人没有智慧,我们供养你没有什么意义,你不能进入城门。 此时班特就停在门外,佛陀坐在镇殿上,已经洗过手准备用斋。 班特便拿着笑,将手臂伸出去,一直伸到佛陀的面前,将佛陀的饭笑,递给佛陀。 国王和群臣,皇妃,太子们以及与会四众弟子,看到一只奇怪又长的手臂,从门外伸进来,只见手臂不见人影,就奇怪请问佛陀,那是谁的手臂。 佛陀说,是班特比丘的手臂。 他进来得了道,因为一向都是由他拿着我的饭笑,今天守城门的武士不让他进来,所以他只好伸出手臂,从正门之外把笑递给我。 佛陀说完,国王便命人将班特请进来,此时班特威夷庄严,神威灵灵,被于寻常。 国王请示佛陀说,我们都听说班特的本性愚钝啊,不久之前,才会一首祭,怎能得到呢? 佛陀向波斯逆王说,学到不必贪多,能彻底实行最重要。 班特只了解一句祭的要义,但他能深入傲处,一心植入,身口一三叶无染清净,如同天界的纯经。 世人虽然学得多,但是解不彻底,行不彻底,突然丧失了心神,又有何意呢? 三百零九 经文,于是世尊,即说济言,虽诵千章,句意不正,不如一要,闻可灭恶。 虽诵千言,不意何意,不如一意,闻行可度。 虽多诵经,不解何意,解义法句,行可得道。 佛说记忆,三百比丘,的阿罗汉道。 王集群臣夫人太子,莫不欢喜。 三百一十 白话解释,因此佛陀,就说了下面的寄语,虽读千篇文,不解真正义,不如会一记,闻之可灭恶。 虽读千言书,无意有何意。 不如一句意,闻之行厚度。 虽然多诵经,不解又何意。 能解义法语,行之可得道。 佛陀说完祭语,三百位的比丘,都振得阿罗汉的果位,国王以及群臣,夫人,太子,大家无不欢喜,依教奉行。 三百一十一 开悟圣僧云,真信心地藏,无头亦无尾,应缘而化悟,处处摸索着,如日处虚空。 三百一十二 三十六 数千品之耳 经文 习佛在舍卫国经舍之中,为天人说法。 十舍卫国中,有婆罗门长者,明兰达。 大腹无疾。 其家之才,不可计数。 犯智之法,当作大坛,以显名誉。 静家之才,持用不失,作斑蛇于色。 供养婆罗门,五千余人。 五年之中,供给衣备,床榻,医药,珍奇,宝物,交瓷工具,尽所爱惜。 朱范智等,五年之中,为罗摩达长者,祭祀朱天,四山五月,星宿水火,无不周辩。 咒怨长者,长夜受福。 五岁以周,最后一日,极大不失,如长者法,经孝圣银宿,银孝圣经宿,向马车臣,奴婢资财,七宝服饰,散盖吕喜,陆皮之衣,西藏巨床,早冠早盘,床踏席见,所应当的,世事八万四千,尽持不失。 当其尔日,接来大会。 鬼神国王,大臣泛至大幸,西来会作,隐隐甜甜,莫不欢欣。 三百一十三 白话解释,从前佛陀在舍卫国的经舍里,为天人解说佛法。 当时舍卫国中,有一位婆罗门交的长者,名字叫兰达,家财巨富,无人可比。 他的财产,无法计算。 像这样大的家财,按照婆罗门交的规定,要设立大坛,以祭饭天,来显示他们的财富与名声,又要尽所有的家财,拿来不失,做五年一度的无遮大会,供养婆罗门交五千多位出家的饭制。 同时又要在五年之中,供给他们衣服、棉被、床铺、医药、奇珍异宝,还有祭天的一切用具食物,要用完他家中一切最好的最值钱的东西。 这五千犯制又要在五年之内,也要为兰达长者,施法祭祀所有的天界神旨,还有四山五岳之神,星宿水火之主,要面面周到,这都是为了要祈祷,祝福兰达长者,永远受福无尽。 等到五年期满,最后一天,做最大的不失,按照兰达长者的惯例,用荆孝圣银制的宿米,用荆孝圣经制的宿米,还有像马驾驭的车辆,奴婢资财,各种珍宝衣服,美丽的滑盖,皮革,陆皮的衣袍, 还有西藏矮床,藻具惯喜之物,床榻整齐,一切应有尽有,种种财物多达八万四千,都要完全用来不失给泛制。 当那一天之际,千千万万的婆罗们都来出席大会,热热闹闹,盛况空前,大家尽情快乐欢喜。 314 经文,佛见如是,坦然言曰,此大性泛制,何以愚痴,所施大多,福报宝少。 如众火中,何从得报也? 若我不化,常礼法门。 于是世尊,便起言福。 化从地出,放大光明,普照众慧。 大小见之,怪未曾有。 经不耸聚,不知何神。 长者罗摩达,及诸大众,头面着地,为佛做礼。 佛见众人,皆有尽心,应其公诉,便说既言,越迁返辞,终身不测,不如须于,一心念法。 一念造福,圣彼终身,虽终百岁,奉仕火神。 不如须于,供养三尊,亦供养福,圣彼百年。 315 白话解释,佛陀见到如此热烈的场面,感慨而说,这位圣民满天下的饭制,为何如此愚痴呢? 他们布施的东西又贵重又多,但是所得的福报却又薄又少。 就像种子种在火里,从哪里能发芽结石得福报吗? 如果我不去化度他们,那么他们便永远脱离佛道了。 因此世尊,便起身披上法衣,化身从地面升起,放金色大光明,普照无遮大会上所有的人群。 大会上各色人见到佛陀金色光,都惊奇说不出话来,他们从来没见过这种神威,也不知是何方的神道。 蓝达长者和御会的大众,一起五体投地,向佛陀鼎礼。 佛陀看到这些人,都有恭敬之心,就随顺他们的内心虔诚敬意,便说了下面的祭语,每月千次祭天,终生维持不断,不如片刻之间,一心专注佛道,一念能造千福,胜于终生祭天。 虽然寿终百岁,奉世火神祝荣,不如须于之间,供养佛法三宝,一次供佛之福,胜过功天百年。 三百一十六 佛经云,三宝出现世间,利乐众生,无有修习,功德宝山,微微无比,福德甚深,犹如大海,智慧无碍,等于虚空,一切众生有烦恼业障,沉沦苦海,生死无穷,三宝出世,做大传师,能结断爱河,超身觉悟彼岸,事故三宝恩难报也。 三百一十七 经文,于世世尊,告兰达约,师有四事,何等为四? 一者,师多得福报少,二者,师少得福报多,三者,师多得福报多,四者,师少得福报亦少。 何谓师多得福报少者? 其人愚痴,杀生祭辞,饮酒歌舞,破损财宝,无有福会。 何谓师少得报少者? 以千贪恶意,师凡道士,聚两愚痴,事故无福。 何谓师少得福多者? 能以此心,奉道得人,道士时已,精进学诵,师词虽少,其福弥大。 何谓师多得福多者? 若有闲者,绝世无常,好心出财,起立塔寺,经舍园,供养三尊,衣服履洗,床踏除扇,私服如五河流入于大海,浮流如世,世世不断,世卫师多其报转多。 譬如农家,得有厚伯,所得不同。 而石兰达长者,做中会人,见佛变化,文说法言,皆大欢喜。 诸天大神,皆得虚陀还道。 五千范智,皆作沙门,得应征道。 主人兰达,居家大小,皆受无戒,亦得道。 国王大臣,接受三自规,为优婆塞,义得法眼。 三百一十八 白话解释,因此是尊说记之后,向兰达说,布施有四种差异,应该注意。 是那四种差异呢? 一是布施多但得福报少,二是布施少却得福报多, 三是布施多得福报也多,四是布施少得福报也少。 那么,何谓布施多得福报少呢? 就是布施者本人愚痴,用沙身来祭祀天人,又饮酒作乐,耗食破财,这就没有福慧可言了。 何谓布施少得福报也少呢? 就是因为布施者小气利色,贪心,动机不振,布施那些平庸的修道人,主客两方面都很愚痴,因此布施少得福也少,甚至无福。 什么叫做布施少而得福多呢? 就是因为布施者能以慈悲心,供养有道的出家人,那为出家人受功之后,精进学道,布施这种修道者虽少,但是得福非常大。 什么叫做布施多得福也多呢? 就是世间如果有一位贤者,觉悟世事无常,以善心布施出财富,建造塔寺,精舍园,来供养佛僧的衣服鞋子,床具除粮,这种布施之福,就如同印度的五条大河,福报之流向五河流入大海一样,深深世事享用不尽,这就叫做布施多得的福报也转多, 亦如农民之家,土地有肥,无肥土地,因此他们的收获也不同。 此时兰达长者,大会中的人,见到佛陀的神通变化,又听到佛陀的教导,皆十分欢喜,诸天神,人等,都得了佛道出果。 五千位来应供的婆罗门出家人,都出家成为世沙门,也正的罗汉国位。 主人兰达的全家大小,接受了五戒,一体悟了佛道的奥秘。 国王和大臣,也全部受了三皈依,成为在家的佛弟子,完全得了法眼。 三百一十九 阿涵经云,皈依处处求,求之便十方,就近皈依处,三宝最吉祥。 三百二十 三十七,数千品之三 经文,习佛在舍未经舍教化时,罗跃指国有义人,为人凶于,不孝父母,亲武良善,不敬长老,居门衰号,常不如意,便行是火,欲求福佑。 是火之法,日是欲眉,燃大火炬。 向之跪拜,或至夜半,火灭乃至。 如是三年,不得祈福,根是日月,是日月法,咒以日出,夜以月明,向日月拜,美乃修止。 如是三年,复不得福,转复是天,烧香跪拜,奉上甘美香华,酒福,猪羊,牛犊,遂至贫困,故不得福。 勤苦憔悴,并不去门。 闻舍未果有佛,诸天所踪,当往奉事,必忘得福。 及到佛所,至今舍门,瞻穷世尊,光相恍然,容颜其意,如新中月。 321 白话解释,从前佛陀在舍魏国指缘经舍弘扬佛法的时候,当时罗月指国有一个人,为人凶恶愚昧,不孝顺父母,欺凌善良,不敬长辈老人,家道衰落,很多不如意识,因此,便去奉事火神,希望求得火神的福有。 奉事火神的方法,就是当太阳将落山之时,点燃一堆火,向火光跪拜,直到生更半夜,火席为止,像这样一直做了三年,生活还是没有什么改善,又改变信仰奉事日月之神。 奉事日月的方法是,白天太阳出来向太阳膜拜,夜里月亮升空之后,向月亮跪拜,一直到太阳落山,月亮西尘为止。 像这样也拜了三年,仍然没有出现什么福报。 此人又在改变奉事天神,他每天烧香拜天,对着虚空跪拜,同时摆上香花美酒,腊肉猪羊牛汁,玉图祸福。 这样今年累月,中智消耗散尽了家财,弄得贫穷不堪,所以也没有得到什么好处。 他为了拜天,弄得辛苦憔悴,病得不能出门。 他听说舍卫国有一位佛陀,是所有天神所崇敬的,想想应该去奉事佛陀,这样一定会获得好处。 他便离开故乡到舍卫尘,佛陀的经舍,当他到经舍门前,瞻望看到世尊,身放金色光,佛陀容貌庄严为妙就像心中之月。 322 经文 见佛欢喜,头面做礼,插手白佛,生长鱼痴,不食三尊,是火,日月,集诸天神,九年金晴,永不蒙福。 颜色憔悴,气力衰微,四大多患,死亡无日。 福尘世尊,度人之师。 故远自归,愿垂福庆。 佛告之曰,辱之所逝,迷世妖邪,痴魅亡两,倒四如山,罪如江海,杀身求福,去福远矣。 正是百劫,勤苦尽杀,普天诸阳,持用倒四,罪如须弥,福无戒子,徒自费丧,岂不获哉。 又轻为人,不孝父母,轻易贤善,不敬长老,娇慢贡高,三应赤胜,罪为日生,何缘得福。 若能改心,礼敬贤者,威仪礼节,供奉长老,弃恶性善,修己从人,四福日增,世事无患。 何等为四,一者颜色端正,二者气力疯强,三者安颖无病,四者易受,终不罔痕。 行之不屑,亦可得到。 三百二十三 白话解释,此人看见佛陀便欢喜万分,福地鼎礼,然后和长相佛陀说,我弟子天生愚痴,不知有佛法僧三宝,我曾经崇拜过火,日月以及诸天之神,虚度九年功夫,前程礼拜,都得不到什么福报,结果弄得神色憔悴,身体衰弱。 经常生病,恐怕不久就会死掉了。 我现在已决心成是佛世尊,救度众生的导师,所以我从远的来归依佛陀,愿佛陀赐给我一些福报。 佛陀向他说,你从前所拜的那些,竟是要挟鬼怪的迷信,即使你的祈祷词念得如山高,可是你的罪却深得四江海。 你杀害畜生来求福,这样离福就太远了。 即使你用上百节的时间来辛苦宰杀天下的猪羊牛枝,拿去祈祷祭神,你的罪也会如须弥山高,但是福报却连戒子大也没有,你突然消耗掉你的岁月和金钱,难道不是其路追羊吗? 况且你为人又不孝顺父母,轻蔑善良,不恭敬常尚,骄傲怠慢,目空一切,贪甜吃三宁旺盛,你的罪过可越来越深了,又怎能得福。 你如果能改变心态,公理贤者,平日千尘有礼,敬奉常尚,弃恶未善,修养品德,多做善事,有四种福,就会日日增加,生生世世也就不用忧愁灾难会临生了。 是那四种福报呢? 一,容貌端正,二,身强力壮,三,平安无病,四,寿命增长,不遭恨祸。 你如果能实行不断,就可以得到了。 324 经文,于是世尊,即说济言,济神以求福,从后观其报,四分未妄一,不如理贤者,能善行礼节,常敬长老者,四福自然增,色力受而安。 于是其人,闻佛慈祭,欢喜信解,积首作礼,众白佛言,罪够所必,积罪九年,信赖慈化,经得开解。 为愿世尊,听味沙门。 佛言,善来,比丘。 头发自舵,即成沙门,内斯安般,即得罗汉道。 325 白话解释,因此,佛陀说了下面的祭语,祭神求福报,日后观收获,四分不得一,不如敬贤善。 能为善千尘,常敬长老者,四福自增多,健康长寿安。 这个人听佛陀说了这首祭,十分欢喜,也信解了佛说的道理,便叩头行礼,再向佛陀秉承说,弟子造恶造罪,积累九年,信蒙佛陀的慈悲化道,现在才能破解人生的弥暗,只希望世尊能答应我,成为修道的沙门。 佛说,欢迎你,比丘。 因此此人头发自然掉落,便现出庄严的出家相。 他在静一步休息禅定,就正得了阿罗汉果位。 326 阿含金云,贪欲永静,田慧永静,鱼吃永静,是名阿罗汉。 327 38 恶行品之一 经文,习佛在罗悦止国,潜意罗汉,明曰虚曼,持佛法照,至祭冰南山中,做佛图寺。 500罗汉,长指其中。 但系烧香,绕塔礼拜。 十笔山中,有500弥猴,见诸道人,供养塔寺,即便湘江,至身见边。 赴念尼时,孝作佛图,树木丽莎,必翻系头,但系礼拜,亦如道人。 十山水铺掌,五百弥猴,一时飘煤,魂神集身第二刀立天上,七宝殿舍,一时自然。 各自念言,从何所来,得身天上。 即以天眼,自见本行,弥猴之身,笑诸道人,细作塔寺,虽身飘煤,神的升天。 经当下报,故师之恩,各将侍从,华香祭乐,灵固师上。 散华烧香,绕之七渣。 十山中有五百婆罗门,外学携剑,不幸醉服,见诸天人,散华作乐,绕弥猴诗,怪儿问曰,诸天光影,微微乃尔,何故屈翼,供养此诗。 诸天人言,此诗是五等故身,习在此间,孝诸道人,细立塔寺,山水铺掌,飘沙五等,以此为福,得身天上。 经故散华,以报故身之恩。 细卫塔寺,或福如此。 若当至心,奉佛世尊,其得难遇。 三百二十八 白话解释,从前佛陀在罗月指,王舍臣,国,派一位镇的阿罗汉国位的比丘,名叫须曼,戴着佛陀的头发和纸爪,到继兵国南方一带的山中,去建造一座佛塔和金舍,来供养法爪。 当时有五百个阿罗汉比丘,就经常在这座供佛法爪的塔寺里修道。 他们每天早晚烧香绕塔礼拜。 当时这一带山中,有五百只猴子,看到这些修行人每天以香花供佛绕塔礼拜, 他们便互相同到一条深剑边,挖一些泥巴、石头,背到岸边, 依照比丘方式也造起佛塔来,又竖起一根木头,表示似的标志,用旧的撞帆,挂在柱头上。 他们早晚模仿比丘,向佛塔礼拜,学习比丘绕塔礼拜。 当时山中忽然爆发大水,冲上岸来,将五百只猴子全都淹死了, 他们的神魂,当下升到刀立天宫,住的是七宝庄严的宫殿,依时自然现前。 他们各自心内想,我们是从什么地方来,能有幸升到天人的宫殿中呢? 因此他们便以天眼看到自己原来的本相,原来是弥猴之身,为了模仿比丘,戏作佛的塔寺,虽然肉身被水淹死,但神石都伸到天上。 现在,他们想到为了要报答前世侯师的大恩,便各自带逝者和香花,女乐,下降到山谷边前世尸体的上面,散发香滑,又烧了香,围绕尸体七周。 此时山中有五百位婆罗门教徒,平时在社会上都是学一些反因果反叶报的邪见,因此不幸作恶有罪报,行善有福报的道理。 他们看到这群的天人,散发作乐,绕着这些猴狮悼念埃及,就奇怪问说,你们这些天人,精光照身,形象如此微得庄严,又为什么卑躬曲节地供养这些猴狮呢? 这些天人,答说,这些猴狮是我们的前身啊。 我们从前在这里模仿沙门,细作佛的塔寺,不幸遇到山洪铺掌,将我们都淹死了,我们也因为这个游戏带来这个微小福田,才能上升天界。 如今来供养香滑,是为了报答前身的恩责呢? 我们本来只是模仿比丘系做塔寺,就能获得这么大的福报,如果能真心奉敬佛世尊,那我们的功德就难以形容了。 329 法华金云,若人散乱心,入于塔庙中,亦称南无佛,皆共成佛道。 乃至童子系,巨沙魏佛塔,如是诸人等,皆共成佛道。 330 经文,清等邪见,不幸正真,百结勤苦,魔所依的,不如共网,至其蛇绝山,理事供养,得福无限。 吉皆欣然,共至佛所,五体作礼,散华供养。 诸天人白佛,我等尽是弥猴之身,蒙是尊之恩,得身天上,恨不见佛,经故自归。 众白佛言,我等前世,有何罪行,受此弥猴身? 虽坐塔寺,身被飘杀。 佛告天人,此有因缘,不从空身。 无当未辱,说其所由。 乃往昔时,有五百年少婆罗门,共行入山,欲求仙道。 石山上有一沙门,欲于山上,泥至惊蛇。 下谷取水,身轻若飞,五百婆罗门,心急度义,同身孝之。 经此沙门,上下藩急,亦如弥猴尔。 何足为其也? 如是取水不止,山水一来,逆沙不久。 佛告诸天人,耳时上下沙门,我身世也,五百年少婆罗门者,五百弥猴身世。 细笑作罪,身受其报。 白话解释,我看你们的见地婆有问题,又不幸真正的出世要义,如果这样下去,即使百劫辛苦,也是一无所获的。 你们不如同我们一起到灵旧山的佛陀经舍,去尘世供养世尊,就会得福无限量。 因此这五百位婆罗门,都非常高兴与天人一同到佛陀的经舍,五体投地,礼拜佛陀,又散布香花供养。 这些天人向佛陀说,我等前身都是弥猴,的蒙世尊宁的恩泽,才升到天界,当时恨不得早日见佛,所以现在自动回归佛陀的经舍。 他们说完,又再度向佛陀臣说,佛陀那。 我们的前世,因为什么罪行,变了猴子身,虽然坐了塔寺,还要遭遇到山红烟死的恶暴呢? 佛陀向天人说,这是有一段因缘,因缘不会无根而生啊。 我现在为你们说明这一段前世来由。 原来,在往昔时,有五百位少年的婆罗门教徒,一起入山,想寻仙学道,当时山里住有一位沙门,想在山上用泥土建造一间经舍,他便走下山谷取水,此人身轻如燕。 这五百位小婆罗门,看到这位沙门有这等自在清妃的身手,心里顿时新生极度,就同身及慈激笑他,你这个和尚哪。 上下翻腾,也只不过像猴子罢了,又贺足为奇呢。 你如此这般取水不停,等到山水一来,不久就会淹死你了。 佛陀向天人说,当时上上下下取水的沙门,就是我的前身,五百年轻的婆罗门,就是那五百只猴子的前身,因为他们细笑造罪,才受猴身之报应啊。 三百三十二 经文,于是世尊,即说济言,细笑为恶,以作身行,弃受报,随行罪至。 佛告诸天人,辱之尽是,虽未受身,乃能细笑,起作塔四。 经得升天,罪灭福星,经者赴来,供奉证教,从此因缘,常离重苦。 佛说是,以,五百天人,即得道。 其所供来水边五百婆罗门,闻罪福之报,而自探约,五等学仙,积有年数,为蒙果报,不如弥猴,细笑为福,得身天上。 佛之道德,十秒乃尔。 于是基守佛族,愿为弟子。 佛言,善来,比丘。 及尘沙门。 经敬日修,碎得罗汉道。 三百三十三 白话解释,因此,佛陀当下说了一首祭语,细笑是恶行,已造身必行,哭泣受恶报,随缘罪一道。 佛陀向那些天人说,你们的前世,虽然是受身,但是能在细笑中,起造塔四,现在的身天上,罪已消除,福报也来了。 你们现在再回来,亲近佛道,由这种姻缘,就会永离世间的苦难了。 佛陀说了这首祭语之后,五百位天人,当下了悟佛法的真理。 与他们一同来的五百位婆罗门教徒,听到世尊解说最福的果报,各自感叹说, 我们学仙道,学了很多年,也没有受到什么好的果报,还是不如弥猴,只是无意中作戏得福,反而升到天界。 佛陀的教法,竟然是如此的奇妙呢。 因此他们一同礼拜在佛陀族前,愿为弟子。 佛陀说,欢迎你们,比丘们。 他们当下成就了正式的沙门,每天努力精进修行,辩证的阿罗汉的果位。 三百三十四 法华经云,若人散乱心,乃至以一华,供养于化相,渐渐无量佛。 或有人礼拜,或复旦合掌,乃至举一手,或复小低头,以此供养相,渐渐无量佛,自成无上道,广度无数众,入无于涅槃,如心尽火灭。 三百三十五 三十九 恶行品之耳 经文 习佛在舍为国经舍之中,为诸天人说法,识国王第二儿,明曰礼,其年二十,将从官属,退其父王,伐兄太子,自禅为王。 有一恶臣明曰耶利,白礼王,王本位皇子时,致舍以国外加舍,看到佛经舍中,为诸是种子所喝麦。 华丽,无有好仇。 华丽,无有好仇。 华丽,若我为王,便起此事。 华丽,今时已到,兵马兴盛。 华丽,今时已到,兵马兴盛。 已当抱怨。 即华严价,引律兵马,往伐舍一国,佛有第二弟子,明摩荷目间连。 建礼王引律兵士,法舍一国,以报夙愿。 今当伐杀四辈弟子,念其可怜,便往道佛所。 白佛言,经礼王,公舍一国,我念终人,当遭辛苦。 我欲以四方便,旧舍一国人,义者,举舍一国人,这虚空中。 二者,举舍一国人,这大海中。 三者,举舍一国人,这两铁为山间。 四者,举舍一国人,这他方大国中央。 令礼王,不知其处。 佛告慕连,虽知卿有势至得能,安处舍一国人,万物众生,有妻不可避。 何谓为妻,亦者生。 二者老。 三者病。 四者死。 五者罪。 六者福。 七者因缘。 此七事,亦虽欲弊,不能得自在。 三百三十六。 白话解释,从前佛陀住在舍卫国子元经舍时,为很多天人说法。 当时国王波斯尼的第二个儿子,名叫黎,年龄才二十岁,就领着他的死党,将他父亲波斯尼王逼退, 又杀了他的哥哥指托太子,自立卫王。 在立卫王子部署之中,有一位邪恶的人,名叫耶利,向立卫说,大王当初为皇子的时候,到舍一国母舅的家,到佛陀经舍里面,受到很多释迦族的人喝则谩骂,出言不逊之志。 当时大王曾经宣誓,如果我将来为王,一定报复此仇。 现在时机已经到了,大王。 我们现在兵抢马撞,应该去报仇吧。 李王听耶利提起往事,便下令准备车架,引领兵马,出真舍一国。 当时佛陀的第二大弟子,是摩赫穆坚连,在定中见到李王率领军队,来争讨舍一国,要报复诉仇,由其首当其冲的,是佛陀四众弟子。 目间连哀怜手无寸铁的佛弟子将遭遇屠杀,便到佛陀的经舍,向佛陀报告说,现在李王,要去攻打舍一国了。 我怜悯此国善良的人民将遭遇苦难。 我想用四种神通,拯救舍一国的人民。 第一,我将舍一国的人,拖起一道虚空之中。 第二,我将舍一国的人,拖起放在大海上。 第三,我将舍一国的人,拖起放在两座铁围山之间。 第四,我将舍一国的人,拖起放到别的大国中央,使李王不知他们藏在何处。 目间连的话还没说完,佛陀就向目间连说,我虽然明白你有这种本领,来安置舍一国的人,但是世间万事和众生遭遇,有七件事无法逃避,是那七件事呢? 一,生,二,老,三,病,四,死,五,罪,六,福,七,因缘。 这七件事,心里不管如何想逃避,也不能逃出七种因缘而得自在。 三百三十七 无常经云,无上诸世尊,独觉生闻臣,上舍无常生,何况诸凡夫。 三百三十八 经文,如清微神,可得作此,速对罪负,不可得离。 于是目连,礼以便去,自以思意,取舍一国人,知事谈乐,四五千人,乘着孝中,举着虚空心秀之计,礼王法舍一国,杀三亿人以,引君海国。 于是目连,网到佛所,为佛做礼,自贡高约,礼王法舍一国,弟子成佛威神,就舍一国人,四五千人,经在虚空,接近的托。 佛告目连,轻为网看孝众人不也。 曰,为网世之。 佛言,轻先网世孝众人众。 目连以道立下孝,见众人皆死尽,于是目连怅然悲弃,敏其幸苦。 海白佛言,孝众人者,经皆死尽。 道德神力,不能免比速对之罪。 佛告目连,有此七世,佛即众圣,神仙道士,隐形散体,皆不能免。 于是世尊,即说济言,非空非海中,非隐山时间,莫能于此处,避免素恶殃,众生有苦恼,不得免老死,唯有人智者,不念人非恶。 佛说事实,坐上无央树人,闻佛说无常法,皆共悲哀,面对难免,欣然得到,歹须陀还果。 三百三十九 白话解释,如果你以神通,即使能摆平舍异国的苦难,但是他们过去世的罪业,还是不可能逃脱掉。 目坚连听了佛陀的开示之后,顶礼便离开经舍,但他按作主张,还有一点不相信佛陀的话,便用神通将舍异国的所有知识道德高的重要人物四五千人,集中放在校里,运托到太空星群之间。 此时,立王已扫平了舍异国,屠杀了三亿多人,已经引兵回国。 因此目坚连走到佛陀的经舍,向佛陀鼎立,非常得意说,立王征法舍异国,弟子为了救人,成世尊的神威加倍,我已救出舍异国四五千人,现在全部在太空中,他们已经脱离灾难了。 佛陀向目坚连说,是吗?你去看你校内所装的人是否还存在? 目坚连说,我还没有去看过。 佛说,你先去看一下,校子里有多少人。 因此目坚连以他的神通力进入校里,看到校内所有的人全部死亡了。 目坚连十分懊恼,悲弃,对死难的舍异国人,十分怜悯。 他又回到佛陀的经舍,报告佛陀说,校子里的人已经全部死亡。 我以佛陀的神力,也没办法免除他们前世的罪报。 佛陀向目坚连说,这七件事,即使佛陀,菩萨,阿罗汉等有道之人,神仙,犯智隐去身形,分身千百位,也逃脱不掉。 因此佛陀,就说了下面的际语,空中海上逃不掉,隐于山中亦难逃,三界无处可免除,过去罪央会来报。 众生有许多苦恼,不能免于生老死,唯有大人大智者,不计他人之过恶。 佛陀说此祭时,座上有无央数听众,听佛陀说世间无常的道理,都深感悲痛,尤其想到夜报难逃,因此大众闻法后,心开一解而得道,也振了出果。 三百四十 四十,刀杖品之一 经文,习有一国,明曰贤提,时有长老比丘,长并尾顿,雷寿购会,在贤提经舍中,卧无瞻侍者。 佛将五百比丘,往至其所,使诸比丘,传供誓之,未作弥洲。 而诸比丘,闻其秀处,皆供见之。 佛使天地试取汤水,佛以金刚之手,喜并比丘身体,得寻振动,老然大名,莫不惊素。 国王成名,天龙鬼神,无央数人,往道佛所,积首作礼,白佛言,佛为世尊,三界无比,道德已被,云和屈异,洗此并受购会比丘。 佛告国王,极仲慧者,如来所以出现于世,正为此穷恶无护者而。 供养并受沙门,道士,极诸贫穷孤独老人,其福无量,所愿如意,辟五何流,福来如是,功德渐满,会当得到。 王白佛言,经此比丘,素有何罪,因病击年,辽治不差。 三百四十一 白话解释,从前有一个国度,名字叫贤提。 当时此国有一位年老的比丘,因为久病而衰弱不堪,消瘦而肮脏。 他住在贤提国的金舍里,常识卧床不起,也没有一个人来探视他的病况。 佛陀在定中看见这位老比丘病苦堪怜,便率领五百位比丘,道他的金舍来,并且吩咐各比丘,轮流来照顾他的病,又为他煮迷饭,很多照顾他的比丘,因为服侍他,而感觉他全身肮脏臭味,都很恶心,瞧不起他。 佛陀便派天地试去取热水,佛陀以自己救难救苦的手,为病比丘洗敌身体,此时大地位之震动,天地豁然通明,人人震惊以偿。 此国国王和他的大臣人民,天龙、鬼神等无央数人,一同来到佛陀的金舍,叩头顶礼之后,对佛陀说,佛陀那。 您是三界的至尊,天地兼无人可比,德行已经圆满无缺,为什么还要委屈自己,来为这位病老肮脏消瘦的比丘洗澡呢? 佛陀向国王遇会众说,如来所以出现在世间,正是为了这些穷苦无一的人啊。 你们要明白,供养,帮助平病的沙门,修道者,和贫穷孤独无一的老人,可得福无量,将来你的希求也会如愿以偿。 就譬如五条河的流水,你帮助老病者所获得的福报,也向五河之水远远流长,等到你的功德圆满,也就会得到离苦了。 国王听后,问佛陀说,现在这位老病的比丘,前世造了什么罪业,才落得老病多年,治疗不愈呢? 三百四十二 泛网金云,若佛子 见一切疾病人,常应供养如佛无益,八福田中,看病福田,是第一福田。 三百四十三 八福田者 敬天,佛,圣人,僧 恩田,阿黎,和尚,父,母 悲田,病人 三百四十四 经文,佛告王曰,往昔有王,明曰恶行,至正言报,使一多利五百,主令边人 五百甲王威怒,思作寒热,若欲边人,则其架树,得物边青,不得边重,举国换之。 有一贤者,为人所污,应当得边,报五百言,无是佛弟子,素无罪过,为人所往,愿小垂树。 五百文是佛弟子,亲手过边,无者身者。 五百寿中,堕地狱中,考略万应,罪灭复出,堕处身中,横被窝障,五百于是。 罪必为人,常因重病,痛不离身。 二十国王者,经调达是也,十五百者,经此并比丘是也。 实贤者者,无身是也。 无以前是,为其所述,编不着身,是故世尊,公为喜之。 人作善恶,央服随身,虽更生死,不可得免。 三百四十五 白话解释,佛陀达说,从前有一位国王,名叫恶行,专制恨报, 他曾经命令一位名叫五百的无事,去鞭打人。 五百依靠国王的诠释,卫装着喜怒无常, 如果当他要打人的时候,就要求对方送礼, 送了东西就打得轻,不送就打得重, 全国人都怕他。 当时有一位社会知名的贤者,被别人诬陷, 依王法要受鞭挞,这位贤者就向五百要求说, 我是一位佛陀弟子,从来没有犯过什么罪, 这次是被他人所诬告,希望你稍加宽量一些。 五百听他说是信佛的人,便用边亲打他一下, 其实并没有打着他,等到五百受终之后, 因为在身时造恶,跺在地狱里,受到千般拷打命成, 等到罪报受完了再投身,又落在畜生道, 也经常被主人痛打,像这样经过五百事, 罪报受完,才转身为人,但是时常患重病,苦痛不离生。 当时指使五百达人的国王,就是今天的提婆达多, 那位听命鞭打人的五百,就是今天的并比丘。 当时贤者,是我释迦牟尼,我因为前世得到五百的宽容, 鞭打不着身,因此,经为世尊,亲自为他洗涤污秽。 人造善恶,或服惠随着你,虽然生死流转,也不能避免果报。 三百四十六 经文,于世世尊,即说济言,账良善,妄产无罪, 其央十倍,灾醋无赦,身受苦痛,形体悔辙,自然脑病, 失忆恍惚,人所污者,或献官恶,财产耗尽, 亲戚离别,舍斋所有,灾火焚烧,死入地狱,如是为时。 十病比丘,闻佛慈祭,急速命是,自知本行,客心自责, 急于佛前,所患除欲,身安亦定,急得罗汉道。 贤提国王,欢喜信解,寻寿无界,为清信事,没命奉行,得虚陀还道。 三百四十七 白话解释,佛陀讲到这里,就用寄语再重述一遍, 鞭杖善良者,陷害无罪人,或殃家十倍,罪报无可赦, 身时受痛苦,形体受折磨,百病一起来,精神多恍惚, 遭人所诬陷,或遭遇冤愈,钱财消耗尽, 亲友都离别,所有舍斋财,灾火焚烧尽,死后入地狱,其罪共十倍。 此时老病的比丘,听佛陀说此寄语,以及前身的宿命, 自己已明白前世所行所作,身心自责,当时在佛前所有的病痛, 都豁然痊愈,同时身心安逸,观心专一,当下正的阿罗汉国位。 贤提国王,也十分欢喜,信解佛法的真理, 又受了五戒,成为佛教清净的居士, 终身奉行佛陀的教导,今世也证了出国。 三百四十八 四十一,刀杖品之耳 经文,习佛在舍为国指数给孤独经舍中,为天人龙鬼说法。 东方有国,名誉多罗波提。 习有婆罗门等五百人,香绿寓意横水。 岸边有三瓷神池,沐浴购会,违行求仙,如泥前法。 道犹大则,弥不得过,中道法梁,遥望见一大树,如有神器。 想有人居,持去树下,勒魔所见。 婆罗门等,举声大哭,饥可为恶,穷死私则。 树神仁献,问诸泛志,道是哪来? 经欲何行? 同声答曰,寓意神池,早欲望先,今日饥渴,性哀经济。 树神即举手,百味饮食,从手留意,给重饭食,皆得饱满。 其余食饮,足共道粮。 灵当别去,一神请问,本行何得,至此微微。 神答范至,无本所居,在舍卫国,十国大臣,明曰须达,泛佛众森, 亦是买烙,无提烙者,左右故事,欠我提之。 网道惊舍,使我斟酌。 气行枣水,俨然听法。 一切欢喜,称善无量。 使我奉斋,目还不,富怪问我,不识何恨。 答曰,不恨也。 无行于事,见长者须答,于原泛佛,我往持斋,斋明八观。 其父田会,愤然言曰,取谈乱俗,惜足采纳。 君会宜则,获从此心。 敌破不已,便共俱时,使我尔业,年寿算尽,终于夜半,神来生此。 为事于父,拜我斋法,不促其夜,来生思则,做此数神。 提劳之福,守出饮食,若终斋法,应身天上,丰寿自然。 三百四十九 白话解释,从前佛陀在舍卫国的《紫园经舍》里,为很多天人、龙、鬼等众生说法。 当时舍卫国之东,有一个国家,国名玉多罗波提。 这个国家,那时有五百位婆罗门教徒,相约要到恒河边。 河边有三座四神的水池,可以在那池水里洗去污垢,也可以裸体求先人救度, 就像当时六大外道之一的尼尖外道,时长裸体修行。 这五百位婆罗门,走向恒河的途中,经过一片大沼泽的,因为迷路,走不出这片的水池,因此中途断粮。 他们从迷途的地方,远远有看见一棵大树,好像有一股神气围绕,判断树下会有人家,便赶紧走到那棵树下,才发现一无所有。 这些婆罗门万分失望之际,不能自尽尸声大哭起来,心内想这番遭遇饥渴危机,是必定困死在这片水池边无疑了。 这时候,树神出现了,就问这些婆罗门修士说,请问道长门,你们从哪里来呀? 现在要到那里去呢? 他们同声答说,我们本来要到恒河边神池那里去沐浴求仙的,想不到今日迷了路,又饥又渴,请您可怜我们,救度我们吧。 树神听后,马上举手,所有百味饮食都从手上流出来了,大家接到食物,都吃得很饱,剩下没吃完的,可以供应来日的道粮。 当他们临分别时,走到树神面前,请问,你修什么道痕,有如此了不起的微微神力呢? 树神回答范智说,我的居所,本来在舍卫国,当时国中有一位大臣,名叫须达,此人已斋饭供养佛僧食,到世上买乳酪,因为东西太多,乳酪没人帮他提,左右看看,就找我帮他提。 回到经社,又叫我送饭送菜,一直到饭后大家洗手,我都是规规矩矩,照礼术来照顾佛与僧用斋。 当时大家看我服务这样周到,都很欢喜,又拼命夸奖我。 我为佛僧斋供服务以后,到了晚上回家,还没有时间吃饭,我的太太就很奇怪问我,你这样喂别人公斋,连饭都没有吃,心里是不是很气? 我说,不气呢。 你帮忙他破坏国家风俗,你灾祸的日子不远了。 我被他一唠叨,心里实在不舒服,只好跟他一同吃晚饭,也无法守戒持斋了。 当时我命中注定,这一天寿命在半夜会命中。 命中之后,会投身来此座树神。 因为我那位愚蠢的太太,破坏了我的斋戒法,使我没有守住斋戒日,才升到这一片无人的荒郊野外,做这个树神。 但是因为我曾经有帮助需打掌者提过乳酪的功德,又亲手在供佛斋会上尽力服务,提水拿饭,如果我将八关斋手到底,我就会升到天界做天神了,那时候我更自由自在了。 三百五十 经文,即为范智,而说颂曰,词四种获根,日夜长枝条,唐苦拜身本,斋法度事先。 范智文记,弥解信寿,炫海舍卫,陆游异国,国民居兰尼。 有长者明曰美英,为人恩仁,众人敬仰。 范智过朽,长者问曰,道士纳来,经欲所致。 据臣彼则,恕神功德,寓意舍位,造须达索,攒采斋法,济蒙得福。 美英喜勇,肃行所追,且自解唱,宣令宗士,谁能共行,受斋戒法。 和五百人,谦然应命。 本愿相隐,威仪言出,共义舍位。 为智只还,道逢须达,欲而不识,顾问从者,此何丈夫。 对曰,须达也。 范智众等,喜而追曰,无怨诚意。 求仁的人,持去相见。 同声探曰,恕神探得。 助仰虚心,据说所皆,故来投脱,即是法斋。 助车达曰,所求大善,无有尊师,好曰如来,重幼度托人类,尽在止还,可供清早。 即皆敬诺,公宿敬前,摇见如来,请喜难量。 五体投地,退座一面,皆供常规,白氏尊曰,本出发家,欲至三池,慕欲求仙。 经由庶神,所成如此,事故投话,愿是吉林。 351,白话解释,数神说完自己的素氏因缘,便为梵智说了一首记,为了四神种获根,此根日夜生之条,唐突受苦能拜生,摘戒才是救世神。 婆罗门的梵智听了这首记,他们的迷雾已化解,都接受了数神的指点。 然后回到舍卫国,他们在路上经过一个国度,名叫居兰尼,此国有一位长者,名叫美英,为人宽厚慈祥,人人敬仰。 梵智经过居兰尼国,就住在这里一夜。 长者就问他们说,道常从哪里来? 到何处去呀? 他们就将大沼泽迷途,遇到树神就难得经过说出来。 又说,他们要到舍卫国,到须达长者那里跟大家一起行持八观斋戒,希望借此受到福报。 美英长者一听,非常的欢喜,因为他前世善业所感,何况他对八观斋法的功德已经明白,便向同族人宣告,有谁要参加去舍卫国行持八观斋戒的行列。 结果结合了五百位族人,同声响应。 他们都是因缘所成,愿力互引,都打扮得非常庄严恭敬,便与范智一同到舍卫国。 尚未到纸环金舍之前,在路上就遇到须达长者,可是双方并不熟视,美英就回头问须达的侍从说,此人是谁呢? 这么高洁庄严,从人达到,是须达长者。 范智听到是须达,就欢喜追过去而说,我们的愿望已经达到。 找人也找到了,赶紧去见须达长者吧。 他们同声向须达长者赞叹说,数神都夸赞您的大德呢? 然后他们带着一片虔诚的心,说明他们为什么谨仰虚达,又因此要来投靠他,希望他只是八观斋戒的刑法。 虚达长者停车回答他们说,你们的要求太好了。 我有一位尊师,号称如来,慈悲嫉妒众生,就在指环经舍,我们可以一起去拜见佛陀。 大家听后,都一同说好,便恭敬上路,向指环经舍前进,到了经舍,看见佛陀身影,欢喜难以自尽,大众一直走到佛陀前面,伏地顶礼,然后退坐一边,在一起跪的,向佛陀陈述说,我们当初从家里出发,想要去恒河水边的三座神池,去沐浴求行。 首先,后来因为中途迷路,遇到庶神解救,庶神为我们解说庶世因缘,以及斋戒功德,因此前来归依如来坐下,请求教化,希望能得到一条究竟的明路。 三百五十二 经文,于世世尊,因其所行,而说济言,虽伟简法,长浮草衣,沐浴巨石,奈夷结合,不乏沙烧,亦不求圣,仁爱天下,所是无怨。 五百泛智,文迹欢喜,皆作沙门,的应征道,美英宗等,歹的法眼。 朱比丘白佛言,五百泛智,即长者等,本行合得,得到合宿。 世尊告曰,过去九远时,是有佛明曰家业,为朱弟子说法,当来五拙之时,时有泛智长者千人,同发誓言,令我遭见释迦闻佛。 而时泛智者,经此等泛智事,而时长者,经美英等事,从事因缘,见我辩解。 比丘欢喜,坐礼凤行。 三百五十三 白话解释,因此佛陀根据他们的所行,说了下面的际语,虽修裸行除虚法,常穿污浊粽粪草衣,沐浴神持空求仙,以劫不解可奈何。 不杀不焚害众生,亦不求取是第一,人心普济于世间,所致之处无怨对。 五百位泛智,听佛说祭之后,欢喜万分,都发心出家成了沙门,得了阿罗汉果位。 美英常者及其宗族,也获得法眼。 佛陀的面前各大比丘看到这一幕经过,就请问佛陀说,这五百位泛智和美英常者等人,做了什么伟大的功德,能得到这样神速呢? 世尊向他们说,在九远节以前,当时有一位佛陀名叫嘉业,为很多弟子说法时宣称,未来五浊二世道的时候,有泛智,长者等千余人,同发愿说,希望我们能有缘遇到释迦牟尼佛。 那时的泛智,就是如今的五百位婆罗门,那时的长者,就是现在的美英常者。 由于这一因缘,因此他们见了我,便解决了生命的疑团。 佛陀说完,比丘大众十分欢喜,鼎礼完毕,大家都虔诚奉行佛陀的教导。 354. 发愿有四德,一项心力。 2. 希望。 3. 鞭策。 4. 目标。 355. 42. 玉老茂品之一。 经文,习佛在舍为国,指数经舍,时候,为天人,帝王,陈明,似被弟子说甘露法。 10. 时有远方长老婆罗门七人,来至佛所,积首余地。 插手白佛言,五等远人,符文圣化,久当归命,而多诸爱。 10. 今乃得来,尽穷圣言,愿为弟子,得灭众苦。 10. 佛及受之,西未沙门。 10. 即令七人,共止一房。 10. 然此七人,穷见世尊,寻未得道,不为无常,共作房中,但思世世,小语大笑,不计成败。 11. 命日促尽,不与人齐。 11. 但共喜笑,弥义三解。 11. 佛以三达至,知命欲尽,佛哀明知,起至其房,而告之曰,清等未道,当求度世,何谓大笑也。 11. 一切众生,以五世自适。 11. 何谓为五,一者是互年少,二者是互端正,三者是互多利,四者是互财富,五者是互贵性。 11. 清等七人,小语大笑,为何所适? 356. 白话解释,从前佛陀在舍卫国的指数经社,有一天饭后为天人,帝王,陈明,四众弟子等人演说佛法。 13. 此时离城市很远之处,有七位婆罗门交的出家长老,来到佛前,伏地鼎礼之后,和长相佛陀陈述说,我们住在偏远地方,听说世尊度化众生之德,很久以来就想前来归头如来坐下,但是因为诸多阻碍,一直到今天才有机缘前来,清见世尊圣荣。 13. 我们大众愿做如来的弟子,学到灭除一切苦恼。 14. 佛陀马上接受了他们的要求,为他们说比丘法,成为佛道的沙门,并且叫他们七人共住一室。 14. 但是这七个人看见世尊整天为了说法传道忙碌,无时间照顾到他们,他们便懈怠下来,不思维世间无常,每天坐在疗房中,只想世俗繁华之事,笑声讲话喧哗,不计道很成败,人命短促,非人力所能控制,只是彼此沉溺在三界的浮面乐趣。 14. 佛陀以神通力,明白这七位老比丘生命将近,非常哀怜他们,便亲自到他们的疗房中,提醒他们说,你们为了学道而来,要寻求出离三界,为什么整天大笑喧哗呢? 14. 天下一切众生,以五件事认为是自己的依靠,是那五件事。 14. 一是以事年纪轻,来日方长,二是以事自己平茂端正挺拔,三是以仗自己身强力大,无人可恶,四是以仗自己钱多,别人不敢轻视,五是以仗自己是贵族,权威之家。 14. 你们七个人整天讲话大小声,唧唧喳喳,以仗的是什么? 157. 经文,于是世尊,即说即言,何喜何笑。 16. 念长赤然,身必幽名,不如求定,见身刑犯,以以为安,多享治病,岂之不争。 16. 老则色衰,并无光泽,疲缓激缩,死令尽醋。 16. 生死神从,如玉汽车,肉消骨散,身何可护? 16. 佛说记忆,七比丘一劫妄指,急于佛前,的阿罗汉道。 358. 白话解释,因此佛陀为他们说了下面的妓语,有何可喜何可笑? 16. 妄念总是如火焰,隐居深山无人见,不如修道学禅定。 16. 自认相貌颇堂堂,已是年少的平安,妄念纷飞亦离病,似大未患不真实。 16. 人老之后色帽衰,久病雷兽无光泽,疲松激缩骷髅架,大陷即将破眼前。 16. 人死之后神意识,如同驾驭一破车,血肉渐消骨离散,此身有何可疑护? 16. 佛陀说继之后,七位年老比丘心意开解,妄念也止息了,便在佛前当下阵的阿罗汉国位。 359. 佛陀说,任凭怎样歌唱生命,赞美生命的光明远景,而生命的缺陷,永远是不可避免的事实。 360. 四十三,遇老茂品之耳。 经文,习佛在舍未经舍,未诸天人帝王说法,时有婆罗门村,五百余家中,有五百年少婆罗门,修婆罗树,为人娇慢,不敬长老,共高自贵,以此为常。 五百范智,须自一言,沙门渠谈,自称为佛,三达全智,五感共论者,五等可共请求论意,事事结问,知为何如。 集办工具,往请佛来。 佛与诸弟子,往到范智村中,坐壁行水,拾气早首。 时有长老范智夫妇二人,于此村中,共行乞丐,佛知其本大父无数,曾做大臣。 佛即问诸年少范智,如等时长老婆罗门部。 结言诸时,又问,本位何四也? 约,本位大臣,财富无数。 经者,何故负行乞丐? 结言,散用无道,是以守平。 佛告诸婆罗门,是有四事,人不能行,行者得福,不至此平。 何谓为四? 一者年胜利壮,胜末娇慢,二者年老精进,不贪盈矿,三者有才珍宝,常念不诗,四者就诗学问,听受证言。 如此老公,不行四事,为之有偿,不计成败,一旦离散,譬如老谷,守此空持,永谋所获。 三百六十一,白话解释,从前佛陀在舍卫国只还经舍时,为很多天人,帝王说法,当时有一座婆罗门教徒聚居的村落,五百多户人家,有五百位少年婆罗门子弟,修行婆罗门教道法,为人骄傲,不尽常上,目空一切,习以为常。 有一天,这五百位少年范智,忽然在一起讨论说,那个姓渠坛的和尚,自称是Buddha,有天眼,宿命,漏尽三大神通智慧,无人能博倒他的高论,我们可以向他挑战,要求同他辩论,找很多事来考验他,这样不是很好吗? 经讨论之后,便准备了公斋的东西,去请佛陀来村里应供,佛陀与弟子来到范智的村里,坐定之后,在范前先轮流洗手,范后又洗手。 此时有年老范智夫妇二人,在这座村落之中,同时也在启食。 佛陀明白他们本来财富无数,又坐过大观,佛陀就问那些年轻的婆罗门教徒,你们认识这位年老的婆罗门吗? 大家都说认识,又问,他出生的身份是什么人物呢? 大家又说,他本来是国家的重要大臣,家财无数。 佛陀说,现在他又为什么在刑起呢? 大家又说,他会乱花钱,将家财都一一败光,所以穷得像这种模样。 佛陀像这些小婆罗门说,世间有四件事,人很困难做到,如果能做到,就不会穷得像这样了。 是那四件事呢? 一是年轻力壮,要想到千万不可骄傲轻视别人,二是年纪老了能努力修道,不贪盈欲,三是家有财富,能想到帮助别人, 四是随师求道,能接受别人的忠告善导。 像这位老翁,不能做到四件事,他以为世间有了钱,就永远不会穷, 他没想到成败在瞬息之间,有一日家财号散尽了,就像水中的老鸭,守着一座枯竭的水池,永远也抓不到一条鱼的。 三百六十二 经文,于是世尊,即说济言,昼夜漫舵,老不止盈,有财不失,不受佛言,有慈四弊,未自清妻。 多皆老智,色便作茂,少时如意,老见倒见,不修饭行,又不负财。 老如白骨,守思空池,既不守戒,又不积财,老雷气劫,思故何歹。 老如秋叶,行慧蓝履,命及托智,不容后悔。 佛告犯志,事有四时,行道得福的度,可免重苦。 何谓为四,一者年少有利事时,二者富贵有财物时,三者得欲三尊好福田时,四者当即万物优离散时。 行此四事,所愿皆获,必得到基。 三百六十三 白话解释,佛陀说后,又说了下面的寄语,整天消闲懒散,年老不止盈欲,有钱不愿有失,不受佛的教导,有这四大缺点,是为自欺欺人。 哦哦老之将至,黑法忽然变白,年少时很得意,老实被人践踏,不愿修行佛道,财富也都完了。 老实如同水鸟,守着一座空池,既然不能持戒,而且又不积才,年老血衰气败,此时还有何的? 老人犹如秋叶,生活邋遢蓝旅,人命一席不来,后悔已经无极。 佛陀说完,向小贩智们说,世间有四个时机,修道可以得福,可以得度生死,可免一切受苦。 是那四个时机呢? 一是年少力强时,二是富贵多姿时,三是得玉三宝好种福田时,四是要长丝万事无常,据少离多时。 人生能把握这四个时机来修道,度人,所愿也必有所获,修道也就很快悟到了。 三百六十四 经文,于世世尊,众说济言,命欲日夜静,即时可情力,世间地非常,莫或堕明中,当学燃一灯,自恋求智慧,离购物染污,直逐观道地。 佛说事实,放大光明,照耀天地。 五百年少犯智,因此心解,一毛位数,起礼佛族,白佛言,归命世尊,愿为弟子。 佛言,善来,比丘。 集成沙门,的罗汉道。 村人大小,皆得道,莫不欢欣。 三百六十五 白话解释,佛陀说后,又再说了下面的寄语,生命日夜流,即时当努力,世间是无常,莫堕迷惘中。 要学燃心灯,自修求智慧,离购求清净,持足入道场。 佛陀说此祭时,身放金色光明,照耀天地。 五百个小贩智,由此心开,浑身颤立,起身鼎立佛族,向佛陀臣言,我们都要归依世尊,愿为座下弟子。 佛陀说,欢迎你们,比丘。 他们马上成就了佛门比丘,也正得了阿罗汉国位。 村中大小人民,也得了法位,无不欢喜鼓舞。 三百六十六 佛一教经云,如等比丘,常当一心请求出道,一切世间动不动法,皆是败坏不安之相。 如等且指,物的赋予,时将遇过,我遇灭度,是我最后之所教会。 三百六十七 四十四 爱生品之一 经文 习有一国,明多摩罗,去晨七里,有经舍,五百沙门,长处其中,独经行道。 有一长老比丘,明摩赫鲁。 为人暗赛,五百道人,传供教之。 数年之中,不得一计。 众供卿之,不将会同。 长守经舍,颤令扫除。 后日国王,请诸道人,入宫供养。 摩赫鲁比丘自念言,我身世间,暗赛如此,不知一计,人所薄剑,用事活为。 即持神至后缘中大树下,欲自嚼死。 佛已道眼,摇剑如是,化作树神,半生人献,而喝之曰,多多。 比丘何谓作此? 摩赫鲁极具臣辛苦。 化神喝曰,悟得作是,且听我言,往家夜佛时,轻作三藏沙门。 有五百弟子,自以多智,轻慢众人。 立席经义,初步训会,是以世事所生,诸根暗顿。 但当自责,何谓自贼? 三百六十八 白话解释,从前有一个国度,名叫多摩罗,距离国都七里之处,有一座佛寺,内有五百位比丘, 经常住西在寺中,讲经修道。 其中有一位年长比丘,名叫摩赫鲁,为人天性愚钝,他的五百位同参道友,轮流来教导他,但是经过好几年,连一首祭也不会,时常被大家轻视,所以大家很少跟他共处一起,就吩咐他看守寺院,又叫他负责打扫庭院。 后来国王请这四的比丘入公公斋,摩赫鲁比丘自己思维,我身在世间,愚笨无比,连一首祭也不会,受人轻贱,活着又有什么意思? 想到这里,自己就拿一条绳子,走到寺后园中一株树下,想上吊自尽。 佛陀已到眼,远远地看到悲剧即将发生,变化身为树神,上半身以人形出现,喝则摩赫鲁说,多多。 比丘,你干嘛要上吊呀?摩赫鲁比丘听有人跟他讲话,他就将自己的愚笨,受人轻视等等,所以活不下去的理由,告诉树神。 佛陀化身的树神则被他说,不要做傻事了。 你且听我说,从前加业佛时,你曾经做过三藏法师呢? 你还有五百位弟子,你自以为多智多才,轻慢别人,又不愿意讲经说法,也不肯指导别人,所以深深世事投胎为人,眼耳深意,都很迟钝于耻。 虽然此事不免令人懊恼自责,但是又何必自杀呢? 三百六十九 经文,于是世尊,献神光相,即说济言,自爱身者,圣户所守,希望欲解,学正不媚,身为第一,常自免学,力能会人,不全则智,学先自正,然后正人,调身入会, 必千位上,身不能立,安能立人,心调体振,何愿不至? 本我所造,后我自受,为恶自更,如刚钻珠。 摩赫鲁比丘见佛现身光相,悲喜耸立,棘守佛族,思维记忆,即入定义。 寻在佛前,逮得罗汉道。 自食宿命,无数世事。 三藏重经,即贯在心。 佛与摩赫鲁,这依迟连,就亡宫时。 在五百道人上座。 此诸道人,世卿先是五百弟子,还未说法,令得道迁,并使国王,明信罪福。 即受佛教,进入宫里,坐于上座。 众人心会,怪其所以,各护王义,不敢喝浅,念其余名,不晓达称,心未知疲。 王辩下时,守自斟酌。 摩赫鲁极为达称,应如雷阵,倾此与下,坐上道人,经不自毁,皆得罗汉。 为王说法,莫不解释。 群臣百官,皆得虚陀还道。 三百七十 白话解释,因此佛陀献全身神光瑞香,并说了下面的际语,爱惜自身者,小心守自心,能消诸欲望,努力学正道。 修身为第一,常自免学道,勤快令人物,不懈可增至。 学道先自证,然后能证人,调身能生慧,改过最重要。 自身不能立,又怎能立人,心定身一证,何愿不能达。 罪福本自造,然后自己受,作恶能悔改,如金刚穿珠。 摩赫鲁比丘,见佛现今生光明像,悲喜颤立,顶礼在佛族前,详细观照寄语的含义,便入于禅定中,片刻之后,在佛前当下阵的阿罗汉的果位。 他已经自知过去多身经过,佛经三藏,一时权献在心中。 佛陀向摩赫鲁比丘说,你马上批法衣拿饭校,到王宫寿映宫吧。 在五百位出家人中,你应该坐在上座位,因为这些比丘,都是你前世的弟子,你应该为他们说法,使他们速成悟道,并使国王能明白佛理,相信因果罪福,全由自招。 摩赫鲁比丘当下受教,马上自己入王宫,坐在上手的座位,此时大众看到摩赫鲁比丘,非常生气,奇怪他怎能走到上座去坐着。 但是因为维持国王的面子,也不敢出面谴责,只好原谅他的愚昧无知,如果当他为国王说法的时候,你就一个头两个大了。 此时国王自己亲自送宿斋到个比丘面前,并为大家料理菜时。 摩赫鲁比丘就为国王说法,他的声调如同雷音,与词优雅,如行云流水,坐上每一位比丘,无不经拒懊悔自己的诗言,但是也因为摩赫鲁比丘的开示,大众都震得阿罗汉的国位。 摩赫鲁比丘比丘为国王说法,使国王句句都能深入法义,群臣百官都得了佛道出国。 三百七十一 佛说四十二章经云,夫位道者,譬如一人与万人战,挂凯出门,亦或怯弱,或半路而退,或格斗而死,或得胜而还。 沙门学道,应当坚持其心,精进勇锐,不畏前进,破灭众魔,而得到果。 三百七十二 开悟圣僧云,修去歇去,古妙香炉去,枯木含灰去,一念万年去,如人死人去,若能如此用,心安有不成道乎。 三百七十三 四十五 爱生品之耳 经文 习佛在舍卫国,有五百婆罗门,常求佛辩,欲诽谤之。 佛三达之智,普见人心,敏欲度之。 其果未熟,因缘未道。 一切罪福,欲来至实,自作因缘,而赢罪福。 此诸犯智,素有为福,应当得度。 福得千知,自作方疑。 五百犯智,自供一言,当使徒儿,杀身请佛,及诸众僧,佛必受请,赞叹徒儿,五等变前,而供积之。 于是徒儿,为之请佛,佛即受请,告徒儿言,果熟自舵,福熟自度,徒儿还归,宫赦饭时。 佛将诸弟子,到徒儿村中,至谭月舍。 饭至大小,皆供欢喜,今日乃的佛之辩儿。 若当赞谭月福得者,当以其前后杀身作罪,持用积之,佛若当说其由来之罪者,当以今日之福难知。 二仪之中,今日乃的佛辩儿。 三百七十四 白话解释,从前佛陀在舍卫国说法时,有五百位婆罗门教徒,时常在佛陀日常生活中挑剔小毛病,想借口诽谤佛陀。 佛陀以神通力,看到这是一般人的极致心态,很悲悯他们,就想乘此机会来度他们入佛门,只是因为一时果报未成熟,因缘还不到。 只要最福的果成熟,因缘本是自作自受,自然最福的果便会瓜熟地落,不必强求。 这五百位泛制,前世都有多少的福报,得度的缘分应该到了。 由他们素氏维系福报力量的牵引,冥冥之中自然有因缘来安排一切。 这五百位的泛制,想要陷害佛陀于不意,他们有一天在一起商量说,我们设法找一位杀猪杀羊的屠夫,来请佛和朱比丘应供,佛陀一定会接受邀请,佛陀必定会赞叹屠夫能改邪归正。 我们在那时候在陈基会上前,来讽刺佛陀。 因此他们找一位屠夫,去替他们请佛应供,佛陀接受邀请时,向屠夫说,事事有果,熟必地落,福报成熟,也会自度,屠儿啊。 你,赶快回家,准备饭食吧。 然后佛陀便率领众弟子们,到屠夫的村里,进入施主的家宅。 此时那五百位的大小贩制,都暗中高兴死了。 他们背后商量,今日可以抓到佛陀的毛病了。 如果佛陀赞美施主公斋的福德时,就提出那位屠夫前前后后杀身造罪很多年,来反驳讽刺他。 如果佛陀要解说那位屠夫杀身造罪的前因与日后果报,我们就以今天屠夫已受到的福报来为难他。 这两条方案,随意使用,今天就可以抓到佛陀的把柄了。 三百七十五 佛经云,若一恶言毁沙门,当堕尼离寿极苦,从地狱出的人生,即招盲龙因结报。 三百七十六 经文,佛道极座,行水下石。 于是世尊,观察众心,应有度者,即出舌负面是耳,放大光明,照一尘内。 即以泛身,说祭怨,如真人教,以道活身,于者即知,见而为恶,行恶的恶,如众苦种。 恶自受罪,善自受福,亦各须熟,彼不相待,习善的善,亦如众田。 佛说祭以,五百半至,亦自开解。 即前礼佛,五体投地,插手白佛言,丸于不及,为达圣训。 为怨敏欲,得为沙门。 佛即听寿,皆为沙门,村人大小,见佛变化,莫不欢欣,皆得道,称之贤盛,无富途而知名。 佛时避弃,即还惊蛇。 三百七十七 白话解释,佛陀到了用斋食的会场,便受邀请入座,饭前行水以后,便开始用斋饭。 此时世尊便以神通力观察个人心中所想的一切。 以明白会中有应得度的人,当时便伸出广长舌香,盖覆整个面孔,又用舌头示覆双耳。 一面放射金色光明,照耀全程。 佛陀同时以清远,和雅,升红的梵音之声,说了下面的祭语,为施主祝福,如受真人教导,以道为食养生,于人心怀疾赤,见善生田造恶,造恶必得恶果,犹如种植苦种,造恶必受罪迁,做善自受福报,等到果报成熟,彼此不能抵消。 为善自得善自得善果,亦如种植田苗。 佛陀说完祭之后,这五百位泛志,心开一解,就上前礼佛,五体投地,然后和长相佛陀说,我们真是太愚昧了,不能通达佛陀的教会,指望佛陀怜悯栽培,度我们出家为沙门。 佛陀就接受他们出家为沙门,村中大大小小的人,见佛陀神通变化莫测,无不欢喜万分,也都因此得了法位,这村庄的人,自从此后便以圣贤为榜样,也无人在做屠夫。 佛陀摆摘石完毕,便回道经舍修习。 378 佛金云,此时眷属不随去,但随自作众叶行,醉暴逼足于己身,彼时谁为我分手。 379 46 16.世俗品 经文,习有婆罗门国王,明多未写,其王奉事一到九十六种。 王乎一日,发于善心,欲大不失,如婆罗门法,积七宝如山,持用不失,有来起者,听令自取众一搓去。 如是数日,奇迹不减。 佛知是王素福印度,化作梵志,王道齐国。 王初相见,共襄理问起居曰,何所求所。 莫自疑难。 梵志达言,无从远来,欲起珍宝,持座舍宅。 王言,大善。 自取众一搓去。 梵志取一搓,行七步,还者故处。 王问,何故不取。 梵志达曰,此财族作舍卢尔。 妇当取妇,据不足用,是已不取。 王言,更取三搓。 梵志即取,行七步,妇还者故处。 王问梵志,何以妇而。 达曰,此族取妇,妇无田地,奴婢,牛马,既妇不足,是已席一也。 王言,更取七搓。 梵志即取,行七步,妇还者故处。 王言,妇贺亦故。 梵志达言,若有男女,当妇嫁取,即凶用费,既不足用,是已不取。 王言,竟以妻宝,持用相上。 梵志受而舍去。 380 白话解释,从前有一位婆罗门国王,名叫多卫写,这位国王信奉九十六种协议外道。 他有一天,忽然心血来潮,要做一点好事,来一次普遍记住贫困集会。 他依照婆罗门交的规定,拿出堆积如山的七种珍宝珠玉,来布施给贫困人民,如果有人来求助者,便让他自己取一撮走,按照一撮的分量,等于有九十个宿米,像这样连续有几天,他布施七宝的数量,竟然原封没有减少。 佛陀明白此王因为前世的福报成熟,应该的度了,就变化成一位婆罗门的梵志,到这个国度来,国王便出来与他见面,又互相寒暄问候之后,国王说,你到我们这里来,有什么需求吗? 请,不要客气,说说看吧。 范智答道,我从很远的地方来,想求些珍宝,拿回去卖了,建筑一间住宅。 王说,可以呀。 你自己取一撮去吧。 范智便取了一撮珠宝,走了七步,又回来将珍宝放在原处。 国王问他,你为什么又不要了呢? 范智答说,这一点宝物,变卖只是有够我建筑房屋而已,日后再要取七就不够用了,所以不要也罢。 国王说,好了。 你拿三撮去好了。 范智便取三撮,又走了七步,再回头将珍宝放回原地。 国王又问他,你为什么又不要了呢? 范智答说,这三撮珠宝,娶太太有够用了,但是我又没有田地、奴婢、牛马,这些都是要钱买的,我核算一下,还是不够,所以我也就打消这个念头了。 国王说,那,你拿七撮好了。 因此范智就取了七撮,走了七步,又回来将珍宝放在原地。 国王说,你这个人真奇怪,为何又不要了? 范智答说,我如果有了儿子、女儿,他们还要娶妻,出嫁呢。 何况还会遇到吉凶事件,这笔费用怎能有够用呢? 所以我决心全部放弃了。 国王说,好了。 将我所有的七宝,统统送给你,这样有够了吧? 范智一听,国王将所有的珍宝都送给他了,他岂先说好吧,但是稍停一会儿,又说,我不要了。 381 佛经云,此时重苦所逼迫,亲属不能另解脱,如欲自求解说时,是故应离诸罪恶。 382 中观论云,受诸因缘故,轮转生死中,不受诸因缘,是名为涅槃。 383 经文,王胜怪之,众问一故。 范智答曰,本来乞丐,欲用生活,地念人命,处世无己。 383 万物无常,但系难保,因缘遂众,忧苦日生。 384 鸡宝如山,无益于己。 384 贪欲归徒,堂自艰苦,不如习意,求无味道,事已不取。 384 王毅开解,愿奉明教。 385 于是泛至,献佛光香,涌住空中,未说济言,虽得鸡珍宝,崇高至于天。 如是满世间,不如见道,不善相如善,爱如似不爱,以苦为乐乡,狂夫为所厌。 于是国王,见佛光香,便照天地,又闻此迹,永悦欢喜,亡极群臣,极受无界,得须陀还道。 384 白话解释,国王感觉此人太怪异了,再问他究竟怀着什么样的打算。 又要又不要。 泛至达道,我本来是以启实来维持生活的,但是我深想人生无常,在世上活不了多久,万物星辰代谢,朝生细死,人的一切遭遇,由因缘决定不由人,生命之忧苦。 一日比一日更加苦难,即使鸡宝如山,也是对自己无异,如果贪心不足,想这想那,那是自找苦吃,因此不如放下这颗贪心,去求佛道,所以我才放弃那些无价的珍宝。 国王听后,马上也想通了,愿意归依佛教。 因此泛至便现出佛陀光明深乡,深藤空中,为国王说了下面的寄语,虽然珍宝堆如山,其多直至高于天,即使宝多满世间,不如学佛悟了道。 口秘妇建议如山,苦口粮药似不爱,有人苦中作乐事,狂夫为人所厌弃。 当时国王见到佛陀的光明瑞香,照彻天地,又听了这首祭语,欢喜万分,亡极群臣,当下便受了无界,的佛法出国。 385 佛经云,您在诸恶去,恒得闻佛明,不遇身善道,不得闻佛明。 386 47 数佛品 经文 席佛在摩节提戒,善圣道场,圆集树下,得力降摩,作字为曰,甘露法骨,文鱼三千,席父王遣五人,供养麻米,直视有劳,公报应序。 此五人者,在波罗奈国。 于是如来,从树下起,相好研移,明辉天地。 威神震动,见者喜悦。 至波罗奈国,未至中道,逢一范至,明曰幽乎,慈清离家,求师学道。 占穹尊庙,惊喜交集。 下载道策,举身探约,威灵感人,以雅挺特,本是何诗,乃得私容。 佛为幽乎,而作诵约,八正觉自得,无离魔所染,爱尽破欲网,自然无失受,我行无失宝,制独无伴侣,机一的作佛,从事通圣道。 387 白话解释,从前,佛陀在摩洁陀国,善圣经社,菩提树下,以佛神通力降伏破坏到新的魔君之后,在座上思维,佛法之谷,响彻大千世界,从前我的父王派遣五个侍者,在我雪山修道时,供养我芝麻稻米的生活需要, 又为我执事劳逸,计算起来,他们对我的照顾,也应该到回馈他们的时候了。 这五个人,现在在波罗奈舍卫国。 因此佛陀从树下起身,威仪容貌庄严,光照天地,神威正人,凡是看到佛陀的人,都会涌出无限的喜悦。 佛陀去波罗奈国途中,还未走到一半,就遇到一位泛志,名字叫幽乎,此人辞别父母,离家求师学道,他看到世尊庄严美妙,无限倾慕,而且惊喜交集,退到路边,大声赞叹说, 哦!圣者!您的威神慈祥的庄严香,如此感人,您如此优雅挺拔出群,是跟何人为师学道,才有这一副威威圣者的相貌呢? 佛陀听后,就为幽乎做了一首祭,由我自悟八正道,不离不染多自在,欲爱已尽破尘网,我修佛道无师手。 我身行持无师宝,乐于独居无道履,专制一心能做佛,从此通向圣者道。 三百八十八 开悟圣僧云,若人静坐亦须于,圣造横煞七宝塔,宝塔必静化未成,一念静心成正觉。 三百八十九 经文,幽乎文迹,畅网不解。 即问世尊,取谈如行。 佛告泛制,寓意波罗奈国,即甘露法骨。 转无上法轮。 三界众圣,未曾有转法轮,千人入泥环,如我经者也。 幽乎大喜,善哉善哉。 如佛言者,愿闻甘露,如应说法。 犯至一乙,即便过去。 未道失所,于道露宿,至其夜半,促遍命中。 佛以道眼,见其夜中。 闽伤之曰,世间愚痴,为命有偿,见佛舍去,而独丧亡。 法骨震动,而独不闻。 甘露灭苦,而独不长。 辗转无道,生死弥藏。 经历结束,何时的度。 佛以慈敏,而说济言,见地竟无惠,以度五道渊,佛出照世间,为除众忧苦,得身人道难,身受益难得,世间有佛难,佛法难得闻。 佛说此济时,空中五百天人,闻济欢心,皆得虚陀还道。 三百九十。 白话解释,幽乎听了这首记之后,还是枉然不解,就问世尊现在要到何处去。 佛陀向幽乎泛志说,我要到舍卫国去,即大法骨,转无上佛法之法轮。 三界之内的圣贤,从来无人为众生传授解脱生死大道,使人的涅槃乐,像我今天这样的传道人。 幽乎非常欢喜说,太好了。 太好了。 正如您世尊所说,我也想听什么叫做佛法,让我滋润一下,但是,我还是要先走一步,来日一定去听您说法。 范志向佛陀和长告别,但是他还没有寻找到明师之前,有一天在路边露天而肃,当日半夜,变发病死了。 佛陀已到眼看到此人已死,非常伤感而说,世间愚昧之人,都认为现在不会死,来日方长,谁知他见了佛陀却擦身而过,又突然死亡了。 当法骨震动时,他听不到,佛法的甘露能灭苦,他无福报品尝,因此,使得他又投胎转世在武道中,生死如长夜,这样经过千劫万年,不知何时才能得度苦海呢? 佛陀发出大慈悲心,说了下面的寄语,能见真谛心清净,以度五道道生死海,佛陀出世赵梭婆,为众生故除重苦。 得生人道千万难,生而长寿亦难得,生于世间欲佛难,佛法难闻莫错过。 佛陀说了这首祭,空中五百位天人,听祭之后,欢喜踊跃,皆得了佛道的出果。 391 42章经云,人离恶道,得为人难。 祭得为人,去女籍难难。 祭得为难,六根玩具难。 六根祭具,生中国难。 祭生中国,执佛是难。 祭执佛是,遇到者难。 祭得遇到,心性心难。 祭心性心,发菩提心难。 祭发菩提心,无修无正难。 392 48,安宁品之一 经文,习佛在罗月指东南三百里,有山明村,五百余家。 为人刚强,难以导化。 速是福愿,应蒙开度。 于是世尊,化作沙门,至村分位,分位必尽,出于村外,树下坐定,入泥环三昧。 至于七日,不喘不息,不动不转,村人见之,未未命中。 共襄卫曰,沙门已死,当共葬送。 各持树心,旧网烧之。 火燃心静,佛从做起,现到神话,光明照耀,感动十方。 现遍避弃,还坐树下。 容体静安,一跃如故。 村人大小,莫不经聚。 积首谢约,山明完也,不识神人,妄以心火,烧于未然。 自为获罪,重于泰山,为垂慈舍,不见旧怨,不审神人,得无伤并呼。 将无愁欺呼。 将无饥渴呼。 将无热恼呼。 三百九十三 白话解释,从前佛陀在王舍城时,此城东南方三百里处,有一座山村,居民有五百多户,此村民风强悍,难以叫化,但是他们因前世因缘福报,应该受到度化了。 世尊便化为一位普通的沙门,到村上来启食。 启食完毕,走到村外,在一棵大树下坐禅,进入了寂灭三昧之中,禅定有七天之久,端身正坐,稳如山月,连呼吸都停止了。 村人见后,都以为他死了,大家一起商量说,这个沙门已经死了,我们将他埋葬吧。 因此他们各自去找一些柴草,然后堆积在沙门身边,要将他火化。 等到火引着起来了,柴也烧成了灰,佛陀所化的沙门却从余境中坐起,身放神光,光明照耀,十方震动。 佛陀以神通力变化已毕,再回到树下坐定,心静神宁,依然满面一跃,村中大小,无不惊慌万分,便同时跪在佛陀面前忏悔而说,山明丸于无知,有眼不识神圣,希望佛陀您能慈悲赦罪,不计小人过错,我们不知大神,您是否有受了火伤没有。 您有什么不舒服吗?您会感觉肚子饿吗?您是不是心里很热闹呢? 394 经文,于是世尊,何言含笑,而说寄言,我身以安,不孕于怨,众人有怨,我行无怨。 我身以安,不病于病,众人有病,我行无病。 我身以安,不孕于忧,众人有忧,我行无忧。 我身以安,清静无畏,以乐为时,如光阴天。 我身以安,甜淡无事,弥新国火,安能烧我。 二十村中五百人,闻说记忆,皆坐沙门,的罗汉道。 村人大小,皆信三尊。 佛语五百人,非海逐园。 395 白话解释,佛陀何言悦色而微笑,便为这些人说了一首祭,我身一直安如实,无怨无怒不动心,三界凡夫皆有怨,我行佛道不动田。 我心一直安如的,我不病于因缘病,众生皆有四大病,我行佛道无恼病。 我现于是心安静,无有忧恼无愁闷,博得凡夫皆凡忧,我行佛道无忧恼。 我现于是心安详,清静身心无所为,以自在乐为饮食,仿佛住在光阴天。 我现于是大自在,但博无争议无事,积极全国新柴木,焉能化我得道体。 此时村中五百多位村民,听了这首祭语之后,便都发心做了沙门,得振阿罗汉国位。 村中大小男女老幼,也都皈依了三宝。 佛陀与这五百位比丘,便飞到王舍城的竹园经舍。 三百九十六 经文,贤者阿南,见佛与得道者聚来,前白佛言,此诸比丘,有何亦得,乃是世尊,自往灵度。 佛告阿南,我为夏卫佛时,是有辟之佛,长处是山,去村不远,在一树下,欲搬你还。 献到神德,便取灭度。 村人持心火,就网烧之,脸取舍利,这宝瓶中,埋在山顶,各共求愿,愿后得道,如是沙门,灭度快乐也。 愿此福顾,应当得道,事故如来,网度之耳。 佛说事实,天人无数,皆得道。 三百九十七 白话解释,佛弟子阿南,见到佛陀带着一批得道的比丘一同齐来,便上前请问佛陀,这些比丘有什么特殊的功德, 竟然让世尊亲自去度化他们呢? 佛陀向阿南说,当我还未来到这个世界成佛以前,那时候有一位自悟成道的辟之佛, 时常住在那片山中,离开村庄不远,在一棵树下,正要进入涅槃时, 现出神通力,自己便以真火焚化而灭度,想不到村里的人,拿了柴火来,将它火化了,并且从骨灰中捡出设粒子,放在珍贵的花瓶里面,埋在山顶。 村里的人将辟之佛的设粒埋葬后,又向目前发愿,希望将来能得到,也像那位沙门辟之佛一样,快快乐乐自由自在灭度,了半生死。 因为是这个福源,所以他们应当得到,因此我如来才亲自去度化他们入道呢。 佛陀说完佛法时,有无数天人,听后都误了佛道的真谛。 398 设粒二种,一岁身设粒 2,全身设粒 399 四十九,安宁品之耳 经文,习佛在舍魏国经舍,时有四比丘,坐于树下,共相问言,一切世间何者最苦? 义人言,天下之苦,无过淫欲 义人言,世间之苦,无过甜慧 义人言,世间之苦,无过饥渴 义人言,天下之苦,无过经不 义人言,天下之苦,无过经不 共正苦义,云云不止 佛知其言,网道其所,问诸比丘,数论何事? 及其作理,据百所论 佛言,如等所论,不究苦意,天下之苦,莫过有生,饥渴,寒热,甜慧,经不,色欲,愿祸,皆有余生 夫生者众苦之本,患祸之缘,劳心极虑,优为万端,三界如动,更相残贼 无我父者,生死不息,皆有余生 欲离世苦,当求祭灭,设心守镇,勃然无想,可得你还,此为罪了 于是世尊,即说计言,热无过淫,宁无过怒,苦无过生,乐无过灭 无乐小乐,小便小会,观求大者,乃获大安 我为世尊,长解无忧,正度三有,独将众魔 四百 白话解释,从前,佛陀在舍魏国指缘经舍时,有四位比丘,坐在一棵树下,相谈论道,世间所有的苦恼,那一种最苦 有一位说,天下最苦之事,没有比忍耐淫欲更苦了 另一位说,世间苦事,没有比怒气无处发泄更苦 另一个人说,世间之苦,无过饥渴 又一人说,天下苦事,无过于遭遇显难,吓得心碎胆破更苦了 他们为那一种遭遇最苦,在那里争来争去,便论不休 佛陀以神通力明白他们所争论是何事,便到了他们休息的那棵树下,问四位比丘,讨论何事 比丘看见佛陀前来,便起身做理,将争论的内容说明白 佛陀说,比丘们,你们所讨论的,都没有探求到苦的生意 天下的苦,最苦莫过于有你这一副身体了 饥渴,冷热,甜怒,经部,色欲,愁怨,灾祸,都是由这具血肉之身引发出来的 所以说,这副色相之身才是重苦的根,灾难的本源 我们整天劳心极虑,世事忧愁,于心受怕,何况天地之间,各种生物互相残杀 我们受生命的束缚,生死轮回永不停止,这都是由于我们有这副身体 因此我们要脱离世间苦难,就要寻求永恒的寂灭之乐 要收奢望心,定于正面,淡然空即无想,就可以得涅槃 这才算是最快乐的事呢 然后,佛陀便说了下面的寂语 世间热恼是淫欲,宁己无过于怒火,最苦乃是无有生,极乐无过于寂灭 不要追求世间热,小便小会不足事,求则追求出世乐,才能获得永安康 我出世间名佛陀,为诸众生解忧恼,引渡众生出三界,独立能降诸魔君 401 古得云,人生好似采花风,采得百花沉密后,到老辛苦一场空 402 大班若经云,我从初发心乃至成佛,即十方诸佛,于诸法中求时不可得,是名不可得空,因正空而成佛故 403 经文,佛说记忆,告诸比丘,往昔久远无数事,时有五通比丘,明经尽力,在山中树下,贤迹求道 时有四情,一父左右,长得安影 一者歌,二者污,三者宁舍,四者鹿 是四情者,骤行求时,目则来海 四情一夜,自相问言,世间之苦,何者未重 污言,饥可醉苦,饥可知时,生雷慕名,神时不宁 投身裸网,不顾丰刃 我等丧身,莫不由之,以此言之,饥可畏苦 歌言,淫欲罪苦,色欲赤胜,磨所顾念,为生灭命,莫不由之 宁舍言,田慧罪苦,宁义义起,不必轻书,义能杀人,父能自杀 鹿言,经不醉苦,我游灵也,心横触涕,畏惧烈尸,即诸豺狼,访卷有生,奔投坑案,母子相捐,甘胆道计,以此言之,经不畏苦 比丘文之,即告之曰,如等所论,是其莫尔 不究苦本,天下之苦,无过有生 身为苦气,优位无量 无以事故,舍俗学道,灭意断想,不贪四大 欲断苦缘,至存尼还,尼还道者,寄灭无形,忧患永弊,尔乃大安 四情文之,心疾开解 佛告比丘,尔时五通比丘,则无身是,十四情者,今辱四人事也 前世以文苦本之意,如何今日方复云尔 比丘文之,惭愧自责,急于佛前,的罗汉道 四百零四 白话解释,佛陀说记之后,向那四位比丘说 很久以前,无数劫时,有一位得到五种神通力的比丘 名叫金净利,住在山中树下,淡薄修道 当时有四种情处,时常依附在他身边 如同小儿依附父母,生活过得平静安详 这四种动物,一是鸽子,二是乌鸦,三是宁蛇,四是山鹿 这四只情处,有一日半夜,相谈论道 世间的苦,那一种最重呢? 乌鸦说,饥渴最苦,当饥渴之时 有气无力,眼皮都抬不起来 神智不宁,所以即使投身猎人的罗网 也顾不了刀刃的杀害 我们时常为此而失去生命 由此说来,世间饥渴是最苦的 鸽子说,淫欲最苦了 当情欲冲动时,什么都顾不了了 所谓色胆包天,即使马上有人拿刀来杀你 你也不管那么多,只要能达到目的为止 宁蛇说,无名宁火上身最苦 当我恶宁之心生起 不论轻疏厚薄,也会眼红不认人 杀之后快 田怒之心生起时,甚至会自杀 山路说,遇灾难受到经不时最苦 每当我们悠游灵野 心里总是会经畏 我们怕打猎的人 和豺狼虎豹来偷袭 没有风吹草动 便狂奔乱逃 不管生坑高牙 母子失散 肝胆未知碎裂 由此证明 在惊恐状态下最苦不过了 比丘听到依附他的四类禽畜所说的一席话 就像他们说 你们所谈的 只论到苦的皮毛 还没有接触到苦的本源 天下之苦 没有过于有这个肉体了 我们的身体就是苦的工具 我们一生遭遇到无数次的忧脑部位 我也是为了这个缘故 才舍弃家庭来学到修习禅定 断灭妄念 不贪爱这四大和和之深的享受 想要断了苦的根源 只有立志追求涅槃之道 使生命入于寂灭 无意无我之境 将永远告别忧患 你才能得到真正的安宁 这四支禽畜听到这番话 一颗的妄想心马上打开谜团了 佛陀向那四位比丘说 当时那位武通比丘 就是我的前身 那四支禽畜 就是你们的前世 你们前世已明白苦的根本道理 为什么你们刚才又讨论到这个问题呢 四位比丘听佛陀说完 非常惭愧而忏悔 因此 便在佛前的正阿罗汉国位 405 佛说四十二章经云 爱欲之人 犹如直据 逆风而行 必有烧手之患 圣物性如意 如意不可信 圣物于社会 社会即或身 的阿罗汉乙 乃可信如意 406 佛说四十二章经云 爱欲莫甚于色 色之为欲 其大无外 赖有意义 若十二同 普天之人 无能为道者已 407 能言经云 若诸世界六道众生 其心不赢 则不随其身死相续 如修三昧 本出尘劳 迎心不除 尘不可出 纵有多志 禅定现前 如不断营 必落魔道 上品魔王 中品魔名 下品魔女 必等诸魔 亦有途中 各个自卫 尘无上道 我灭度后 末法之中 多此魔名 赤圣世间 广行贪淫 为善之事 令诸众生 落爱建坑 师菩提路 辱教世人 修三魔的 先断营心 世明如来 先佛世尊 第一决定 清静明慧 408 50 爱喜品 经文 习佛在舍未经舍 时有四心学比丘 相将至郡树下 坐禅行道 郡华容貌 色好且香 音箱未曰 世间万物 何者可爱 以快人情 义人言 仲春之月 百慕荣华 游戏原野 此最为乐 义人言 宗清集会 商着交错 音乐歌舞 此最为乐 义人言 多积财宝 所预及的 车马服饰 与众友谊 出入光显 行者瞩目 此最为乐 义人言 妻妾端正 彩服鲜明 相勋吩咐 自义纵情 此最为乐 佛知四人 应可化度 而走意六欲 不为无常 几乎四人 而问之曰 数作数下 共论何事 四人以识 据百所乐 佛告四人 如等所论 竟是优位为王之道 非是永安罪乐之法也 万物春荣 秋冬衰落 宗清欢愉 皆当别离 财宝车马 五家之分 妻妾美色 爱憎之主也 凡夫处事 心招怨祸 为生灭族 优位无量 三徒八难 苦痛万端 弥补游之矣 是以比丘 舍世求道 至存无畏 不贪荣利 自治泥还 乃为罪乐 409 白话解释 从前佛陀在舍卫国的指缘经舍时 有四位新学道的比丘 相约到经舍附近一株郡树下坐禅修道 这株郡树 枝叶茂盛 花的香味四散 因此就引起这四位新比丘的兴趣 互相闲聊 世间万物 那一种最可爱 会使人获得满足呢 一位说 当印度春天二月 百花开放之时 游戏郊外 这种状况最快乐了 另一位说 亲友遇到喜事请客 杯酒交欢 唱歌跳舞 这种场合最快乐了 第三位说 财富积得多 要啥有啥 车马衣服 与众不同 出入光彩 人人注目 这时心情最快乐 第四位说 妻妾美艳 华福美丽 悠香庆人 男欢女爱 这才是最快乐 佛陀 佛陀既然明白 这四人缘分已到 可以化度了 只是他们仍然不忘 七情六欲 不思无常可怕 便将这四位 比丘叫到面前 问说 你们坐在树下 讨论什么事呀 这四位比丘 实话实说 大家讨论的是 世间什么最快乐 佛陀向他们说 你们所谈的 全部是人间 幽不为王之事 并不是一劳 永逸最快乐之道 你们看万物春夏繁荣 秋冬凋落 青族欢聚 终要别离 财富车马 前后也逃不了 水火关道 败家子的劫运 娇妻美妾 是爱恨的祸水 凡夫生在世间 动辄惹祸昭怨 弄得倾家亡命 所以世间幽不重重 三途八难 痛苦万端 没有一样 不是人力所能支配的 因此比丘们 要出事修道 心存清静无畏 不要贪慕名利 能走向涅槃之路 才是最大的快乐事 410 古得云 朝看花开满树红 木观花落树已空 若将花比人间世 花与人间世一同 411 经文 于是世尊 即说寄言 爱喜深忧 爱喜深味 摩索爱喜 何忧何味 好乐深忧 好乐深味 摩索好乐 何忧何味 贪欲深忧 贪欲深味 解无贪欲 何忧何味 贪法戒成 至成之残 行身尽道 为众所爱 欲态不深 死证乃欲 心无贪爱 必结流度 412 白话解释 因此佛陀又说了下面的寄语 爱喜到头会深忧 爱喜终久必深味 人生如能无忧喜 则无忧恼也无味 求乐之人会深忧 好乐之人多深味 平生无求意与乐 则无忧恼也无味 贪欲之极能深忧 贪欲不足也深味 能明无贪无欲心 也无忧恼意无味 去贪之法为一界 至成忏悔之惭愧 使至持深入佛道 是为世人所敬爱 贪欲之态能不深 语言不及协会是 心中无贪亦无爱 必能截断生死流 413 开悟圣僧云 夫学道之法 必须先识根源 求道在心 明见自信 分明无惑 依乐千名 亦弥万惑 一切善恶皆出自心 心是身之主 身是心之用 佛游心臣 414 经文 佛告诉比丘 喜有国王 明曰普安 与邻国四王 共卫亲友 请此四王 宴会一月 饮食于乐 极欢无比 临别之日 普安王问四王曰 人居世间 以何为乐 易王言 游戏为乐 易王言 宗亲集会 音乐为乐 易王言 多基财宝 所欲如意为乐 易王言 爱欲自情 此罪为乐 普安王言 清等所论 是苦恼之本 优惠之源 前乐后苦 优悲万端 皆由此心 不如寂静 无求无欲 谈博守一 得到为乐 四王闻之 欢喜信解 佛告四比丘 耳识 普安王者 我身是也 四王者 辱四人是也 前已说之 金固不解 生死严满 何有休息 十四比丘 众闻此意 惭愧悔过 心意开悟 灭意断育 得罗汉道 四百一十五 白话解释 说了寄语之后 佛陀向四位比丘说 从前有一位国王 名字叫普安 国王与临边的四个国王 有亲有关系 有一天 他请那四位国王到自己国家来 连续宴会一个月 饮酒作乐 极尽狂欢 临别之时 普安王问那四位 第二位国王说 人在世间 什么是最快乐呢 第一位国王说 当然我们在一起聚会游戏 最为快乐了 第二位国王说 当亲族欢宴之时 入耳的月身 最令人快乐了 第三位国王说 多积财富 要什么有什么 是最快乐 第四位国王说 男欢女爱 自情贪欢最快乐 普安王说 你们所说的 全是苦恼的根本 忧愁不畏的根源 这种快乐 我看是先乐后苦 悠悲万端一一 都是从这里产生出来的 不如淡薄修道 无求无欲 清净手心去妄想 得到才是真正的快乐 这四位国王听了都非常欢喜 同时信仰了佛理 佛陀向这四位新学道的比丘说 当时普安王 就是我的前身 那四位国王 就是你们四位 前世我已向你们解说过了 今生你们还不了解世间苦乐之意 像这样子生死流转 轮回何时休止呢 此时四位比丘 再度受佛陀的教导 才惭愧悔过 或然是妄心熄灭 乐悟佛指 灭除妄念 断尽贪欲 正得阿罗汉的果位 416 开悟圣僧云 愿王弥陀笑颜迎 笑破根沉浸空中 照顾一念不离佛 动静皆在连持行 417 51 愤怒品 经文 习佛在罗悦指 骑蛇绝山中 石吊达与阿蛇是王共义悔佛 及诸弟子 王产国人 不得奉佛 众僧分位 不得施语 石舍利福 穆连 嘉业 须菩提等 及波和提比丘尼等 各将弟子 去到他国 为佛与五百罗汉 驻绝山中 吊达网至阿蛇是所 与王一言 佛诸弟子 今已蹦散 上有五百弟子 在佛左右 愿王明日 请佛入城 吴当引五百大象令罪 佛来入城 驱使罪相 令踏杀之 竟断其种 吴当作佛 教化世间 阿蛇是王 闻之欢喜 及到佛所 积首作礼 白佛言 明日设博师 愿屈世尊 及诸弟子 于宫内时 佛知其谋 达言 大善 明诞当往 王退而去 还语调达 佛已受请 当念前祭 引向令罪 伺候呆之 明日时时 佛与五百罗汉 共入城门 五百罪相 明彼而前 堂墙壁 树木摧折 行人经步 一成站立 五百罗汉 飞在空中 独有阿难 在佛边柱 罪相其头 进前去佛 佛应举手 五指印石化 为五百狮子王 同身俱吼 震动天地 于是罪相 屈膝腹地 不敢举头 酒醉寻解 垂泪回过 四百一十八 白话解释 从前佛陀在王舍 陈郊驱灵旧山说法 当时佛陀的堂地 恶人吊达与国王 阿舍氏共同勾结 想毁谤佛陀和诸弟子 阿舍氏王命令全国人民 不得信仰佛教 众僧起食 也不可供养饭食 当时摄利弗 穆尖连 嘉业 须菩提等大弟子 和佛陀以母出家的 波和提比丘尼等 个人率领他们的徒众 远走一国 只剩下佛陀和五百位 罗汉比丘 住在灵旧山 有一天 二人调达到 阿舍氏王的宫中 与国王共一说 现在释迦牟尼佛 众弟子已经逃散了 还有五百弟子 在他身边 请大王明天 邀请佛陀入城宫斋 我那时候在找五百只大象 用酒将他们灌醉 等佛陀入城时 驱赶醉象 去踏死佛陀那医伙人 到那时候有我做佛 来教化世人 阿舍氏王听完 感觉很对胃口 就到灵旧山见佛陀 礼拜完毕 向佛陀说 明天我准备一点微薄的斋菜 请侍尊屈驾 和朱弟子一同来皇宫中应供 佛陀已经明白他的计谋 回答说 很好 明天一早我准时到 阿舍氏王回宫之后 将经过通知调达 佛陀已经投入陷阱 调达便开始行动 依预定的计策 将五百只大象全部灌九大罪 伺候佛陀的来到 第二天到了吃五斋的时候 佛陀与五百位罗汉 一同入城 这五百只罪象 吼身四起而来 一路上撞倒墙壁 折断树木 行人亡魂丧胆 全城陷入恐怖状态 这五百位罗汉以神通力 飞至空中 唯有佛陀的侍者阿南 陪在佛陀身边 九醉的群像并排直 往佛陀方向冲过来 佛陀当下举起右手 五指变化为五百只巨师 同声吼叫 震天动得 因此将最向下的屈膝伏地 不敢抬头 所有的大象一时被狮子吼身震惊 酒醉当下解除 群像不自禁流泪回过 419 经文 王集成名 莫不惊素 世尊徐前 至王殿上 与诸罗汉 拾气愿 王 白佛言 丙性不明 性比禅言 心造逆恶 徒为不轨 愿垂大词 恕我迷于 于是世尊 告阿蛇事 集诸大众 事有八事 心肠诽谤 皆由名誉 又贪力养 以至大罪 累劫不息 何等为八 力 衰 毁 欲 称 积 苦 乐 自古至今 不畏或 于是世尊 即说既言 人相伴毁 自古至今 既毁多言 又毁乐人 亦毁中和 事无不毁 欲亦非甚 不能折中 亦毁一欲 但未明立 明智所欲 为称政贤 惠人守戒 魔所击棒 如罗汉敬 莫尔乌棒 诸天资阶 范世所敬 四百二十 白话解释 国王和全臣 大臣人民 也无不经其肃静 世尊 缓步向前 走到国王宫殿当中 与罗汉 一一入席 时候 为国王祝福 国王秉承 佛陀说 我阿蛇世王 秉性不明事理 妄性吊达的山洞 发动大逆不道的恶事 图谋不轨 愿佛陀大慈大悲 宽赦我愚昧的大罪 因此世尊向阿蛇世王 及大臣人民说 世间有八件事 令人动念设计诽谤他人 都是出于自己太崇明文 又贪力养 结果招致大罪 内报不得脱身 这八件事 便是力 衰 毁 欲 称 击 苦 乐 自古到今 很少有人不受他所迷惑 因此佛陀便说了 下面的寄语 是人互相诋毁 自古到今已然 既毁能言之人 又毁木讷之事 更毁忠和君子 世间魔所不毁 有心欲傍圣贤 不能忠道而行 亦毁一欲之间 只为力养明文 明智之人所欲 乃是正直贤士 大智慧人守戒 人间魔所积傍 如同罗汉无畏 不存邪心傍人 天人无不赞美 世子泛天皆尽 421 佛陀说 无论有人非议或者是褒奖 能够不受他人的毁欲褒贬的影响 而默默地完成自己该做的事 这才是我们所祈求的理想境界 422 经文 佛说祭以 众告王曰 喜有国王 喜十燕肉 常遣烈尸 张网不燕 日送一燕 以公王时 时有燕王 将五百燕 飞下囚时 燕王堕网 为烈尸所得 于燕金飞 徘徊不去 时有一燕 连番追随 不必攻使 悲鸣吐血 昼夜不息 烈尸见之 敢连其意 即放燕王 令相随去 群燕的王 欢喜回绕 而时烈尸 俱以闻王 王敢其意 断步不燕 佛告阿蛇是王 而时燕王者 我身是也 一燕者 阿南是也 五百群燕 金五百罗汉是也 十燕国王者 金大王是也 十列师者 金调达是也 前世以来 横欲害我 我以大慈之力 因而得记 不念怨恶 自制的佛 佛说事实 王及群臣 莫不开解 四百二十三 白话解释 佛陀说完此迹 在跟阿蛇是王说 从前有个国王 特别爱吃燕肉 常派猎人去张网补燕 每天猎人都送来一只燕鸟 以工作餐 当时有一只燕王 带着五百只燕儿 飞下来找食物 结果燕王落网 被猎人所捕 其他的燕儿金黄 飞腾空中 但是悲鸣徘徊不去 此时有一只燕鸟 在空中跟着猎人 穷追不舍 他不怕猎人 弓箭发射 在天空悲鸣 大叫吐血 昼夜不停 猎人看到此景 深感此燕一宝云天 便放了燕王 让他入群而去 群燕又得到自己的领袖 在燕王前高姓名叫飞绕 此时猎人就将他所遇到的情形报告国王 国王也被燕鸟的情意所感动 以后决心不再补杀飞燕了 佛陀向阿蛇世王说 当时的燕王 就是我的前身 来追捡猎人的那只燕鸟 便是阿南 那五百只燕群 是今日的五百位印公罗汉 那位爱吃燕肉的国王 就是今天你大王前身 当时的猎人 就是吊达 从过去很多世以来 他总是想谋害我 我以大慈大悲之力 因此解为除难 不念旧恶 才能成佛 佛陀说完大家前世的因果之后 阿蛇世王及群臣 无不豁然如梦初醒 领悟了佛道 四百二十四 送路由放生诗云 血肉淋漓为足珍 一般苦痛愿难生 设身处地门心想 谁肯将刀割自身 四百二十五 誓愿云大师云 千百年来晚里根 愿生四海恨南平 欲知世上刀兵结 但听徒门夜半生 四百二十六 五十二 成构品 经文 喜有义人 无有兄弟 为小儿时 父母怜爱 赤心履履 欲令成就 将邪师有 劝之书学 其而交简 永不用心 朝受暮气 初步送席 如是积年 摩索之事 父母呼归 令至家业 其而交淡 不念情力 家道岁穷 重视防废 其而放纵 摩索顾路 跳卖家务 快心自意 乱头凸显 衣服不尽 千贪堂 不必耻辱 鱼痴自用 人所恶见 国人贤憎 为之凶恶 初入行步 无语语者 不自知恶 反救众人 上院父母 赐则师友 先祖神灵 不肯诱助 使我赖带 坎坷如此 不如是佛 可得其福 即道佛所 为佛做礼 浅白佛言 佛道宽宏 摩索不容 愿为弟子 启蒙听许 佛告此人 夫欲求道 当行轻尽行 辱基俗够 入我道中 堂自去救 何所掌意 不如归家 孝侍父母 送习师教 没命不忘 勤修居业 复乐无忧 以礼自将 不犯非疑 沐浴衣服 胜于言行 执行首衣 所作事半 闽行精修 人所探目 如此之行 乃可谓道尔 427 白话解释 从前有一个人 是独子 没有兄弟 做小孩时 父母十分疼爱 是如命根 总希望有一天 他能有所成就 因此就带他 从师入书 读书问学 谁知道 这个孩子 天性不逊 又坚愚笨 不专心读书 早学晚望 读了也不温习 像这样 几年下来 一点经书 也没学到 父母命他回家 让他学管理家业 可是此而 骄傲放纵 已成习惯 十分荒唐 全无情简持家的本领 因此家道 渐渐衰落 诸事荒废 加上他本身放纵无度 指出无辱 毫无顾忌 迈进家中财物 自意花费 整天又乱法赤足 衣冠不整 千贪无状 不知羞耻 愚昧固执 人见人厌 令人憎恶 众人都骂他 十恶不赦 出入内外 也无人同他讲话 他不知自己短处 反而怨恨别人 上怨父母 再恨师友 又则祖先神灵不肯保佑 才使他颠倒坎坷 狼狈如此 他想 道不如去侍奉佛陀 可以得福 因此他马上到佛陀的经舍 行礼已毙 便上前恳求佛陀说 我今来此 明白佛道宏大宽容 莫所不容 我希望成为佛子 我求佛陀接受 佛陀向他说 要想学到 首先要行为清净 你却是带着一身怨恨污浊 来入我佛子群中 如果我随便答应 对你又有什么益处 你不如快回家 好好孝顺父母 温习诗书 不犯错误 每天沐浴整衣 小心言行 守心安定 办事负责 勤勉向上 别人便会赞叹 如此再来 才可以学道雅 428 长阿寒金云 如来已不放异故 自治正觉 无量众善 亦由不放异所得故 429 太虚大师云 仁臣即佛臣 是明真实现 430 经文 于是世尊 即说寄言 不送为言够 不情为家够 不言为色够 放异为士够 千为会师够 不善为行够 今世易后世 恶法为常够 够中之够 莫胜于吃 学当舍此 比丘无够 其人文迹 自知交吃 集成佛教 欢喜还归 思维技艺 改悔自新 校室父母 尊敬师长 宋习经道 勤修居业 奉戒自赦 非道不行 宗族称孝 乡党称替 善民侠部 国内称贤 三年之后 还致佛所 五体座里 肯测自成 尊敬至真 的全形 还 契恶为善 上下蒙庆 愿垂大慈 皆度未道 佛言 善哉 虚法寻落 即沉沙门 内思止观 四地震道 精进日灯 的罗汉道 四百三十一 白话解释 因此佛陀为他说了下面的寄语 不读诗书为言够 不能至家为家够 不能至身为色够 行为放异为是够 令色于人不失够 与人不善为行够 今世因成后是果 世世荒唐是长够 乌尼中之乌尼 莫过事理不明 学到要舍吃鱼 沙门 毕竟无狗 此而听完佛迹 自知骄纵无知 便诚恳接受佛陀的教导 欢欢喜喜回家 他反省佛陀寄予里面的深意 才恍然觉悟前非 便重新做人 孝顺父母 尊敬师长 学习师书 勤俭持家 收心守戒 非礼部位 不久宗族称孝 乡礼称替 善明远扬 国人称贤 三年以后 又到佛陀座前 无体投地 恳切悲弃说 尊敬的佛陀 我今天的全人格 弃恶未善 受到国人称谕 都是佛陀的教导之功 我愿是尊垂大慈悲 接受我入佛门学道吧 佛陀说 欢迎你 此人须法自动掉落 便献出沙门乡 内省止观 四地 八正道之理 日加精进 辩证的阿罗汉国位 四百三十二 长阿寒经云 八正道是正四国 阿罗汉之法要 四百三十三 指 一面不深 观 历历分明 四百三十四 八正道又明八正道 是圣者八条的道法 一 正见 二 正思维 三 正与 四 正业 五 正命 六 正经敬 七 正念 八 正定 四百三十五 五十三 奉持品 经文 问生妙之事 令其心计 不知所成 及与弟子 网道指环 列柱门外 摇见世尊 微光鹤意 如日出出 五情腾涌 喜惧交错 于是敬前 为佛做礼 佛命就做 做弃 尼间问佛言 何谓谓道 何谓谓智 何谓谓长老 何谓谓端正 何谓谓沙门 何谓谓比丘 何谓谓人民 何谓谓有道 何谓谓奉解 若能解答 愿谓弟子 四百三十六 白话解释 从前有一位 持得聚尊的婆罗门长老 名叫萨喳尼间 聪明爵士 为国中第一人 他手下有五百位弟子 此人自高自大 看不起天下人 他经常以铁叶互助胸腹 有人问他为什么用铁叶包着肚子 他说 我怕我的天才细胞会流失掉 有一天 他听说释迦佛陀出现在世间 教化高明 心中就不免生及赤心 因此寝食难安 他就向他的弟子说 我听说 摩托弹沙门自称为佛陀 今日我要去考验他高深的问题 要使他心里害怕 不知所云 因此他带着弟子 直达指环金舍 分裂在金舍门外 此时他远远有看到佛陀微光赫赫 如出身的太阳 顿时全身紧张 喜剧交加 直屈佛前 向佛陀顶礼 佛陀命他就做 他就做之后 尼坚问佛陀说 请问世尊 什么叫做道 什么叫做智 什么叫做长老 什么叫做端正 什么叫做沙门 什么叫做比丘 什么叫做人民 什么叫做有道 什么叫做凤姐 您如果能解答出来 我就愿意做您的弟子了 437 经文 于是世尊 观其所应 以记达言 长敏好学 振兴以行 为怀宝慧 是为为道 所谓智者 不必辩言 无孔无惧 守善为智 所谓老者 不以年齐 行守法白 蠢于而以 为怀地法 顺调词人 明达清静 是为长老 所谓端正 非色如华 贪及虚事 言行有为 未能舍恶 根源已断 会而无会 是为端正 所谓沙门 不必处法 妄与贪取 有欲如凡 未能止恶 挥阔宏道 习心灭意 是为沙门 438 白话解释 佛陀听这位老婆 罗门一番话 明白她话里有骨头 就用下面的 记子答复她 平时请免好学问 为人正直修身心 满怀出世最高会 这就称之为佛道 世间所谓明智者 不以便才逞口舌 无孔无惧心坦荡 则善固执及适智 世间所谓长老者 不以年高称为老 虽然人老头已白 头脑于魅奈老何 人能满怀抱真理 行词为人心调顺 明智通达心如尽 此人可称为长老 所谓平貌端正者 并且貌美如春花 贪心及赤多伪诈 言行相为图其表 如能舍弃造恶心 贪甜吃根可断灭 明晦之人本无惠 此人可谓真端正 所谓出家之沙门 不以除法论其行 妄与贪婪无厌的 徒有欲念如俗夫 如能指恶行大词 心地厚弘行佛道 习心正念灭妄想 此人可称为沙门 439 长老 得尊学伯曰长 年富尺高曰老 440 长老四种类 以法辣长老 2 学得长老 3 法性长老 4 生年长老 441 法辣长老 接受正法 出家年久 辣者岁也 出家一年未遗辣 442 经文 所谓比丘 非持启实 邪行妄彼 称名而已 未舍罪业 净修犯行 惟能破恶 是未比丘 所谓人民 非口所言 用心不惊 外顺而已 未心无畏 内行轻虚 此比寂灭 是未人民 所谓有道 非就一物 普济天下 无害无道 奉吃法者 不以多言 虽素少闻 身依法行 守道不忘 是未奉法 萨迦尼间集五百弟子 闻佛慈祭 欢喜开解 契捐贡高 皆作沙门 尼干一人 发菩萨心 五百弟子 皆得阿罗汉道 四百四十三 白话解释 所谓行道之比丘 不以启实论其人 邪行恶意学他人 其指名文力养溢 如能舍弃重罪业 努力勤修轻进行 有会能破诛暗行 此人可称真比丘 所谓仁慈与明断 不是空口望吹虚 用心不成非人者 须有其表而以意 如能心地尽无作 内思出离意清虚 此人行其寂灭道 可称比为人民者 所谓高岛有道者 非就一物即行道 普济天下诸众生 愿清平等称有道 奉持斋戒佛法者 不以多多多便应 比人平素虽少学 身能依行而修道 守道不于行终身 是为奉持甘露法 萨哲尼间和他的五百弟子 听佛陀说迹之后 欢喜心开一解 而触悟了佛道 便不再傲慢自大 皆成为沙门 唯独尼干一人 发菩萨心 行菩萨道 其余五百弟子 皆得阿罗汉果位 四百四十四 华言精云 舍弃菩提心 不能利益一切众生 不能成就诸佛功德 菩提心出生一切菩萨行 三世如来 从菩提心而出生故 四百四十五 五十四 道狠品 经文 喜有婆罗门 年少出家学道 至年六十 不能得道 婆罗门法 六十不得道 然后归家 取父未居 生的一男 端正可爱 至年七岁 书学聪了 才便出口 有余人之操 醋的重病 疑速命中 梵智联席 不能自胜 扶其失上 弃绝复苏 清足见欲 强夺病恋 埋着城外 梵智自念 我今啼哭 即摩所义 不如枉智 阎罗王所 其所而命 于是梵智 沐浴斋戒 姬池滑香 发舍而去 所在问人 阎罗王所至处 未在何许 辗转前行 行数千里 至深山中 见诸得道梵智 赋问如前 诸梵智问曰 轻问阎罗王所至处 欲求何等 答言 我有一子 便会过人 近日猝亡 悲穷懊恼 不能自解 欲至阎罗王所 其所而命 还将归家 养以备老 诸梵智等 免其于痴 即告之曰 阎罗王所至处 非是僧人可得道也 当是清方怡 从此西行 四百余里 有大川 其中有城 此是诸天神暗行 世间停速之城 阎罗王常以月八日暗行 必过此城 轻持斋戒 往必见之 四百四十六 白话解释 从前有一位婆罗门教徒 年轻时出家修道 年已到六十 还没有悟到 按照婆罗门教的规定 六十岁没有得道 就要还俗回家 取妻成家 此婆罗门一不例外 她只好回家娶妻 不久生了一位男孩 俊秀可爱 到七岁时 读书极为聪慧 能言善道 有与众不同的表现 但是 有一天呼的重病 隔了一晚便命中 这位老婆罗门爱子之死 使她痛不欲生 便伏在儿子身上 悲伤气绝 又苏醒过来 亲友不断安慰她 又硬将她儿子 遗体移送去埋葬 埋在城外墓地 老婆罗门自己思维 我今天哭也无用 不如到阎罗王那里 讨回小儿的命 因此她便沐浴斋戒 带着香花公物等等 离家而去 一路行走 一面向人探听阎罗王的管区 在何处 像这样千山万水 走了几千里 到一座深山之中 看到一些得到的范智 婆罗门交的出家人 又问他们阎罗王住在那里 范智问他 你问阎罗王管辖区 你到那地方干什么 老婆罗门答说 我有一个儿子聪明过人 不久前不幸死了 使我伤心万分 无法释怀 所以要找阎罗王 讨回我儿子的性命 带他回家 养大好防老 范智一听 大家都可怜这个老人的痴心妄想 便向他说 阎罗王管辖区 不是我们活人所能到的 但是 这可以看你的素是因缘运气 从此的向西走 大约四百多里处 有一片大水 水中有一座城 这里是天神巡查世间善恶停速的地方 阎罗王常在每月初八这天 巡查世间 必经此城 你如果延迟斋戒 一定能见到阎罗王 四百四十七 经文 范智欢喜 奉叫而去 到齐川中 见好城阔 宫殿屋语 如刀立天 范智一门烧香 翘脚院 求见阎罗王 王赤门人问之 范智起言 晚生亦难 欲已备老 养欲七岁 近日命中 唯愿大王 垂恩不失 还我而命 阎罗王言 大善 清而今在东元中戏 自往将去 范智即往 见而与诸小儿共戏 即前报之 向之提契曰 我昼夜念乳 十妹不甘 乳您念父母 辛苦一步 小儿今患 逆喝之曰 吃似老翁 不达道理 记住虚于 明知为子 勿望多言 不如早去 今我此间 自有父母 邂逅之间 唐字报呼 范智怅然 悲泣而去 即自念言 我闻取谈沙门 知人魂神变化之道 当往问之 于是范智 即还求智佛所 使佛再舍为止还 为大众说法 范智见佛 即手作礼 据以本末 向佛成之 时是我而 不肯见任 反为我 为吃四老翁 记住虚于 任我为子 永无父子之 何缘乃尔 四百四十八 白话解释 这位老婆罗门 受到指示之后 很欢喜就去了 她走了很多天路程 有一天来到 这一条的河川中 看到水中有一座城 非常庄严 城里的宫殿房屋 复立堂皇 如同刀立天宫一般 老人走到城门门口 便跪浮地上烧香祈祷 住院 念念有词 恳求严罗王接见他 严罗王以神通力看到 这位老人来了 便派守门人将他带到宫殿 问他所求何事 老人起病说 我年老时才生一男孩 是要防老的 养到七岁 突然死亡 只希望大王慈悲帮助我 还回我儿子的性命 严罗王说 好呢 你的儿子正在东城花园里玩 你自己去将他带走吧 老人便去城东花园 进了花园 看到他的儿子和很多小孩一同游戏 老人就上前抱他 又向他哭说 儿啊 我白天夜晚都思念你 想得寝食无味 你是不是也很想念父母呢 小孩看他老爸来了 感觉很奇怪就大叫起来 大声呵斥他的爸爸说 你为傻老头子 为何这样不讲道理 我只不过记住在你家几天 挂名是你的儿子而已 不要多说了 希望你早回去吧 我在这里还有父母 你今天在这里遇到我 怎么可以乱抱我呀 老人一听 非常失望而悲泣离开 一面走一面想 曾经有听说去谈比丘 能知人的神魂投胎变化的神通 我马上去问他看看 这位老人便辗转来到佛陀住的舍卫国 当时佛陀正在指环经舍卫大众说法 老婆罗门见了佛陀 先扣手行礼 就将一切的经过向佛陀报告 我的儿子不肯认我 反骂我是老过了头 我只不过记住你的家几天而已 就将我当作你的儿子 竟然断绝了父子之情 佛陀那 这是什么因缘 弄得我这样尴尬呢 449 无常经云 无上诸世尊 独觉身文臣 上舍无常身 何况诸凡夫 450 经文 佛告犯志 辱食于吃 忍死神去 便更受刑 父母妻子 因缘汇居 譬如即刻 岂则离散 于迷父者 既未己有 忧悲苦恼 不识根本 沉溺生死 未央休息 唯有慧者 不贪恩爱 絕苦舍疾 情修经界 灭除识想 生死的境 于是世尊 即说济言 人容妻子 不观病法 死命促至 如水滩皱 父子不救 于清何望 命静护清 如芒守定 慧解释益 可修经界 乐行度是 一切除苦 远离诸渊 如风雀云 已灭思想 世未知见 智未事常 谈乐无畏 如受政教 生死的境 梵志文迹 老然易解 知命无常 妻子如客 棘手伟植 愿未杀门 佛言 善哉 虚法自落 法医再生 即成比丘 思维记忆 灭爱断想 急于坐上 得阿罗汉道 451 白话解释 佛陀向老婆罗门说 你果然很傻 人死了神时也走了 便去投胎 父母妻子 是因缘会遇而已 就比如寄居旅馆 早晨跟老板结账起身 因缘就离散了 那些被事情迷惘束缚的人 总是认为什么都是自己的 所以每当失去所爱时 便悠悲苦恼 他们不明白众生轮回因果之道 所以沉溺在生死苦海 永不休息 只有大智慧者 才不贪着恩爱 觉悟世间苦难的真相 能断除习气 勤修佛道 延迟境界 灭除妄想 生死才能灭尽 因此世尊便说了下面的寄语 俗人娶妻养儿 不知病如幽鬼 猝然抓走人命 如同山洪爆发 父子不能相救 他人又何指望 命中如响衣青 如同盲守灯 如能铭解此意 即当修习经界 情形嫉妒世人 可除诸世间苦 远离烦恼深渊 如风卷去乌云 已灭妄想十年 才使正知正见 至为世间所长 谈薄之乐清净 如能受持正道 生死便可灭尽 老婆罗门听佛陀说 记之后 才豁然了解人间一切皆换 身知生命无常 妻子如寄居之礼 便向佛陀鼎礼奉献身心 愿永坐佛道沙门 佛说欢迎你 老人的虚法自落 法衣自然披生 即刻献出比丘相 他当下思维寄予的真意 便断了爱念 除静妄想 在座位上 当下震得阿罗汉的果位 四百五十二 开悟圣僧云 劝二人念佛 比自己念佛功德大 劝百人念佛就是菩萨 劝万人念佛就是阿弥陀佛之化身 四百五十三 五十五 广演品 经文 习佛在舍卫国说法教化 天龙 鬼神 帝王 人名 三十网听 毕师国王 明波斯逆 为人娇慢 放自情欲 目惑于色 耳乱于身 鼻着心香 口自五味 身受细滑 食饮极美 初无艳足 十岁静多 很苦积虚 除善不费 以食未尝 身体肥肾 沉于不肾 握起呼吸 但苦短气 气必席绝 今时今觉 坐握身影 很苦身重 不能转侧 以身为患 便斥严价 网道佛所 适者扶持问训 却坐插手 白佛言 世尊 为远是静 滋寿无阶 不知何罪 身为自肥 不能自觉 何故使耳 每自换之 适以为替 不属理尽 佛告大王 人有无事 令人肠肥 一者数食 二者洗眠 三者娇乐 四者无仇 五者无事 事为无事 喜令人肥 若欲不肥 减食粗糟 然后乃受 于是世尊 即说济言 人当有念意 美食之字少 从事痛用薄 结消而饱受 四百五十四 白话解释 从前佛陀在舍卫国说法 教化天 龙 鬼 神 帝王 人民 昼夜三十都来听佛陀说法 当时的国王是波斯尼 为人十分骄傲怠慢 放纵情欲 终日沉溺在唇酒美人 歌舞美味之间 食物精致而鲜美 起初壮年时还不满足 真修百味 吃得更多 还是时常感觉肚中饥饿 厨房里从早到晚繁忙不停 食食工食 因此 波斯逆王便渐渐肥胖起来 坐得车子也快撑不住了 睡醒起身呼吸也困难了 有时还会突然气壁迈停 这个时候 他才自觉自己的身体出问题了 他此时时常坐卧喘着粗气 苦于身体肥胖超重 连番一个身也要人帮忙了 他感觉自己太胖 便吩咐准备车架 到佛陀的经舍 试者扶着他向佛陀和长问训 然后退坐一边 和长问佛陀说 世尊 很久没有来世后您了 因此也无有请教一切 不知造了什么罪业 身体弄得这样胖 我不了解 是什么缘故 使我的体重这样急剧增加 因为我以此为苦 所以才无法时常来礼佛请法 佛陀向波斯逆王说 人在五种情况下 会使得身体肥胖 第一是每天吃的顿数多 第二是喜欢多睡 第三是纵情欢乐 第四是无忧无虑 第五是终日无所事事 生活在这五种习惯下 就特别会使人胖得快乐 如果想要不胖 就要减食 而且要吃粗茶淡饭 然后才会瘦下来 因此世尊就说了下面的寄语 人每当生活保暖无虞之后 就要将食量控制减少 从此更要痛改用粗食 结食才能饱瘦 455 佛陀言 宁静来自于内心 莫向外求 刺激不是享受 知足不是满足 456 佛陀言 假极物质现象 来满足自己内心的缺陷与空虚 这个东西失去的时候 自己又回归到原来的缺陷与空虚 457 经文 王文辞记 欢喜无量 疾呼除事 而告之曰 受诵辞 若下食时 先为我说 然后下食 王辞还供 除事下食 折便说记 王文记喜 日渐一迟 时转减少 遂已身轻 即受如前 自见如此 欢心念佛 即其不行 往到佛所 为佛做礼 佛命令做 而问王曰 车马人从 为所在也 何缘不行 王喜白佛 前的佛教 奉行如法 经折身轻 世尊之力 世已不来 知为何如 佛告大王 世人如此 不知无常 常生情欲 不念未福 人死神去 流生粉种 智者养神 愚者养生 若能解此 奉修圣教 于是世尊 众说既言 人知无闻 老如特牛 但常积肥 无有智慧 生死无聊 往来艰难 亦亦贪生 更苦无端 惠人见苦 世已来生 灭亦断欲 爱尽无声 王仲文记 欣然一解 即发无上 正真道义 听者无数 皆得法眼 458 白话解释 国王听了这首祭 十分高兴 便吩咐随行的 御厨说 我听了佛陀的祭送教导之后 从今天起 每次送饭时 先要替我送一遍祭文 才准上饭禁食 然后 波斯逆王辞别佛陀回宫 当御厨送饭时 就叫他先送佛陀的祭语 国王听了这首祭语 便记起自己身体太胖 每天减一池饭量 因此他的饭量便渐渐减少 体重也慢慢减轻了 不久便恢复从前的体型 他在镜中看到自己已经变得潇洒而健壮 心里高兴之余 就时常念起佛陀 便起身步行 走到佛陀的经舍来 向佛陀顶礼 佛陀吩咐他坐下 问他说 你的车马是从到那去了 为何步行来呢 国王兴奋说 不久以前 受到佛陀的教导 回宫之后 就依法奉行 现在体重已减轻 都是您的大力教导啊 因此我徒步走来 这样子不是很好吗 佛陀向波斯逆王说 世人都是像你从前那样 美酒佳肴 认为只有这样才会尝命 都不知生命是无常的 此身长其限于情欲 不知造福田 人死了 灵魂也去了 只有埋骨清肿了 真正有智慧的人 修持心性 愚昧之人 才一味吃得脑满肠肥 图得富泰团团 喂一副身体 如果能了解生命无常之意 就应该奉持圣教来修道了 因此佛陀再度说了下面的寄语 因人多无知 犹如老公牛 只长一身肉 心却无智慧 生死无主张 轮回太艰难 自意重色身 苦病更无端 智者见身苦 所以舍享受 断欲灭妄想 爱尽入无声 国王听了这首祭子 欣然开悟 当下发无上正真道心 放听无数人等 一皆得了法眼 459 佛陀言 没有月亮的晚上 不能看清自己的路线 没有智慧的人生 不能走完圆满人生的旅途 460 佛陀言 人生的价值不在于自己占有多少 而在奉献之多少 461 56 地狱品之一 经文 喜舍为国有婆罗门师 名富蓝家业 与五百弟子相随 国王人民 先供奉事 佛初得道 与诸弟子 从罗月指 至舍为国 身相显赫 道教鸿美 国王中公 绿土人民 莫不奉尽 于是富蓝家业 起吉斥义 欲毁世尊 独妄尽 即将弟子 建波斯逆王 而自成曰 五等长老先学 国之旧师 沙门渠坛 后出求道 实无神圣 自称为佛 而王舍我 欲专奉之 经欲与佛 着世道德 知谁未圣 圣者 王辩终身奉之 王言大善 王吉言价 王道佛索 李碧白言 富蓝家业 欲语世尊 着净道立 献神变化 不审世尊 未可而不 佛言 大家 节期七日 当着变化 王于成东 平广好的 立二高座 高四十丈 七宝庄校 师舍撞番 整顿座席 二座中间 相去二里 二部弟子 各座齐下 国王群臣 大众云集 御官二人 酌齐神话 于十家夜 与诸弟子 先到座所 登梯而上 四百六十二 白话解释 从前 舍卫国 有一位婆罗门的教长 名叫富蓝家业 有五百位弟子随伴他在一起 当时国王及全国人民起先都很信仰他 此时佛陀刚从雪山得到 与弟子从王舍臣来到舍卫国佛陀以表庄严 说法的内容也声广玄妙 国王的宫中以及全国人民 无不恭敬锦目 因此 富蓝家业起了极赤之心 想毁谤世尊 独得国王的敬奉 他便率领弟子去见国王波斯尼 向王自成说 我们婆罗门教的长老 原先是从本国老法师学到 而后有成 沙门渠坛 是后来才出家修道 实无神圣可言 却是自称为佛 大王此时却偏偏舍去我国固有的宗教信仰 而专奉佛教 现在 我希望与佛来较量一下道痕 看是谁胜 比胜的人 那么大王终身就信仰胜利的宗教 波斯逆王说 这很好 因此便百嫁出宫 直到佛陀的精舍 鼎礼之后 向佛陀说 富蓝家业要和世尊较量道痕 比赛神通变化 不知世尊可否答应 佛陀说 很好 那么以七天位期限 和他比赛神通变化吧 因此国王回城 便下指道舍卫陈东 选一块广阔平地 建两座高台 高四十丈 台面布置庄严堂皇 周边一状番花曼七宝来装饰 台上放置很多座位 陈列有序 在二台之间 距离二里 双方弟子各座己方的台下 国王群成和参观的人都云集在此 想观看二者较量神力 富蓝家业首先率领弟子走到台前 鱼灌灯梯上台入座 四百六十三 佛说四十二章经云 恶人亥贤者 由仰天而拓 拓不至天 还从己堕 密封阳尘 尘不至彼 还笨身 贤不可悔 或必灭己 四百六十四 经文 有鬼神王 明曰班师 建家夜等 虚妄极赤 极其大风 吹其高作 作剧颠倒 撞翻飞扬 雨沙历石 也不得适 世尊高作 淡然不动 佛与大众 详续而来 方向高作 忽然已上 众僧一切 既然赐作 王集群臣 佳敬姬首 白佛言 怨垂神话 艳浮邪剑 并令国人 明信正真 于是世尊 急于坐上 老然不现 急身虚空 奋大光明 东眉西线 四方一耳 伸出水火 上下交易 坐卧空中 十二变化 眉身不现 还在坐上 天龙鬼神 滑香公养 赞善之身 震动天地 傅兰佳叶 自知无道 低头惭愧 不敢举目 于是金刚力士 举金刚楚 楚头火出 以你佳叶 何以不现 轻便画乎 佳叶黄步 投坐而走 五百弟子 奔波蹦散 世尊威严 容无兴欺 还道指数给孤独猿 国王群臣 欢喜辞退 于是富兰佳叶 与诸弟子 受辱而去 去至道中 逢一老幽婆夷 自摩尼 密骂之曰 清等群鱼 不自存夺 而欲与佛 彼着道德 狂于欺狂 不知羞耻 亦可不虚 持此面目 行于世间也 富兰佳叶 与诸弟子 至江水边 狂诸弟子 我今投水 必生犯天 若我不孩 则知彼勒 诸弟子 呆之不孩 自贡一言 师必上天 我贺一注 一一投水 既当随师 不知罪迁 皆堕地狱 四百六十五 白话解释 想不到此时有一个鬼王 名叫班师 见到富兰佳叶及众弟子虚伪及赤 起了反感 当下便掀起一阵大风 吹上他们的高座 吹得台上座椅七颠八道 撞翻铃乱飘摆 满天杀石 两眼都睁不开 佛陀这边的高座却闻风未动 佛陀与弟子人等 列队而来 走向高台 飘然而上 僧众人等 无声依次入座 庄严敬目 国王和群臣更加敬佩 国王便上前见佛陀说 现在请佛陀您施展神通 押佛邪道吧 以便使我国人 明白什么是正道 因此世尊便在座上 获然隐身 上身虚空 展现无边金色光芒 佛陀在光环里 东隐西线 东西南北 各方忽隐忽现 佛身一出水火 上下交替 佛身在空中忽坐忽卧 坐十二度变化 才隐身回到座上 天龙鬼神等众 一时便以花香 供养佛钱 赞叹惊奇之声 震动天地 此时 傅兰嘉业自知道力敌 不过佛陀 惭愧低头 不敢抬眼面对大众 天神金刚力士见状 便举起金刚柱 柱头出火 对准了傅兰嘉业 问他 你为什么不出来施展神通变化呀 嘉业看见是天神金刚大力士 吓得抛开座位 落荒而逃 他的五百途众 跟在后面四散奔逃 乱成一团 佛陀庄严的面容上 并无心悲表情 大会就如此结束 佛陀与众人回到指数 给孤独元经社 国王和群臣这时才欢喜心告辞 此时傅兰嘉业带着他的弟子心身惭愧而去 回到他们的住处中途 遇到一位老幽婆仪 女居士 名叫摩尼 迎面而来则骂她道 你们这么愚痴 也不存夺思考一下 要和佛陀较量神力 这真是鸡蛋碰石头 不知羞耻 你们也不必再挂这张人皮在世间上乱闯了 傅兰嘉业与弟子也无心还骂 一行人向前只走到了一条大江边 嘉业骗他的徒众说 我现在投水自杀 一定可以上身大犯天做天人 如果我不回来 就证明我在天上享乐了 话一说完 当下嘉业跳下水里去了 那些徒儿在岸上等了很久 不见师父浮上水面 大家商量说 师父一定升天去了 我们还有什么地方可去呢 这些徒弟商量好 一个一个都跳入江里去了 希望也跟着师父上升天上 岂不知他们死后 因为今生罪业 随夜堕落地狱受无量苦去了 466 经文 后日国王 文其如此 圣经怪之 枉道佛所 白佛言 富兰家业 师徒迷于 何缘乃尔 佛告王曰 富兰家业师徒 重罪有二 一者三应赤圣 自称得道 二者 磅毁如来 欲望尽是 以此二罪 应堕地狱 央旧摧逼 使其投合 生死神去 受苦无量 是以智者 首射其心 内部心恶 外罪不至 譬如鞭城 与寇连接 首被牢固 魔所畏惧 内人安隐 外寇不入 智者自护 亦父如是 于是世尊 即说济言 望正求路 行己不正 愿赠良人 以往至世 醉迁私人 自投于坑 如被编成 中外牢固 自守其心 非法不生 行缺至忧 另堕地狱 467 白话解释 后来国王听到佳业和徒众投水的消息 非常精怪 便到佛陀经舍来 问佛陀说 富兰佳业师徒为什么这样迷茫无知 呢 佛陀向波斯逆王说 他们师徒有两项重罪 所以落得逆水而死 第一是贪、甜、吃三宁赤圣 自称已得到 第二是毁谤如来 希望取得大众的信仰 因为这两样罪 所以应堕地狱 由他们所造的罪就心理压力 逼使他们投河 他们死了 灵魂便到地狱受无穷的苦了 因此 明智之人 要振兴诚意 内部起恶念 外面的罪暴也不会来 犹如国家的边境 与敌国相接 防守要严密 便魔所畏惧 因此 国中人民安全 外寇也不会入侵了 智者对自己的修身 也应该这样才是呀 因此佛陀就说了下面的寄语 假称得道求公养 自己心形已不正 到处毁谤献他人 是以邪道蒙世人 只因罪业伴于人 自射陷阱头火坑 如同鞭城炎防守 国内国外皆安然 正心手亦无妄念 一切邪法皆不深 心形不正遭忧患 此事下身地狱根 四百六十八 开悟圣僧云 须知口或债难尝 亦予能朝万事殃 四百六十九 经文 佛说祭以 众告王曰 乃王席时 有二弥猴王 各主五百弥猴 异王起及赤役 欲杀异王 归徒独至 便王共见 数数不如 羞残褪去 到大海边 海区之中 有水聚没 风吹积聚 高树百丈 弥猴王鱼吃 未誓雪山 羽群备言 久闻海中有雪山 其中快乐 甘字口 今日乃见 吾当先往行事 若省乐者 不能赴海 若不乐者 当来语辱 于是上树 尽力跳藤 头惧莫中 逆眉海底 愚者怪之不出 未必大乐 依依头中 断群逆死 佛告王曰 耳时及赤彌猴王者 金富兰家业是也 群备者 金富兰家业弟子 五百人是也 比翼弥猴王者 我生是也 富兰家业 前世做怀疾赤 为罪所迁 字头巨墨 绝群断肿 金富诽谤 尽头江河 罪对使然 泪劫无限 王文姓解 作礼而去 四百七十 白话解释 佛陀说了此祭之后 再向波斯逆王说 在很久以前 有两只猴王 各领五百只猴儿 其中一只猴王起了极赤心 想杀害另一只猴王 企图独霸猴族 便找另外一只猴王挑战 但是他几次都没有打赢 便羞愧带着子孙远走 到了一片海边 在一个海湾当中 看到水上聚了很多海水泡沫 被大风吹起 越聚越高 最后高到几百丈 这只猴王脑筋很笨 以为是雪山 就像他的猴群说 很久以前 我听说海里有一座雪山 雪山里有些美的果实可吃 那里太快乐了 今天才见到雪山 是这个样子 想要到雪山的海儿们 你们跟我来 我教你们怎么样上雪山 因此一面说 猴王便跳上一棵树 在树上用力跳跃 就跳到海上一大堆聚起的泡沫中去了 终于沉死在海底 其余的猴儿等了很久 看猴王一直不出来 心里想 猴王一定非常快乐 不想回来了 便跟着一个一个都跳到聚起的海水泡沫上 成群的猴子就这样全部淹死了 佛陀向国王说 那时极赤同类的那只猴王 就是今天的富兰嘉夜 那群猴子就是富兰嘉夜的五百位屠众 另外一只猴王 是我的前身 富兰嘉夜前世心怀疾赤 受到罪业牵引 自投大海的泡沫中 结果断绝了猴群的生命 他今天又无端毁谤他人 前夜再现 导致他的屠众五百人又跟他头僵死了 罪业使他们落于自造的陷阱 要延续很多劫也逃不掉呢 国王听了这番话 才体悟佛道顶礼而去 四百七十一 佛言 当即赤心未伤对方以前 自己的心已先动怒污染了 四百七十二 佛一教经云 田慧之害 则破诸善法 坏好明文 今世后世人不喜见 当知田心 甚于猛火 常当防护 无令的入 结功得贼 无过田慧 白衣受欲 非行道人 无法自治 田有可恕 出家行道 无欲之人 而怀田慧 甚不可也 譬如清冷云中 霹雳七火 非所应也 四百七十三 五十七 地狱品之耳 经文 喜有七比丘 入山学道 十二年中 不能得到 自共一言 学道圣难 毁行直劫 不必寒苦 终身起食 受辱难堪 道促破的 最难可除 唐自劳情 允命山中 不如归家 修立门户 取妻养子 广为立业 快心乐意 安之后世 于是欺人 急起出山 佛瑶之之 应当得度 不忍小苦 中堕地狱 甚可怜伤 佛吉化作沙门 网道谷口 逢七比丘 化人问曰 九成学道 何以来 七人答言 学道勤苦 最根难拔 分位起食 受辱难堪 又此山中 无功养者 早早几年 狠手简约 唐自困苦 道不可得 且遇孩家 广求立业 大做资财 后老求道 化沙门言 且止且止 听我所言 人命无常 但不保戏 学道虽难 前苦后乐 居家艰难 一劫无席 七席会止 愿同安利 欲望永乐 不遭患难 事由治病 福宁有增无损也 三戒有行 皆有忧恼 唯有性戒 无放异议 精进得道 重苦永弊 四百七十四 白话解释 从前有七个比丘 入山学道 一直修了十二年 还没有得到 就彼此检讨 获得如下的结论 学道很难 艰苦卓绝 不必寒暑 又终身起食 受人轻辱 难以忍受 悟到甚难 罪也难得除境 这样子实在荒废岁月 老苦筋骨 生怕死在山里 倒不如回家安门利户 取七养儿算了 这样子去发展事业 才称心如意 我们何必苦苦去追究 深厚之事呢 因此这七个人 便打扬一下 动身下山 佛陀在远处已明白 他们是应该的度了 但他们不能忍耐小苦 最后终于会堕入地狱 是非常可怜的 佛陀便化作一位出家沙门 走到山路的山谷口 刚好遇到这七位比丘 佛化的沙门便问他们 久仰你们是学道的 为什么要下山呢 七个人齐声答说 学道太苦了 最根又很难拔除清净 每天要挨门起时 受尽别人冷嘲热粉 在这座山里 又没人供养我们的稻粮 窝窝囊囊这么多 省吃节用 空受困苦 倒还是得不到 所以才决定回家 发展事业 赚一批钱财 等到年老再来求道 佛陀所化沙门说 且慢 你们听我说 人命无常 朝不保夕 学道虽然很难 但是先苦后乐 要知道居家如同火宅 比出家困难万倍 像这样投身世俗 是千万劫都无法休止的 在世俗虽然妻儿团聚 同安共利 企图永乐 无虑灾难 但是这种快乐 如同治病 服用宁药 对人是有害无益的 三界众生 人人都有苦恼 只有信道持戒 无放异之心 再努力精进或得到果 才能涌断重苦 四百七十五 开悟圣僧云 僧宝之名其一称 开遮持饭须究明 严禁疲泥虹三界 方为人间福田僧 四百七十六 经文 于是画沙门 献佛身相 光相微微 即说济言 学难舍最难 居在家一难 会止同利难 艰难无过有 比丘乞求难 何可不自免 精进的自然 终无欲于人 有幸则戒成 从戒多至宝 亦从的邪偶 在所见公养 一坐一处卧 一行不放自 首亦以振兴 心乐居树间 于是七比丘 见佛身相 又闻慈迹 残不站立 五体投地 击守佛族 射心悔过 坐礼而去 还入山中 允命精进 思维技艺 首亦振兴 贤居寂灭 的罗汉道 四百七十七 白话解释 因此幻化沙门 献出佛陀身香 光明美好 便说了下面的际语 学道困难舍最难 在家火宅亦苦难 团聚同谋财力难 艰难无过有无身 比丘乞时遭人物 为何不思兼道心 如能精进心如铁 最后终无求于人 信仰如十戒可成 静戒能得出世宝 亦可获得到履静 天人凡夫皆供养 行住坐卧只席处 首心如定不放逸 专心以至求祭灭 心静亦可居树间 此时七位比丘 呼见化人献佛身香 又听了这首祭语 顿时惭愧颤力万分 向佛陀五体投地 一心忏悔自己的过失 然后和掌坐礼 再回到山中 拼命修道 深思佛陀的祭语生意 首心一处 终日念念祭灭 便得了阿罗汉果位 四百七十八 泛网金云 佛灭度后 余相法中 应当尊敬波罗提目叉 波罗提目叉者 即是此戒 持此戒者 如暗欲明 如平的宝 如病的挫 如求戏出欲 如远行的归 当知此戒 即是众等大师 若佛注视无异此也 四百七十九 波罗提目叉 意味别解脱戒 是戒律的别名 因受戒能使身口一二叶 别别解脱 故名别解脱戒 四百八十 五十八 相品之一 经文 喜者罗云未得道时 心性粗犷 言少诚信 佛赤罗云 辱道贤提金蛇中注 首口设意 情修经解 罗云奉教 做礼而去 住九十日 惭愧自毁 昼夜不息 佛网见之 罗云欢喜 去前礼佛 安施神床 设寿正月 佛聚神床 告罗云曰 早盘取水 为吴洗足 罗云受教 为佛洗足 洗足以气 佛与罗云 如见枣盘中 洗足水 不 罗云白佛 为然 见之 佛与罗云 此水可用食饮灌树以布 罗云白盐 不可复用 所以这何 此水本时清净 今以洗足 受于成垢 是以之故 不可复用 佛与罗云 如意如是 虽为吴子 国王之孙 舍世荣禄 得为沙门 不念精进 设身手口 三应够会 充满胸怀 亦如此水 不可复用 佛与罗云 气澡盘中水 罗云集气 佛与罗云 澡盘虽空 可用圣饮食不耶 白佛言 不可用 所以然者 用有澡盘之名 曾受不禁锢 佛与罗云 如意如是 虽为沙门 口无诚信 心性刚强 不念精进 曾受恶名 亦如澡盘 不忠甚食 481 白话解释 从前佛陀之子 罗云未得道时 性情粗犷 语言无信 有一天 佛陀向罗云说 你到贤提经社 去安居修行吧 在那里要谨慎严行 收摄妄念 努力读经持戒 罗云便奉命鼎礼之后 马上前往到了贤提经社 他在那里住了九十天 惭愧忏悔自己的过失 昼夜不停精进 佛陀有一天去看他 罗云十分高兴 上前礼佛 然后为佛陀准备一张绳子 编结简陋的神床 并安排了棉被等等 佛坐在神床上 向罗云说 你去找一个澡盆 剩些水来替我洗足 罗云就遵照 吩咐为佛陀洗了足 洗足之后 佛陀对罗云说 你有看到澡盆里的洗足水吗 罗云答说 是呀 看到了 佛陀向罗云说 这盆水可以饮用或者洗脸 漱口吗 罗云答说 不可以 为什么呢 这盆水本来是清净的 因为您洗过足了 有了污垢 因此之故 不能再用了 佛陀说 罗云 你也像那盆水一样 虽然是我的儿子 国王的孙子 舍弃了荣华陆位 成为出家人 却不思维精进修道 谨慎严行 满肚子充满了贪甜吃宁素 也如同这盆水一般 不能再用了 佛陀又说 将这盆水倒掉了吧 因此罗云便将澡盆的水 倒在外面 佛陀又向罗云说 澡盆虽然空了 可不可以再渗饮食呢 罗云说 不能渗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他是洗足盆 又洗过脚 不干净了 佛陀向罗云说 你也是一样 虽然做了沙门 嘴巴不守信用 心性刚闭 不知精进向道 因为你先前行为不减 有了恶名 也如澡盆一样 不能成犯了 四百八十二 经文 佛已阻止 拨雀澡盘 澡盘应时 轮转而走 自跳自舵 竖反乃至 佛与罗云 辱宁洗澡盘恐破步 罗云白佛 喜足之气 见驾之物 义中虽习 不大殷勤 佛与罗云 如意如事 虽未沙门 不赦身口 粗言恶说 多所重伤 众所不爱 智者不惜 生死神去 轮转三途 自生自死 苦恼无量 诸佛贤盛 所不爱惜 亦如如言 不惜澡盘 罗云闻之 惭愧不济 佛告罗云 听我说欲 其有国王 有一大象 猛侠能战 继其力士 圣五百小象 其王兴君 欲罚逆国 背向铁铠 向氏欲之 以双毛脊 细向两牙 腹以二剑 细着两耳 以驱刃刀 细向四脚 腹以铁窝 细着向尾 背向九兵 皆使严厉 向虽葬鼻 互不用剑 向氏欢喜 知向互生命 所以者何? 向鼻软粹 中剑即死 是以不出鼻剑耳 向剑疏久 出鼻求剑 向氏不语 念此猛相 不惜生命 出鼻求剑 遇着鼻头 王及群臣 洗瓷大象 不复实践 483 白话解释 佛陀说完 佛陀用足指 将枣盆剥开 枣盆硬伸在地上 一直翻滚 一面滚一面转 翻滚数圈才停住 佛陀又向罗云说 你是可洗枣盆怕被我踢破吗? 罗云说 一个洗脚盆 是真便宜的东西 心里虽有一点可惜 但是不太认真 佛陀说 你也是如此 虽然身为沙门 不知严肃身心 平时恶言粗语 喜说闲话 大家都讨厌你 有道德的前辈也不爱惜你 等到生死魂散 轮转畜生恶鬼欲 自生自灭 就苦恼无边了 诸佛菩萨 对这种人也不会过分关心了 这就如你所说 那个便宜的澡盆 破了也不值得珍惜了 罗云听后 心中十分惭愧 恐慌 佛陀对罗云说 你听我说一个比喻 从前有一位国王 养一只大象 凶猛狡狭能见 估计他的力道 足足可打胜五百头小象 有一次 这位国王要出师征讨 背叛他的小国 这头大象也披上了铁甲 由迅象军士带着 以两只矛 绑在他两根大牙上 又用两把剑 附在他的耳朵上 再以驱刃刀 扣在他的四只脚上 他的尾巴上 附一只铁窝 这只大象全身绑着九剑刀刃 都非常锋利 大象只是将鼻子缩起来 免得使他拼战时受伤 迅象的军士看到这种情形很高兴 他知道大象会保护生命脆弱之处 为什么呢 因为象鼻子软弱 一旦中剑 象就完了 所以大象作战的时候 鼻子是不可以伸出来作战的 大象也许打剑的太久了 就会伸出鼻子想卷一只剑来抵抗敌人 但是驯象的人不给他 他想到这只大象 如此不怕死 竟然伸出鼻子来找宝剑 想要锁在鼻尖的地方刺杀敌人 国王和群臣都爱惜这只大象 怕他受伤 因此不再让他出战了 四百八十四 古得云 心安茅乌稳 性定菜根香 世事尽乃贱 人情但史长 四百八十五 经文 佛告罗云 人犯九恶 唯当户口 如此大象 户鼻不剑 所以然者 为中见死 仁义如是 所以户口 当为三徒 地狱苦痛 十恶敬犯 不户口者 如此大象 分丧生命 不计中见 出鼻见耳 仁义如是 十恶敬犯 不为三徒 宁痛辛苦 若行十善 赦口生意 重恶不犯 便可得到 常离三徒 无生死患 于是世尊 即说寄言 我如相见 不恐中见 常以诚信 度无戒人 辟相调福 可忠王臣 调味尊人 乃受诚信 罗云闻佛 肯测知慧 感激自立 古不忘 精静和柔 怀忍如的 十想寂静 的罗汉道 486 白话解释 佛陀向罗云说 世人犯九种恶行 只要护住一张嘴巴 就好了 正如这只大象 保护自己的鼻子 不让它与敌人兵器接触 之所以如此 就是怕鼻子中见生死 人也是如此 所以要护口 就是怕堕落三徒 在地狱受苦 一个人恶行做尽了 而不知户口 也像这只大象 最后丧失生命 是因为不怕中见 伸出鼻子作战一样 一个人如果十恶样样 都犯 却没想到堕入三徒 会受尽痛苦 如果他能实行实善 谨守身、口、一三叶 众恶不作 便可以得到 永离三徒 更无生死大患了 因此世尊 说了下面的祭语 我如大象能出真 不怕鼻子会中见 我以诚信呆众人 能度世间无戒人 犹如大象受调教 可作国王之作旗 调扶恶口为人静 才是世间诚信人 罗云听到佛陀 肯切哀鸣的教会 十分感激 一、便决心自免向上 刻骨不忘此番教导 精静向道 性情柔和 能忍辱如同大地 能承担污垢 心波清静 最后的正阿罗汉国位 487 口叶清静六种功德 以出言人性 二、人天敬重 三、便才无碍 四、口舌清静 五、得四十其密尺 六、诸佛称赞 488 佛言 心常忧郁 常怀悲伤者 则成悲魔 常欢喜过度 不能自主而失态者 则成喜魔 489 五十九 相品之耳 经文 习佛在舍为国指数经舍 为四部弟子 天龙鬼神 帝王 陈明 敷衍大法 时有长者居士 明曰喝啤痰 来亦佛所 为佛做礼 却做一面 插手常跪 白世尊曰 九成红化 清养奉言 逼思不惑 怨垂慈树 世尊令作 即问所从来 性自为何 常规答曰 本居士种 自喝啼痰 乃先忘食 为王调象 佛问居士 调象之法 有己是乎 答曰 常以三事 用调大象 何谓为三 一者刚口 者其半 二者简时 常令肌寿 三者垂障 加其除痛 以此三事 乃得调良 又问 师此三事 何所设置也 曰 铁口已至强 口不予时影 以至深广 如垂障者 以伏其心 正而变调 曰 作此福者 为何所施用 答曰 如是福以 可中王臣 亦可另见 随意前却 无有挂碍 又问居士 正有此法 父有其义 答曰 调象之法 正如此而 佛告居士 但能调象 父能自 即日不审 自调其义云和 唯愿世尊 张眼未闻 四百九十 白话解释 从前 佛陀在舍魏国指数经舍 为四众弟子 天、龙、鬼、神、帝王、大臣人民等演讲佛道大法 当时有一位老居士 名叫赫提坦 来到佛前 向佛鼎礼 退坐一侧 然后和掌平跪在地 向佛陀说 弟子已经长久受您伟大的教化 今天瞻仰圣荣 真是平身之性 只是心理上有苦恼 一直不能释怀 请您慈悲宽恕 为我开示 佛陀叫他坐下来 就问他从那里来 姓啥名谁 赫提坦常跪在地回答说 我本是居士的家族 名叫赫提坦 在先王时 为国王训相 佛陀问这位居士 训相的方法 有什么应该注意呢? 赫提坦说 通常用三种方法来驯服大象 一是用刚住相的嘴 然后再套上咬口铁 这样可以牵着他 使他无法拖走 二是减少他的食物 使他挨饿消瘦 没力反抗 三是用棍子打他 使他痛苦 害怕 用这三种方法 就可以将相调理得很驯服柔顺 佛陀反问 用这三种方法 其训相的目的何在呢? 赫提坦答 用铁嘴 可以制服他的桀骜不驯 不给他吃饱东西 可以制他凶猛 用棍子处罚他 使他不敢调皮 低头屈服 这样子他就驯服柔顺了 佛陀又说 像这样驯服他 其用意又何在? 赫提坦答 这样使他驯服了 可以作为国王做旗 不生危险 也可以派他冲锋作战 任意指挥他前进后退 也没有困难 佛陀又问他 除了这种方法 还有别种方法吗? 答,训相的方法 只有这些了 佛陀又说 你只能训相吗? 能不能训自己呢? 答,目前我还不明白 如何来调训自己 指望是尊宣说明白 我过去还没听说过 491 华言经云 譬如暗中宝 无灯不可见 佛法无人说 虽会莫能了 492 经文 佛告居士 无意有三世 用调一切人 亦以自调 得至无谓 亦者至臣 至欲口业 二以慈真 浮身刚强 三以智慧 灭亦痴改 持世三世 杜脱一切 离三恶道 自至无谓 不遭生死 悠悲苦恼 于是世尊 即说济言 如相明护才 猛害难尽至 戏半不与时 而游牧亦相 本亦未纯行 即常行所安 西舍将解始 如至相调 乐道不放异 能常自护心 是未拔生苦 如相出于现 虽未常调 如笔心持 亦最善相 不如自调 比不能是 人所不至 为自调者 能到调方 居士文迹 喜庆难量 内情解释 急得法眼 听者无数 皆得到 493 白话解释 佛陀向赫提谈说 我也有三种方法 可以驯服一切人 也可以驯自己 能获得清净之乐 一是以诚心 控制自己嘴不乱说 二是以慈悲 纯直 来制服自己的倔强自用 三是以智慧 消灭心理上的固执 主观 不知是非好坏 我以这三种方法 度一切众生 永远出离三恶道 直达涅槃大道 不再入身死海 不再受忧愁苦恼 因此 世尊又说了下面的寄语 仰相本是存钱财 只是凶猛难驯服 加以羁绊减其时 此相还想成也相 居心要做成证人 常行无亏心安泰 舍弃世俗诸烦恼 如至相令驯服 心乐于道不荒唐 常能吊涉犹望心 才能拔除此生苦 如像拖出猎人手 虽然大象常被撤 有时也会突狂走 即时像施善欲象 那如自调称高手 大象有时发受性 凡夫之力所不逮 唯有吊服自身心 使能得物真妙法 喝啤坛听到这里 喜庆万分 心中才解困惑 当下的物法眼 无数听众也得了法位 494 开悟圣僧云 菩提心总设信愿 慈悲、智慧 摄持了大乘佛法之心药 495 60 爱玉品之一 经文 习佛在罗月指国 其蛇绝山金蛇之中 为天人、龙鬼 转大法轮 时有一人、蛇家妻子 来至佛所 为佛做礼 求为沙门 佛吉授之 令作沙门 命树下作 思维道德 比丘受教 便入深山 去金蛇百余礼 独坐树间 思道三年 心不坚固 抑郁退还 自念 舍家求道勤苦 不如早归 见我妻子 作此念矣 便起出山 佛以圣达 见此比丘 应当得道 于故还归 佛以神族 华作沙门 便往逆之 道路相见 华人即问 所从来也 此的平坦 可共作语 于是二人 便作喜语 吉达华人 无舍家妻子 求作沙门 处此深山 不能得道 与妻子别 不如本愿 堂丧我命 劳而无祸 经欲悔还 见我妻子 快相娱乐 后更作忌 四百九十六 白话解释 从前佛陀在王舍 陈郊区灵舊山 经舍里 为天 人 龙 鬼等众生宣演大法 当时有一个人 抛家世 别妻子 来到佛陀经舍 向佛陀顶礼以后 要求出家 为沙门 佛陀便接受了他的要求 让他在座下出家 又命他在树下 静坐休息禅定 这为沙门受佛陀指示之后 便到深山之中 离开经舍有一百多里 独自坐在一棵大树下 修到三年 但是他的心却不能坚定 想要下山还俗 他自己思考舍迦来山学佛 修到太辛苦了 不如提早回家 与妻儿团聚 想到这里 便起身下山 佛陀有神通之力 看到这位比丘应该有机会得到 只因头脑愚昧 一心想还俗回家 佛陀便以神足通 化为一位沙门 便直向深山 走向他的归路 结果在路上相遇 化沙门就问他说 你从哪里来呀 这里很平坦 我们坐下谈谈吧 因此两个人便坐下休息 共同聊天 比丘说 我舍弃家庭妻儿 出家为僧 住在这座深山里 又不能得到 想起与妻儿分别以来 也没有达到自己的出院 白白消耗我的岁月 今天竟然劳而无功 现在很懊恼 想回家与妻子团圆 快乐相聚 然后再做打算 四百九十七 开悟圣僧云 也不重不生缩婆 爱不断不生净土 四百九十八 古德云 父母给我们色身 佛法给我们法身 四百九十九 经文 虚于之间 有老弥猴 久已远离树木之间 在无数之处 于中生活 画沙门问此比丘 是弥猴何故独在平地 无有树木 云何乐此 比丘答话人言 我久见此弥猴 以二世故来住此儿 何等为二 亦以妻子眷属群多 不得饮食 快乐自口 二长昼夜 上下树木 脚底穿坏 不得宁息 以此二世 故舍树木 来住世间 二人语请 附见弥猴 走还上树 画沙门语比丘炎 如见弥猴 还去树木不也 达曰 见之 死虫于吃 得离树木 群从窥闹 不厌劳烦 而还入中 画人复言 轻易如是 与此弥猴 附和异矣 轻本以二世 故来入此山中 何等为耳 亦以欺负舍宅 为牢欲故 二以儿子眷属 为智故故 轻以事故 来所求道 断身死苦 方欲归家 还者智固 入牢狱中 恩爱恋慕 进去地狱 画沙门极限相好 杖六金色 光明普照 感动一山 飞鸟走兽 寻光而来 皆食宿命 心内回过 五百 白话解释 二位聊天之际 有一只老猴子 竟然离开了树林 奔走到平地 专心来找食物过生活 幻化沙门问这个比丘说 这只猴子 为什么要走到平地来 到无树林的地方找食物呢? 他为何乐意这样做呢? 比丘答说 我老早就看到这只猴子了 他因为两种原因 所以来到这里 那两种原因呢? 一是因为他的猴族妻子老小太多 饮食不够分配 生活得不到满足 二是他经常日夜上下爬树 脚底的肉都磨破了 也得不到休息 因为这两种缘故 所以他舍弃高山树林 来住平地上 两个人刚讲完话 又看到那猴子爬到一棵树顶上去了 佛化沙门就问比丘说 你有看到那只老猴子吧? 他又爬到树上了 比丘回答说 我看到了 这个畜生太笨了 他离开树林不久 总是想要避开猴族大小的喧闹与争夺时 想不到此刻他忘了过去的辛苦 又爬到树上去了 华沙门又说 你也是如此呢 你与那猴子也差不多 你本来因为两种原因来到山中修道 一是你以为妻子家宅如同牢狱 二是你以为儿女眷属形同枷锁 所以你才离家修道 希望能断灭生死之苦 但是你现在又要回家 不是又要套上枷锁进入牢狱了吗? 你现在所走的正是一条通向恩爱难舍的地狱之路 说到这里 幻化沙门马上显现身高一丈六尺金色光明佛陀行香 普照山林 大地震动 山间的飞鸟走兽 循着光明而来 此时他们都通达明白自己的宿命 心内忏悔着以往的罪业 501 佛说四十二章 人怀爱欲不见道者 譬如沉水 致守脚之 众人共灵 无有穷其影者 人以爱欲交错 心中灼心 故不见道 如等沙门 当舍爱欲 爱欲够尽 道可见已 502 经文 于是世尊 即说寄言 如树根深固 虽结由附身 爱欲不尽除 折当还受苦 猕猪如离树 得托父去树 众人亦如是 出欲复入欲 贪亦未常流 喜语交慢病 思想依淫欲 自父母所见 一切亦流眼 爱结如隔疼 为慧分别见 能断亦根源 夫从爱润则 思想为滋慢 爱欲生无底 老死是用增 比丘见佛光相秉着 又闻寄言 悚然站立 五体投地 忏悔谢过 内自改则 即便缺席 数随止观 在于佛前 逮得应征 诸天来听 闻皆欢喜 散华公养 称善无量 503 白话解释 因此佛陀便说了 下面的寄语 如树枝根扎地心 虽然切断油在身 爱染之念不除尽 总是还要受苦心 山中猕猴如离树 离群之后又入灵 世间俗人亦如是 出狱之后再入肩 贪心如同常流水 娇慢习气亦如是 其思乱想增淫欲 自己从来看不见 一切妄心慢流眼 爱情如同老爬藤 只有慧眼能分辨 可断情思之根源 人从爱和的滋润 其思未知增之夜 爱欲之冤身无底 它是生死之根源 比丘此时见佛陀光明瑞香 又听到佛陀的寄语 心头不经悚然惊悟 当下向佛陀五体投地 忏悔己过 痛心自责 然后便惜心修持止观法门 在佛前的阿罗汉果位 诸天人听闻佛祭 皆大欢喜 便散布香花共佛 同声赞叹功德无量 504 开悟圣森云 直香心着魔 离香心自在 一切平等观 无取义无舍 505 61 爱欲品之耳 经文 习罗月指南 四千里有国 奉是范至数千人 施国大汉 三年不语 导词诸神 魔所不便 王问范至 问其所由 朱范至言 五等当斋戒气静 当前人与范天相闻 问其在意 王言大善 斋戒所罚 愿见告示 朱范至言 当得二十车心 酥蜜 高 油 滑 香 翻盖 金 银 忌器 净用虚之 王吉伴颂 出至城外 去城七里平广之地 积兴如山 共襄推奖 其有不惜生者 终身犯天 选的七人 当救火烧 潜至犯天 七人受祭 怨气 敌使上心 从下放火 当烧杀之 烟烟同燃 热气直至 七人黄聚 左右求救 五有救者 举身曰 三界之中 您有大词 明念我恶者 愿受自归 佛摇支支 寻身网救 在虚空中 显现相好 七人见佛 悲喜跳勇 唯怨自归 救我痛热 506 白话解释 从前罗月指城南方四千里处 有一个国度 奉侍几千位外道修行人 当时适逢遭遇大旱灾 三年没有下雨 国王到处其神拜天 都拜遍了依然无作用 国王就问一位泛智说 你们去问泛天大神 天还没有下雨 这是为什么缘故 那些泛智说 等我们斋戒完毕 再派人与泛天沟通 问这里为什么遭遇到这样大的旱灾 国王说 好的 你们举行斋戒时 如果缺少什么 尽量向我说 泛智说 我们需要二十车的新柴 酥酪 蜂蜜 奶油 麻油 花 香 翻盖 金 银 祭祀用品 这些都不能缺少 国王听后 马上派人准备送到 在说 离开国都之外 距离城外七里 有一片平地旷野的地面 已经堆积向山高的新柴 范智都互相鼓励 如果有人不惜牺牲的话 火化之后 就会永生到泛天 享乐无尽 结果选了七人 接受火化 派到大泛天与天神联络 请示旱灾的原因 这七人接受泛智的祈祷祭祀祝福已完毕 当下迫使他们爬上柴顶 然后从下面放火 将他们焚烧火化升天 此时火焰浓烟猛声 热气下面直向上冲 这七个人坐在柴堆上闭幕等火化 但是心中还是惊慌万分 便呼唤向左右的人求救 但没有人加以援助 他们大声哀嚎 三界之内如果有大慈大悲可怜我们为难的人来救度我们 我们马上就皈依他 请大家救度我们吧 佛陀在远处明白这七人为迷信而受难 便寻身以神通力来救度他们 佛陀在虚空中 现光明瑞香 七人看见佛陀现身来救度 悲喜交加 踊跃感激说 我们要归依您的座下 快救度我们逃出烈火吧 五百零七 开悟圣僧云 大士士愿不可测 运悲舟变成沙国 众生敬后士方修 地狱空时愿使习 受化多尘无上道 自身犹是身文 只愿身佛性为一 欲令同或就尽疾 五百零八 经文 于是世尊 即说济言 或多自归 山川树神 错立图像 导辞求福 自归如是 非即非上 比不能来 度辱重苦 如有自归 佛法森众 道德四地 必见正会 生死极苦 从地的度 度是八难 私除重苦 自归三尊 罪及罪上 唯独有事 度一切苦 佛说祭气 火身寻灭 欺人或安 欣喜无量 泛至国人 莫不惊悚养瞻 世尊光相赫益 分身散体 东眉西线 存亡自由 身出水火 五色晃育 众人见之 五体归命 509 白话解释 因此佛陀马上说了一首祭语 有人盲目信仰山川诸树神 到处立向祈祷求福分分然 这样迷信鬼神非是吉利是 他们不能度你出离地狱门 如有诚心归依佛法森三宝 修习四地佛法能见真智慧 出生死苦应从佛到度苦海 解除八难所有世间苦接近 归依佛法森宝最及最上策 唯有此路才能解除生死禅 佛陀说祭完毕 大火应声熄灭 欺人因此获救 欢喜不尽 此时泛质与国家人民等 无不惊慌失色 仰观佛陀 佛世尊光明微微 东眉西线 引现自由出没 佛身流出水火 五色光明照耀 世人面对佛陀的光明 大众一同无体投地归依如来坐下 五百一十 经文 于是欺人 从心下出 悲喜交集 而说济言 见圣人快 得依附快 得离于人 未善读快 守正见快 互说法快 于是无证 戒句常快 使贤居快 如清清晦 敬人智者 多闻高远 于是欺人 说辞记忆 及诸泛至 愿为弟子 佛及受之 皆为沙门 得罗汉道 国王成名 贤各修道 天寻大雨 国风鸣鸣 道话兴隆 莫不乐文 五百一十一 白话解释 这七人 从柴堆上爬下来 满心悲喜交加 说了下面的寄语 得见圣者最快乐 能得归一亿美哉 得离于人气迷信 未善去恶特快哉 固执正见真心快 同道说法时可爱 于是无正心满足 巨足境界有已哉 与贤未屡心常乐 如与亲人敌面逢 亲近人至之长者 能增之事亦高远 这七人说了这首祭之后 他们与那些梵志 都愿意归一头靠儒来坐下 佛陀收位弟子 他们便成了沙门 得了阿罗汉果位 国王和他的大臣人民 都信奉了佛道 此时天上乌云密布 大雨倾盆而下 旱灾顿除 国泰民安佛道兴盛 国王人民无不接受佛法的熏陶 512 华言经清净善之事得十种功德 以令发菩提心而安住 2. 增长善根 3. 令行诸波罗蜜 4. 能解脱一切佛法 5. 能成熟一切众生 6. 有决定无碍辩才 7. 令不着一切世间 8. 令修行无厌倦 9. 令安住于普贤行 10. 令入一切佛制 5. 513 6. 612 欲爱欲品之一 经文 9. 习佛在舍为国 9. 为天人说法时 9. 城中有婆罗门长者 9. 财富无数 9. 为人千贪 9. 不好不失 9. 时常闭门 9. 不喜人可 9. 若其实时 9. 折颤门市 9. 兼闭门户 9. 务令有人 9. 望入门里 9. 乞盖求索 9. 杀门犯智 9. 不能地与其相见 9. 耳师长者 9. 虚思美食 9. 便赤其妻 9. 另做饭食 9. 叫沙肥鸡 9. 将交合调 9. 置之另熟 9. 饮食定斗 9. 及食以半 9. 颤外闭门 9. 夫妇二人做 9. 义小儿者聚中央 9. 便供饮食 9. 父母取肌肉 9. 者儿口中 9. 如是熟过 9. 出不肯肺 9. 佛知此长者 9. 素服硬度 9. 化作沙门 9. 似其作食 9. 献出作前 9. 愿且言 9. 多少不失 9. 可得大富 9. 长者举头 9. 见化沙门 9. 及骂之曰 9. 如未道事 9. 而无羞耻 9. 世家作食 9. 何未堂 9. 沙门答曰 9. 轻自于吃 9. 不知残修 9. 经我启事 9. 何未残修 9. 长者问曰 9. 无疾世家 9. 自相娱乐 9. 何故残修 9. 沙门答曰 9. 青沙妇妻母 9. 供养愿家 9. 不知残修 9. 反未启事 9. 何不残修 9. 五百一十四 9. 白话解释 9. 从前佛陀在舍卫国 9. 为天人说法时 9. 城中有一位婆罗门教的长者 9. 家财无数 9. 但是为人贪婪令色 9. 不愿意不失记住他人 9. 吃饭时都是关门庇护 9. 不欢迎客人到他家来 9. 如果当他吃饭时 9. 便命令看门的人将门关紧 9. 不让人走进来 9. 如有乞丐 9. 杀门犯至走入大门 9. 也不愿与他们相见 9. 有一天这位长者 9. 忽然想起要吃一餐的美食 9. 便叫他的妻子去厨房做菜饭 9. 交代他杀一只肥鸡 9. 加生姜 9. 胡椒喂佐料 9. 用火微熟 9. 这时候各色菜肴满盘满桌 9. 已经全部送上桌 9. 便吩咐关门 9. 夫妇二人入座 9. 让一个小儿坐在中央 9. 便一同吃饭共餐 9. 父母为了爱惜孩子 9. 这位长者夫妇一同捡鸡 9. 肌肉往孩儿口里送 9. 两个人连送几次还不停止 9. 佛陀明白 9. 这个长者前世的度的姻缘到了 9. 便为沙门 9. 当他们坐下吃饭时 9. 出现在长者坐前 9. 一面祝福一面说 9. 长者,请多少布施一点吧 9. 您布施出家人饮食 9. 会得大富的 9. 这位老婆罗门抬头一看 9. 是一位沙门 9. 开口大骂 9. 你是修道人 9. 为何没有羞耻的心 9. 我们家人吃饭时 9. 你为何这样莽撞冲进来 9. 话沙门答说 9. 这是你自己的头脑没想通 9. 不知惭愧 9. 我们沙门起时 9. 为什么要惭愧 9. 老婆罗门说 9. 我和家人在一起团聚吃饭 9. 有什么好惭愧 9. 沙门说 9. 你杀父 9. 杀妻 9. 杀母 9. 又供养仇家 9. 不是不知惭愧是什么 9. 你反说我们起时惭愧 9. 这不是你不知惭愧是什么 9. 515 9. 范网金云 9. 一切男子是我父 9. 一切女人是我母 9. 我身身无不从之受身 9. 故六道众生皆是我父母 9. 而杀而使者 9. 即杀我父母 9. 五百一十六 9. 经文 9. 于是沙门 9. 即说济言 9. 所生之不绝 9. 但用时贪欲 9. 养愿意秋种 9. 于人常疾疾 9. 虽欲有业 9. 会人不未劳 9. 于见妻子是 9. 染着爱甚劳 9. 会说爱未欲 9. 生故难得出 9. 事故当断气 9. 不轻欲未安 9. 长者闻迹 9. 经而问之 9. 道人何故而说此语也 9. 道人答曰 9. 岸上基者 9. 事清先是食父 9. 以千贪固 9. 长生基中 9. 为亲所食 9. 此小儿者 9. 往袭坐罗沙 9. 轻坐甲克大人 9. 沉船入海 9. 每则流舵罗沙国中 9. 为罗沙所食 9. 如是五百事 9. 受尽来生 9. 为亲作子 9. 以轻于罪未必 9. 故来欲相害耳 9. 今是妻者 9. 事清先是食母 9. 以恩爱生故 9. 故今还与亲作父 9. 今轻于痴 9. 不食宿命 9. 杀父养愿 9. 以母为妻 9. 五道生死 9. 轮转无忌 9. 周旋五道 9. 谁能知者 9. 唯有道士 9. 见此穷比 9. 于者不知 9. 岂不先修 9. 于是长者 9. 量然毛 9. 如畏不壮 9. 佛献微神 9. 令食宿命 9. 长者见佛 9. 及食宿命 9. 循则忏悔谢佛 9. 便受五戒 9. 佛未说法 9. 及得虚陀还道 9. 五百一十七 9. 白话解释 9. 此时沙门便说了一首祭语 9. 生生死死之不绝 9. 只管满足口腹欲 9. 供养愿家增秋种 9. 只有愚人忙碌碌 9. 虽然地狱有枷锁 9. 智者不以为监狱 9. 愚者只见妻妾美 9. 纳知爱染甚牢狱 9. 智者以爱为铁窗 9. 兼顾无缘能脱出 9. 因此当思断此爱 9. 弃除贪爱使征服 9. 长者听了这首祭语 9. 金黄问说 9. 你这位沙门 9. 从那里粘出这首祭语来 9. 沙门答说 9. 桌上的鸡是你前世的父亲 9. 因为为人贪色 9. 才会出身坐鸡 9. 今天被你锁食 9. 你这个儿子 9. 往昔坐过罗沙轨 9. 你坐商客时 9. 领导商人沉船入海 9. 曾经流落到罗沙鬼国里 9. 被罗沙鬼吃掉 9. 罗沙鬼 9. 经过五百世 9. 等到寿命已尽 9. 投胎到你的家内做儿子 9. 只因为你的余罪未了 9. 所以投胎而来 9. 想要加害你 9. 你今天的妻子 9. 是你前世的母亲 9. 因为你母子疼爱过身 9. 所以今生投胎做你的妻子 9. 只是因为你太吃鱼 9. 不明白宿命之理 9. 杀生父养仇家 9. 以母为妻 9. 五道生死 9. 轮回不已 9. 众生出入五道 9. 谁能了解其中玄奥呢 9. 只有沙门 9. 见到今日景象 9. 会看到前世因缘 9. 但是俗人却不明白此中因果 9. 岂不是惭愧无荣身之地 9. 佛陀说完 9. 长者悔恨交加 9. 汉毛直述 9. 如欲恶鬼一般经不万状 9. 佛陀便是现神通 9. 也让长者能看到前世景象 9. 长者见到佛陀现身 9. 马上便悟通自己前世宿命 9. 当下忏悔感谢佛陀开世 9. 又受了五戒 9. 佛陀为他再说出是法 9. 当下证的佛道出果 9. 五百一十八 9. 开悟圣僧云 9. 明珠头于灼水 9. 灼水不得不清 9. 佛号头于乱心 9. 乱心不得不佛 9. 五百一十九 9. 六十三 9. 欲爱欲品之耳 9. 经文 9. 习佛在舍卫国指环说法 9. 时有年少比丘 9. 入成分位 9. 见一年少女人 9. 端正无比 9. 心存色欲 9. 迷劫不解 9. 遂变成病 9. 时影不下 9. 颜色憔悴 9. 违握不起 9. 同学道人 9. 网问训之 9. 何所患苦 9. 年少比丘 9. 据说其矣 9. 欲坏到心 9. 从比爱欲 9. 愿不如意 9. 愁结为病 9. 同学见欲 9. 愿不如其耳 9. 便强扶持 9. 将至佛所 9. 据以示状 9. 起白世尊 9. 佛告年少比丘 9. 如愿意得耳 9. 不足愁结也 9. 无当未入 9. 方便解知 9. 且起时影 9. 比丘闻之 9. 坦然一喜 9. 气节便通 9. 于是世尊 9. 将此比丘 9. 并与大众 9. 入舍未成 9. 到好女舍 9. 好女已死 9. 停尸三日 9. 世家悲好 9. 不忍埋藏 9. 身体臭脏 9. 不禁流出 9. 佛告比丘 9. 如所贪祸 9. 好女忍者 9. 今已如此 9. 万物无常 9. 便在呼吸 9. 于者观外 9. 不见其恶 9. 缠绵最枉 9. 以为快乐 9. 五百二十 9. 白话解释 9. 从前佛陀在舍未果指还经舍说法时 9. 有一位年少比丘 9. 入城起时 9. 遇到一位年少女子 9. 极为美艳 9. 不自尽心中泛起爱意 9. 意图占有 9. 这颗心便为她而相思难事 9. 终于成病 9. 连饮食也不思不想 9. 人见消瘦 9. 乃至卧床不起 9. 她的同修道 9. 去探望她的病 9. 问她为什么这样苦恼 9. 这位年少比丘就将遇到少女的经过一一说出 9. 她的同修说 9. 使你的到心崩溃的东西 9. 首先就是那颗贪爱的心 9. 因为你的目的达不到 9. 所以你的内心当下就生出相思病来了 9. 痛修的劝导 9. 她听不下去 9. 便强扶着她到佛陀的精舍 9. 将事实缘由向世尊说了一遍 9. 佛陀便向年少比丘说 9. 你的愿望很容易达到 9. 不要过度想坏了身体 9. 我来替你想一个方法解决 9. 快起来吃饭吧 9. 年少比丘听佛陀这么开示 9. 心中放松 9. 一块忧郁便消散了 9. 因此 9. 佛陀带着这位年轻比丘和重弟子 9. 一同入舍卫尘 9. 找到那位美丽的少女住宅 9. 到的时候 9. 那位美丽女子已经死了 9. 停失三天 9. 全家大小哭的死去活来 9. 不忍心埋葬 9. 但是女师已经肿胀发臭 9. 流血流臭浓了 9. 佛陀向年少比丘说 9. 你朝思暮想的那位美女子 9. 已经死了三天 9. 万事无常 9. 人命呼吸间 9. 愚昧之人只看外表 9. 没有看到另一面丑恶之处 9. 都以为贪爱男女的欲望 9. 是一个快乐之乡 9. 521 9. 圆绝晶云 9. 三界轮回迎未本 9. 六道往返爱未基 9. 522 10. 能言晶云 1. 一切众生 1. 皆以淫欲为正性命 1. 贪爱为水 1. 能润生死 2. 五百二十三 1. 经文 1. 于是世尊 1. 即说济言 1. 见色心迷惑 2. 不为官无常 2. 于以为美善 2. 安知其非真 2. 以淫乐自果 3. 譬如残作茧 3. 智者能断气 3. 不免除重苦 3. 心念放逸者 4. 见淫以为敬 4. 恩爱益盛增 4. 从事造牢狱 4. 决意灭影者 5. 常念欲不敬 5. 从事出邪欲 5. 能断老死患 5. 于是年少比丘 5. 见此女人 5. 死已三日 5. 面色烂 5. 奇袖难尽 5. 又闻世尊 5. 清晦之计 5. 畅然一物 5. 自知弥妙 5. 为佛作礼 5. 寇头回过 5. 佛寿自归 5. 将海只还 5. 没命精进 5. 得罗汉道 5. 所将大众 5. 无央数人 5. 见色欲知慧 5. 性无常之震 5. 贪爱妄止 5. 亦得到 5. 524 5. 白话解释 5. 因此佛陀便说了 5. 下面的际语 5. 见色迷了心窍 5. 不知世事无常 5. 与者以为貌美 5. 岂知他事不争 5. 赢勒付其外貌 5. 犹如春蚕作茧 5. 智者能断贪爱 5. 一瞬苦便消除 5. 望心放义之人 5. 见影以为圣洁 5. 恩爱之念弥增 5. 从此造地欲因 5. 要想断灭欲念 5. 应观色深不尽 5. 从此脱身邪的 5. 能断老死之根 5. 因此少年比丘 5. 见此美女 5. 以死三天 5. 面色肿烂 5. 奇袖熏人 5. 又听世尊 5. 清静的开示 5. 豁然心开 5. 自知迷途其路 5. 便向佛陀顶礼 5. 叩头颤嘴 5. 佛陀受以归戒 5. 便带回指环经舍 5. 努力经修 5. 得了罗汉果位 5. 其他无数人等 5. 见色向本不清静 5. 乃性无常之理 5. 贪爱之心熄灭 5. 也得了法魏之乐 5. 525 5. 华言经云 5. 邪淫之罪 5. 能令众生堕三恶道 5. 若生人中 5. 得二重果报 5. 义者七不争良 5. 二者的不如一卷数 5. 526 6. 欲爱欲品之三 5. 经文 5. 习佛在舍未经舍 5. 为天人龙鬼说法 5. 时事有大长者 5. 财富无数 5. 有义习难 5. 年十二三 5. 父母命中 5. 其儿年小 5. 为之生活 5. 理家之事 5. 盼散财物 5. 数年变境 5. 久后行起 5. 由不自贡 5. 其父有亲 5. 长者 5. 大富无数 5. 依日见之 5. 问其委屈 5. 长者明念 5. 将归经济 5. 以女配之 5. 给予奴婢车马 5. 资财无数 5. 更做乌宅 5. 成立门户 5. 为人懒惰 5. 无有绩效 5. 不能生活 5. 做散财静 5. 日更激困 5. 长者以其女故 5. 更与资财 5. 故父如前 5. 遂至贫乏 5. 长者数想 5. 长者数想 5. 用之无道 5. 念颇成就 5. 欲夺其父 5. 更驾与人 5. 宗家共义 5. 女妾闻之 5. 还与其夫 5. 我家群强 5. 是能夺青 5. 以青不能生活故 5. 清当云和 5. 欲作何继也 5. 其夫闻复言 5. 惭愧自念 5. 事无薄浮 5. 身师覆盖 5. 不惜家继 5. 生活之法 5. 经当师父 5. 岂如故 5. 恩爱已行 5. 贪欲情者 5. 经当生别 5. 情其可胜 5. 思维反复 5. 变心恶念 5. 将父入房 5. 经欲与辱 5. 共死一处 5. 即便赐父 5. 孩子赐害 5. 夫妇俱死 5. 奴婢经走 5. 网告长者 5. 长者大小 5. 经来看世 5. 见其已然 5. 观恋遣诵 5. 如果长法 5. 长者大小 5. 忧愁念女不去 5. 527 5. 白话解释 5. 从前佛陀在社为国指还经社 5. 为天、人、龙、鬼演说佛法时 5. 当时有一位大富豪 5. 财产无数 5. 她有一位男孩 5. 只有十二三岁 5. 当长者夫妻去世时 5. 此孩儿年纪很小 5. 不知谋生 5. 李家之道 5. 因此使遗产很快耗尽 5. 经过数年 5. 全部家产拜尽 5. 日后在市区乞讨卫生 5. 还是无法养活自己 5. 他的父亲生前 5. 有一位朋友 5. 也是一位大富长者 5. 财产无数 5. 有一天看到她流浪 5. 便问她生活近况 5. 这位长者很同情她 5. 便将她带回家教导培育 5. 又将女儿许配给她 5. 并给她一些奴仆车马 5. 还有巨额钱财 5. 又另造住宅 5. 另立门户 5. 但是此儿十分懒散 5. 毫无计划 5. 谋生无数 5. 不久坐吃山空 5. 日后慢慢贫困了 5. 父亲为了女儿 5. 只好又给她一笔财产 5. 但是不久顾太富盟 5. 终至贫困 5. 不可救药 5. 女儿的父亲 5. 虽然多次救济 5. 但是始终不善于理财 5. 挥霍无度 5. 她父亲认为她已经无救 5. 想强迫自己女儿改嫁别人 5. 便与家人商讨此事 5. 谁知被女儿暗中听到消息 5. 转告她的丈夫 5. 我家里有财有势 5. 一定能强迫你低头 5. 因为你不能谋生 5. 你也想想看 5. 应该拿出什么办法来才对 5. 她丈夫听到妻子这一席话 5. 心里非常惭愧 6. 就自己思维 6. 自己浮薄 6. 幼年父母双亡 6. 无人照顾 6. 不懂理财谋生之道 6. 现在连太太也要遗弃我 6. 而且又贫穷靠起 10. 借债度日 6. 恩爱夫妻多年 7. 男欢女爱 7. 现在要生离 7. 情何以堪 7. 她如此前思后想 7. 终于想出了一条绝迹 7. 便将妻子骗到房中说 7. 我们两个夫妻今天一起死吧 7. 说完便抽出欲先所测 7. 藏的尖刀 8. 一刀先刺向妻子胸前 8. 然后再猛刺自己一刀 8. 这对夫妻便双双毙命 8. 家中奴婢发现出了命案 8. 便金黄奔回救主人家 8. 通知长者 8. 长者一家大小金黄的来女家探视 8. 放眼一看双双已经弃绝多时 8. 便按照传统世俗 8. 料理了她们的后事 8. 长者大小为女儿 8. 女儿死去 9. 十分哀伤 9. 思念女儿不已 9. 五百二十八 9. 古德云 9. 家平五米百事哀 9. 五百二十九 9. 经文 9. 须于闻佛 9. 在世教化说法 9. 见者欢喜 9. 妄忧除患 9. 将家大小 9. 妄到佛所 9. 为佛做礼 9. 却做一面 9. 佛问长者 9. 为所从来 9. 何以不乐忧愁之色 9. 长者白眼 9. 居门不得 9. 前嫁一女 9. 直欲渔夫 9. 不能生活 9. 欲夺其父 9. 便杀父及生共死 9. 如此遣诵世孩 9. 过境世尊 9. 佛告长者 9. 贪欲填慧 9. 事之肠病 9. 愚痴无智 9. 患害之门 9. 三界五道 9. 由此堕冤 9. 斩转生死 9. 无央数捷 9. 受苦万端 9. 由上不悔 9. 岂况于人能得食 9. 此贪欲之命 9. 灭身灭足 9. 害及众生 9. 何况夫妇 9. 于是世尊 9. 即说济言 9. 于以贪自负 9. 不求度彼岸 9. 贪未财爱故 9. 害人亦自害 9. 爱欲亦未甜 9. 淫怒痴未重 9. 故失度逝者 9. 得福无有量 9. 伴少而或多 9. 伤人处替惧 9. 事欲贼害命 9. 故会不贪欲 9. 耳师长者 9. 闻佛说迹 9. 欲然欢喜 9. 妄忧除患 9. 急于坐上 9. 一切大小 9. 急诸听者 9. 破二十亿恶 9. 得虚陀还道 9. 五百三十 9. 白话解释 9. 不久以前 9. 听说佛陀出示 9. 教化佛法 9. 听者欢喜 9. 能消愁解恼 9. 长者便带着家人 9. 顺路来到佛前 9. 行礼之后 9. 退坐一面 9. 佛陀问长者 9. 你从哪里来呀? 9. 为何面色忧伤 9. 闷闷不乐呢? 9. 长者说 9. 家门不幸 9. 不久以前 9. 嫁女儿 9. 欲人不输 9. 无能谋生 9. 我想将女儿改嫁 9. 谁知被她们知道了 9. 女婿便破我的小女一同自杀身亡 9. 我将她们病葬完毕 9. 刚刚回来 9. 路过经舍 9. 特别来拜见世尊 9. 佛陀向他说 9. 贪欲 9. 甜怒是世人通病 9. 愚昧无知是灾祸之门 9. 三界 9. 五道都由这两条路堕入深渊 9. 以致辗转生死苦海 9. 无央数捷 9. 受苦无边 9. 还不知悔改 9. 何况愚人 9. 又怎能觉悟 9. 这种贪欲之宁 9. 能灭生灭族 9. 害及众生 9. 又何况夫妇 9. 因此世尊便说了一首祭语 9. 愚人因为贪心自负 9. 不求度至彼岸 9. 贪心都是为了钱财 9. 害人亦负自害 9. 爱欲之根身脏一甜 9. 以淫怒吃味重 9. 因此不失沙门道者 9. 能得无量福报 9. 出门屡伴少而或多 9. 难免伤屡心惊 9. 那贪婪的歹徒会害命 9. 因此智者无欲 9. 此时长者听佛陀说记之后 9. 十分欢喜 9. 也忘了忧伤 9. 消了苦恼 9. 便在座上 9. 一家大小和其他听众 9. 破二十一节最迁 9. 并且得了佛道出果 9. 五百三十一 9. 阿含经云 9. 宁中之宁 9. 无过三独宁 9. 五百三十二 9. 六十五 9. 欲爱欲品之四 9. 经文 9. 习佛在舍未经舍中 9. 为天、龙、鬼、神、帝王 9. 成名说法 9. 时有游荡子二人 9. 共为亲友 9. 常相追随 1体无异 9. 二人共异 9. 欲作沙门 9. 即便相将 9. 来至佛所 9. 为佛作礼 9. 常跪插手 9. 白佛言 9. 愿欲作沙门 9. 为见听许 9. 佛便受之 9. 即作沙门 9. 佛令二人 9. 共指一方 9. 二人共指 9. 但念世间恩爱容乐 9. 更共资皆情欲形体 9. 说其滋魅 9. 专注不舍 9. 念不止息 9. 不济无常 9. 污漏不尽 9. 以此欲服 9. 并身于内 9. 佛已慧眼 9. 知其想乱走意 9. 于欲放心不住 9. 以示不渡 9. 佛令一人行 9. 便自化作一人入房 9. 问之言 9. 无等所思 9. 亦智不离 9. 可供网观 9. 是其形体 9. 知为何如 9. 但空想念 9. 疲劳无意 9. 二人相随 9. 至淫女村 9. 佛于村内 9. 化作一淫女人 9. 供入其舍 9. 而告之曰 9. 无等道人 9. 受佛境界 9. 不犯身事 9. 亦欲观女人行荣 9. 当故执如法 9. 于是化女 9. 即解阴落 9. 相熏 9. 依上尾行而立 9. 臭处难尽 9. 二人观之 9. 俱见乌漏 9. 化沙门 9. 即未亦人言 9. 女人之好 9. 但有之粉 9. 分熏 9. 仲华 9. 沐浴图香 9. 这种杂色衣裳 9. 以赴乌漏 9. 强勋以香 9. 欲以仁观 9. 譬如格囊圣史 9. 有何可贪 9. 五百三十三 9. 白话解释 9. 从前佛陀在舍魏国 9. 只还经舍离 9. 为天 9. 龙 9. 鬼 9. 神 9. 帝王 9. 大臣人民说法之时 9. 有两位流浪汉 9. 臭味相投 9. 早晚不离 9. 行同一体 9. 这二人共同商量 9. 想出家做沙门 9. 便相约来到佛陀的经社 9. 先向佛陀顶礼 9. 再常规合掌 9. 向佛陀说 9. 我们要出家做沙门 9. 请您答应好吗? 9. 佛陀便点头接受 9. 他们当日便成了沙门 9. 佛陀叫他们二人共住一房 9. 这二人便共住一起 9. 但是 9. 她们还是怀念世俗时 9. 父子夫妻的恩爱和富贵荣华快乐 9. 有时更私下谈论些色情 9. 男女之事 9. 又说那一位女人是如何漂亮 9. 如何令人失魂落魄 9. 如何使人念念不忘 9. 难以入眠 9. 她们没想到生命无常 9. 女人身体污漏不尽 9. 二人因此忧郁 9. 生病在床 9. 佛陀已会眼看到他们在胡思乱想 9. 揣摩情欲缠绵 9. 所以不能入道 9. 便吩咐二人之一外出 9. 自己便化成她的替身入房 9. 便问她的同伴 9. 我们模拟的那位女人令人难忘 9. 今天我们一起去会她一次 9. 究竟看她美到什么程度好不好 9. 只是待在房间里空想又有何用 9. 因此二人相约 9. 来到影女的村里 9. 佛陀在村内又分身化作影女 9. 这二人进入影女的住处 9. 先打一个招呼 9. 便对那位影女说 9. 我们是修行人 9. 都受过佛界 9. 是不能同床的 9. 我们只是想一睹你的方体 9. 不会乱来的 9. 那位化身影女点头 9. 首先解下向上的阴落 9. 香囊 9. 再卸下外衣 9. 裙子 9. 内衣 9. 内裤 9. 裸体眼印 9. 便有一股扑鼻的意味冲出来 9. 连女性的污秽沾满裙 9. 也都看在眼里 9. 画沙门跟那少年比丘说 9. 女人之美 9. 竟是胭脂抹粉 9. 装饰和沐浴后身上涂香 9. 然后再穿上各色衣裙 9. 盖住不洁之处 9. 她们为了遮体秀 9. 又拼命涂香 9. 来卖弄姿色 9. 就如同皮囊里装满份尿一样 9. 有什么值得贪恋的 9. 五百三十四 9. 观世音菩萨赞济云 9. 观音菩萨妙难愁 9. 清净装眼泪劫 9. 三十二应变成沙 9. 百千万劫化炎浮 9. 平中甘露长食洒 9. 手内阳柳不济秋 9. 千处祈求千处县 9. 苦海长作渡人舟 9. 五百三十五 9. 经文 9. 于是化比丘 9. 即说济言 9. 欲我知乳本 9. 亦以思想生 9. 我不思想乳 9. 则乳而不有 9. 心可则未欲 9. 何必读五欲 9. 肃可觉五欲 9. 是乃未用力 9. 无欲谋所谓 9. 田坛无忧患 9. 欲除使节节 9. 是未常出冤 9. 佛说既已 9. 献其光相 9. 比丘见之 9. 惭愧回过 9. 五体偷地 9. 为佛做理 9. 众未说法 9. 欣然的解 9. 便得罗汉 9. 一人行孩 9. 见半言之 9. 心悦于常 9. 即问其半 9. 独贺如思 9. 即如是说 9. 佛之大词 9. 敏度如此 9. 蒙世尊恩 9. 得免重苦 9. 于是比丘 9. 众未说既言 9. 昼夜念事欲 9. 亦走不念修 9. 见女欲污漏 9. 想灭则无忧 9. 其半比丘 9. 闻此既已 9. 便自思维 9. 断欲灭想 9. 即得法眼 5. 白话解释 9. 因此化身沙门便说了下面的际语 9. 我淫欲的源头 9. 来自无端幻想 9. 我不以幻未真 9. 情欲幻象即灭 9. 心献欲相则欲 9. 何止色相五欲 9. 如能速断五欲 9. 才是真正勇士 9. 无欲之人则刚 9. 甜淡无求无患 9. 如使烦恼除尽 9. 便可出生死冤 9. 佛陀说祭之后 9. 便现光明身香 9. 这位年少比丘 9. 看见 9. 万分惭愧 9. 忏悔 9. 然后伏地 9. 向佛陀鼎 9. 鼎立 9. 佛陀在为他教导一遍 9. 便欢喜的迷惑破解 9. 得了阿罗汉果位 9. 另外一位比丘 9. 出外回来 9. 见到同伴已经无病容 9. 喜出望外 9. 便问他的同餐 9. 你为什么好得这样快呢 9. 便照实说 9. 佛陀大慈大悲 9. 怜悯众生 9. 我受到世尊救度 9. 才得到欲念的解脱 9. 因此这位比丘 9. 也说了一首记 9. 昼夜想美女 9. 辗转相思苦 9. 而女生不尽 9. 念灭已无忧 9. 他的同餐 9. 难道有听了他念的记之后 9. 便深深自己反省 9. 当下断灭欲念 9. 也得了法眼 9. 五百三十七 9. 泛网金云 9. 若佛子 9. 自淫 9. 叫人淫 9. 乃至一切女人 9. 不得故淫 9. 淫英 9. 淫缘 9. 淫法 9. 淫夜 9. 乃至畜生女 9. 诸天鬼神女 9. 即非道横淫 9. 而普通 9. 菩萨应生肖顺心 9. 救度一切众生 9. 敬法与人 9. 而返更起一切人淫 9. 不择畜生 9. 乃至母女姐妹六 9. 清行淫 9. 无慈悲心者 9. 是菩萨波罗一罪 9. 五百三十八 9. 六十六 9. 立养品 9. 经文 9. 习佛将诸弟子 9. 智据谈弥国美英经社 9. 为诸天人神龙说法 9. 使彼国王 9. 明曰悠甜 9. 有大夫人 9. 执行仁爱 9. 显欲清洁 9. 王真奇操 9. 美思恭敬 9. 闻佛来话 9. 言价共出 9. 枉智佛所 9. 为佛做礼 9. 却做常慰 9. 佛为国王及夫人采女 9. 说无常苦空 9. 人所游身 9. 何会别离 9. 愿增会苦 9. 由福升天 9. 由恶入冤 9. 国王夫人 9. 欢欣性性解 9. 各受无戒 9. 未亲性侍女 9. 礼佛辞退 9. 还入宫中 9. 时有婆罗门 9. 明曰吉星 9. 生意好女 9. 世间少比 9. 至年十六 9. 无能喝者 9. 玄金千两 9. 即九十日 9. 目所至者 9. 有能喝此女 9. 未不端正者 9. 已经与之 9. 无感应者 9. 女已长大 9. 应当嫁处 9. 念当与谁 9. 若有端正 9. 如我女者 9. 以女与之 9. 听闻沙门 9. 曲谈世家之种 9. 滋容金色 9. 事所稀有 9. 当以此女 9. 枉配与之 9. 即便将至佛所 9. 为佛作礼 9. 白佛言 9. 我女好杰 9. 世间无双 9. 年大应价 9. 事无匹 9. 曲谈端正 9. 可以未双 9. 故远将来 9. 以佩世尊 9. 五百三十九 9. 白话解释 9. 从前佛陀 9. 带了弟子 9. 到印度中部 9. 聚谈弥国 9. 住在美英经社 9. 为很多天人 9. 神 9. 龙说法时 9. 当时的国王 9. 名叫悠田 9. 有一位王后十分人民爱物 9. 享誉清高 9. 国王对她的品德非常赞配 9. 因此私下对她特别尊敬 9. 有一次他们听说佛陀远道来说法 9. 便慎重准备车驾出宫 9. 来到佛陀住西的美英经社 9. 向佛陀鼎礼之后 9. 便退作一面王位上 9. 因此佛陀便为国王 9. 夫人 9. 宫女等人说无常 9. 苦空之佛礼 9. 以及世人由生至死 9. 亲人离合聚散 9. 冤家路窄相逢之苦 9. 人由福业升天 9. 恶业下舵等等因果轮回之意 9. 国王以及夫人 9. 都非常欢喜信仰了佛法 9. 也解悟了佛礼 9. 并接受五戒 9. 坐在家幽婆塞 9. 幽婆怡 9. 男女居士 9. 她们辞退之后 9. 便回到皇宫 9. 同一时间 9. 据坛迷国内 9. 有一位婆罗门教徒 9. 名叫吉星 9. 生一位美丽的女儿 9. 世间少有 9. 到十六岁时 9. 已经美如天仙 9. 始终无人能找出一处缺点来 9. 吉星便悬赏黄金千两 9. 以九十天位献 9. 征求审美专家 9. 有人能挑出此女有一些微缺点者 9. 便赏赐这笔重金 9. 但是始终无人来应征 9. 这位女孩子渐渐长大了 9. 也应该到论嫁娶的年龄 9. 急心想想 9. 女儿要嫁给什么样的人呢 9. 如果有人品貌端美 9. 如同我的女儿那样 9. 我就将女儿嫁给她 9. 这位老吉星私下记忆 9. 她听说姓渐谈的沙门 9. 是家族后裔佛陀 9. 金色光香 9. 滋宜绝世 9. 自己想将女儿匹配与她 9. 便将女儿带到佛陀的住处 9. 向佛陀顶礼之后 9. 先开口说 9. 我的女儿美丽世间无双 9. 年龄已到应该出嫁了 9. 但世间找不到能与她相配的 9. 今天我看你去谈真正生的应挺出世 9. 可说是天生双臂 9. 所以将女儿带来 9. 佩己宁世尊 9. 五百四十 9. 三世因果精云 9. 福禄俱全为何应 9. 前世造安起良亭 9. 相貌端严为何应 9. 前世采花供佛钱 9. 娇妻美女为何应 9. 前世佛门多结缘 9. 五百四十一 9. 经文 9. 佛告极心 9. 清女端正 9. 世青家好 9. 如我知好 9. 世诸佛好 9. 我知所好 9. 其道不同 9. 清自欲女 9. 端正书好 9. 譬如画平 9. 终圣食尿 9. 有何奇特 9. 好位所在 9. 着眼 9. 耳 9. 鼻 口 9. 生之大贼 9. 面首端正 9. 生之大患 9. 破家灭族 9. 杀青害子 9. 皆有女色 9. 无畏沙门 9. 一身独立 9. 由上孔为 9. 旷受或灾残 9. 贼之祸也 9. 亲自将去 9. 无不受之 9. 于是泛至 9. 田慧便去 9. 到幽田王所 9. 赞女姿妹 9. 俱白王言 9. 此女应相当为王妃 9. 今已年大 9. 故颂与王 9. 王健欢喜 9. 吉纳受之 9. 拜位第二座夫人 9. 吉已应受 9. 金银 9. 珍宝赐与吉兴 9. 拜为辅沉 9. 此女的婿 9. 美邪及赤 9. 妖骨迷亡 9. 树赠大夫人 9. 如是非一 9. 王返如约 9. 清等妖媚 9. 言返不逊 9. 彼人操行可贵 9. 而反赠之 9. 此女心计 9. 犹豫害之 9. 树赠不已 9. 王颇获之 9. 前后新谋 9. 四旗斋时 9. 应劝白王 9. 今日之乐 9. 已请幼夫人 9. 王辩普照 9. 颤令皆会 9. 大夫人持斋 9. 独不应命 9. 反覆三呼 9. 执斋不宜 9. 王怒龙圣 9. 浅人拽出 9. 赴者殿前 9. 欲赦杀之 9. 夫人步步 9. 义心归佛 9. 王自赦之 9. 见还向王 9. 后赦折海 9. 树见一耳 9. 时王大步 9. 自解而问之 9. 乳有何数 9. 乃至如此 9. 夫人对约 9. 为事如来 9. 归命三尊 9. 嘲奉佛斋 9. 过中补 9. 家行八事 9. 事不尽身 9. 必是世尊 9. 哀故若兹 9. 王曰 9. 善哉 9. 岂可言补 9. 五百四十二 9. 白话解释 9. 佛陀向极心说 9. 你女儿长得端庄美丽 9. 是你家里的福气 9. 我长得庄严为妙 9. 是所有圣者共同的锐香 9. 这两者美直的界限是不同的 9. 你夸奖自己的女儿 9. 美艳无比 9. 就比如一只外形化了鲜花的花瓶 9. 瓶里装着石鸟 9. 有什么稀奇特别呢? 9. 外形美好的肉体上 9. 长卓眼、耳、鼻、口 9. 身这些贼道 9. 虽然滋容俊秀 9. 是身体之大患 9. 何况清家灭门 9. 杀青害子 9. 多半有女色造成 9. 我是出家的沙门 9. 独生姑妻 9. 还害怕世间的三宁 9. 又何况一个会带来灾祸 9. 遗宁的女子呢? 9. 你赶快将她带回去吧 9. 我不能接受你的美意 9. 急心犯志一听 9. 气得蹊跷生烟 9. 便带着女儿离开 9. 又去敬见了国王幽田 9. 一面夸赞自己女儿的美姿 9. 又对国王推荐说 9. 我这位女儿美丽绝世 9. 是应当做王妃的 9. 现在年纪也不小了 9. 所以呈献给大王 9. 幽田王一看 9. 太高兴了 9. 便纳入后宫 9. 同时封她为东宫第二贵妃 9. 当下便已应寿 9. 金银 9. 珍宝赏赐给吉星 9. 又封她为腐壁之臣 9. 吉星的女儿自从得宠 9. 便经常挑拨极度 9. 向国王妖魅蛊蛊惑 9. 时常向国王奏王后的是非 9. 已非一次 9. 每奏坏话时 9. 国王就反斥她 9. 你这个妖妇 9. 出言不逊 9. 王后的品德高洁 9. 你反过来说她的是非 9. 这位女子一听起怀恨心 9. 更为嫉妒 9. 便想设计陷害王后 9. 另外一方面 9. 吉星之女 9. 多次造谣虽未达到目的 9. 国王心里却有一点动摇了 9. 这位女子在国王前前后后施展整编细语 9. 美人记 9. 等待王后斋戒那一天 9. 借机向国王敬言 9. 今天我们在宫中举行宴会 9. 来欢乐一下吧 9. 要请王后来主持呢 9. 因此国王便命令全宫 9. 后非宫女皆要到会 9. 可是唯有王后持斋 9. 缺席未到 9. 国王派人三番五次去请 9. 王后坚持因为持斋无法前来 9. 国王大怒 9. 就派武士将王后从宫中脱出 9. 捆在宫殿前面 9. 要将她射死 9. 但是王后毫无惧色 9. 一心念佛 9. 国王自己持弓搭箭 9. 向王后急射 9. 但是那支箭反过来掉落在国王面前 9. 再射出还是跳回来 9. 屡射屡跳 9. 这时候国王才恐怖起来 9. 自己上前将王后的绳子解开 9. 询问她说 9. 你有什么法术将见到射回来呢? 9. 王后说 9. 我只信仰佛陀 9. 归依三宝 9. 早上持斋 9. 过五不时 9. 加持八戒 9. 身不配上事物 9. 国王欲杀我 9. 一定是佛陀 9. 埃敏加倍于我才会这样 9. 国王说 9. 是这样哦 9. 那很好呢 9. 你为何不讲呢? 9. 五百四十三 9. 佛说四十二章 9. 经云 9. 天神献玉女于佛 9. 玉坏佛义 9. 佛言 9. 格囊众会 9. 耳来贺卫 9. 去 9. 吾不用 9. 天神月静 9. 应问道义 9. 佛未解说 9. 及得虚陀还果 9. 五百四十四 9. 经文 9. 及初及新女 9. 还其父母 9. 以大夫人 9. 镇里宫内 9. 王与大夫人 9. 后宫太子 9. 严嫁群臣 9. 往到佛所 9. 坐里却坐 9. 插手听法 9. 王及白佛 9. 据以如是 9. 向佛臣之 9. 佛告大王 9. 妖谷女人 9. 有八十四太 9. 大太有八 9. 惠人所恶 9. 何谓为八 9. 一者及赤 9. 二者望田 9. 三者骂利 9. 四者祖 9. 五者正宴 9. 六者千贪 9. 七者好事 9. 八者寒宁 9. 四位八大太 9. 于是 9. 世尊及说济言 9. 天羽七宝 9. 欲游无厌 9. 乐少苦多 9. 觉知为贤 9. 虽有天欲 9. 会舍不贪 9. 乐离恩爱 9. 为佛弟子 9. 佛告大王 9. 人行罪福 9. 各有本性 9. 所受引爆 9. 万倍不同 9. 若行六得 9. 持斋福多 9. 诸佛所欲 9. 终身犯天 9. 福乐自然 9. 佛说事实 9. 王及夫人 9. 采女大臣 9. 一切心解 9. 皆得到 9. 五百四十五 9. 白话解释 9. 幽田王在一气之下 9. 便修了极心泛至之女 9. 赶她回家 9. 并派王后主理宫中一切事物 9. 此事过后 9. 幽田王与王后 9. 太子等 9. 率领群臣 9. 摆驾到佛陀美英经社 9. 坐礼以弊 9. 退坐一侧 9. 和掌听佛陀说法 9. 国王就将王后发生的事 9. 向佛陀一一陈述 9. 佛陀向幽田王说 9. 邀惑女人 9. 有八十四种迷惑男人的 9. 魅术 9. 其中最主要的手法 9. 有八项 9. 使证人君子所不齿的 9. 那八项 1. 是嫉妒 9. 二是谎言甜怒 9. 三是恶骂 9. 四是咒诅 9. 五是用服术古人 9. 六是贪婪令色 9. 七是欢喜打扮 9. 八是心颖 9. 这是女人八大腰态 9. 因此世尊又说了下面的祭语 9. 天与金银珍宝 9. 还不满足 9. 人生乐少苦多 9. 能物是贤 9. 虽有天界享受 9. 智者不顾 9. 乐于放弃恩爱 9. 做佛传人 9. 佛陀说记之后 9. 向幽田王说 9. 世人造罪造福 9. 各有本性 9. 他们所受的献报 9. 各有极大不同 9. 如果能行持六种功德 9. 持斋守戒 9. 福报增多 9. 便为诸佛赞叹 9. 最后会生于梵天 9. 福乐自来 9. 佛陀说此法时 9. 国王及王后 9. 宫女 9. 大臣等人 9. 皆以领悟佛义 9. 大众都得到佛道的真理 9. 五百四十六 9. 六十七 9. 沙门品 9. 经文 9. 习佛在舍为国经舍之中 9. 卫天 9. 龙 9. 鬼 9. 神 9. 国王 9. 人民说法 9. 十有一年少比丘 9. 沉淡着衣服 9. 主杖持孝 9. 至大村中分位 9. 十大道边 9. 有棺材园 9. 外面种属记 9. 齐田外草中 9. 施张发剑 9. 若有虫受盗贼来者 9. 处网剑发 9. 中剑则死 9. 有意端正年少女子 9. 独守此园 9. 人欲网者 9. 摇唤世道 9. 乃得入园 9. 不知道者 9. 必未发剑所杀 9. 而此女子 9. 独守悲歌 9. 其声妖量 9. 听者莫不顿车指马 9. 回旋迭捏 9. 而欲去之 9. 盘缓不去 9. 皆作声响 9. 识此比丘 9. 分位行孩 9. 道文歌声 9. 侧耳听音 9. 五情易欲 9. 心迷意乱 9. 贪者不舍 9. 想视女人 9. 必大端正 9. 思想欲见 9. 作起言语 9. 便炫网去 9. 未到中间 9. 意志恍惚 9. 首诗西障 9. 兼诗一笑 9. 书不自觉 9. 佛以三达 9. 见此比丘 9. 小腹前行 9. 未见所杀 9. 福应得道 9. 未于所迷 9. 欲盖所赴 9. 怜悯其余 9. 欲渡托之 9. 五百四十七 9. 白话解释 9. 从前佛陀在舍 9. 为国子还经舍时 9. 为天、龙、鬼、神、国王、人民讲说佛法 9. 当时有一位少年比丘 9. 清晨披上衣服 9. 拿着西杖 9. 带着饭校 9. 到村庄去起食 9. 经过大路边 9. 一片工匠的菜园 9. 种着一些小米 9. 圆外草中 9. 设备防偷机关的弓箭 9. 如果有家处也受到贼来偷窃古物 9. 如果误触机关 9. 剑即射出 9. 偷到的人会中箭 9. 飞伤即死 9. 菜园 9. 当时由一位年轻女子看守 9. 有人如果到菜园里来 9. 必须在园外叫她领路 9. 才能进入原来 9. 如果不知菜园规局 9. 乱走进来 9. 必然会被箭射死 9. 这个女孩一个人看守这片政府的大菜园 9. 有时一个人高唱着欺欺欺欺的歌 9. 她的歌声如银铃一般的甜美嘹亮 9. 路过的人无不停车驻马 9. 徘徊在当地 9. 想要同她打个招呼 9. 歌声美妙徘徊望返 9. 这都是由她七美的歌声 9. 所引来这么多过路人亭足文歌 9. 而当时这位启石比丘 9. 起斋饭回来 9. 在路途中听闻菜园内传来 9. 阵阵歌声 9. 侧耳静听 9. 顿时沉醉其中 9. 心迷意乱 9. 贪恋难舍 9. 她想这个女孩 9. 一定非常美丽 9. 就十分想要见她 9. 跟她谈谈 9. 因此便走向菜园中 9. 但是她还未到园里 9. 因为心中恍惚迷茫 9. 膝胀掉了 9. 衣笑也掉了 9. 还是毫无感觉 9. 佛陀以神通力 9. 看到这位比丘 9. 再向前走一步 9. 就会被箭射死 9. 但是她因为素式因缘 9. 应该得到了 9. 只是迷于无知爱染之情 9. 将入陷阱 9. 佛陀怜悯她的愚昧 9. 便及时救度她 9. 五百四十八 9. 开悟圣僧云 9. 心若清净光明 9. 则到解脱彼岸 9. 心若污浊黑暗 9. 则在凡界此岸 9. 五百四十九 9. 经文 9. 自化作白衣 9. 网到其边 9. 以计赫之曰 9. 沙门何行 9. 如意不经 9. 步步者年 9. 但随思走 9. 夹沙被奸 9. 为恶不损 9. 行恶行者 9. 思夺恶道 9. 节流自持 9. 哲心却欲 9. 人不割欲 9. 以意游走 9. 为之为之 9. 必强自制 9. 舍家而泄 9. 亦游复然 9. 行泄缓者 9. 又意不除 9. 非净犯行 9. 腌制大宝 9. 不调难戒 9. 如风枯树 9. 自作为生 9. 不精进 9. 说此技艺 9. 即自负行 9. 相好秉然 9. 光照天地 9. 若有见者 9. 迷截乱指 9. 各得其所 9. 比丘见佛 9. 心意老开 9. 如名窥名 9. 即无体头地 9. 为佛作礼 9. 叩头悔过 9. 忏悔谢佛 9. 内戒指观 9. 急得罗汉 9. 随佛还惊舍 9. 听者无数 9. 接得法眼 9. 五百五十 9. 白话解释 9. 佛陀变化了 9. 一位居士 9. 走到他的身边 9. 用一手寂语来警惕他 9. 说 9. 沙门为何向前进 9. 为何心缘走不停 9. 一步一步入陷阱 9. 只是随着欲念行 9. 黄色夹沙披上肩 9. 造业不迭损到心 9. 造恶之人无善报 9. 身躲恶到不翻身 9. 设心自持要节流 9. 手心消灭贪染欲 9. 如人不能除欲净 9. 一心指向地狱门 9. 修道修道莫放异 9. 必须强制放异心 9. 出家而后人懈怠 9. 心中仍思爱染缘 9. 行道不能勤精进 9. 外染之缘不除尽 9. 如非持射清进行 9. 焉能获得精中精 9. 贪欲不调难成道 9. 如强风催枯树林 9. 人身难得经已得 9. 何不经进入佛境 9. 话居是说此继后 9. 便附现佛身 9. 光明照耀 9. 宜香庄严 9. 如有见佛瑞乡者 9. 此时迷惑即可消逝 9. 便各得恢复自己理性面目 9. 这位年少比丘见佛现身 9. 道心突然开解 9. 如在暗中看到光明 9. 当下便无体投地 9. 向佛陀顶礼 9. 叩头忏悔己过 9. 向佛陀谢罪 9. 内明止观 9. 变得阿罗汉果位 9. 然后他随佛陀回到今生 9. 其他听众也皆得到法眼 9. 五百五十一 9. 开悟圣僧云 9. 舍本外求远家乡 9. 狂心歇触见娘面 9. 菩提涅槃飞外求 9. 回光返照法王线 9. 五百五十二 9. 六十八 9. 范智品 9. 经文 9. 习思赫蝶国中 9. 有大山 9. 明思修遮他 9. 山中有范智 9. 五百余人 9. 各达神通 9. 自相卫约 9. 五等所得 9. 正是涅槃 9. 佛使出世 9. 初见法骨 9. 开干路门 9. 此等范智 9. 闻而不咎 9. 束缚印度 9. 佛网就知 9. 独行无缕 9. 到其路口 9. 坐一树下 9. 三昧定义 9. 放生光明 9. 照一山中 9. 壮如湿火 9. 山中尽燃 9. 泛至不惧 9. 水灭之 9. 尽其神力 9. 不能湿灭 9. 怪而舍走 9. 从路出山 9. 摇见世尊 9. 树下坐禅 9. 譬如日出金山之策 9. 相好秉燃 9. 如月星中 9. 怪事何神 9. 旧而观之 9. 佛命令作 9. 问所从来 9. 泛至对曰 9. 指此山中 9. 修道来久 9. 但虚火起 9. 烧山树木 9. 步而走出 9. 佛告泛至 9. 此事浮火 9. 不伤损人 9. 欲灭青等吃劫之狗 9. 泛至师徒故乡畏曰 9. 事何道是也 9. 九十六种 9. 未曾有此诗 9. 曰 9. 曾闻 9. 白晋王子 9. 明曰 9. 西达 9. 布勒圣位 9. 出家求佛 9. 将摩世也 9. 五百五十三 9. 白话解释 9. 从前印度斯赫迭国 9. 有一座高山 9. 名叫斯修哲他 9. 山里面住着500多位外道修行人 9. 他们都有一点神通 9. 彼此自夸说 9. 我所证的道就是涅槃 9. 此时佛陀 9. 刚刚出现在五印度的社会 9. 初次下山传道 9. 开始弘扬佛教大法 9. 这些泛制 9. 听说有这么一位佛陀 9. 但是都没有去亲近他 9. 可是他们的度的因缘到了 9. 佛陀就到他们住的山里 9. 一个人独行 9. 并无人随办 9. 快到斯修哲他山区的时候 9. 走到一条路口 9. 佛陀便在一棵树下坐禅 9. 定心入于三昧 9. 身上放出光明 9. 照耀山林 9. 形同湿火 9. 好像一片山林都被烧光了 9. 泛制健壮 9. 极为金黄 9. 便持咒喷水来灭火 9. 谁知不论他们怎样念咒 9. 大火都无法消灭 9. 内心十分奇怪 9. 便放弃念咒 9. 从路口走出山谷 9. 遥远处看见佛陀在一棵树下打坐 9. 佛陀坐在那里 9. 就好像日出金山之侧 9. 满身光明照耀 9. 如众心中的明月 9. 大众心中奇怪 9. 这是何方神道呢? 9. 便走进佛陀身边看一下 9. 佛陀看到很多外道修士走近 9. 就请他们坐下 9. 问他们从哪里来 9. 一位泛智达 9. 我们住在这边山里 9. 已经修到很久了 9. 今早忽然看到火烧 9. 燃烧山林树木 9. 才下得出来看看 9. 佛陀说 9. 你们看到的 9. 这是浮火 9. 不会烧伤人 9. 它能消除你们心中 9. 无名烦恼的成狗 9. 这些泛智师徒彼此经不说 9. 这个人是那一道的沙门哪 9. 我们印度96种教派中 9. 还没见过这位大师呢? 9. 有一位泛智插嘴说 9. 我听说过 9. 加皮罗为国白晋王的太子 9. 名叫西达多 9. 内心不贪恋王位 9. 出家求佛道 9. 大概就是他吧 9. 五百五十四 9. 开悟圣僧云 9. 法身自在无方 9. 触目无非正觉 9. 六成本来空济 9. 涅槃身死平等 9. 五百五十五 9. 经文 9. 徒等其师 9. 可供问佛 9. 犯至所行事 9. 未如法不也 9. 师徒之等 9. 供其白佛 9. 犯至经法 9. 名似无碍 9. 天文 9. 地理 9. 王者治国领明之法 9. 并九十六种道数 9. 所应行法 9. 此经为是涅槃法部 9. 愿佛解说 9. 开化未闻 9. 佛告犯至 9. 善听思之 9. 无从宿命 9. 无数节来 9. 常行此经 9. 义得五通 9. 宜山驻流 9. 更利生死 9. 不可计数 9. 既不得涅槃 9. 义父不闻有得道者 9. 如如等行 9. 非明犯至 9. 于是世尊 9. 以祭报约 9. 节流如度 9. 无欲如犯 9. 知行已尽 9. 事未犯至 9. 以无二法 9. 清净度渊 9. 诸欲解解 9. 事未犯至 9. 非促解法 9. 名为犯至 9. 成行法行 9. 清白则贤 9. 五百五十六 9. 白话解释 9. 有很多小犯至 9. 旧纷纷 9. 启禀 9. 他们的师父 9. 我们来一起 9. 问佛陀所知 9. 所行的事 9. 看他明不明白 9. 好吗? 9. 因此 9. 师徒人等便同声 9. 问佛 9. 范至经法 9. 称为四无碍 9. 天文 9. 地理 9. 国王治 9. 国教明之方 9. 以及九十六种 9. 教派所修行的方法 9. 都包含在里面 9. 它可以称为涅槃法吗? 9. 请您佛陀解说一下 9. 已开示我们的茅塞 9. 佛陀向范至说 9. 真好 9. 你听后用心想想 9. 我从前世无数节以来 9. 就时常照此经修行了 9. 也得了五种神通 9. 能移山倒海 9. 经历无数次生死 9. 虽然没有得到涅槃 9. 也没听说谁修此法得了道的 9. 像你们这种修道人 9. 并不能叫做泛制 9. 因此世尊 9. 便以一手祭语答复他们 9. 截断生死如渡河 9. 无贪无碍是泛行 9. 能知行业以清净 9. 即可称为真泛制 9. 修道并无二法门 9. 清净心可度迷茫 9. 诸般贪甜吃能解 9. 诸可称为真泛制 9. 并非智法才是森 9. 心地清净为泛制 9. 真能依佛法修道 9. 清白如尽是贤胜 9. 五百五十七 9. 经文 9. 试法无惠 9. 草衣和诗 9. 内不离者 9. 外舍何以 9. 去淫怒吃 9. 焦慢诸饿 9. 如舌脱皮 9. 试为泛制 9. 断绝世事 9. 口无粗言 9. 八道省地 9. 试为泛制 9. 以断恩爱 9. 离家无欲 9. 爱者已尽 9. 试为泛制 9. 离人聚处 9. 不堕天聚 9. 诸聚不归 9. 试为泛制 9. 自食宿命 9. 本所更来 9. 生死的尽 9. 锐通道玄 9. 明如能黑 9. 试为泛制 9. 佛说既已 9. 告诸泛制 9. 如等所修 9. 自卫以达涅槃 9. 如少水鱼 9. 岂有常乐 9. 何本无者也 9. 泛制文经 9. 五情内发喜悦 9. 常跪白佛 9. 愿为弟子 9. 头发自舵 9. 即坐沙门 9. 本行清静 9. 因而得到 9. 为阿罗汉 9. 天龙鬼神 9. 皆得到 9. 五百五十八 9. 白话解释 9. 替法之人无智慧 9. 草屡法医有何用 9. 内不能离猪热闹 9. 空有森香又鹤意 9. 消除银叶与甜吃 9. 焦慢猪般饿除净 9. 如蛇脱皮不回顾 9. 此人可称真犯制 9. 断绝世间诸俗事 9. 口叶清静无粗语 9. 立行公道之真谛 9. 此人可称真犯制 9. 以断恩爱无千 9. 出家修道无欲染 9. 贪爱已尽无烦恼 9. 此人乃是真犯制 9. 远离人居独行道 9. 部落天道诸般乐 9. 所有三界皆不着 9. 此事真正大犯制 9. 自从知晓宿命通 9. 生生世世如轮转 9. 生死能尽断繁流 9. 悟通大道之中经 9. 明眼人能守极末 9. 此人真是大犯制 9. 佛陀说祭之后 9. 向梵智说 9. 你们所修得到 9. 自己以为得到涅槃之乐 9. 其实 9. 只是像浅水之鱼 9. 那里有常乐 9. 要知道 9. 生命本无常 9. 快努力精进修行吧 9. 梵智听佛祭后 9. 五内忠心快慰 9. 一起平贵在地 9. 求佛陀说 9. 我们都愿意归一 9. 作为您的弟子 9. 佛陀点头欢喜 9. 他们的头发便一时落地 9. 成为沙门 9. 因为他们已行持 9. 清净生活有多年 9. 因此很快就得到 9. 成为阿罗汉 9. 同时听佛陀说法的天人 9. 龙、鬼、神 9. 也同时得了法位 9. 五百五十九 9. 开悟圣僧云 9. 常乐寂静法 9. 其心当无这 9. 自信若清静 9. 诸法无去来 9. 五百六十 9. 尼环品 9. 经文 9. 习佛在王舍成灵旧山中 9. 时与诸比丘 9. 千二百五十人聚 9. 时摩洁国王 9. 号名阿舌氏 9. 所领五百国 9. 各有姓名 9. 竟有一国 9. 明曰月子 9. 不顺王命 9. 欲网罚之 9. 即召群臣 9. 讲宣义曰 9. 月子国人 9. 复乐赤圣 9. 多出珍宝 9. 不守福于我 9. 宁可起兵 9. 网罚之不 9. 国有贤功成相 9. 明曰与舍 9. 对曰 9. 为然 9. 王告与舍 9. 佛去世不远 9. 圣哲三达 9. 迷世不惯 9. 如池无声 9. 网至佛所 9. 如清一至 9. 惟悉问之 9. 欲网发笔 9. 宁得圣部 9. 丞相受教 9. 吉言车马 9. 网至经舍 9. 前到佛所 9. 头面着地 9. 为佛做礼 9. 佛命令做 9. 公吉就做 9. 佛问国丞相 9. 从何所来 9. 公言 9. 王使臣来 9. 基守佛族 9. 问训起居 9. 时如常 9. 佛及问公 9. 王及国土 9. 人名臣下 9. 皆自平安部 9. 公言 9. 国主及民 9. 皆蒙佛恩 9. 公白佛言 9. 王与月子国有贤 9. 欲网罚之 9. 于佛圣义 9. 未可得圣部 9. 佛告丞相 9. 是月子国人民 9. 奉行七法 9. 不可胜之 9. 王可蒂斯 9. 勿忘举动 9. 公吉问佛 9. 何等七法 9. 五百六十一 9. 白话解释 9. 从前 9. 佛陀在王舍成灵 9. 旧山的时候 9. 和一千二百位 9. 大比丘弟子 9. 一同修道说法 9. 当时摩羯陀 9. 佛国国王 9. 名叫阿恒士 9. 领辖五百多个小邦 9. 这些小邦国也各有名称 9. 临近摩羯陀国 9. 有一个小国 9. 国名月子 9. 因为不服从阿恒士王的赤命 9. 想要去征伐他 9. 阿恒士王便召集群臣祭义 9. 当大家到会时宣称 9. 月子国人民 9. 非常富足 9. 人口又多 9. 也出产珠宝 9. 不像我们那共称臣 9. 是不是应该起兵去征讨他们 9. 此时国中有一位贤民的丞相 9. 名叫羽舍 9. 就起身答王 9. 可以 9. 国王又向羽舍说 9. 佛陀离我们不远 9. 他有三大神通 9. 没有是他不透彻的 9. 你将我的话记住 9. 到佛陀那里 9. 按照自己的一丝伸缩 9. 将全盘 9. 请问佛陀 9. 我们要公伐月子 9. 这个战争能不能打胜 9. 羽舍便奉命 9. 准备好车马 9. 直达佛陀的经舍 9. 先到佛前 9. 顶里头的 9. 在合掌座里 9. 佛陀命他坐下 9. 羽舍就坐 9. 佛问羽舍丞相 9. 从何而来 9. 羽舍说 9. 我望派我前来 9. 顶里拜见佛陀 9. 并问候您的起居 9. 饮食如意否 9. 佛陀便问他 9. 王及政府 9. 人民 9. 成属都平安否 9. 羽舍说 9. 国军及成名 9. 成蒙佛恩都很安康 9. 羽舍又向佛陀说 9. 我望与月子国最近不和睦 9. 想派兵去攻伐他 9. 不知佛陀胜意如何 9. 我们能不能得胜 9. 佛陀向羽舍说 9. 因为月子国人民 9. 奉行七项原则 9. 恐怕你们很难打胜他们 9. 你回去转告国王 9. 多想一想 9. 不要轻举妄动 9. 羽舍就问佛陀 9. 他们实行那七项原则 9. 我们不能胜过他吗 9. 五百六十二 9. 经文 9. 佛言 9. 月子国人 9. 数相聚会 9. 讲义正法 9. 修服自首 9. 以此为常 9. 世卫为一 9. 月子国人 9. 君臣长和 9. 所任忠良 9. 教剑成用 9. 不相为利 9. 世卫为二 9. 月子国人 9. 奉法相迁 9. 无取无舍 9. 不敢犯过 9. 上下寻常 9. 世卫为三 9. 月子国人 9. 礼化谨静 9. 男女有别 9. 长幼相成 9. 不施以法 9. 世卫为四 9. 月子国人 9. 孝养父母 9. 训替师长 9. 受戒教会 9. 以为国则 9. 世卫为五 9. 月子国人 9. 成天则的 9. 敬畏设计 9. 凤顺四十 9. 名农不费 9. 世卫为六 9. 月子国人 9. 尊道敬德 9. 国有沙门 9. 得到应征 9. 方远来者 9. 供养一辈 9. 床卧一药 9. 世卫为七 9. 夫为国主 9. 行此七法 9. 难可得为 9. 及天下兵 9. 共亡公之 9. 不能得胜 9. 佛告成相 9. 若是月子国人 9. 持一法者 9. 尚不可供 9. 何况尽持 9. 如是七法 9. 五百六十三 9. 白话解释 9. 佛陀说 9. 月子国人 9. 经常举行大行集会 9. 讲演佛法 9. 修集福田 9. 修心自首 9. 以此为常 9. 这是第一 9. 月子国人 9. 政府与人民同心同德 9. 中良认识 9. 君王也接受良言 9. 上下团结 9. 没有矛盾 9. 这是第二 9. 月子国人 9. 都遵守法律 9. 彼此相免 9. 不贪污 9. 无抢杀 9. 不敢违反国家法令 9. 上下命令一贯 9. 这是第三 9. 月子国人遵守礼仪 9. 公谨负责 9. 男女分工 9. 长幼有序 9. 社会伦理关系良好 9. 这是第四 9. 月子国人 9. 都知孝顺父母 9. 尊师替友 9. 接受教导 9. 以国家为生命所依 9. 这是第五 9. 月子国人 9. 不为天道常则 9. 敬畏国恩 9. 四时更收 9. 农业兴盛 9. 这是第六 9. 月子国人 9. 都尊重有道之人 9. 国内有修道沙门 9. 得道的高森 9. 如果有远方沙门来到国中 9. 也能受到供养医备 9. 床入 9. 医药等等照顾 9. 这是第七点 9. 作为异国的领袖 9. 能行此七大措施 9. 国家就很难遭到危险 9. 恐怕你们集合全国的兵力 9. 去攻打他们也不能获胜 9. 佛陀又向羽舍说 9. 即使月子国人 9. 能实行当中的一条 9. 别人都不可能打败他们 9. 何况他们能实行七条的全部呢 9. 五百六十四 9. 开悟圣僧云 9. 平静不必要在风平浪静的时候 9. 就在波涛胸涌动荡不停的时候 9. 水的本性还是平静的 9. 人在生死流转中 9. 一切苦乐 9. 人我 9. 是非 9. 好丑 9. 动乱万千 9. 就在这动乱万千的流转当中 9. 当下即是无常 9. 无我 9. 肃正涅槃的平等寂静 9. 五百六十五 9. 经文 9. 于是世尊 9. 即说济言 9. 力胜不足是 9. 虽甚由父苦 9. 当自求圣法 9. 以圣魔所生 9. 于舍成像 9. 闻佛说迹 9. 即得道 9. 时会大小 9. 皆得虚陀还道 9. 功及从做起 9. 白佛言 9. 国事凡多 9. 欲还请辞 9. 佛言 9. 可 9. 以知事实 9. 即从做起 9. 礼佛而去 9. 还至巨是白王 9. 即止不公 9. 持佛言教 9. 以化国内 9. 月指国人 9. 即来顺命 9. 上下相奉 9. 国遂兴隆 9. 五百六十六 9. 白话解释 9. 因此世尊便说了一首祭语 9. 胜利不足是 9. 虽甚还会败 9. 要求永圣道 9. 以圣永无忧 9. 于舍成像 9. 向听佛说祭之后 9. 便见了道 9. 当时遇会众人 9. 也得正出国 9. 此时 9. 于舍从座位起身 9. 向佛陀说 9. 国事太繁忙 9. 暂行告别了 9. 佛说 9. 好的 9. 你回去妥善运用吧 9. 于舍便起身 9. 行礼别佛而去 9. 回国之后 9. 将见佛念成一切 9. 原委向国王总报告 9. 结果阿恒世王也停止攻打月子国 9. 并且遵从佛陀的教导 9. 来教化国人 9. 而月子国人 9. 也再度来朝进贡了 9. 国家顿时上下一心 9. 国运昌隆起来 9. 五百六十七 9. 开悟圣僧云 9. 众生的生死流转 9. 是因为不能了解一切法的本性空计 9. 而在一切法的本性空计上其分别执着 9. 为无名所谜 9. 圣者的涅槃解脱 9. 圣者的涅槃解脱 9. 是因为了知一切法的如幻如化 9. 不在一切法的本性空计上其虚妄分别 9. 直常直我 9. 而由班若现正空性 9. 所以空性为迷雾所依 9. 五百六十八 9. 七十 7. 生死品 9. 经文 9. 习佛在舍为国旨还经舍 9. 为天人 9. 国王 9. 大臣广说妙法 9. 有疑犯至长者 9. 居在路侧 9. 财富无数 9. 正有一子 9. 其年二十 9. 心为取父 9. 为满七日 9. 夫妇相敬 9. 言语相顺 9. 父与其夫 9. 育至后园中看戏 9. 未得尔布 9. 上春三月 9. 夫妇相将 9. 至后园中 9. 有疑郡树 9. 高大华好 9. 富玉的华 9. 无人语取 9. 夫之父义 9. 玉的郡华 9. 即便上树 9. 正取一华 9. 富玉得一 9. 斩转上树 9. 乃至细之 9. 知折舵的 9. 伤中即死 9. 居家大小 9. 奔波跳走 9. 往去而锁 9. 呼天商哭 9. 断绝复苏 9. 中外宗族 9. 来者无数 9. 皆甚悲痛 9. 闻者莫不伤心 9. 见者莫不痛哀 9. 父母欺息 9. 愿救天地 9. 未未不护 9. 观炼依辈 9. 如法遣诵 9. 还加提气 9. 不能自止 9. 于是世尊 9. 闽商其余 9. 网问训之 9. 长者世家大小 9. 见佛悲感作礼 9. 据臣辛苦 9. 佛语长者 9. 只习听法 9. 万物无常 9. 万物无常 9. 不可久保 9. 身则有死 9. 罪浮相追 9. 死而三处为其哭泣 9. 懊恼断绝 9. 亿父难胜 9. 敬为谁而 9. 何者为亲 9. 五百六十九 9. 白话解释 9. 从前佛陀在舍 9. 为国子还经舍 9. 为天人 9. 国王 9. 大臣广说 9. 佛理妙法时 9. 有一位老婆罗门 9. 住宅建在路边 9. 财富连城 9. 但他只有一个儿子 9. 年二十岁 9. 刚娶心腹 9. 上位满七天 9. 夫妻勤浓 9. 夫畅妇随 9. 有一次 9. 妻子向丈夫说 9. 我们到后面花园里 9. 看戏 9. 你看可以吗? 9. 此时正是春天三月 9. 夫妇相牵到后花园内 9. 花园内有一棵菌树 9. 长得高广茂密 9. 满树花开 9. 妻子想采一些花下来 9. 可是没人帮她上树采花 9. 丈夫知道妻子的心里 9. 要采菌花 9. 马上便爬上树 9. 已经采了一朵 9. 正要再采一朵花 9. 便向树上再爬高一些 9. 一直爬到细枝之处 9. 想不到树枝忽然断了 9. 人也坠落地上 9. 重伤而死 9. 这时候全家大小得到消息 9. 拼令走向后花园观看 9. 父母在孩儿尸旁边 9. 呼天叫的哭得死去活来 9. 里外亲友 9. 有很多都来探视 9. 都悲痛万分 9. 这种情景 9. 知道的人莫不为他们而伤心 9. 到现场的人就更为悲伤了 9. 他的父母妻子 9. 更是怨天恨的 9. 说为什么不保佑这个毒子 9. 但是人终于死了 9. 只好入恋病葬 9. 医俗送丧 9. 埋葬后全家回来 9. 还是伤心啼哭不止 9. 此时佛陀悲悯他们的吃鱼 9. 便去慰问他们 9. 老婆罗门全家大小 9. 看见佛陀之后 9. 悲气鼎力 9. 然后将孩子出世经过一一陈述 9. 佛陀向老婆罗门说 9. 你们不要再哀伤了 9. 听我的劝导 9. 万物无常 9. 无法天长地久 9. 有生就有死 9. 或福相连 9. 这个孩子死了 9. 有三处众生为他哭泣 9. 就是懊恼自觉 9. 也无法复生 9. 他究竟是谁的儿子 9. 谁又是他的双亲呢 9. 五百七十 9. 三世因果精云 9. 今生短命为何因 9. 前世宰杀众生生 9. 无父无母为何因 9. 前世都是打鸟人 9. 五百七十一 9. 经文 9. 于是世尊 9. 即说济言 9. 命如划熟 9. 长孔会凌落 9. 以身皆有苦 9. 孰能至不死 9. 从初乐爱欲 9. 可迎入包影 9. 受行命如殿 9. 昼夜流难止 9. 世身为死物 9. 精神无刑法 9. 假令死附身 9. 罪福不败亡 9. 终始非一世 9. 从爱吃酒肠 9. 自作受苦乐 9. 生死神不丧 9. 长者闻记 9. 亦解忘忧 9. 常跪白佛 9. 此而宿命做何罪为 9. 胜美之寿而便中邀 9. 唯愿解说本所行罪 9. 佛告长者 9. 乃往昔时 9. 有义小儿 9. 持弓箭入神术中细 9. 边有三人 9. 亦在中看 9. 树上有雀 9. 小儿欲赦 9. 三人劝言 9. 若能中雀者 9. 是称箭儿 9. 小儿亦美 9. 隐功设之 9. 中雀即死堕的 9. 三人共孝 9. 助之欢喜 9. 而各自去 9. 经历生死 9. 无数劫中 9. 所在相遭 9. 共会受罪 9. 其三人者 9. 义人有福 9. 经在天上 9. 义人生海中 9. 为化身龙王 9. 义人今日长者绅士 9. 五百七十二 9. 白话解释 9. 因此佛陀便说了一首祭语 9. 生命如同花熟 9. 熟后还孔落凋零 9. 世人以身皆有苦 9. 谁能不死永成仙 9. 人从父母婴育生 9. 经卵相合成胚胎 9. 行成之后命如电 9. 光阴昼夜不停止 9. 死生本事必死物 9. 灵食才是无形体 9. 即使死人能复生 9. 或福依然如隐随 9. 生命之流非一世 9. 人以爱见吃吃等 9. 苦乐自作还自受 9. 肉身已死神不灭 9. 老婆罗门 9. 人听了计语 9. 才破颜解碑 9. 常跪在地 9. 问佛陀 9. 我这个儿子前世造什么罪业 9. 他本来可以活得很长的寿命 9. 怎会遭到夭折呢? 9. 请您开示 9. 他前世究竟造了什么罪业? 9. 佛陀向这位长者说 9. 是很久远时 9. 有一个小儿 9. 拿着弓箭到一棵神树下面游戏 9. 他旁边有三个小孩 9. 也在树下 9. 他们看到树上有鸟 9. 那个小儿就要搭建射杀雀鸟 9. 那三位同伴鼓励他说 9. 如果你能射中 9. 就配称为英雄了 9. 这小孩心里很满足 9. 便引弓射出一件 9. 树上的鸟儿中间便死 9. 掉落地上 9. 地上三个小孩 9. 还看到小鸟中见了 9. 欢喜的哈哈大笑 9. 为他高兴一番 9. 便各自离开 9. 以后他们经过无数劫生死轮回 9. 经常相遇 9. 同受果报 9. 那三位在树下旁观小孩 9. 一个有福 9. 现在在天界 9. 一个身在海中 9. 化身为龙王 9. 另一个便是你 9. 婆罗门长者 9. 五百七十三 9. 经文 9. 此小儿者 9. 前身天上 9. 为天作子 9. 命中来下 9. 为长者作子 9. 堕树命绝 9. 即身海中 9. 化身龙王作子 9. 即以身日 9. 化身金赤鸟王取而食之 9. 今日三处 9. 懊恼剃哭 9. 宁可言也 9. 以其前世 9. 祝其喜故 9. 此三忍者 9. 报以剃哭 9. 于是世尊 9. 即说济言 9. 时神造三界 9. 善不善无处 9. 因行而莫至 9. 所网如响应 9. 色欲不色有 9. 一切因素行 9. 如众随本相 9. 自然报如影 9. 佛说济以 9. 欲使长者易解 9. 即以道立 9. 视其宿命 9. 皆见 9. 愿天上 9. 隆中之世 9. 长者易解 9. 欲然极起 9. 常跪插手 9. 白佛言 9. 愿极大小 9. 为佛弟子 9. 奉受无戒 9. 为幽婆塞 9. 佛及受戒 9. 众未说法 9. 无常之意 9. 大小欢心 9. 皆得虚陀还道 9. 五百七十四 9. 白话解释 9. 至于你那位小儿 9. 前世在天界 9. 为天神之子 9. 命终时转身下界 9. 成为你的小儿 9. 不幸从树上坠落而死 9. 当时已投胎到水族 9. 在海里化身为龙子 9. 就在身下的那一天 9. 却被前世射中的鸟 9. 而化身的大鹏金翅鸟吃掉了 9. 现在你们在三处为他懊恼哭泣 9. 伤心欲死 9. 但是他的生死因果 9. 那里说得完呢? 9. 又因为你们前世 9. 鼓励他射鸟 9. 射中了又赞美他 9. 随喜他一番 9. 所以你们三个 9. 在天界、海中 9. 人间都为他哭得死去活来 9. 此时佛陀就再说了一首寄语 9. 时神出入三界 9. 善、不善、五处 9. 瞬息来去无影 9. 生死如想思影 9. 色欲无色三有 9. 皆由素叶现行 9. 如同种子像母 9. 报应如影随行 9. 佛陀说祭之后 9. 要使老婆罗门心头之节解开 9. 便已到眼看他的前世经过 9. 便发现三个小儿头身天界 9. 海龙的情形 9. 此时老婆罗门心头才是人 9. 欣然起身 9. 常跪和掌 9. 向佛陀请求 9. 希望我一家大小能作为您的弟子 9. 奉持五戒 9. 坐在家居室 9. 佛陀欢喜皆受 9. 便为他受戒 9. 再为他说世间无常的道理 9. 他们全家大小欢天喜地 9. 皆得了佛道出果 9. 575 9. 开悟圣僧云 9. 三戒无别有 9. 为是一心做 9. 一念心生即入三戒 1. 一念心灭即出三戒 9. 使法戒不离一心 1. 一心能造使法戒 9. 五百七十六 11. 道利品之一 9. 经文 9. 习有国王 9. 智行正法 9. 明目其化 9. 无有太子 9. 以为仇忧 9. 佛来入国 9. 便出尽尊 9. 听今欢心 9. 即受五戒 1. 一心奉敬 9. 为怨有子 9. 昼夜精进 9. 三十不谢 9. 有意给使 9. 其年十一 9. 常为王使 9. 忠信奉法 9. 不施威仪 9. 谦卑忍辱 9. 经敬一心 9. 学诵经济 9. 知识掀起 9. 以半香火 9. 数年之中 9. 经敬如是 9. 不以为劳 9. 醋的重病 9. 岁智无常 9. 其神来海 9. 为王作子 9. 辱不长大 9. 至年十五 9. 立位太子 9. 父王命中 9. 席带魏王 9. 骄慢自自 9. 营逸欲乐 9. 昼夜余荒 9. 不理国事 9. 陈辽费朝 9. 明辈其患 9. 佛知其行 9. 不会本时 9. 将诸弟子 9. 王道其国 9. 王闻佛来 9. 如先王法 9. 大众奉迎 9. 鸡首于的 9. 却作王位 9. 佛告王曰 9. 国土人民 9. 群辽百官 9. 西字如长布 9. 王曰 9. 为人年幼 9. 未能随化 9. 皆蒙圣恩 9. 国土无他 9. 佛告王曰 9. 王精自知 9. 本所从来 9. 作何功德 9. 得此王位 9. 王曰 9. 不审 9. 玩于不达 9. 不知先事 9. 所从来也 9. 五百七十七 9. 白话解释 9. 从前有一位国王 9. 施政清明 9. 人民养尽 9. 但是西夏却没有太子阶位 9. 内心甚为忧愁 9. 有一天 9. 佛陀来到这个国家 9. 国王便出功拜见 9. 并且在佛前听讲佛法 9. 便很欢喜受了五戒 9. 一心虔诚信佛 9. 但希望生一个孩子 9. 国王信佛之后 9. 真是昼夜不屑 9. 精晨修道 9. 他有一位侍从 9. 才十一岁 9. 时常在国王面前 9. 听后拆遣 9. 也虔诚信仰佛法 9. 行指庄严稳重 9. 谦虚忍让 9. 努力专一 9. 学习经济 9. 每天按时早起燃香上供 9. 连续数年 9. 努力向道 9. 不以为劳 9. 有一天 9. 呼得重病 9. 碎至死亡 9. 他的时神便投胎 9. 为国王之子 9. 等到抚养健大 9. 十五岁时 9. 便立位太子 9. 国王命中 9. 便代父位王 9. 但是他个性骄傲自大 9. 荒淫无道 9. 昼夜寻乐 9. 不误国事 9. 随之朝城也废朝 9. 社会陷于迷乱 9. 人民身以为苦 9. 佛陀明白他的来历 9. 但他不知本来面目 9. 便率领弟子 9. 来到这个国家 9. 死亡听说佛陀光临 9. 也照前王的仪归 9. 率领臣民迎接 9. 扶地鼎礼之后 9. 退坐王位 9. 佛陀问王说 9. 贵国上下人民 9. 政府百官都好吗? 9. 国王说 9. 小王年幼 9. 不知教化 9. 但受您恩惠庇佑 9. 国家还没有其他差错 9. 佛陀又向此王说 9. 大王 9. 你明白前世从那里来 9. 做过什么善事得此王位吗? 9. 国王说 9. 不明白 9. 我太愚昧无知 9. 不明白前世从什么地方来 9. 五百七十八 9. 开悟圣僧云 9. 人身一念寿一身 9. 百念寿百身 9. 千念寿千身 9. 如是无量念即寿无量身 9. 若无念则无身 9. 无身当下法身陷前故 9. 五百七十九 9. 经文 9. 佛告大王 9. 本以无事 9. 得魏国王 9. 何等为武 9. 义者不失的魏国王 9. 万民奉献 9. 公关殿堂 9. 资财无极 9. 二者心立四庙 9. 供养三尊 9. 床为帐 9. 以示魏王 9. 在于正殿 9. 欲作礼国 9. 三者亲身礼敬三尊 9. 及诸常德 9. 以示魏王 9. 一切万名 9. 莫不未知作礼 9. 四者忍辱 9. 身三 9. 口四 9. 及亦无恶 9. 以示魏王 9. 一切见者 9. 莫不欢心 9. 五者学问 9. 长求智慧 9. 以示魏王 9. 绝断国事 9. 莫不奉用 9. 行此五是 9. 世世魏王 9. 于是世尊 9. 以祭颂曰 9. 人之奉其上 9. 君父师道士 9. 性戒师文会 9. 终极所生安 9. 宿命有福庆 9. 身世为人尊 9. 以道安天下 9. 奉法莫不从 9. 王位成名主 9. 常以慈爱下 9. 身律以法界 9. 事之以修久 9. 处安不妄为 9. 律明福转后 9. 福德之反报 9. 不问尊以悲 9. 五百八十 9. 白话解释 9. 佛陀向他说 9. 你曾经做五种功德 9. 才得到国王福报 9. 是那五件功德呢? 9. 一是因为你不失贫穷困苦 9. 才使你得到国王 9. 人民拥戴 9. 宫殿楼阁 9. 财富无数 9. 二是因为你新建寺院 9. 供养三宝床踏备账 9. 因而未亡 9. 能在朝纲 9. 处理国事 9. 三是因为你亲身理尽三宝 9. 即年得聚尊之人 9. 因此未亡 9. 所有人民 9. 无不恭敬于你 9. 四是因为你能忍辱宽大 9. 身、口、一三叶都无恶行 9. 因此未亡 9. 所有见到你的人 9. 无不兴见喜悦 9. 五是你虚心学到 9. 增益智慧 9. 因此未亡 9. 所以决断国事 9. 大臣人民 9. 无不尽力奉行 9. 并且有你力行这五大功德 9. 所以深深逝世 9. 都享有国王之宝 9. 因此佛陀便说了下面的祭语 9. 世人如之奉常上 9. 君王能知尽沙门 9. 信道持戒多文会 9. 终招善报身福底 9. 命重注定有福庆 9. 深深逝世为人王 9. 施以人正至天下 9. 人民奉法莫不尽 9. 国王身为臣民主 9. 常以慈心呆其名 9. 以身为则守法界 9. 更以吉凶倒天下 9. 居安思为作人君 9. 眼光远大福更厚 9. 福德对人之回报 9. 不以尊卑定其则 9. 五百八十一 9. 经文 9. 佛告王曰 9. 王前逝时 9. 为大王给食 9. 奉佛以信 9. 奉法以敬 9. 奉僧以敬 9. 奉亲以孝 9. 奉君以忠 9. 长行一心 9. 经敬不失 9. 劳生苦体 9. 出不屑权 9. 誓福追身 9. 得为王子 9. 补王之荣 9. 经者富贵 9. 而反懈怠 9. 夫为国王 9. 当行无事 9. 何谓为武事 9. 义者领力万民 9. 无有枉烂 9. 二者养育将士 9. 随时秉喻 9. 三者念修本业 9. 福德无绝 9. 四者当性忠诚 9. 正直之见 9. 无受禅言 9. 以商正直 9. 五者节欲贪乐 9. 心不放义 9. 行此武事 9. 明文四海 9. 福禄自来 9. 舍此武事 9. 众刚不举 9. 民困则思乱 9. 事劳则事不举 9. 无辅鬼神不住 9. 自用施大礼 9. 忠诚不敢见 9. 心义国不理 9. 成名则愿 9. 若如是者 9. 身施令明 9. 后则无福 9. 于是世尊 9. 众说济言 9. 夫为世间将 9. 修正不阿网 9. 调心胜诸厄 9. 如是为法王 9. 见证能施惠 9. 仍爱好利人 9. 既利益平均 9. 如是众父亲 9. 佛说济以 9. 世时王大欢喜 9. 起往佛前 9. 五体投地 9. 忏悔谢佛 9. 极受五戒 9. 佛众说法 9. 得虚陀还道 9. 五百八十二 9. 白话解释 9. 说济以弊 9. 佛陀向国王说 9. 国王前世时 9. 为先妄仆从 9. 虔诚信仰佛法 9. 清净奉行佛道 9. 恭敬森宝 9. 孝顺双清 9. 侍君敬忠 9. 贯彻忠实 9. 经敬不失 9. 困乏其身 9. 不辞劳倦 9. 因此福田随身 9. 得转身王子 9. 补国王之位 9. 今天你大富大贵了 9. 却忘了本行 9. 变得浇慢起来 9. 你要明白 9. 身为国王 9. 要实行五种功德 9. 去领导人民 9. 那五件功德呢? 9. 一是治理万民 9. 不可滥用刑罚 9. 恒针暴脸 9. 二是养兵千日 9. 待遇丰厚 9. 三是终情本职 9. 福德不断 9. 四是信赖忠诚 9. 滋售忠鉴 9. 不幸缠言 9. 残害正直 9. 五是节制欲乐 9. 涉心治国 9. 能实行这五种事 9. 便会天下景仰 9. 福报自道 9. 如舍此五事 9. 诸物不振 9. 人民困乏 9. 动乱就会发生 9. 成属劳顿则 9. 国事衰 9. 无得鬼神不佑 9. 刚必自用施于大义 9. 忠诚义不敢直见 9. 心愚于义乐 9. 国事废驰 9. 俯成坚硬 9. 人民便会怨对 9. 若是如此妄畏 9. 生时名裂 9. 死后无福 9. 因此世尊再说一首祭语 9. 作为世间领袖 9. 修得无网无纵 9. 掉心去诸恶念 9. 如此才是明君 9. 见之成能不得 9. 人民爱物利人 9. 国内利益均 9. 能使众人养带 9. 佛陀说祭之后 9. 此时国王十分高兴 9. 走到佛前 9. 福地鼎礼 9. 忏悔感谢 9. 当下受了五戒 9. 佛陀又为他说了大法 9. 便得了佛道的出果 9. 五百八十三 9. 开悟圣僧云 9. 参禅念佛本来同 9. 看破分明总是空 9. 公道自然全体现 9. 春来依旧百花红 9. 五百八十四 9. 七十二 9. 道利品之耳 9. 经文 9. 习佛在舍为国指数 9. 经舍为诸天人 9. 国王 9. 大臣 9. 似被弟子说无上大法 9. 十舍为国 9. 南有深山 9. 其中长出野相 9. 相有三色 9. 白青黑者 9. 国王遇得好名 9. 见大象 9. 则遣人枉不取 9. 将来赴调相师 9. 三年之中 9. 便可成其 9. 亦可另见 9. 时有一神像 9. 龙之所生 9. 身白如雪 9. 尾赤如丹 9. 两牙如金色 9. 列师见此非常好象 9. 海白国王 9. 有此大象 9. 其行如是 9. 以大王成 9. 王吉目补相师 9. 三十余人 9. 浅令补此相 9. 人众网道相所 9. 张玉补相 9. 而此神像 9. 知诸仁义 9. 即便来前 9. 而度终 9. 众人皆来 9. 而欲不知 9. 相遍田会 9. 逆令跳之 9. 敬者即死 9. 远者得走 9. 相逐不至 9. 五百八十五 9. 白话解释 9. 从前佛陀在舍 9. 为国指数经舍 9. 为很多天人 9. 国王 9. 大臣 9. 四众弟子演说 9. 无上佛法石 9. 舍卫国南方 9. 有一座深山 9. 山中常有野相出墨 9. 象群中有白、青、黑三种颜色之相 9. 国王想得到这些能出征作战的大象 9. 便派人去捕捉 9. 交与训相师调教 9. 三年之内便可作作棋 9. 也可以出展 9. 当时有一只神像 9. 事出自隆重 9. 深白似血 9. 尾巴赤红 9. 两只牙如金色 9. 猎人见到这头神奇的大象 9. 便回来向国王报告 9. 这只大象体型神奇 9. 可作大王作奇 9. 国王便招募了30位捕象专家 9. 派他们去捕这只大象 9. 因此一大群人 9. 直奔深山象群出墨之地 9. 设下献网准备捕象 9. 但是这只神象 9. 早救了支猎人来意 9. 便自动来到陷阱区 9. 投入捕象献网 9. 众人一拥而上 9. 便要捕捉神象 9. 那只大象怒从心身 9. 撞冲踢跳 9. 净者即死 9. 远者得命 9. 但是大众还在后面 9. 穷追不舍 9. 五百八十六 9. 经文 10. 山嵌有诸年少道人 9. 多利永健 9. 山中学道 9. 大九未得定义 9. 摇见此象 9. 追逐杀人 9. 道人怜悯人故 9. 自视永健 9. 欲网就知 9. 佛已摇见 9. 孔此比丘 9. 为神像所杀 9. 佛机道边 9. 放大光明 9. 向见佛光 9. 怒止慧解 9. 不复追逐杀人 9. 比丘见佛 9. 迎未作礼 9. 佛为比丘 9. 即说济言 9. 勿妄扰神像 9. 以招苦痛患 9. 恶意为自杀 9. 终不至善方 9. 比丘文记 9. 即便激手 9. 忏悔谢过 9. 内自独则 9. 身为魏妃 9. 急于佛前 9. 歹得应征 9. 施不信 9. 向人 9. 即皆海苏 9. 走着寻海 9. 皆得到 9. 五百八十七 9. 白话解释 9. 当时山腰 9. 有一位年少沙门 9. 身强力壮 9. 在山中修道 9. 但是很久没有得到禅定 9. 她从远处看到此像 9. 追逐商人 9. 这位比丘 9. 可怜他们危险 9. 又自以为身体强壮 9. 便去救人 9. 佛陀在定中见状 9. 怕这位比丘被神像踏死 9. 佛陀马上赶到 9. 放大光明 9. 此时神像看到佛光 9. 怒火马上止息 9. 不再去追逐他人 9. 比丘看到佛陀 9. 便无体投地 9. 佛陀便为比丘说了下面的寄语 9. 不要乱家补神像 9. 以免遭到无妄灾 9. 心行恶起如自杀 9. 最终不能入善道 9. 比丘听了佛陀说迹以后 9. 便叩头忏悔谢罪 9. 身自懊悔自己的不对 9. 便在佛前 9. 得正罗汉果 9. 那些补像的人也都得脱 9. 逃走者也找回来了 9. 他们闻法之后 9. 也误了佛理 588 9. 开悟圣森云 9. 不住迷 9. 不住物 9. 不住体 9. 不住用 9. 而身其心 9. 即是一切处 9. 而显一心 9. 若住善 9. 身心即善现 9. 若住恶 9. 身心即恶现 9. 本心即隐末 9. 若摩所住 9. 十方世界 9. 为是一心 9. 若摩所住 9. 为是一心 9. 开悟圣森云 9. 无者摩所依 9. 无类心继灭 9. 本性如虚空 9. 是明无上道 9. 五百九十 9. 六祖慧能大师云 9. 菩提本无数 9. 明尽亦非台 9. 本来无一物 9. 何处惹尘埃 9. 五百九十一 9. 七十三 9. 道利品之三 9. 经文 9. 习佛在罗月指齐蛇绝山中 9. 十国王平沙 9. 有一大臣 9. 泛世免退 9. 喜着南山中 9. 去国千里外 9. 游来无人 9. 不熟无骨 9. 大臣道中 9. 泉水流液 9. 五骨大熟 9. 四方诸国 9. 有饥寒者 9. 接来至此山中 9. 数年之中 9. 便有三四千家 9. 来者给予天地 9. 另的生活 9. 其中三老猪 9. 书常数年共义 9. 国之无君 9. 游身之无首 9. 乡将至大臣所 9. 举大臣为国王 9. 大臣达长老曰 9. 若以我为王者 9. 当如诸国王之法 9. 左右大臣 9. 文武将士 9. 上下朝职 9. 发女田宫 9. 租税古薄 9. 当如名法 9. 诸国老曰 9. 为然奉命 9. 亦随王法 9. 吉利为王 9. 处治群臣 9. 文武上下 9. 发条人名 9. 驻臣作舍 9. 宫殿楼官 9. 明辈苦宁 9. 不负勘邪 9. 皆发想念 9. 欲谋图王 9. 诸奸臣辈 9. 将望出列 9. 去臣三四十里 9. 于旷野则中 9. 迁王欲杀 9. 王问左右 9. 何缘杀我 9. 答约 9. 明目封乐 9. 凤王以礼 9. 民困思乱 9. 破家屠国 9. 五百九十二 9. 白话解释 9. 从前佛陀在罗月指 9. 王舍臣 9. 灵旧山金舍中 9. 当时国王平沙 9. 有一位大臣 9. 因为犯法而被免职 9. 被流放到南方山中 9. 在国都千里之外 9. 山中本无人开墾 9. 因此五谷不深 9. 大臣来此之后 9. 不料山泉滚滚而来 9. 经过辛勤开发 9. 也生产一些五谷了 9. 四方各国传闻 9. 这一消息 9. 有一些贫穷之人 9. 便相约来此山中谋生 9. 经过几年 9. 已有三四千的人家 9. 凡来此的的人 9. 大臣便分配土地 9. 给他们开墾 9. 使他们能生活下去 9. 其中有三位 9. 年德高望重的人 9. 共同商量 9. 深山人口增多了 9. 总要有一位领袖 9. 统理事务 9. 因此他们得到 9. 如下结论 9. 国之无君 9. 犹如人身无首 9. 因此一同到 9. 被逐的大臣住所 9. 便推举他为国王 9. 统御南山一片区域 9. 大臣答复他们说 9. 你们如果推选我为王 9. 就要按照国王登朝同理 9. 大臣人民的礼仪法制来办理 9. 首先 9. 要立左右丞相 9. 文武百官 9. 上下辽蜀 9. 井然有序 9. 朝班要轮值处理日常事务 9. 同时便选女子充卫工人 9. 并且建立租税填粮制度 9. 如同一般人民 9. 对国家要尽适当义务 9. 这三位长老说 9. 当然 9. 我们一定奉命 9. 按照建国立军办法来处理 9. 因此 9. 他们当时便拥护这位大臣 9. 为南山国王 9. 并且马上选拔群成文武官员 9. 建立各级行政官府 9. 又真调人民建筑国都房设 9. 宫殿楼台 9. 但是一时蒸发劳民的事太多了 9. 人民苦不堪言 9. 国家便不再和平了 9. 就有人想发动政变 9. 推翻国王 9. 因此那些密谋的奸邪之人 9. 果然设计引诱国王出去打猎 9. 在离城三四十里一片旷野沼泽之中 9. 逮捕了国王 9. 要加以杀害 9. 国王问他们 9. 你们为什么要杀我 9. 他们回答说 9. 人民都希望能过富裕的生活 9. 这样他们才能理尽国王 9. 可是现在人民困苦 9. 人心思动 9. 都想要回家另立新王 9. 五百九十三 9. 外在的魔并不可怕 9. 自己的心魔才可怕 9. 何谓心魔 9. 就是贪欲 9. 田慧 9. 于痴 9. 疑心 9. 贡高心 9. 及赤心 9. 这些心魔可障碍佛道 9. 可造作五逆十恶 9. 作奸犯科 9. 自堕堕人 9. 六道周旋不出 9. 五百九十四 9. 经文 9. 王告之言 9. 清等自卫 9. 非我本造 9. 枉杀我者 9. 神指知知 9. 听我发疑怨 9. 死不有恨 9. 吉怨约 9. 我本开荒出谷养民 9. 来者皆活 9. 富乐无疾 9. 自共举我 9. 立位国王 9. 依暗诸国 9. 自共作辞 9. 经反杀我 9. 我食无恶 9. 于此人名 9. 若我死者 9. 愿作罗杀 9. 还入固身中 9. 当报此愿 9. 于是绞杀 9. 弃尸 9. 弃尸 9. 三日之后 9. 王神集作罗杀 9. 还入固身中 9. 自名阿罗婆 9. 即起入宫 9. 绞杀新王 9. 并集后宫彩女 9. 左右奸臣 9. 即皆杀之 9. 罗杀田惠 9. 出宫禁欲杀人 9. 国中三老 9. 草所自父 9. 来向罗杀自首 9. 此事奸臣所为 9. 非是细名 9. 所可能之 9. 启元术 9. 愿还治国 9. 曰 9. 我是罗杀 9. 何与人等共从事也 9. 石影当的人肉 9. 罗杀即兴 9. 奋不思难 9. 三老约 9. 国是王许 9. 故当如前 9. 石影所需 9. 当相差次 9. 国老共出 9. 宣令人民 9. 皆共探仇 9. 以此为次 9. 家出一小儿 9. 身用作食 9. 石罗杀王 9. 三四千家 9. 镇有一户 9. 为佛弟子 9. 居门精进 9. 五戒不犯 9. 随名探仇 9. 得地一筹 9. 有一小儿 9. 当先使鬼王 9. 贤者大笑 9. 懊恼提哭 9. 摇向绝山 9. 为佛作礼 9. 悔过自责 9. 595 9. 白话解释 9. 国王就向他们说 9. 我做国王 9. 是你们推选出来的 9. 不是我自己要做的 9. 你们这样错杀了我 9. 神明会知道的 9. 你们现在让我发疑怨 9. 就死也无恨 9. 因此他马上对天发怨说 9. 我本来是发心开荒 9. 种植五谷来养活贫困的人民 9. 凡是投奔这里的人 9. 也都能一一活命 9. 生活安定 9. 但是自从你们推选我为国王 9. 并完全照每个国家立军的办法 9. 来建立百官制度 9. 建造公事成属租税等等 9. 今天反而要杀我 9. 我有什么错呢? 9. 我有对不起这里的人民吗? 9. 如果我死之后 9. 一定要做厉鬼 9. 返回尸体中 9. 来报仇讨债的 9. 国王讲后 9. 依然被他们绞死了 9. 弃尸找持 9. 三天以后 9. 国王的鬼魂 9. 便投入自己死尸之中 9. 自称阿罗婆 9. 而戒尸还魂 9. 回到皇宫中 9. 首先调死新王 9. 又到处追杀公妃彩女 9. 又将被判的奸臣 9. 一一杀尽 9. 这个戒尸的厉鬼 9. 罗沙 9. 恨心大怒 9. 又要出公 9. 杀尽全国人民 9. 而国内那三位长者 9. 内心懊悔惭愧 9. 便以草神自负 9. 前来向罗沙鬼请罪 9. 他们说 9. 这都是一些奸臣所为 9. 不是几个小老百姓 9. 能知政变底戏 9. 现在请求你原谅 9. 再回国处理国阵吧 9. 厉鬼说 9. 我现在是罗沙鬼 9. 怎能与活人共事呢 9. 我每天都要吃人肉喝人血 9. 我罗沙性情暴躁 9. 是不管你们有什么困难的 9. 三位长者说 9. 国王是你答应做的 9. 所以还是应该照以前的办法来做 9. 至于你要吃人肉等等 9. 我们想办法轮流攻击你 9. 因此这三位国老共同出去 9. 然后向人民宣布 9. 罗沙国王要吃人肉 9. 才能活下去 9. 要大家粘纠签 9. 以这次粘的的 9. 纠筹编号为准 9. 以后每家轮流送一个小孩 9. 给罗沙王当作食物 9. 这三四千的人家 9. 只有一家是信佛的弟子 9. 全家精进向道 9. 严持五戒 9. 也随着人群去捏纠签 9. 结果他抽到了第一纠签 9. 他们只有一个孩子 9. 便要送给鬼王生吃 9. 这位佛教徒全家大小懊恼哀 9. 向遥远的灵旧山佛陀 9. 并且忏悔自责无福 9. 佛经云 9. 罗沙者 9. 恶鬼总名 9. 男称罗沙梭 9. 女称罗沙斯 9. 或非空 9. 或得行 9. 皆食人之血肉 9. 五百九十七 9. 经文 9. 佛已道演 9. 见其辛苦 9. 便自说言 9. 应是小儿 9. 当渡无数人 9. 便独飞网 9. 至罗沙门 9. 现遍光乡 9. 照其宫内 9. 罗沙见光 9. 仪是义人 9. 即初见佛 9. 便起宁心 9. 欲前佛 9. 光赐其目 9. 单山土火 9. 皆化未成 9. 至九皮顿 9. 然后降化 9. 请佛入座 9. 头面做礼 9. 佛未说经 9. 一心听法 9. 即受五戒 9. 未忧婆塞 9. 礼力摧食 9. 夺而将来 9. 世家豪哭 9. 随道而来 9. 观者无数 9. 未知悲哀 9. 力抱而情食 9. 这罗沙前 9. 罗沙即持此小儿 9. 情食至佛前 9. 常跪白佛言 9. 国人相差 9. 次以小儿为食 9. 我今受佛五戒 9. 不复的食此小儿 9. 请以小儿 9. 而不失佛 9. 为佛做给食 9. 佛未受之 9. 即说怨 9. 罗沙欢喜 9. 得须陀还道 9. 佛已小儿 9. 这连终 9. 请出宫门 9. 还其父母 9. 而告之曰 9. 快养小儿 9. 误父仇忧 9. 众人见佛 9. 莫不惊恶 9. 怪世何神 9. 此而何福 9. 而独救之 9. 罗沙所食 9. 夺还父母 9. 五百九十八 9. 白话解释 9. 佛陀已到眼看到 9. 这家人哀伤万分 9. 便自语说 9. 为了这个小孩儿 9. 我要度很多人呢 9. 便独自飞到南山 9. 直达罗沙王门前 9. 放射金光 9. 直照罗沙宫内 9. 罗沙见光明 9. 以为是义人 9. 便出面见佛 9. 她竟然起了宁心 9. 要冲去将佛陀吃掉 9. 佛陀便放光 9. 直射她的眼睛 9. 她将山顶起来 9. 又嘴里喷火 9. 但是被佛光普照成为灰尘 9. 时间拖久 9. 罗沙也累了 9. 最后只有投降 9. 请佛陀坐下 9. 她向佛陀顶礼之后 9. 佛陀便为她讲说经法 9. 罗沙一心宁神地听 9. 当下便受了无戒 9. 成为男居士 9. 此时国内小官员到那位佛弟子的家内带走小孩儿 9. 送给罗沙喂食 9. 全家大小豪哭 9. 跟在后面追来 9. 沿路很多人亲见此情景 9. 都为之落泪 9. 小官员抱着小孩 9. 放在罗沙面前当食物奉上 9. 罗沙抓着小孩 9. 放到佛前 9. 常跪向佛说 9. 国人轮流送小孩做我每天的食物 9. 我现在已经受了五戒 9. 不能再吃这个小孩了 9. 我现在将这个小孩送给佛陀 9. 作为佛陀的小侍者吧 9. 佛陀接受了罗沙的不失 9. 然后为他祝福 9. 罗沙十分欢喜 9. 得了出果 9. 佛陀把小孩放在帘里 9. 带出宫门 9. 再送还给他的父母 9. 并且向他的父母说 9. 好啦 9. 好好将你们孩子养大吧 9. 不要再忧愁了 9. 此时国人都看到佛陀放光度罗沙 9. 无不经意 9. 不知何方神道 9. 这个小孩不知是什么福报 9. 能得到佛陀救了一命 9. 在罗沙口里夺回来还给他的父母 9. 599. 大涅槃精云 9. 如来当至产提成佛 9. 一切众生成佛 9. 乃永涅槃 9. 六百 9. 经文 9. 于是世尊 9. 在于大众中央 9. 而说济言 9. 戒得可是护 9. 福报常随己 9. 见法为人常 9. 中远三恶道 9. 戒甚处苦味 9. 福德三戒尊 9. 鬼龙邪宁害 9. 不犯有戒人 9. 佛说济以 9. 无央数人 9. 见佛光相 9. 乃知至尊 9. 三戒无比 9. 便皆规化 9. 为佛弟子 9. 文迹欢欣 9. 皆得道 9. 六百零一 9. 白话解释 9. 因此佛陀在人群中央 9. 说了一首祭语 9. 唯有首戒可依护 9. 福德三报常随身 9. 能行佛法人长寿 9. 最后远离三恶道 9. 持戒能除诸苦恼 9. 福德之人三戒尊 9. 不管鬼龙邪宁害 9. 不犯能持境戒人 9. 佛陀说了祭语 9. 无央数人 9. 见到佛身金光环绕 9. 才明白佛陀是人间最尊 9. 三戒无比 9. 便亦其归依为佛弟子 9. 他们听祭之后 9. 欢喜万分 9. 大家一一得到佛道的法位 9. 602 9. 华言精云 9. 一念田兴起 9. 百万丈门开 9. 六百零三 9. 法华精云 9. 自证无上道 9. 大臣平等法 9. 若以小臣化 9. 乃至于一人 9. 我则堕千贪 9. 六百零四 9. 七十四 9. 道利品之四 9. 经文 9. 习佛在波罗奈国路野场上 9. 为天人 9. 龙鬼 9. 国王 9. 成名 9. 不可记重 9. 未说法 9. 十大国王太子 9. 将从小国王世子 9. 五百余人 9. 往道佛所 9. 为佛做理 9. 却做一面 9. 而听法 9. 诸太子等 9. 几百佛言 9. 佛道清庙 9. 玄远南极 9. 自古以来 9. 颇有国王 9. 太子 9. 大臣 9. 长者之子 9. 舍国立名 9. 恩爱荣乐 9. 行坐沙门者部 9. 佛告朱太子 9. 世间国土 9. 荣乐恩爱 9. 如幻如画 9. 如梦如想 9. 处来处去 9. 不可长保 9. 佑国王太子 9. 以三世故 9. 不能得到 9. 何谓三世 9. 义者交字 9. 不念学问佛经妙义 9. 以继神本 9. 二者贪取 9. 不念不失下贫困恶 9. 群臣将士 9. 所有财宝 9. 不与民共 9. 以修财本 9. 以修财本 9. 不能远离色欲 9. 爱悦之事 9. 舍弃牢欲 9. 忧凡之脑 9. 行作沙门 9. 灭重苦难 9. 以修财本 9. 世以菩萨所身为王 9. 除此三世 9. 自制的佛 9. 佑有三世 9. 何谓为三 9. 义者少壮学问 9. 领理国土 9. 绿化名术 9. 始行时善 9. 二者终以财师 9. 贫穷孤寡 9. 群臣将士 9. 与民同欢 9. 三者美济无常 9. 命不久留 9. 宜当出家 9. 行作沙门 9. 断苦因缘 9. 物更生死 9. 三世不失 9. 独无所得 9. 六百零五 9. 白话解释 9. 从前 9. 佛陀在波罗奈国路也愿时 9. 为天人 9. 龙 鬼 9. 国王 9. 大臣人民 9. 以及无法计数的弟子们说法 9. 当时有一位大国王太子率领各小国王子五百多人,来到佛陀经社,向佛陀顶礼,退坐一侧,静听佛陀法音。 9. 很多王子便起禀佛陀说,佛道清高奥妙,悬远南极,自古以来,是否有很多国王,太子,大臣,名门子弟舍去他们的地位,荣华,妻妾去作沙门呢? 9. 佛陀向那些王子们说,世间的国土荣华恩爱,如雾中花,如水中月,如梦如想,顺习来,刹那去,无法长宝,况且国王太子,由于三种原因,不能得到。 9. 是那三种呢? 1. 是为高焦慢横行,不知学习佛经妙意,作为修养性灵之本,2. 是贪欲心强,不愿不失贫困苦难人民,文武成属,所有财富,不能分享大众,以建立国家共同的富强之本。 3. 三世不能远离美色欲乐之事,舍弃火宅幽脑之难去作沙门,灭除重苦,所以菩萨成愿转身为王,除了这三种原因,自能成佛。 4. 同时又有三种因素,可以出家,是那三件呢? 5. 一是年轻努力求学,治理国阵,化导人民,使国人遵行食善道,二是经常以钱财不失贫穷孤独,文武重臣,能与民同乐,三是常念人生无常,命不久留,应当出家去作沙门,断一切苦因, 5. 不再出入生死之门,如果这三件事做不到,便无法如愿出家作沙门了。 6. 六百零六 6. 开悟圣僧云,班若灵珠庙南侧,法信海中轻刃的,影显常有五蕴中,内外光明大神力,此珠非大亦非小,昼夜光明皆西照,觅时无物又无踪,起相随时常寥寥。 6. 六百零七 7. 经文,于世世尊而自成曰,习我前世,作传伦圣王。 7. 明曰南王皇帝,七宝岛丛,公关玉池,行宫戏园,集群臣太子,夫人采女,向马出载,各八万四千。 7. 有字千人,勇猛精锐,一人当千,非行虚空,周游四方,自在所为,无当前者。 7. 其寿八万四千岁,以法治政,不枉人名。 8. 耳时圣王,须自念言,人命短促,无偿难保,但当作福,以求道真。 9. 念长不诗,世间人名。 9. 所有财物,与民共之。 9. 以众福德,为当初家,行作沙门,断绝贪欲,乃得灭苦。 9. 王极颤书头人,若见头发白,便当起我。 9. 至九数万岁,书头人起言,白发已深。 9. 颤令拔之,举着岸上。 9. 王见白发,替弃命约,第一使者,忽然复制,金头已白, 1. 宜当初家,行作沙门,求自然道。 9. 秦法掌中,自说济言,经我上体手,白身未被道,已有天使照,时正宜出家。 608. 白话解释,然后佛陀再补充说, 10. 往昔,我的前身坐转轮圣王,名叫南王皇帝,出入有其真意宝装式的车碾相随。 10. 宫殿池水,行馆祭乐,以及大臣太子,公妃采女,向马楚仆,各个八万四千,有子千人,都勇猛精明,一人当千,能虚空飞行,周游四方,自由无碍,无人敢挡架。 10. 他们的寿命各八万四千岁,以法治管理国阵,从无冤枉人民的事情。 10. 当时圣王忽然想到,人命短促,无偿难保,应该修道为善,以求佛果,时常不施平民病苦,所有财宝与民共享,福田以众,便要出家去坐沙门,断绝贪欲,才能灭除世间苦恼。 10. 因此国王便吩咐书头的侍从,如果看见我头上有白发,就马上告诉我。 11. 这样过了几万年,书头人报告说,我望,您头上已有白发了。 11. 因此圣王便命令书头的人替他拔掉,放在桌上。 11. 圣王看到自己白发,流着眼泪警告自己说,第一个催命的使者已经到了,如今我的头发已经变白了,是应该出家去坐沙门,求出是佛道的时候了。 11. 然后他将白发放在掌心高举,说出寄送,如今我的头上白发已深,如人遇到,已经有天使来照,此刻正是我出家的时候了。 609. 开悟圣僧云,众生自信自度,佛不能度,若佛能度众生,过去有横河杀树诸佛,一尊佛度一位众生,早应度尽,为何如今尚未度尽,依然流浪生死? 当知众生自信自度,佛不能度。 610. 经文,即照群传。 610. 成,立太子为王,行坐沙门,入山修道。 7. 毕仁之寿,即身第二天上,为天帝是太子,于后领立天下,亦如大王。 7. 复颤疏头人,若见白发,便当起我。 7. 至久复起,白发已深。 8. 颤令拔之,请者掌忠,而说济言,经我上体手。 8. 白身为辈道,已有天使赵,时正宜出家。 8. 复赵群臣,立太子为王,即行坐沙门,入山修道。 8. 毕仁之寿,复身天上,为天帝是。 9. 前天帝是,毕天之寿,下身世间,为圣王做太子。 9. 此三圣王,更为父子,上位天帝,下位圣王,中位太子,各三十六反,数千万岁,中而父使,行此三世,自治的佛。 9. 而时父者,经我身世也,太子者,设立福世也,王孙者,阿南世也。 9. 更相从身,辗转为王,以化天下。 9. 世以特尊,三戒无比。 9. 佛说事时,国王太子,并诸太子,皆大欢喜,受佛五戒,为幽婆塞,得须陀还道。 6. 白话解释,圣王当下召集群臣,立太子为王,自己便出家为沙门,入山修道,一直到寿命终了。 9. 便申欲界第二天,为天帝是之子,以后再度同理天下,亦如先旺。 9. 因此国王也与先旺一样吩咐书法人说,你如果看见我头上有白法,便要跟我报告。 9. 很久以后,书头人起柄说,大王,您头上白法已经生出来了。 9. 国王便命令拔掉,自己放在掌中,高举说计言,如今我的头上白法已生,如人遇到,已经有天使来照,此刻正是我出家的时候了。 9. 第二个王,先旺之子,又召集群臣,立太子为王,自己便做了沙门,入山修道,一直到寿命终了,又升天界,为天帝是,前一个天帝是已想完了天寿,下升世间,为转伦王做太子。 9. 这三个圣王,轮流为父子,在天界为天帝,在人界为圣王,在两者之间为太子,各自往返三十六次,总共有几千万年,终而复始,世事都不忘实行这三件事,最后才能达到佛果。 9. 那时为父王的,第一圣王,就是我的前身,为太子的,第二位圣王,就是舍利福,当时的王孙,第三位圣王,就是阿南,此后我们三人,内身多士,辗转作王,化祷天下。 因此被尊为三界之至尊,无有彼伦。 9. 佛说这一段话时,国王太子以及各小国王子,皆十分欢喜,受佛陀的五界,为南居士,得了佛道的出果。 612. 佛经云,不忍圣教衰,不忍众生苦,菩萨缘起大悲心,去入于大臣。 613. 75. 吉祥品 经文,习佛在罗月指其蛇绝山中,为天,人,龙,鬼转三乘法轮。 10山南横水岸边,有尼尖范志,先出其咎,伯达多知,得向无通,明识古今。 11. 所养门徒,有五百人,教化指寿,皆西通达天文地理,新秀人情,无不沾茶,观略内外。 11. 吉凶祸福,风简出末,皆包知之。 11. 范志弟子,先佛所行,应当得到。 11. 须自相将,至水岸边,平作论语,自共相问,世间诸国,人民所行,以何等事,为事吉祥,徒等不了。 11. 网道师所,为师作礼,插手白言,弟子等学久,所学以达,不闻诸国,以何为吉祥。 11. 尼尖告曰,善哉问也。 11. 盐福利的,有十六大国,八万四千小国,诸国各有吉祥,或金或银,水金流离,明月神珠,像马车鱼,玉女珊瑚,科贝祭乐,凤凰孔雀,或以日月星辰,宝平四华,泛智道士,此事诸国之所好喜,吉祥瑞应。 11. 若当见是,称善无量,此事锐应,国之吉祥。 11. 白话解释,从前佛陀在罗月指,王舍臣,国灵旧山中,魏天,人,龙,鬼说阿罗汉,辟知佛,菩萨这三成大法。 11. 当时灵旧山以南,恒河水岸边,有一位外道修行人尼坚范智,出身具足,博学多文,得五种神通,六种神通除漏净通,通小古经,他的门下弟子有五百人,经过他的调教与传授,都能通达天文,地理,星象,人生宿命,以及一切世俗学问,内外知识。 12. 无不明察在心,及凶祸福,经济财税,社会出入,尽皆熟悉。 12. 泛智的弟子,在佛出世以前已修外道法,因为前世溯源,应当得度。 12. 有一天,他们忽然相约到恒河边,大众为座商讨,彼此互问,世间各国,人民所作所为,以什么是最为吉祥,这是我们所不了解的。 12. 因此他们便到师父那里,先向师父行礼,和长请示,弟子等从师学到已久,已经摩索不通,但是还不明白各国人民,所信所行,以那一种行径最为吉祥。 12. 泥坚泛智答说,你们问得很好。 12. 严福提,以印度当时地域为中心,世界,有十六个大国,八万四千个小国,各国都有自己的资源可供给开发,或者导人向善的宗教信仰,或者生产金,银,水金,琉璃,珍贵的珠宝,还有大象,马,车鱼,美女,珊瑚,玉石,珍贝,歌迹,音乐,凤凰。 孔雀,孔雀,还有图雕日,月,星,陈等四种珍贵的平气。 各位弟子们,这是各邦国不同的出产,财宝,人情风俗,喜爱等等吉祥的东西。 你们如果见到这些事物,就一定要称赞,这是他们立国吉祥的瑞乡,国家吉祥的标志。 615. 佛仪教经云,战相吉凶,仰观新秀,推不迎虚,历数算计,皆所不应。 洁身时时,清静自活,不得参与世事,通至使命,树仙药。 616. 经文,朱弟子曰,宁可更有书特吉祥,于身有义,终身天上。 尼坚达曰,先师以来,未有过此,书籍不载。 朱弟子曰,静文是种,出家未道,端坐六年,将摩得佛,三达无碍,是共网问,所知博彩,何如大师。 师徒弟子,五百余人,经设山路,网道佛所。 为佛做礼,做泛至位,插手常规,白佛世尊曰,诸国吉祥,所好如此,不省更有甚事者不。 佛告泛至,如亲所论,世间之事,顺则吉祥,反则凶祸,不能令人寄神度苦。 如我所闻,吉祥之法,行者得福,永离三界,自至尼环。 于是世尊,而做颂曰,佛尊过诸天,如来常献意,有泛至道士,来问何吉祥。 于是佛闽伤,为说真有药,以信乐正法,是为罪吉祥。 六百一十七 白话解释,诸弟子说,请问师父。 除此之外,是不是还有更特别的吉祥事物呢? 对自己生命有帮助,能使人死后的升天界的事,有没有呢? 尼尖范智达说,自从我们教主以来,没听说有这种特别的事,书上也没见过。 诸弟子又说,我们最近听说,世家族有一个人出家雪山修道, 坐在菩提树下六年,定终将摩承道,得道三达神通,我们可以去拜访他,也许他所知更为广博,不知如何。 师父。 因此在老范智答应之后,师徒五百多人,跋涉山岳小径,直到王舍成林就山来,见佛以后,向佛陀行礼,退坐一边为他们准备的范智座位上,和掌柜的,向佛陀请示说,请问世尊。 各国都有这些不同的立国吉祥瑞物,不知是否还有更美好的东西,能请您开示吗? 佛陀向范智说,正如你们所说,世间之事,人民和顺就是吉祥,上下矛盾就是凶险,但是还不能使人超把离苦,得度生死。 以我所知,吉祥之事,应该是修道德福,永离三界,能获得寂灭之乐,而不是那些珍宝玉女,饱瓶这些资财生产。 因此佛陀就为他们做了下面的长颂,佛陀为尊阅天神,如来能宣出示意,你们外道修行人,来问世间何吉祥。 因此佛陀陀佛陀佛陀,为知广说是真谛,能信正道乐正法,是为人间最吉祥。 618 4. 种涅槃 1. 本来自信亲近涅槃 2. 有余依涅槃 3. 无余依涅槃 4. 无住处涅槃 619 1. 本来自信亲近涅槃,虽有烦恼,但其自信亲近如虚空,离一切分别,言与道断,为正相应,其信本寂静。 620 2. 有余依涅槃,生死之因与获叶已尽,有存有漏之生与苦果。 621 3. 无余依涅槃,不但生死之因与获叶已尽,连生之苦果亦灭,使之必尽不生。 622 4. 无住处涅槃,是断所知障所显的真如,二圣人应有所知障,不明白生死与涅槃无差别之理,故知生死可厌,涅槃可心。 4. 佛断所知障,对生死涅槃无心燕之情,唯有大至大悲注在生死,以利乐敬未来寄一切友情,故称无住。 5. 卑至双运,寄照不住,故曰涅槃。 623 623 7. 经文,亦不从天人,希望求侥幸,亦不导神词,是为罪吉祥。 7. 有贤则善居,常先为福德,颤身成真正,是为罪吉祥。 8. 去恶从旧善,必久之自洁,不淫于女色,是为罪吉祥。 8. 多文如戒行,法律经敬学,修己摩所真,是为罪吉祥。 8. 居孝侍父母,至家养妻子,不为空伐行,是为罪吉祥。 9. 不漫不自大,知足念反复,以识诵习经,是为罪吉祥。 9. 所闻常欲忍,乐欲见沙门,每讲者听受,是为罪吉祥。 9. 持斋修犯行,常欲见贤明,依附明智者,是为罪吉祥。 6. 624. 白话解释,不从天人为归依,死后生天徒侥幸,亦不求神败邪鬼,是为人间罪吉祥。 7. 选择亦有则善道,是是多种福田园,律生能作正职人,是为人间罪吉祥。 7. 去恶为善无傍故,持饮酒戒能结身,不贪女色身如玉,是为人间罪吉祥。 8. 博学多文如行戒,经情学道与迟律,但博明智魔所真,是为人间罪吉祥。 8. 居家孝顺父与母,节俭持家户妻子,不作荒唐好财事,是为人间罪吉祥。 9. 不骄不漫不自大,知足常乐能自爱,随时礼诵佛经文,是为人间罪吉祥。 9. 不如意试应容忍,应多清净诸沙门,比丘说法要常听,是为人间大吉祥。 10. 持斋修行清净道,常思清净善之事,结交思绿高远人,是为人间大吉祥。 6. 625. 开悟圣僧云,顿悟虽同佛,多生习气生,风亭波上涌,理现念尤卿。 626. 经文,以信有道德,正义相无疑,欲托三恶道,是为最吉祥。 7. 等心行不失,奉诸德道者,亦敬诸天人,是为最吉祥。 7. 常欲离贪淫,欲吃甜惠意,能习成道见,是为最吉祥。 8. 若以气非物,能勤修道用,常事与可事,是为最吉祥。 9. 一切为天下,建立大慈义,修人安众生,是为最吉祥。 9. 智者居世间,常习吉祥行,自制成慧见,是为最吉祥。 9. 泛智师徒,闻佛说记,欣然易解,甚大欢喜。 9. 前白佛言,圣妙世尊。 9. 世所稀有,由来迷惑,为吉亏名,为愿世尊,经敏忌度,愿生自归,佛法三尊,的座沙门,记载下行。 9. 佛言,大善。 9. 善来比丘。 9. 吉成沙门,内斯安般,逮得应征,听者无数,接得法眼。 6. 六百二十七。 9. 白话解释,已经归依有道者,正知正见已无惑,便应肃离三恶道,是为人间大吉祥。 9. 以平等心形不失,侍奉诸多德道人,亦父尊敬诸天道,是为人间大吉祥。 9. 常思舍离诸贪淫,如启痴于甜慧心,当以道心来对质,是为人间大吉祥。 9. 如能捐除无意识,能于道心经勤用,常倾尽于可倾人,是为人间大吉祥。 9. 悲心一切为寒灵,建立大慈大悲壮,修人以安诸众生,是为人间大吉祥。 9. 有道高是在世间,常行世间吉祥行,终于成就智慧果,是为人间大吉祥。 9. 这位老范至师徒,听佛陀说记之后,真是望心大开,欢喜万分,敬前起佛说,真是奇妙呢。 9. 世尊。您的开示,在世间是少有的。 9. 从来,我们对世间一切渺茫悬远,令人困惑之事,都没弄清楚过。 9. 我们但望世尊,能慈悲就度众生。 9. 我们愿以虔诚,归依佛陀您的座下,信佛法森三宝,成为沙门,希望能在您的座下修道。 9. 佛陀说,太好了,欢迎你们,彼丘。 9. 因此他们当下都成了佛道的沙门,专心禅定,都得了阿罗汉道。 9. 无数的听众,个个都得了法眼。 6. 开悟圣僧云,几来吃饭困来眠,行住坐卧了魔痕, 9. 星空静寂开阵眼,相逢原是本来人。 6. 法剧辟玉京产阳的法理声广,包括人类贪甜吃,夜阴夜缘夜果,六道轮回,四生六道生死,贪名爱财,真权夺利,制造事端,横行霸道,造业滔天,人生无常,应一心精进佛道,断玉正菩提。 如何在生死此案达到开悟正果的彼岸,一一皆有说明,本经内容有精为的法理,有事有理,理事无碍,是四众弟子入于无上菩提,所必经的圣典宝法。 630. 主,全国人民文法开悟自度度人同正佛道法喜充满功德无量。 上如下本大法师佛学讲座讲义六种神通。 1. 何谓神通? 神,变化莫测,通,魔所障碍,自信智慧所起的妙用。 2. 开悟圣森云,百千法门,同归方寸,和沙妙德,总在心缘,一切戒门,定门会门,神通变化,全时诸法,西字巨足,不离辱心。 3. 神通之由来,是晴修界定会所得,佛门称之三无漏学。 4. 六种神通,移宿命通。 2. 天眼通。 3. 天耳通。 4. 他心通。 5. 神足通。 6. 漏境通。 5. 宿命通,能知自己及他人过去身中的因缘果报,及未来一切因缘果报。 6. 佛观一波水,八万四千虫,若不持此咒,如实众生肉。 7. 佛言,我佛弟子,不得用天眼观水而饮,应用肉眼观饮。 8. 古得云,人间细小雨,天上带如雷。 9. 漏境通,一切烦恼贪甜吃皆断尽,自信无量妙用。 漏是烦恼的别名,是迷惑的别名。 10. 修道正道不离心,神通变化莫测不离自信。 11. 经刚心论云,佛由心臣,道由心学,德由心机,公由心修,福由心做,或由心卫,心能做天堂,心能做地狱,心能做佛,心能做众生,是故心正成佛,心邪成魔,心慈是天人,心恶是罗沙。 11. 心是一切罪符种子。 12. 见性之人,自信来去自由,无智无碍,普现化身,不离自信,便是自在神通,游戏三昧,不用外求,自信任运解脱,当下便是。 12. 上如下本大法师佛学讲座讲义三根仆辈,横超三界。 1. 三根仆辈,横超三界。 2. 净土圣贤陆云,明诸弘,莲宗八祖,诸弘自佛会,浩莲池,杭州人和沈氏子也,年十七,陵友老狱,日刻佛名数千,问其故,御曰,先夫持佛名号,临终无病,与人一拱而别,故知念佛功德不可思议,诸弘自此七心净土,书生死世大四自。 3. 净土圣贤陆云,年三十二出家,叶杰荣,孝颜朱大老参念佛者是谁? 有圣,龙庆五年,启时云期,见山水幽绝,居烟,山故多虎,未放于家宴口,虎不为患。 4. 当年甘旱,居民起岛屿,诸弘曰,吾但知念佛,吾他树也,众恳请,乃持木渝出,寻田中行,高畅佛名,时宇随住,如足所及,众月备信佛道,精进一心。 4. 净土圣贤陆云,开放生池,者借沙文,从而化者慎重,万历四十年六月,呼入城,别诸弟子及故旧曰,吾将他往,海山,设查别重,重莫测,至七月朔晚,入堂曰,明日无形矣, 4. 四系入障世,世为籍,明目座,城中诸弟子必至,复开墓云,大众老实念佛,莫捏怪,莫坏无规矩,向西称念佛名而逝,年八十一。 5. 莲池大师云,若人富贵,受用献成,正好念佛,若人贫穷,家小类小,正好念佛。 6. 佛经云,贫穷无识为何应? 前世千贪未舍半分文,富贵丰足为何应? 前世不施喜舍困苦人。 7. 莲池大师云,若人有子,宗似的托,正好念佛,若人无子,孤身自由,正好念佛。 8. 佛经云,多子多孙为何应? 前世开龙放鸟人,今生无子为何应? 前世采者百花锐。 9. 大智度论云,诸于最终,杀业最重,诸功得终,放生第一。 10. 协银四众果报,疑得绝四报。 2. 七不真良。 3. 得不如意眷属。 4. 命中堕三恶道。 11. 往生净土具足六药,疑冲天之志。 2. 淡化感情。 3. 痛念世间无常。 4. 正见娑婆时苦。 5. 深信弥陀不虚愿。 6. 一心归命弥陀慈父。 12. 元朝幽谈大师云,真信修行之事,贵在要生极乐世界,专义一念,持一句阿弥陀佛, 6. 指词一念,是我本师。 7. 指词一念,即是化佛。 7. 指词一念,是破地狱之猛将。 8. 指词一念,是斩群邪之宝剑。 8. 指词一念,是开黑暗之明灯。 9. 指词一念,是渡苦海之大传。 9. 指词一念,是一生死之良方。 9. 指词一念,是出三界之境路。 9. 指词一念,是本性弥陀。 9. 指词一念,达为心净土。 10. 元朝幽谈大师云,念佛不离心,如饥抱卵,长焦暖冷相接, 9. 即是净念相继,如此把得定,做得主,靠得稳,纵欲苦乐逆顺境界现前, 10. 由是称念阿弥陀佛。 10. 无一念变异,无一念退堕心,无一念杂想心,直至近身,永无别念,决定要生西方极乐世界。 10. 果能如是用功,则历劫无名生死业障。 10. 自然消云,尘劳习漏,自然静静无余,清见弥陀,不离本念,功臣行满,愿力相资,灵命忠实,定身上品。 14. 莲池大师云,若人子孝,安寿供养,正好念佛,若人子逆,免生恩爱,正好念佛。 15. 开悟圣僧云,夫妻是缘,善缘恶缘,无缘不惧,儿女是债,讨债还债,无债不来。 16. 幽谈大师云,但只指持一句难无阿弥陀佛,如靠着一座须弥山相似,摇旱不动,专其一心一意,或参念,观想念,意念,识念, 默念,专念,细念,理念,念姿在姿,常意常念,朝也念,目也念,行也念,坐也念,心念不空过,念佛不离心,日日时时不可放舍,绵绵密密,更加制造,则知净土即是自心,此乃上智之人修净功夫。 17. 幽谈大师云,若有疾病,正须向前,坦荡身心,陌生疑虑,直须西向振作,专想念阿弥陀佛,与观世音大事至菩萨,即无数化佛,现在其前,一心称念阿弥陀佛, 17. 身身不觉,于诸世间一切事物,不得思念,不得贪恋,若起心念,但即称佛号,于念念中,除灭罪障。 17. 至此一念,决定往生净土,命若未尽,自得安宁。 17. 圣物望生留恋世间之心,当存自存,当死则死,但伴往生,坦然面对,何须疑虑。 18. 名誉法师明朝人,自无瑕,姓流,西蜀人,出家后,竭力名山,参寇之士, 18. 苦行绝伦,礼拜华言,法华经,一字一礼,万历二十三年正月,呼卫弟子曰,无业细缩婆七十二年,今将归矣。 18. 遂不时,念佛不觉者寻日,身如虹钟,临终前沐浴,端坐持诸念佛,亦哀簇,大声云,佛佛佛,道驾铁牛归佛国,身觉而逝。 19. 连池大师云,若人无病,乘身康剑,正好念佛,若人有病,切尽无常,正好念佛。 20. 病苦是果,杀身是因。 21. 杀身得五重果报,宜得妖折果报。 22. 得多病果报。 23. 得痴狂果报。 23. 一刀还一刀,一命还一命果报。 23. 命中堕三恶道。 22. 无病是最大福报,运用健康的身体。 23. 多念佛,多拜佛,多做善事功德,累积更多往生净土的资粮,为往生弥陀净土曝露,为成就无上佛道奠定基础。 23. 多病苦就是果报。 24. 自己感同身受病苦的滋味,是来自于杀身的前因,感召病苦不如意的果报,就应该心安理的,面对因果的事实,若知注视不久,光阴不多,一心勇猛肯切提起道心,发愿求生净土,蒙佛皆引连池,同正无上菩提。 24. 我常如是发愿。 25. 我要将多生累劫的生命业因,提起修道的功德力,以此愿力道心,勒伴生死,愿求三圣皆引,亲见弥陀慈父,灵听法音,正得八的菩萨,聚足三明六通,悲至双运,道驾慈航,广度四身六道,目标不达,不罢不休也。 25. 阿弥陀佛第十九 26. 阿弥陀佛第十九 古德云,人生七十古来西,先除年少后除老,中间光景不多时,又有炎凉与烦恼。 28. 朝看花开满树红,目观花落树已空,若将花比人间世,花与人间世一同。 29. 连池大师云,若人处闲,心无事扰,正好念佛,若人处忙,忙里偷闲,正好念佛。 30. 古德云,举世净从忙里老,谁人肯向死前修,莫呆老来方学佛,孤魂都是少年人。 31. 永明言寿大师四料简云,有禅无净土,十人久搓路,应尽若现前,偏尔随他去,无禅有净土,万修万人去,但得见弥陀,何愁不开悟,有禅有净土,犹如带脚虎,现世为人师,来世作佛祖,无禅无净土。 32. 铁床并同住,万劫与千生,每个人医护。 32. 净土圣贤路云,唐朝竞争法师,居长安基善寺,那依启时,诵金刚经十万变,赌至念佛,一日与弟子曰,五月内,十度见佛,两度见宝莲华上童子游戏,无以得上品生意。 33. 颜碧,家夫而化,祥光满寺。 33. 净土圣贤路云,悟信法师宋朝人,居庐山,赌至念佛,求生西方,忽闻空中月生,为左右曰,我已得中品生意。 33. 见诸同志念佛经济者,皆有莲花以待其身,言必而逝。 34. 净土圣贤路云,能奉法师宋朝前唐人,专修敬业,常见佛光照身,一日无极,告其土曰,无往生时至,少请,众闻送佛号身立,往世之,以和掌面西事已,一乡满世。 35. 有天月身盈盈西去。 35. 莲池大师云,若人出家,逍遥物外,正好念佛,若人在家,知事火宅,正好念佛。 36. 开悟圣僧云,前世修来此报身,百炼千堆做完人,自生时的娘生面,转劝他人认主人。 37. 开悟圣僧云,班若灵珠庙南侧,法性海中轻刃的,影显常有五蕴中,内外光明大神力,此珠非大亦非小,昼夜光明皆昔照,密时无物又无踪,其相随时常寥寥。 38. 开悟圣僧云,孔雀虽有色颜深,不如红鹤能远非,白衣虽有富贵力,不如出家功得深。 39. 偶艺大师云,纵得上品善,若不回向,亦不得往生,若芝麻小善,懂得回向,亦得往生。 40. 净土圣贤路云,法持法师居画度四,修弥陀颤三年,净二指,增受戒法,造西方三圣相,送念观经,弥陀经,如意伦咒,愿促言福之寿,早生安养,一日小吉,枯倒佛前,愿垂皆隐,唱佛之声,文语百步,呼见佛身杖六,立于尺。 即自言曰,我已得中品善以,端坐面膝而化。 41. 连池大师云,若人聪明,通晓净土,正好念佛,若人余鲁,别魔所能,正好念佛。 42. 观无量受佛经云,不得第一亿,不得上品善。 43. 开悟圣僧云,劝二人念佛,比自己念佛功德大,劝百人念佛,就是菩萨,劝万人念佛,就是阿弥陀佛之化身。 44. 净土圣贤路云,少康和尚,信周,净云先兜山人,生而不严,七岁入灵山寺礼佛,母问时佛。 44. 忽发言曰,释迦牧尼佛,父母岁舍之出家,年十五岁能通五不经,唐朝真元初,亦洛阳白马寺,见殿中文字放光,少康探知,乃善岛和尚西方画岛文也。 44. 少康探知曰,若于净土有缘,当时此文再现光明。 44. 言碧,光复闪烁,光中隐隐有画菩萨,少康曰,劫时可摩,我愿无意义。 45. 遂至长安光明寺,善岛和尚隐唐瞻里,忽见善岛真相升空未曰,如依我教,广化有情,他日功得成就,必生安养。 45. 净土圣贤路云,难至江陵,寓意法师未曰,如欲化人,当往心定,缘在于彼,言必不见,乃是心定起前, 45. 幼小儿念佛,即与役前,如是年于,凡男女老少见少康者皆云,阿弥陀佛。 45. 念佛之身,淫于道路。 45. 遂于乌龙山见净土道场,筑坛三集,每遇斋日,善性避吉,所化三千许人,每身坐高身唱佛,大众共和之。 45. 少康一唱佛,众见一佛从其口出。 45. 实身则有实佛,若贯诸焉。 45. 少康未众约,如见佛者必得往生净土,众皆欣慰。 46. 净土圣贤路云,真元二十一年十月,父主道俗约, 当于净土增进心,于颜伏提起燕离心,如等此时见我光明,真我弟子,遂放一光束道,既然而是,塔于台颜,好台颜法师。 47. 莲持大师云,若人持律,律是佛志,正好念佛,若人看经,经是佛说,正好念佛。 48. 仁言经云,若诸世界六道众生,其心不赢,则不随其身死相续,如修三昧,本出尘劳,迎心不除,尘不可出。 48. 纵有多智禅定现前,如不断营,必落魔道,上品魔王,中品魔名,下品魔女。 48. 彼等诸魔意有途中,各个自卫尘无上道,我灭度后,末法之中,多此魔名,赤圣世间,广行贪营,未善之事。 48. 令诸众生落爱见坑,施菩提露。 48. 辱教世人修三摩地,先断营心,是明如来先佛世尊,第一决定清净明慧。 49. 开悟圣僧云,为此一心即是佛,佛与众生更无别意,但是众生者相外求,求之转师,使佛密佛,将心捉心。 50. 穷极尽行,终无所得,不知习念妄律,佛自现前。 50. 若欲觅佛,须是见性,见性即是佛。 50. 莲池大师云,若人深禅,禅是佛心,正好念佛,若人悟道,勿须佛正,正好念佛。 51. 开悟圣僧云,参禅念佛本来。 52. 看破分明总是空,公道自然全体现,春来依旧百花红。 52. 开悟圣僧云,一念不觉无名梦,夜长梦多总是空,一觉醒来依诸在,不离当处返家乡。 53. 开悟圣僧云,日落西山木骨催,娑婆八苦时堪悲。 54. 世出世间思为变,不念弥陀更念谁。 54. 善导大师云,深夜专礼阿弥陀佛,口夜专称阿弥陀佛,一夜专念阿弥陀佛,若能念念相续,必命为其,时即时身,百即百身。 54. 上如下本大法师佛学讲座讲义词云颤主语发愿文。 54. 一心归命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愿以尽光照我,此事舍我,我今正念称如来,名为菩提道求生净土佛,喜本事若有众生欲生我,国至心幸乐乃至实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 54. 以此念佛因缘的入如来,大是海中成佛,慈力重罪,消灭善根增长,若灵命中自知实,至身无病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入禅定佛,极慎重手,执经台来迎接我于一念,请生极乐国花,开见佛,极闻佛,成顿开佛会,广度众生满菩提愿,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喝萨摩,喝般若波罗蜜。 1. 慈云颤主,尊氏大师就是本回向文的作者。 2. 净土圣贤陆云,尊氏大师乃宋朝人也,浙江宁海人,俗姓叶世子也,自知白。 2. 母孟宴明珠儿身尊氏。 3. 长大头天台异犬法师出家,十八岁落法,二十岁于禅陵寺受聚足戒,勤苦自立,初学律部,寄入国清寺,然指朴贤向前,是传天台教法。 3. 长行般若三昧,积劳偶血,两足疲劣,以死自逝,呼见观音垂手指齐口,引出树虫,又指端出甘露灌之,自觉身心清凉,所患顿失,以耳顶高寸许,身如虹钟,会便无碍。 3. 净土圣贤陆云,尊氏大师二十八岁,入宝云寺宣讲法华,维摩,涅槃,金光明等经,并及僧俗专修净土,有观净土念佛颤仪之著作甚多,故事称百本颤主,宋真宗皇帝赐明慈云颤主,慈云尊者,灵印尊者,天竺颤主。 4. 宋哲宗,宋高宗时,父分别追赠,法宝大师,颤主禅慧大师之号。 4. 净土圣贤陆云,宋朝明道元年十月八日,有疾,却依要,仍为众略说法要,另请弥陀相,或以观音质,礼柱相助曰,我观观世音,前记不来,后记不去。 5. 十方诸佛,同住十计,愿受我一住之乡,诸佛证明,往生安养。 5. 或寇其所归,对以寄光净土。 5. 至晚作托,年六十九,人见大心允于灵旧风,红光赫然。 5. 慈云颤主发愿云,一心归命,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愿以尽光照我,慈世舍我,我经正念,称如来明,为菩提道,求生净土。 6. 慈云颤主发愿云,佛习本事,若有众生,欲生我国,至心幸乐,乃至十年,若不生者,不取正觉。 7. 法华经云,若人散乱心,入于塔尿中,亦称难无佛,皆已成佛道。 8. 法华经云,或以欢喜心,歌悲诵佛德,乃至一小鹰,皆已成佛道,若人散乱心,乃至以一华,供养于画像,渐渐无量佛,或有人礼拜,或复旦合掌,乃至举一手,或复小低头,以此供养相,渐渐无量佛,自成无上道,广度无量众,入无于念。 灭盘,如心尽火灭。 9. 世间无常,生命呼吸之间,老实念佛,求生净土,免受轮回之苦。 10. 慈云颤主发愿云,以此念佛因缘,得入如来,大势海中,成佛慈力,重罪消灭,善根增长。 11. 什么是以此念佛因缘? 12. 得入如来大势海中呢? 12. 旧事,一心归命,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愿以尽光照我,慈世舍我,我经正念,称如来明,为菩提道,求生净土。 12. 佛习本事,若有众生,欲生我国,至心幸乐,乃至十年,若不生者,不取正觉。 12. 时尔 12. 法华经云,一切诸如来,以无量方便,度托诸众生,入佛无漏智。 12. 若有文法者,无疑不成佛,诸佛本事愿,普遇令众生,亦痛得此道。 13. 极乐世界五种殊胜,疑师资殊。 12. 永不退转书胜。 13. 环境书胜。 14. 教主书胜。 14. 同参道有书胜。 14. 慈云颤主发愿云,若临命中,自知实质,生无病苦,心不贪恋,亦不颠倒,如入禅定。 15. 净土圣贤陆云,绿航大师,明宗靖,别号西纳,安徽豪县人。 15. 毕业安徽优籍师范,及保定军官学校。 15. 陆军大学一期,参与北伐缴匪抗战朱义,历任团旅军正副首长,防空司令,中将参议等职。 15. 朱庆兰将军介绍归一三宝,及专修净土。 15. 公于念佛,日克万身,55岁受在家菩萨界,发愿如素,37年来台,38年御佛节,李慈航大师替度,送净土三经,至历节深思,反觉法喜充满。 15. 平日不拘行住坐卧,佛号不离口,念诸不离手。 16. 净土圣贤路云,对大众开示,如等性的信佛,幼的出家,修行法门甚多,而以念佛最为方便,最原顿舒胜。 16. 如等看我念佛二十余年,现在欲灵命中,一心不乱,求生西方,此事最好之证明。 16. 又其力举两袖云,看我身无病苦,心不贪恋,义不颠倒,佛极慎重,守执金台,来迎接我,于一念请,生极乐国。 17. 言必,随众念佛,安详西式,年七十四,僧腊十二,亭临三日,荣光焕发如生,涂皮或五色色粒,顶骨献莲花色。 17. 若灵命中,自知时至,生无病苦,心不贪恋,义不颠倒,如入禅定,佛极慎重,守执金台,来迎接我,于一念请。 18. 生极乐国。 18. 慈云颤主发愿云,佛极慎重,守执金台,来迎接我,于一念请,生极乐国。 19. 四信,一信娑婆是苦海。 2. 信极乐清净为妙快乐。 3. 信释迦不须言。 4. 信弥陀无须愿。 20. 发愿往生。 21. 念佛实行。 22. 慈云颤主发愿云,滑开见佛,集闻佛成,顿开佛会,广度众生,满菩提愿。 20. 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赫萨,摩赫般若波罗蜜。 23. 法华经云,十方佛土中,唯有一成法,无二一无三,除佛方便说,但以假名字,引导于众生,说佛智慧故。 25. 诸佛出于世,唯此一事实,于二则非真,终不以小臣,即度于众生。 24. 法华经云,佛自助大臣,如其所得法,定会立庄严,以此度众生。 25. 自证无上道,大臣平等法,若以小臣化,乃至于义人,我则堕千贪。 25. 我本力誓愿,欲令一切众,如我等无以。 25. 如我习所愿,经者以满足,化一切众生,皆令入佛道。 25. 若我欲众生,尽叫以佛道。 25. 净土圣贤路云,晟土。 25. 远大师靖朝人,闻世道安讲般若经,豁然开悟,居山三十年,不入俗,专制净土。 25. 诚心观想,三见圣香,省厚不言,定中见阿弥陀佛身满虚空,圆光之中,有诸化佛,观音是至左右视力。 25. 又见水流光明,分十四支,回住上下,眼说苦空无常无我之音。 25. 佛告远曰,我以本愿立故,来安慰辱,辱后七日,当生我国。 25. 远为弟子法晋,慧宝曰,无居此十一年中,三穷圣香,经父再见,无身净土必以。 25. 至八月六日,端座入祭,年八十三。 26. 慈云颤主,尊世大师发愿闻,一心归命,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愿以尽光照我,慈世舍我,我经正念,称如来明,为菩提道,求生净土。 26. 佛习本世,若有众生,欲生我国,至心幸乐,乃至十年,若不生者,不取正觉。 26. 以此念佛因缘,得入如来大势海中,成佛慈力,重罪消灭,善根增长。 26. 若临命中,自知实质,生无病苦,心不贪恋,亦不颠倒,如入禅顶。 26. 佛极慎重,守执经台,来迎接我,于宜念请,生极乐国。 26. 花开见佛,集闻佛成,顿开佛会,广度众生,满菩提愿。 26. 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喝萨,摩喝般若波罗蜜。 27. 上如下本大法师佛学讲座讲义圣贤念佛往生路。 27. 佛说阿弥陀经云,摄立福。 27. 如我经者赞叹阿弥陀佛不可思议功德之力,东方亦有阿弥禀佛,须弥香佛,大须弥佛,须弥光佛,妙音佛,如是等恒河沙树诸佛,各于其国,出广长蛇乡,扁,赴三千大千世界,说成实言。 27. 如等众生,当性是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护念经。 27. 佛经云,净土法门,广大如法界,就尽若虚空。 27. 一切法门,无不从此法界流。 27. 一切行门,无不还归此法界。 27. 净土圣贤陆云,尊如来普渡圣凡之教,随有观音,世智,文书,普贤,马明,龙树,远公,智者,善导,永明等诸大菩萨祖师之般,一致进行以十大愿望,回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以其圆满佛果。 27. 作旧敬大丈夫,谁肯以此大利益干让他人,而自己安住三界火宅,长寿焦灼野灾。 27. 自大法东来,清正三昧,现身得道而往生者,与巨族凡或,丈佛慈力,得以待业往生者,何可胜数。 27. 四. 开悟圣僧云,若圣若凡,若智若愚,同入如来大世海,以见正常寄光乐。 27. 净土法门,犹如大海,普纳众流,亦如太虚,劫寒万象,净法界众生无一人不设其中,净法界诸法,皆由此得其实际。 27. 净土未如来一代圣教之特别法门,三世诸佛之总持要道事也。 27. 历代祖师云,但见阿弥陀一佛,即可,匾,见十方诸佛,但身西方极乐一土,即可,匾,立十方佛土,何以故? 27. 一极多,多极一,无二无别故。 27. 为此净土法门,我释迦世尊,经口所宣,十方横河沙诸佛所共赞,诸大菩萨流通护持,辗转无尽。 27. 四种净土,以凡圣同居土。 27. 方便有余土。 27. 十报庄严土。 27. 四长寂光净土。 27. 人亡护国经云,三贤十圣住果报,为佛一人居净土。 27. 阿弥陀佛乃是西方极乐世界之教主,泛与阿弥陀意味无量,比佛光明无量,受命无量,故号阿弥陀。 27. 九. 佛说无量受佛经云,过去久远无量劫前,有佛注释,明是自在王佛。 27. 时有国王,闻佛说法,心怀悦欲,发无上正真道义,弃国捐王,而作沙门,号曰,法藏。 27. 道是自在王佛所,求佛说法,我当修行,摄取佛国清净庄严无量妙土,令我于是,素成正诀。 27. 于是是自在王佛,极为广说二百一十亿诸佛刹土,天人之善恶,国土之粗妙,应其心愿,西献与之,时比比丘,闻佛所说严禁国土,皆惜穷建,发起无上殊胜之愿,其心寂静,至摩索者。 27. 具足五节,思维摄取庄严佛国清净之行,如是修矣,便道佛所,摆佛言,为愿听察,如我所愿,当据说之。 27. 设我得佛,国有地狱,恶鬼,畜生者,不取正觉。 27. 佛说无量寿经云,法藏比丘发此四十八大愿意,应识谱的六种震动,天与妙华,以散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必成无上震觉。 27. 于是法藏比丘,具足修满如是大愿。 27. 佛说无量寿经云,佛告阿南,法藏菩萨经已成佛,现在西方,去此十万亿杀。 27. 其佛世界,明曰,安乐。 27. 阿南又问,其佛成道以来,未经几时。 27. 佛言,成佛以来,凡历时节。 27. 其佛国土,自然七宝,金,银,王流,礼,珊瑚,琥珀,琥珀,玛瑙和陈卫力,挥阔广荡,不可献及。 27. 十二. 27. 卑华经云,往昔节中,阿弥陀佛作传伦王时,观世音菩萨为王第一太子,明曰,不炫。 27. 尔师宝藏如来为伦王受祭矣。 27. 布炫太子前白佛言,世尊。 27. 经我以大音声告诸众生,我之所有一切善根。 27. 竟回向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27. 愿我行菩萨道时,若有众生受诸苦恼恐怖等事。 27. 退失正法,堕大暗处,忧愁孤穷,无有救护,无依无舍,若能念我,称我名字。 27. 若其为我天耳所闻,天眼所见,是众生等,若不得免思苦恼者,我将不成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27. 悲哗经云,世尊。 27. 我今父当为众生故,发上圣愿,愿令转伦圣王,于安乐世界作佛事以,入无于涅槃,乃至正法住时,我于其中,修菩萨道。 27. 当阿弥陀佛正法在初夜灭,我即刻在后夜成就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27. 使宝藏佛为我受济约,乳观天人三恶道一切众生,生大悲心,欲断众生诸苦恼固,欲令众生助安乐固,经当命辱名为观世音。 27. 悲哗经云,无量受佛入涅槃以,第二恒河沙等阿森止结,彼国土转名为,一切珍宝所成就世界,所有种种庄严宝物,无量无边,是安乐世界所不能及也。 27. 辱于菩提树下,成就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名号位,结出一切光明功德山王如来。 15. 大悲经云,若有众生,诵持大悲神咒,不得往生诸佛国者,我是不成正觉。 17. 佛告大众,此观世音菩萨于过去无量节中,早已就尽成佛,名号位,正法明如来。 17. 其大悲愿力,为了发起一切菩萨道,安乐成熟诸众生故,示现菩萨。 17. 如等大众,常须供养,专心称念观世音名号,可得无量福,灭无量罪,命中往生阿弥陀佛极乐世界。 16. 恭敬供养观世音菩萨,即专称观音圣号,回向极乐者,与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之果报略同,福德正等。 17. 17. 弥陀入灭,观音当夜成佛,观音入灭,世智荡日成佛,所有补处菩萨次第成佛度身,极乐永远是正法,无相法,末法。 18. 大世智菩萨在极乐世界成佛,名号,善助珍宝山王如来。 19. 能言经云,大世智白佛言。 19. 我亦往昔横河沙节,有佛出世,名无量光,十二如来相继一节,其最后佛,明超日月光,彼佛教我念佛三昧。 19. 譬如有人,一专未亦,一人专望,如是二人,若逢不逢,或见非见。 19. 二人相议,二亦念身,如是乃至从身至身,同于行影,不相乖意。 19. 十方如来,连念众身,如母一子,若子逃逝,虽亦何谓,子若亦母,如母一时,母子立身不相为远。 20. 若众身心,义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去佛不远,不假方便,自得心开。 20. 能言经云,如染香人,身有香气,此则明曰,相光庄严。 21. 我本应地,以念佛心,入无身人。 21. 经于此界,设念佛人,归于净土。 21. 佛问元通,我无选择,都设六根,净念相继,得三摩地,思谓第一。 21. 大势至菩萨以念佛入道,乃至修菩萨行,化度众生,皆不离此法门, 修净土往生者,应当效法西方三圣之精神与教法。 如其乐生托死,往生净土。 22. 悲华经云,无量劫前,阿弥陀佛为转伦圣王时, 第八王子,闽图,于,宝藏佛,前,愿于不禁世界修菩萨行, 父当修至庄严十千不禁世界,令其严禁,如清香光明无构世界, 亦当教化无量菩萨令心清净,皆去大臣,息使充满我知世界。 佛基改命图字,好为普贤,受祭未来于北方,知水善尽功德世界, 呈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好,至刚好自在相望如来。 23. 普贤行愿品云,普贤菩萨称赞如来圣功德以, 告诸菩萨,极善才颜,善男子。 若欲成就此功德者,当修十种广大行愿, 一者礼敬诸佛,二者称赞如来,三者广修供养, 四者忏悔业障,五者随喜功德,六者请转法轮, 七者请佛注释,八者常随佛学, 九者横顺众生,师者普皆回向。 若诸菩萨于此大愿,随顺去入,则能成熟一切众生, 则能随顺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则能成满普贤菩萨诸行愿海。 24. 普贤行愿品云,或付友人,以身信心, 于此大愿,受持独诵,乃至书写一四句,素能除灭五无见也。 灵命终时,最后刹那,一切诸根,西皆散坏, 为此愿望,不相舍离,于一切识,引导其前,一刹那中, 即得往生极乐世界,道义,即见阿弥陀佛, 文书施利菩萨,普贤菩萨,观自在菩萨,弥勒菩萨等。 此诸菩萨,色相端严,功德巨足,所共围绕,其人自见身莲华中,蒙佛受祭。 25. 普贤行愿品云,蒙佛受祭,的受祭乙, 经于无数百千万一纳由他结,普于十方不可说不可说世界, 以智慧力,随众身心而为利益,不久当作菩提道场, 降伏魔君,成等正觉,转妙法轮。 能令佛刹即为陈述众身,发菩提心,随其根性,教化成熟。 乃至尽于未来解海,广能利益一切众生。 26. 普贤行愿品云,愿我灵欲命终时, 尽除一切诸障碍,念见彼佛阿弥陀,即得往生安乐沙, 我既往生彼国已,现前成就此大愿,一切圆满尽无余, 利乐一切众生解。 27. 文书普贤乃华言二圣,所臣所愿,说法度众, 莫不以念佛未及,以净土未归。 28. 大智文书施力菩萨,或云曼书施力, 亦为妙德,妙吉祥。 生于舍卫国多罗聚落,泛德婆罗门家。 从母幼邪出,身子金色,舵的能语,寻于佛所出家。 29. 妙德者,同佛所证为妙三德故,法身德,般若德,解脱德,未知三德。 30. 廟吉祥者,三或二死未知或患,若断一分烦恼,获了一种生死,正一分法身,未知吉祥,然能称妙,为此菩萨。 三或缘断,二死勇王,三德元章,故号妙吉祥。 三十一,大智文书施力菩萨乃古佛在来人间,精卫辅佐世家世宪菩萨,实则早登佛位,故能缘断三或缘章三德也。 三十二,首能言三昧经云,过去无量阿僧止节,南方世界,明曰,平等。 佛号,隆重上尊王佛,即是文书施力菩萨。 三十三,央觉摩罗金云,现在北方,尝喜世界,欢喜藏摩尼宝基佛,即是文书施力菩萨。 三十四,悲华金云,阿弥陀佛为转伦王时,第三王子明曰,王仲。 上佛所,发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愿于来世,行菩萨道,无有其限,庄严佛察。 令三千大千世界,横河沙等十方佛土,位义佛土,此世界有无量珍宝充满其中, 又无罪恶处受,没有一切女人,甚至没有女人这个名词, 亦无身闻辟之佛等,一身补处菩萨充满其中。 宝藏佛即为他取好位,文书施力。 授记他在未来世,南方世界名为,清净无垢宝田国土, 陈旧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佛号位,普现如来。 三十五 文书发愿经云,愿我命忠实,灭除诸障碍, 念见阿弥陀,往生安乐沙,身彼佛国以, 陈满诸大愿,阿弥陀如来,现前受我祭, 严敬普贤行,满足文书愿,尽未来季节,就敬菩萨行。 三十六 文书菩萨,普贤菩萨是华言会上辅佐疲鲁哲那佛之两位大圣, 这二位大菩萨所陈述之行愿, 以及他们说法度众生之内容, 无不是以念佛为基础,以净土为归宿。 三十七 大悲经云,佛在居师那成立世身地, 梭罗双树间,将入涅槃之际, 为诸天人说种种法, 复告阿难,我灭度后,于未来世, 北印度国,当有比丘,名为, 其婆家,初心于世。 曾于过去无量百佛,植诸善根, 供养恭敬诸佛,对佛法身性俱足, 安住大臣佛道,为怜悯利益安乐诸众生故, 发如是心,多闻受持菩萨法藏, 称阳大臣,显发大臣,心造如来无量形象, 集诸塔庙,能令诸天人众, 心生性心喜乐。 三十八 法华精云,自证无上道,大臣平等法, 若以小臣化,乃至于一人,我则堕千贪。 三十九 华言精云,一发大心,超过历劫修行。 四十 大悲精云,彼其婆家彼丘, 修习无量种种最殊胜菩提善根以, 灵命中后,往生从此过西方百千亿株佛国土, 阿弥陀佛之极乐世界, 于彼佛所,种株善根, 复经八十亿株如来所, 修株范行, 以此善根,于未来世, 过九十九亿劫而成正觉,佛号,无构光。 世界明,一切功德庄严。 四十一 佛灭后六百年间出世之大臣论师, 有马明比丘,马明大士,马明菩萨等尊称。 四十二 马明尊者,东印度桑齐多国,婆罗门种族, 从业奢尊者之处获得传法, 曾经著作《大臣起信论》, 文章最后劝人求生西方净土。 四十三 马明由来,马明说法时, 能敢群马卑明, 故号马明。 四十四 大臣起信论云, 众生助此娑婆世界, 自卫不能常执诸佛, 清晨供养, 据为信心难成就大臣法, 抑郁退者。 当之如来有甚方便, 设护信心。 为以专意念佛因缘, 随愿地生他方佛土, 常见于佛, 永离恶道。 如修多罗说, 若人专念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 所修善根, 回向愿求生彼世界, 急得往生, 常见佛故, 终无有退。 若观彼佛, 真如法身, 常情休息, 必尽得身, 助阵定故。 四十五 传灯陆云, 马明尊者, 后复法于加皮摩罗尊者义, 即进入龙奋训三昧, 挺身飞上虚空, 如日轮光明照耀之香, 然后还归本位, 最后入涅槃。 四十六 人家经云, 佛告大会云, 大会当之, 如来入涅槃后, 未来是当有持于我圣身法义者, 此人在南天竹国中, 有大威德之比丘, 法号位, 龙树。 能破有无二宗, 在此世间开显我如来无上圣身大乘佛法。 正的菩萨出得欢喜的, 最后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从世尊入灭后七百年, 龙树出现于世。 四十七 龙树菩萨传法给迦纳提婆尊者后, 入于三昧, 如禅脱窍, 摩索挂爱而解脱生死。 四十八 大智度论云, 念佛三昧, 能除种种烦恼, 以及先是罪业, 其余之三昧, 有能除淫, 不能除甜, 有能除甜, 不能除淫, 有能除吃, 不能除淫慧, 有能除三毒, 不能除先是罪, 是念佛三昧, 能除种种烦恼, 种种罪。 父次, 念佛三昧, 有大福德, 能度众生。 是诸菩萨欲度众生, 诸于三昧, 无如此念佛三昧福德, 能速灭诸罪。 四十九 大智度论云, 佛为法王, 菩萨为法将。 菩萨所尊所重, 唯有诸佛世尊, 是故应常念佛。 譬如大臣, 特别蒙受皇帝之恩宠, 是故常念其主。 菩萨亦如是, 知种种功德, 无量智慧, 皆从佛德。 菩萨明白, 如来恩德极重缘故, 而常念佛感恩。 菩萨常发愿不离诸佛者, 深深适适常执诸佛。 五十 大智度论云, 菩萨当化众生, 何故常欲执佛。 达曰, 有位入菩萨位, 为得阿炳拔志, 为受佛受祭成佛故, 若远离诸佛, 便会败坏诸善根, 沉默在烦恼, 不能自在, 安能度人。 如人沉传, 中流坏败, 欲渡他人, 反自没水。 又如少汤, 头大冰池, 虽消少处, 反更成冰。 菩萨未入法位, 若远离诸佛, 以少功德, 无方便利, 欲化众生, 虽少利益, 反更堕落。 五十一 大智度论云, 身文辟知, 虽有涅槃利益, 无一切质固, 不能教导菩萨, 诸佛的一切种质固, 能教导菩萨。 如像梅尼, 非像不能出, 非其他小动物能救。 菩萨若入非道中, 唯佛能救, 因为佛与菩萨同一菩提大道故。 五十二 天清论师, 印度妇楼叉国人, 出家后乐闻小臣, 常悔棒大臣经典, 后闻其凶无者诵食的经, 闻以感悟, 追悔前迁, 欲字断舌, 吻者指之曰, 习以舌悔大臣, 经以舌赞大臣, 补过自心, 犹未善矣。 断舌绝言, 其利安在。 天清于世经言博学 审思大臣佛法, 所著作大臣经论, 反百于步, 并行于世。 所著作无量寿经论, 开示净土, 立五念门, 亦礼拜。 二赞叹 三座愿 四观察 五回响 首先以祭颂曰, 世尊我一心归命尽十方, 无碍光如来, 愿生安乐国。 我以修多罗, 真实功德相, 说愿祭总持, 与佛教相应, 观彼世界相, 胜过三界道, 就竟如虚空, 广大无边际。 五十三 何等世界无佛法功德宝, 我愿皆往生, 是佛法如佛, 我作论说祭, 愿见弥陀佛, 普共诸众生, 往生安乐国。 五十四 绝明妙行菩萨, 明朝崇祯十六年, 生于江苏无县一带, 一直到清朝顺治四年。 往昔与众生有因缘之故, 应众生根基而未说法, 开示宣扬净土法门。 五十五 西方却只云, 我习于静明地时, 受贫子生, 为贫苦雇, 乃发大怨云, 我以素叶受此苦报。 若我今日, 不得见阿弥陀佛, 生极乐国, 成就一切功德者, 纵令丧生, 终不退席。 是以, 七日七夜, 专经意念, 便得心开彻见本性, 见阿弥陀佛, 相好光明, 结十方世界, 我于佛前, 清蒙受祭。 后来于七十五岁而作托, 往生极乐。 五十六 西方却只云, 然后因为度化众生愿力生重, 再来此土, 随众生根基, 化现种种身形而度化。 或者是现比丘, 或是现居士, 或为国王, 或为尘载, 或为女人, 或为屠夫, 乞丐, 或隐或显, 或顺或逆。 皆随顺说法, 导诸群品于佛道。 今天又为如等显明辨别邪正之分, 产阳净土。 如等当一亿一心, 兼修念佛法门, 决定不会误了如等, 若心智一间, 不必等待来世往生净土, 就在现前当下就可以倾见阿弥陀佛。 五十七 绝明妙行菩萨云, 慕尼大慈父, 悲悯众生者, 说所不能说, 倒比今后世, 更以一方便, 开显安乐沙, 令所有众生发愿往生净土, 横超三界, 结断诸恶趣, 由阿弥陀佛以四十八大愿, 设受一切众生, 凡是听闻弥陀圣号, 而能生性受持发愿求生者, 决定可以往生净土, 此乃毫无疑惑也。 五十八 绝明妙行菩萨云, 如但习想定律, 止习妄想, 稳定攀缘思虑, 徐徐念去, 要使念佛身合乎清净性愿心, 使此心又随着念佛身, 念九字得诸念澄清, 心境绝照, 也就是能念之心与所念之佛皆不可得, 而又寥寥分明, 如此功用, 便可振入念佛三昧。 五十九 绝明妙行菩萨云, 善男子 心本无念, 念主想生, 此想虚妄, 流转生死。 如当知此一句阿弥陀佛, 不从想生, 不从念有, 不住内外, 无有相貌, 即是尽诸妄想, 与诸佛如来清净为妙真实之身, 非亦非亦, 不可分别。 如是念者, 烦恼成劳, 无断无负, 只是一心, 必得一心, 方的名为直持名号, 方的名为一心不乱, 敬业功臣, 直屈尚品。 六十, 绝明妙行菩萨云, 如今当发大愿, 愿身极乐, 然后至成恳切, 称念阿弥陀佛, 必使身缘于心, 心缘起身, 身心相依, 如猫不属, 久久不失, 则入正义念三昧。 又持名之法, 必须字字句句, 身心相依, 不杂分毫试念, 久久成熟, 决定地生极乐, 做宝莲花, 登部退地。 六十一, 已将西方净土教主阿弥陀佛, 与观世音菩萨, 大世智菩萨, 普贤菩萨, 文书施力菩萨, 其婆家菩萨, 马鸣菩萨, 龙树菩萨, 天青菩萨, 绝明妙行菩萨。 总共一佛九菩萨以大略介绍, 佛菩萨大悲愿力, 宣扬净土法门, 皆引四身六道往生道西方净土, 令肃正无上佛道。 可谓, 但愿众生的离苦, 不为自己求安乐, 这种道价慈航度化众生之精神, 实为举世无双, 超然智洁, 永远是三界众生最崇高之楷模。 六十二 东晋慧远大师, 联宗出祖, 俗姓甲, 山西代县人, 幼年浩学, 广博通达六经, 尤其擅长庄子, 老子。 当时道安法师见四在太行横山, 慧远前往归一, 听闻道安法师讲班若经, 顿时豁然开悟, 因此剃度出家, 追随学习道安法师座下, 慧远经情思维讽诵经典, 日夜经尽不懈怠。 道安赞探约, 佛法流传于中国者, 应当就在慧远吧。 慧远经过巡洋, 见到庐山广阔空旷, 可以栖身安住, 就在当地建经社, 名为龙泉寺。 六十三, 慧远大师居住山西庐山三十年, 足迹从部涉入世俗, 专制净土, 澄清新地, 观想极乐净土阿弥陀佛, 三次见到西方三圣, 皆沉稳后时而不向人说。 六十四, 东静安地一昔十二年七月底晚上, 在班若台东边之佛塔, 会远镇从禅定中出定, 见到阿弥陀佛, 身满虚空, 圆光之中有诸化佛, 观音是至左右势力, 又见极乐世界水流光明, 分十四支, 上下回流。 演说苦空无常无我之音。 阿弥陀佛向慧远说, 我以本愿立故, 来安慰乳, 乳在七日后, 当生我国极乐世界。 六十五, 又见连社中仙化身之佛陀耶舍, 慧迟,慧永, 刘怡明等, 皆在阿弥陀佛身边, 向慧远坐里问讯说。 大师发心最早, 为何来得这么晚? 慧远向弟子法进, 慧保曰, 无罪出道庐山安居至今, 十一年之中, 三次见到西方三圣, 今日又再见到, 无决定往生西方净土。 因此自己制定一届, 至八月六日, 端坐入祭, 年八十三岁。 六十六, 东敬慧永法师, 姓潘, 河北河内人, 年十二出家, 奉仕沙门竹坛县为师, 最初休息禅定在恒山, 后来与远公同一道安法师。 东敬孝五帝太原初年到庐山, 赐使逃犯供养师舍自己住宅魏西陵, 迎请慧永法师居住。 慧永平日粗步卫衣, 饮食清简, 专一心智反观自照, 面容常待微笑, 言语从不损伤众生, 他在山顶另外建立一间茅棚, 常驻茅棚作禅思维, 走到他所建立之茅棚者, 往往都会闻到其一支香气, 因此被称为香谷。 六十七, 山顶修行与一虎同居, 慧永平时言持经浸苦修, 并发愿往生极乐净土, 在东敬安地一息十年的疾病, 有一天, 忽然整衣找鞋子穿, 起身站起来, 大众问有何事? 慧永答, 佛来了, 话说完当下就往生, 年八十三岁, 室内其一香气七日才消散。 六十八, 森显法师, 俗姓父, 坚定苦修一切善行戒法, 讽诵经典修习禅定, 常独处山林, 又数日入于禅定中。 后来疾病沉重缠绵已久, 因此专注意向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 内心虔诚恳切, 见到阿弥陀佛。 放光普照身体, 诸苦顿时消灭。 到了次日早上, 平稳端坐往生, 室内有殊胜香味, 经十多天才消失。 六十九, 元朝悠坛大师云, 伟还回世机如山, 别类翻成四海澜, 世界到头中有坏, 人生谈只有何欢? 做男做女精千变, 带脚披毛利万端, 不向此生生净土, 投胎一错毁时难。 七十, 谈恨法师, 山西河东人, 同年就归一会远大师, 并替度出家, 内外典籍, 无不通达贯彻, 德行清高, 常有陆群围绕他禅坐旁边。 自从入庐山联社, 专制念佛, 东静安地一息十四年, 端座合掌, 大声念佛而往生。 七十一, 夜报差别经云, 高深念佛得十种功德。 一, 能排睡眠。 二, 天魔经步。 三, 身便十方。 四, 三徒喜苦。 五, 外申不入。 六, 勇猛精进。 七, 诸佛欢喜。 八, 念心不散。 九, 三昧现前。 十, 往生净土。 七十二。 道静法师, 追随远公替杜出家, 十七岁时, 就博通种种经论, 每日可寄送一万字, 为了清净六根。 专门受持戒律而不杂学, 作为杜脱生死之根本法门。 远公称赞他修行坚定正直。 道静平日专心念佛, 日夜不断。 远公原济往生后, 道静法师便进入若耶山被家经敬念佛。 刘宋五帝涌出元年, 突然向大众说, 远公仙师已经来告知我往生之时刻, 我走了。 然后正身端坐, 念佛往生, 大众都见到光明满世, 过了两久才消失, 十年五十二岁。 七十三。 谭顺法师, 黄龙人, 幼年出家, 跟从纠魔罗石大师学法, 他善于演说种种经典, 都能穷尽色空无者。 奥妙之深意, 罗石大师赞叹说, 此子真是奇才根气呢。 后来入庐山, 刘尊孝创寺院在江陵, 迎请谭顺住持安居, 就在当地弘扬念佛三妹, 刘宋文帝元家二年, 西元四二五年, 告别大众端坐往生。 当时异乡满世, 享年七十九岁。 七十四。 道禀法师, 俗姓陈, 河南尹川人, 幼年出家, 为远攻弟子, 精通经律, 言行一致, 解行并重, 用心参究念佛三妹, 日夜经静无间断, 御张太守王前, 入山宫请道禀法师, 继承会远大师之席位, 大众贤共踪养。 刘宋文帝元家二十二年, 即重念佛, 就作念佛而化。 十年七十一岁。 七十五。 谈申法师, 江苏广陵人, 幼年追随远攻出家, 精勤净土法门, 并且善于讲经说法。 著述, 连摄录, 记载往生者灵验世纪, 刘宋文帝元家十七年, 即重说, 自从卢山东陵建四以来, 至今五十年, 今日无往生西行, 却是同道中最后往生者。 说完结家夫作, 念佛百身, 必契入而寄, 往生净土, 十年八十岁。 七十六。 谈申法师, 姓赵, 河北济州人, 少年出家, 奉侍逐道祖为师, 饮食清简, 粗步为依, 修行勤苦, 油画宣扬佛法, 平身骗善, 必回向西方, 誓愿见佛。 一日, 定中见阿弥陀佛, 以净水洒其念曰, 洗滴乳成垢, 清净乳心念, 使乳生口叶, 皆得庄严清净。 又于瓶中出莲华一只寿雨谈见, 乃主父后世, 与僧共絮无常, 夜深, 众僧归房, 独步廊下, 念佛至无根, 其身毅力。 四日, 弟子依常问训, 夫作, 不动, 就而逝之, 逝矣。 年七十。 七十七。 慧通法师, 辖西人, 年少依常安太后四出家, 宋增义阿寒经, 跟甘肃梁州慧少禅师, 资受禅定之法, 又经修只观行法。 平时祈求愿归心极乐净土, 一日为吉, 于禅定中, 见义人来, 行体非常端正庄严, 向慧通曰, 梁石致矣。 当下见到阿弥陀佛放大光明, 照耀显赫。 禅定起, 据告同参道友, 言弃便念佛往生, 临终时一乡弥漫三日才消散, 十年五十九岁。 七十八。 慧敬法师, 姓姚, 浙江无心人, 少年放纵性情行侠仗义, 四十岁忽然了悟心地而出家, 依止经成高作四, 发愿诵持法华经, 过度用心苦行, 每当要诵经就生病, 因此发愿映造法华经摆布, 以忏悔往昔罪障。 于是吉诸信施, 造经满百步, 并也痊愈, 到心悦坚定, 常回向一切善业, 愿生极乐净土。 有一日, 忽闻空中声音说, 汝之行愿已圆满, 必定得生西方净土。 其五帝永明三年, 无疾病而往生净土, 十年八十五岁。 七十九。 法灵法师, 姓乐, 四川人, 少年出家, 精心研究时送律, 追随影工学戒律数年, 各部戒律动彻心药, 在四川灵建四砖经净土法门, 平常持送无量寿经与普门品, 每当转经读诵时, 常见一味像帽端严杀门, 形体殊胜高大, 高力在面前。 齐明帝建五二年, 卧病在床, 便专心意念西方净土, 礼拜忏悔不停, 当下看见极乐世界所有圣贤都云集前来接引, 向弟子陈述所见之境界, 并说明往生后, 以体火化净塔, 岩壁, 和掌念佛而往生。 八十。 森柔法师, 姓陶, 安徽当图献人, 少年跟红称法师出家, 言持戒律威仪, 深入经藏, 行菩萨道, 红法部教, 远近清福。 入灵救寺, 未至枝叶, 沙门僧序, 梦神人指持采旗, 穿白色战甲, 满山皆是。 神人曰, 法师将要来了。 四日, 森柔法师果然来到。 森柔是身极乐净土, 每至日轮悬挂西方, 则端正面荣和掌意念阿弥陀佛, 森柔法师临终前身体健康, 与弟子曰, 我该去了。 曝西于的, 向西前陈礼拜而往生, 室内外聚闻香, 十年六十四岁。 八十一, 到真法师, 驻庐山, 做官无量寿经之弥陀观, 观想阿弥陀佛, 然心存犹豫, 一夜, 梦见有人沉传大海中, 说要往西方极乐世界, 到真愿随去, 传上人说, 你尚未营造御式公僧, 未诵弥陀经, 敬夜未尘, 未可去也。 梦醒后, 到真专心营造御式公僧, 并且诵持阿弥陀经, 经历数年不断。 后来在房中入观想, 见人持白银帘台而来, 并且说, 法师夜报敬, 当身坐此台, 又说, 法师之功行, 应当成经台, 奈何当初发心时心身犹豫不决, 所以只得迎台而已。 道真欢喜, 按字用纸笔记录, 藏于金寒, 临终之夜, 半山以上, 如猎数千巨火, 附近村人望迦, 以为群臣朝见君王, 天亮, 才闻之道真往生了, 后来搜剪金寒, 才明白道真往生前就有种种之锐香感应。 八十二 谈鸾大师, 山西燕门人, 少年游历五台山, 见到种种神机灵异之事, 因此发信心出家。 读大吉经, 以其词意深秘, 发心为此经注解, 行文注解过半, 便敢契及, 周杰寻求医疗, 感叹曰, 人命为粹, 但系无常, 无闻常命神仙, 常出现于世, 的常命仙术后, 在弘扬佛教, 不是很好吗? 遂往江南道教桃洪景影居所, 恳求仙术, 桃洪景受仙金十卷, 谈鸾欢喜而还。 八十三 回陈经洛阳, 遇到三藏菩提流之, 鸾问曰, 佛法中也有长生不死之法, 胜过这本仙经吗? 菩提流之曰, 此方东土那里有什么长生不死之法呢? 纵的长命, 短暂内不死, 终归六道轮回, 有什么可珍重呢? 真正长生不死, 唯有佛道才有啊。 乃乃义十六观经教授谈鸾。 八十四 三藏菩提流之说, 学习观无量寿经者, 三界内不再来投身, 六道不再轮回, 迎虚消息, 或服成败好坏等事, 不会来干扰, 受命如恒和杀劫, 莫能彼也, 这就是我佛大觉经仙长生之法。 谈鸾心中大喜, 遂将仙经火化, 而专修净土观法, 自行化它, 流不迷广。 撰写称明礼拜求生净土十二手祭诵, 以皆龙树菩萨所作之祭诵。 幼柱树, 往生论柱, 两卷, 流传世间。 魏朝君主非常尊重他, 四号魏, 神鸾。 八十五 东魏孝敬立新和四年, 一夜, 世中见范僧魏曰, 无龙树也, 久居净土, 与汝同志, 故来相见, 谈鸾自知识至, 集众教界曰, 大众生生世世奔波劳苦, 永无停止之日, 地狱无量之苦不可不拒, 久品敬业不可不休。 便令弟子高声唱佛, 自己向西方鼎礼而往生。 四中大众聚见状翻华盖, 从西方而来。 天乐充满虚空, 良久乃散。 感应锐相传至朝廷, 皇上召令将大师安葬山西平阳, 当地建立塔寺, 与纪念石碑。 八十六 惠光法师, 居住洛阳, 这有华严经, 涅槃经, 十的经等之著书, 为妙穷尽全十二至之以礼。 一日有吉, 见天神大众来迎接, 惠光曰, 我所发愿乃归向极乐净土, 言必, 西方净土诸化佛充满整个虚空, 惠光法师曰, 为愿我佛慈悲设寿, 随我本愿, 往生净土, 亲见阿弥陀佛。 一坛只刹那间入灭往生。 八十七 道平法师, 姓韩, 山东平恩人, 年十二岁出家, 贯通经论, 到处参访大德讲座, 日益经经法理, 宣言涅槃经, 华严经, 各种戒律与论点, 目不询文, 能透彻切众佛法要旨, 平日福慧双修, 漏肩赤足, 启食自资, 发愿回向求生西方净土, 其文宣帝天宝十年三月十七, 与河北叶晨西南之宝山寺往生, 十年七十二岁, 临终时, 佛光满世, 异乡弥漫庭院。 八十八 谈言法师, 姓王, 山西永济县人, 年十六岁出家, 游历参学各方讲座, 著述涅槃大书, 将著述完成之际, 著述经卷大放光明照耀一夜, 佛塔之设立也放出奇异光芒。 周五帝建德年间备受职位僧统, 统兼全国僧尼事务。 奉皇上次令主持言心寺, 开皇八年八月十三日往生净土, 十年七十三岁。 八十九 谈言法师以净土为正观, 与莫动静之计, 皆专注意想西方阿弥陀佛坚定不移, 如处在圣身禅定中, 以主令身体骨骸血肉不失一切禽兽, 视线圆祭时, 寺院附近一位认经宝之人说, 我看见空中有状翻宝盖, 排成两行队伍, 在谈言法师面前引导, 队伍从严心寺到山之西边, 庄严为妙。 九十 道御法师居住开觉寺, 平身专心持念阿弥陀佛, 以沾坛木雕刻成佛像, 只有三寸高, 在禅定中见阿弥陀佛, 佛曰, 辱造我像, 为何那么小尊呢? 道御达, 心大极大, 心小极小。 严毕, 当下见到佛身解满虚空, 佛告曰, 辱当早遇, 等到明星出时, 我来迎接辱。 道约定之刻, 果然阿弥陀佛前来相迎。 此时光明满世, 道遇在此祭入祭往生, 当时是随文帝开皇八年。 九十一 开悟圣僧云, 真性心地藏, 无大亦无小, 无头亦无尾, 应缘而化悟, 处处摸索着, 如日处虚空。 九十二 智顺法师, 仰慕慧远大师一生得业, 因此入庐山学习净土法门。 随样帝大业初年, 讲完观无量受佛经后, 事献疾病, 临终前见因五孔雀, 皆惜念佛念法念僧, 演出唯妙法音, 向帝子曰, 无今日往生矣。 随之命中往生净土。 九十三 阿弥陀金云, 舍利福。 碧国常有种种奇妙杂色之鸟, 白鹤, 孔雀, 鹦鹉, 舍利, 嘉林平家, 共命之鸟。 世诸种鸟, 昼夜六时初和雅音, 其音演唱五根, 五粒, 七菩提分, 八圣道分如是等法, 其土众生闻是因已, 皆惜念佛念法念僧。 舍利福。 乳物为, 此鸟食是罪报所生, 所以者何? 必佛国土无三恶道。 舍利福。 其佛国土尚无恶道之名, 何况有识。 世诸众鸟皆是阿弥陀佛, 欲令法音宣流变化所作。 九十四 登法师, 曾经在山西并周星国寺讲涅盘经, 凡是来听经之人, 一律劝大众称念阿弥陀佛, 求生净土, 随文帝开皇十二年自在往生, 临终时一厢满世, 出并荡日, 虚空中呈现湘云解满, 盖赴整个村落。 九十五 佛说阿弥陀经云, 又舍利福。 极乐国土众生生者, 皆是阿炳拔志。 其中多有一生不处, 其数甚多。 非是算术所能知之, 但可以无量无边阿森只说。 九十六 智乙大师, 自得安, 姓陈, 河南影川人。 母亲怀孕, 梦见五彩云烟, 环绕怀抱, 诞生之际, 室内突然光明清净, 眼睛有两个同仁, 卧臂合掌, 坐臂面膝, 年纪稍长, 见佛像一定鼎礼, 逢僧必敬, 年十八岁, 投靠湖南湘州果院四法序法师出家。 喜爱诵法华经, 兼通绿藏, 到山东光州大苏山里静追随惠思禅师, 惠思一见智以便曰, 其日临山同听法华经, 由素氏因缘故, 使儒又来此相遇。 智者大师在此山专修法华三昧, 经过三夜, 智者读法华经送道药王品, 是真经浸, 是明真法供养如来。 身心豁然开朗, 内心寂静入于禅定, 智慧绝照法华旋意, 贯彻通达诸法识相。 九十七, 随文帝开皇十四年, 回归天台山, 前后造四三十六所, 造佛像八十万尊, 亲自替度出家僧一万四千人, 用钱赎补鱼网具, 鱼场六十余所, 全部做放生池。 智者大师高尚德行, 隆天至敬, 僧俗遵从受化, 佛陀大法由他弘扬而大大兴盛起来。 随样帝也归一智乙大师, 并求受菩萨界, 尊敬智乙大师为智者, 因此后人称为智者大师。 创立天台宗, 利益无量人天, 悲智无尽, 有东方小世家之尊称。 九十八, 智者大师曾经著述净土时一论, 其最后一篇, 开示新宴二义。 曰, 欲决定生西方者, 具足二种行, 必定可生的彼国, 一宴离行, 二心愿行事也。 九十九, 智乙大师自知教化众生因缘将近, 往善东时臣寺, 为弟子曰, 吾当命终于此矣。 命师床东壁, 面向西方, 专称阿弥陀佛, 班若波罗蜜, 观音圣号, 又令多燃香火, 畅无量寿经及观经之经提进, 又赞叹约, 阿弥陀佛四十八愿, 庄严净土, 华持宝树, 亦网无人。 地狱火车相限, 一念改毁者, 上得往生。 旷界会熏修, 圣人大行与念佛道立, 往生净土, 决定公布堂捐。 一百。 有弟子请教智者大师说, 为审大师正入何位? 每此何身? 智乙大师曰, 无不领众, 必尽六根, 损己利人, 但登五品, 无诸师有, 经从观音士智, 皆来引我。 严毙, 端座如入三昧禅定, 享年六十七岁, 当时是随文帝开皇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一百零一, 天乡四世慧言, 文以谦话, 感念哽咽哭泣不止, 欲知以身处, 因此写法华经, 以求大师按钟明家指示, 夜梦至已与观音从西方而来, 慈悲曰, 辱之疑心浅浮。 慧言自此信心不动摇, 毕命, 自知实至, 往生净土。 一百零二, 慧成法师, 信段, 湖南里洋人, 依南乐会司禅师修席方等, 观音, 法华, 班舟种种三昧, 以消速事业障。 慧成修行三年, 正的, 解众生语言三昧。 平日持诵阿弥陀经, 修西方净土观想, 三十年常坐步卧, 每入定, 常见净土连台宝树, 一日, 慧成与门人, 及夫社殿堂台阶, 无当奖演涅盘, 准备开始奖经之计, 正好智者大师从玉泉寺来, 因此与智者大师共谈旋理, 两久入灭往生。 当夜, 有人梦见会成法师端坐在连台, 隐隐向西而去。 一百零三, 往生论云, 发菩提心者, 正是愿做佛心, 愿做佛心, 则是度众生心, 度众生心, 则是涉众生生佛国心。 一百零四, 慧命法师, 天台仙成人, 参学于南越慧思禅师所说之三观, 洞彻生物三观选址, 的无碍辩, 说法如瓶泻水。 临终前, 告诫弟子要精进修行净土法门, 大众忽然见到阿弥陀佛, 与观音, 是至大事前来迎接, 会命法师随阿弥陀佛向西而去。 一百零五, 智者大师云, 求生净土, 清净诸佛, 若正无身忍方能于恶事救度苦难众生, 何以故? 为救拔一切众生苦, 自私存, 我经无力, 见私未破, 若在恶事, 烦恼尽强, 自卫业赋, 轮逆三图, 动经结束, 如是轮转, 无始劫来未曾修歇, 何时救度苦难众生。 一百零六, 慧海法师, 姓张, 山东清和五成人, 少年初加入道, 奉侍和南夜都广国四窘法师学法, 听夜盘经, 人家经后, 再听一遍, 就能重复讲述, 智慧变才过人, 同学都推崇轻浮, 往生净土为一生之愿望。 有其周道全法师, 宫持阿弥陀佛画像来, 唯妙庄严, 世间所未有, 道全曰, 此画像是印度基头摩寺, 一位武通菩萨成空飞往西方极乐世界, 依使景图会而来。 此事政府和慧海一向求生净土之情义, 对佛像虔诚礼拜, 忽然见到神意之光明闪烁照耀。 107 随昧帝大业五年五月初一, 得为吉, 为弟子曰, 我将入灭往生。 生初五指以表命中日期, 至五日夜, 忽然从床而起, 面向西顶里完毕, 结家夫坐到天亮而往生, 十年六十九岁。 108 珍惠法师, 姓陈, 河南辖县人, 年轻就艳离身心世间, 出离心强盛, 二十岁在大通寺清禅师之处。 替渡寿聚族界, 游学四方, 建筑房舍在蒲馆首山之马谷, 居住十八年, 供养西方三圣, 依三圣圣像。 做极乐世界之观想, 平日喜爱独处寂静, 谦虚淡薄名利, 精进禅定, 礼拜忏悔, 日夜勤苦修行。 随昧帝大业十一年十月, 违吉在床, 神色如常曰, 无将身净土, 见莲华香后, 又闻一终身, 身因幽远, 一厢充满四周, 言必, 就安然谦化往生。 一百零九 法治法师, 同年出家, 研究经教, 喜爱文法。 晚年, 听说最直接解脱之法门, 无过念佛。 便向人说, 犯一个突吉罗小罪, 要经历一终结在地狱受苦, 可信。 经典曰, 称念阿弥陀佛, 灭八十一劫生死重罪。 这就不可信了。 一位大智慧者开示, 如大邪见, 同是佛陀亲口所说, 你为何不信? 法治当下忏悔, 在国清四都律台, 昼夜经请念佛, 感应观世音, 大事至二大菩萨现身, 隔数日, 又感应大事至菩萨之天观宝平放大光明, 照处法治身体。 110 突吉罗, 亦为恶作, 身口二夜所犯之过, 此戒难持一犯, 如比丘二不定, 百中学法, 欺灭正等。 111 1日, 慈僧俗约, 无往生西方指日可待, 如等如何为我送行呢? 大众约定三日后聚会用餐, 聚餐必, 有人在法治疗房等待他往生, 半夜, 法治坐在神床念佛, 安然作画。 此时有金色光, 自息而来, 结照数百里, 将上传中之人以为天以明, 可是过了很久太阳光明方出, 最后见法治之计, 以端作谦华。 112 法系法师, 平身杰参善之士, 力学无倦, 年六十岁, 于山东大苏山玉智者大师, 一文法英, 顿获深圳, 专修禅会, 常行方等三昧。 一日, 有至姬来索命, 此时一位神人呵斥曰, 法师当身净土, 岂能常辱命。 后来病中, 发愿以一身修行福德善业, 回向净土, 至心念佛, 即见阿弥陀佛与诸菩萨前来迎接, 法系端作而化。 113 严毕, 即可命中往生净土。 114 智者大师云, 六玉天上献五衰, 三禅天上有风灾, 要君修道非非响, 不如西方归取来。 115 两位沙弥, 四川冒陷人, 至同念佛, 今五年, 年劳者先往生, 到了极乐净土, 见到阿弥陀佛, 跟佛说, 有一沙弥, 与我同修净土法门, 可得身佛。 佛言, 由他劝你修行, 你才发心念佛求生净土, 如今可回娑婆世界, 更加精进修净土之工业, 三年后, 你们同往生到我国极乐世界来。 三年期限到, 两位沙弥见阿弥陀佛与菩萨众, 从西方而来, 此时大地震动, 天华飘舞, 两位沙弥此刻同时牵化往生。 116 灌顶法师, 姓吴, 浙江陵海县张安人, 生下三个月, 能称佛法僧三宝明。 七岁入社境寺出家, 后来拜见智者大师在修禅寺, 并受大师所教导之旨观法门, 蒙大师应证认可, 成为智者大师侍者, 灌顶静坐诵经, 常有天华飘坠在他身旁。 117 灌顶法师在设境四宣讲涅槃经之际, 一群强盗突然而来, 见四门充满布漫惊奇, 遮蔽太阳, 天兵天神皆一丈高以上, 守卫四门, 强盗经不逃散。 唐太宗征观六年八月七日, 忽然双手合掌, 三称阿弥陀佛, 在国清四自在往生净土, 往生一日头顶温热, 十年七十二岁。 118 维时学云, 鼎盛眼升天, 人心恶鬼腹, 旁身膝盖离, 地狱脚板出。 119 僧藏法师, 山西西和人, 幼年出家, 谦卑自己奉侍他人, 对任何人都很恭敬有礼, 不辞劳苦, 见他僧福不尽, 为他人清洗缝纫。 天气炎热, 以身血肉施诸蚊虫。 日念佛号, 树木多的不可计, 坚定志向澄清心境, 精静不中断, 夜报将尽之客, 见诸天赐地来迎, 森藏皆不愿升天, 刹那倾向大众曰。 我刚才往深净土去, 见到诸上善人, 香华散步虚空中, 言必, 森藏恭敬和掌, 念佛往深。 120 道昂法师, 和北魏郡人, 风采神韵, 清明晨彻, 天资聪慧, 误解力强, 如素氏所成, 归依投靠灵欲法师出家, 专经大臣佛法, 曾经在寒灵山寺讲华言时的论, 一直讲到夜间, 天色昏暗, 无竹火, 道昂高举手掌, 掌中发出奇异光明, 光明照遍大殿, 大众经义, 道昂曰, 此光守中本有, 何足怪耶? 平时志向信念西方净土, 愿生极乐世界。 后来在报应寺, 自知实质, 预告有缘, 八月初当来此的告别。 一百二十一, 道昂法师高作, 为四众受菩萨戒, 见天众兵分, 管贤美妙, 向大众曰, 都律驼天迎接我, 然天道乃生死, 根本, 非无所愿也, 长期求西方净土, 为何此愿不果遂耶? 言必, 天乐飞腾而去, 须于不见。 当刻便见西方香滑稽乐, 冲涩整个虚空, 美丽如云飞涌而来, 环绕大众头上, 在场大众皆有看见。 道昂曰, 大众好好安住, 西方圣进来迎, 无往生矣。 言弃, 但见香炉在手中坠落, 即刻在高作自在而逝, 享年六十九岁, 当时为唐太宗征官七年。 一百二十二, 智眼法师, 自明灿, 姓朱, 江苏人, 梁朝散其侍郎, 官名, 朱献之孙子, 天生资质过人, 八岁出家。 开眼佛教经论, 立义仁天, 行持敬业三福, 修十六妙观, 即五百余人同参在寺院念佛修行, 十年有余。 唐太宗征官八年十月, 见范僧守执宝平, 向前对志演曰, 我无边光是也, 却后净土所称功德保王乃我而。 眼相四众约, 此乃是至大事, 功德保王其成佛至宝浩也, 我将昔归极乐, 当夜逝世自在往生, 年七十一岁。 一百二十三, 佛说观无量受佛经云, 欲修敬业者, 得生西方极乐国土, 欲生彼国者, 当修三福, 亦者孝顺父母, 奉世师长, 此心不杀, 修实善业。 二者受持三规, 聚足仲介, 不犯威仪。 三者发菩提心, 深信因果, 读诵大臣, 劝敬行者。 如此三世, 名为敬业。 佛告为提息, 如今知否。 此三种业, 乃过去, 未来, 现在三世诸佛敬业正因。 一百二十四, 等官法师, 姓孙, 浙江杭州西南人, 在智者大师处学习一新三观, 居住天台山, 平日诵法华经, 唐太宗征官九年冬天, 浙江法人四邀请等官讲经说法, 第二年正月初一日, 有一位穿着王宫服装之人, 向等官说, 弟子为高庭妙神, 昨日大师过妙庭, 正好弟子出外巡游, 为吉凤淫, 今日专程远来, 专门向大师求取戒法。 等官燃香, 为受菩萨大戒, 妙神礼谢而退。 第二天半夜, 沐浴更衣, 念西夫座, 称念西方三圣尊号, 即智者大师名号, 各百余生, 父位弟子说一新三观法门, 言必念佛往生。 一百二十五 道措大师, 姓魏, 山西太原人, 年十四岁出家, 专研经论, 侍奉赞禅师学禅。 道措大师非常仰慕 谈鸾大师净土之夜。 因此专心观想极乐正一报, 坐长相西, 六十里敬弥陀, 每日念佛七万句功课, 有森定中见西方林燕瑞香, 看见道措手持树珠, 全身赤色如七宝山。 道措大师为大众宣讲无量寿经。 观无量寿佛经有二百遍。 道措平时会劝大众修净土法门, 说法一礼如永全般。 著作有安乐及二卷。 总摄龙树, 天青两位菩萨思想, 贯通会员, 谈鸾两位大师之文具, 言辞切药, 当时之人士, 对道措大师非常推崇尊重。 一百二十六 唐太宗征观二年, 大众见谈鸾大师座七宝传上, 向道措曰, 如今敬修行, 极乐净土宫殿楼阁已完成, 只是你上有业缘未敬而已。 又见化佛助虚空, 天华散下, 众人欣喜仰望, 赞叹不可思议。 道措自此更精进, 感得色声乐强壮, 容貌光彩焕发, 道俗向网道封者日日增多, 年八十多岁自在往生。 一百二十七 道措法师与道措大师是志同求生净土, 两人相见, 互相彼此鼓励同生净土。 在道措往生三日后, 道措听闻同参往生之讯息而约, 无常期望先行, 今乃在后, 无在家用一席之功, 可追而及以。 于佛向前, 寇头住院, 退回座位作画而往生。 一百二十八 森炫法师, 山西并周人, 出家精进法理, 通达经论。 九十六岁时, 看见道措大师所著作之安乐吉, 并听闻道措讲官无量受佛经, 才开始回心转意一心念佛, 恐寿将尽命中, 日夜理佛一千拜, 念佛八九万身, 在五年间, 一心不懈怠, 后有危急, 告弟子曰, 阿弥陀佛已今来, 清寿无熏相依福, 观音, 是至二大菩萨, 排列引导在面前, 化佛解满虚空, 我往生去了。 言必命中往生, 七日异乡不散。 一百二十九 启方法师与原果法师, 清见森炫法师九十六岁自在往生, 又见西方三圣, 信心倍增。 相约在悟真寺。 专心称念阿弥陀佛, 两人折一段杨柳枝, 放在观音圣像手中发愿约, 如果我们可以往生净土, 但愿这段杨柳枝七日中不枯萎。 七日到, 杨柳枝不枯反而青绿色, 两人满怀欢喜, 专心一意精进不舍。 一百三十 经过五个月勤苦修行, 在观想中, 感觉身灵保持, 清见观音室制作二大宝莲花, 有千万莲花, 弥满莲池, 阿弥陀佛从西方来, 做最大莲花, 光明照耀, 启方圆果作理问曰, 严福提众生, 依经典念佛, 能得生极乐否。 弥陀曰, 勿生怀疑, 一定可生我果也。 连池前有三到七宝阶梯, 第一层白衣居士, 第二层僧俗各一半, 第三层只有出家众, 这些人说, 我们都是念佛修行之人, 如今已往生到极乐净土。 启方法师与原果法师两人出定后, 才将游历净土仪式向弟子依依说出。 一百三十一 朴明法师, 姓魏, 山西永济县人, 十三岁出家, 游历各方讲习。 唐高祖武德元年, 驻山西蒲州人寿四, 每日诵戒本一遍, 金刚班若经二十遍, 六十礼拜忏悔, 所有善根, 回向净土, 如是终身皆如是。 建造坛木佛像数十尊, 写金刚班若经一千多部, 蒋涅盘经八十多遍, 又讲涉大成论, 圣满经等诸经论, 不计其数, 年八十六岁, 命中往生于所住寺院。 能弘法部教, 度化仁天, 皆是多生泪节。 晴修三藏教典, 具足无量大智慧, 大福德。 一百三十二, 德美法师, 姓王, 山东林清县人, 十九岁出家, 言持戒律, 每日礼拜忏悔为日常功课, 并持送一万五千佛号。 唐高祖武德初年, 祝慧昌寺, 于寺院西方见忏悔事, 行班周三昧, 夏天常行不作, 为止口业, 三年不严, 或者行常不清菩萨之法门, 礼拜七众弟子, 断绝事想, 专念西方极乐世界, 支持阿弥陀佛名号, 终身奉行。 唐太宗征观十一年十二月, 忽然和掌念佛而往生, 十年六十三岁。 一百三十三, 明瞻法师, 姓杜, 河北镇定县人, 少年有超脱城市志向, 年十七岁, 中举人, 心不贪恋官位, 在飞龙山映爵寺出家。 晚年坚定心智往生西方净土, 有人讥笑他年大恐怕来不及, 明瞻约, 具足信愿。 十念可往生, 游得见佛, 无具足信愿往生有何疑虑呢? 唐太宗征观二年冬天, 自知往生之时, 在京城新善寺设斋词别大众, 当时宰相房玄陵, 杜如慧也参加斋会。 当日返回至巨寺, 专心观想西方阿弥陀佛, 诚心竭力不休息。 十月二十七日, 呼卫侍者曰, 阿弥陀佛来了, 刹那间又曰, 观音士至两大事也道。 今日见到书圣瑞乡, 应当是往生之客, 说完, 满心欢喜, 和掌念佛而往生, 十年七十岁。 一百三十四, 明训法师, 姓孙, 山东人, 平日诵金刚经位功课。 唐高宗永辉元年二月十二日夜间, 突然暴毙, 心脏上有暖气, 经一时复苏而约, 死后最初见二位清一童子, 带我到王宫住所, 王宫问我, 一生造作何也? 吴达曰, 但送金刚般若惊。 王宫曰, 金刚经功德不可说, 法师可更送满十万遍, 明年必生净土, 弟子我就不必再请你来此的相见了。 言必, 王宫命令两位童子送我回寺院。 明训法师自此经尽加倍, 到了永辉二年三月命中, 寺院大众都闻道奇异香气。 一百三十五 善导大师, 唐太宗征观年间, 看到道错禅师之净土九品道场, 欢喜曰, 此真入佛法要道, 修其他法门, 迂回困难成就, 唯净土法门, 速超生死, 于是诚恳勤苦修行, 日夜礼拜诵读。 不久善导入京城, 带领四众弟子念佛修行, 自己进入佛堂, 必定常跪念佛, 不念道身竭力竟绝不罢休。 出佛堂, 向人皆眼说净土法门, 如此修行三十多年, 未曾躺着睡眠。 善导大师自念一声, 有一光明从其口出, 念时身佛, 有时道光明从其口出, 如是百身亦如是。 一百三十六 善导大师云, 渐渐鸡皮鹤法, 看看行不隆中, 假饶金玉满堂, 其免衰残病苦, 任汝千般快乐, 无常中事到来。 唯有净路修行, 但念阿弥陀佛。 一百三十七 善导大师云, 众生业障深重, 极乐净土为妙精细, 心念极为粗强, 心识调举精神散乱, 观想难成就, 所以大圣悲悯众生, 直劝专称佛号, 正由称明义故, 相续就可已往生。 若能念念相续, 必命为其, 时即时生, 百即百生。 何以故? 无外杂缘, 得正念故。 与佛本愿相应故。 不为教故。 顺佛语故。 一百三十八 善导大师云, 如果舍弃专称名号, 修杂业者, 百中西的一二, 千中西的三四, 何以故? 杂缘乱动, 师正念故。 与佛本愿不相应故。 与教相为故。 不顺佛语故。 细念佛号不相应故。 虽作业行, 常与名利相应故。 乐静杂缘, 自障障他往生正行故。 一百三十九 善导大师临终正念文, 凡人临终欲生净土者, 须不得怕死。 常念此生多苦, 不敬恶缘, 种种交禅。 若得舍此会生, 超生净土, 受无量快乐, 解脱生死苦去, 乃是称义之事, 如托弊衣, 得换真福。 放下身心, 莫生贪恋。 如果遇到病苦, 便念无常, 一心念佛, 等待命中阿弥陀佛前来接引往生净土。 虚主家人即问后人, 来我前者。 为我念佛, 不得说眼前闲杂之语, 家中长短之事。 一百四十 善导大师临终正念文, 亦不须软语安慰, 住愿安乐, 此皆虚华无矣。 若病重疆中, 亲属不得垂泪哭泣, 即发感叹懊悔身, 祸乱心神, 施其正念。 但教寄取阿弥陀佛, 首令弃尽。 若得明解净土之人, 平来策利, 极为大幸, 用此法者, 决定往生, 无疑虑也。 死门甚大, 须自家着力使得, 疑念差错, 历劫受苦, 谁人相待, 思之思之。 一百四十一 善导大师一日, 呼卫人曰, 此生可厌, 无将西归, 乃登四前柳树, 向西柱曰, 愿佛接我, 菩萨助我, 令我不失正念, 得身安养, 言以, 投身而逝。 一百四十二 怀感法师, 一生操守坚定, 经苦力学, 闻经言, 念佛时间少, 可得身极乐净土。 疑心未觉, 前往请教善导大师, 大师曰, 念佛往生, 诸佛诚实不虚, 如若能生性不疑, 至心念佛, 当有正宴。 乃入念佛道场二十一日, 精进念佛, 不笃灵锐, 自恨葬身, 欲绝实弊命, 善导不许, 劝令一家精进。 三年之后, 感应阿弥陀佛放出金色光明, 又看见阿弥陀佛眉间白蚝相好, 正得念佛三昧。 著作有绝一论七卷, 临终时, 见到化佛来迎接, 面向西念佛而化。 一百四十三, 法祥法师, 山西大力县人, 少年出家, 周游各地, 参访囚道, 清高贫苦, 习心寡欲, 居无定处。 后来驻扬州大兴国寺, 三十余年, 以读经为功课。 道俗有问训者, 非竞卷不交一言。 以安乐为其, 凡有利益众生之事, 必定回向极乐世界, 后来生重病, 试者参立法师文法祥连连说出, 佛像, 佛像。 试者回头一看, 看到阿弥陀佛现出形象在西盘墙壁上, 光明皎洁如镜之清澈, 虚于见影, 不久, 香气与天乐充满虚空, 又见白鹤从西而来, 环绕房屋三圈, 然后又向西方飞回, 刹那间, 法祥救命中往生。 一百四十四 宝乡法师, 姓马, 辖西长安人, 十九岁出家, 行头妥苦行, 六十经敬礼拜忏悔, 经过四十余年恒常不变。 每晚课诵阿弥陀经七遍, 持佛号六万身。 先后读涅盘经一千零八十遍, 兼诵金刚经, 班若经, 终其一身皆如是精进修行。 早晚都观想意念极乐世界阿弥陀佛, 临终前, 父主僧俗弟子曰, 念佛未先, 物须度世, 当于西方等待相见。 诱约, 火化后并分散我之骨骸, 炎气, 命中往生, 享年八十三岁。 一百四十五, 苦行武德, 一静静纵欲习性。 二, 庄严自信。 三, 人天拥护。 四, 抖擞愿行。 五, 素振菩提。 一百四十六, 怀育法师, 姓高, 浙江人, 严持戒律, 日中一时, 常坐步卧, 诵持阿弥陀经三十万遍, 每日称念五万句佛号, 常忏悔礼拜诸佛。 唐玄宗天宝元年六月九日, 见到西方三圣, 义人手持银台来迎接, 怀育曰, 无意深念佛, 誓愿取上品经台, 为何不是经台呢? 言必, 慎重隐末。 怀育法师被加精进, 一日忽闻空中云, 法师头上已有光明如环, 请夫坐结印, 等待佛接引。 过三日, 一光满世, 怀育云。 若闻一香, 我夜报将尽。 一百四十七, 偶艺大师云, 众得上品善, 若不回向, 亦不得往生, 若芝麻小善, 懂得回向, 亦得往生。 一百四十八, 怀育法师书写寄送, 清静皎节无成垢, 上品连台为父母, 我修道来金时节, 出世严福厌重苦, 一生苦行超时节, 永离娑婆归净土。 说祭弊, 香气充满虚空, 无量慎重便满十方, 见到阿弥陀佛, 观音世智, 身子金色, 共同驾着金刚台来迎接, 怀育法师寒笑而往生。 一百四十九, 法照大师, 唐大力四年在湖东寺, 开设舞会念佛道场, 感应祥云弥妇, 云中献楼阁, 阿弥陀佛以及观音世智身满虚空, 横周全城民众接见, 闲焚香瞻礼, 两九方施。 一百五十, 唐大力五年四月六日, 法照等数人, 到达五台县佛光寺, 其夜四更, 摇剑一光照身, 见二童子, 自称善才与南陀, 影至大圣竹林寺, 经地宝树以为庄严, 入四灯讲堂, 见文书菩萨在西边, 普贤菩萨在东边, 各座狮子座, 数万菩萨众围绕文书菩贤为众菩萨说法。 法照大师座里问曰, 莫法凡夫去圣时遥, 知事浅薄根气卑劣, 业障深重, 佛性无有显现, 佛法浩瀚, 为审修和法门最为奇要。 一百五十一, 文书告曰, 如今念佛正事时, 诸修行门无过念佛与供养三宝, 福慧双修, 念佛与供养三宝此之二门, 最为善要。 我于过去节中, 因观佛固, 因念佛固, 因供养三宝固, 得到如来一切种志。 是故一切诸法, 般若波罗蜜, 甚深禅定, 乃至诸佛, 皆从念佛而生, 故知念佛, 是诸法门之王。 一百五十二, 法照问, 当云何念? 文书言, 此事介习, 有阿弥陀佛, 彼佛愿力不可思议, 如当境念相继, 令不间断, 命中决定往生, 永不退转, 语义, 文书普贤两大圣同时伸出金色手臂, 抚摸法照头顶约, 如以念佛顾, 不久正无上正等菩提。 若善男女等, 愿谨速成佛者, 无过念佛, 则能速正无上菩提。 法照欢喜作礼, 告辞而退, 二位童子送出四门, 举头一望, 整个寺院却不知所在, 法照便立十碑, 标记其处。 一百五十三, 经历无数感应之法照大师, 专制念佛, 日夜经静不间断, 一日呼见僧人佛陀波利未曰, 辱之极乐莲华以成就, 后三年华开以。 三年到, 法照未中曰, 无形以, 端座儿式。 一百五十四, 法照曾在山西开设舞会念佛, 唐德宗时, 皇帝竟邀入京城, 请他教导皇宫之工人念佛, 也有舞会之多, 因此号称, 舞会法师。 一百五十五, 扫康大师, 姓周, 浙江静云仙都山人, 身下而不严, 七岁入灵山寺礼佛, 母问时否。 忽发言曰, 释迦牧尼佛, 父母岁舍之出家, 年十五, 能通五步经典。 唐德宗真元初年, 到洛阳白马寺, 见殿中文字放光, 探知, 原是善导大师西方画导文也。 扫康齐愿曰, 无若与净土有缘, 当使慈文在现光明, 岩碧, 光复闪烁, 光中隐隐有化菩萨。 扫康曰, 结石可魔, 我愿无意义。 扫康岁之前往长安光明寺, 到善导大师纪念唐瞻里, 呼见善导真实身相升空, 未曰, 如一无教广化有情, 他日净土工业成就, 必生安养。 一百五十六 扫康向南到河北将临, 寓意法师未曰, 如玉化人, 当往这江岁安县, 原在于彼, 言必不见。 扫康到了心定, 起前又小而念佛, 念佛一身即与一前, 如是年余, 凡是男女老幼见扫康者, 皆云阿弥陀佛。 念佛之身, 充满街道。 遂于乌龙山见净土道场, 见竹三层坛场, 每玉斋日, 善性全部云集共修, 所化三千多人。 每身坐, 高身唱佛, 大众共同念佛, 少康仪唱佛, 众见一佛从其口出, 十身则有十佛, 如念诸一般连贯从口出。 少康法师为众约, 如等见佛者, 必得往生净土, 大众听了非常欣慰。 一百五十七, 唐德宗真元二十一年十月, 少康父主僧俗约, 大众当于净土起增净心, 于言福提起燕离心, 如等此时见我光明, 真无弟子, 遂放一光束道, 济然而是, 弟子为大师建塔于台岩, 因此又好, 台岩法师。 一百五十八, 严寿大师, 自冲玄, 浙江, 姓王, 依止翠岩禅师出家, 参禅明心见性。 在禅定中见观世因菩萨, 以甘露贯口, 获大变财。 宋太祖建龙二年, 忠义王迎请严寿驻永明寺, 四号, 至绝禅师。 一身诵法华经一万三千部, 居永明四十五年, 弟子一千七百人, 常与大众受菩萨戒。 诗鬼神时, 以前熟动物放生, 皆已回向净土。 著作宗静录一百卷。 一百五十九 严寿大师四廖简云, 有禅无净土, 十人久搓路, 应尽若现前, 撇耳随他去。 无禅有净土, 万修万人去, 但得见弥陀, 何愁不开悟。 有禅有净土, 犹如带脚虎, 现世为人师, 来世作佛祖。 无禅无净土, 铁床并同住, 万劫与千生, 没个人医护。 一百六十。 宋太祖开保八年二月二十六日, 早上焚香告别大众, 然后夫作而化。 十年七十二岁。 后有僧人从江西陵川县来, 今年累月绕行永明延寿之设立塔, 有人问他何以绕塔。 森曰, 我身病入幽明界, 阎罗殿左边供奉森相, 阎罗王秦渝恭敬礼拜, 无问阎网所拜是何人。 达曰, 杭州永明延寿大师事也, 以往生西方上上品语。 阎网尊重其德, 故礼拜尔。 一百六十一, 则因法师, 姓渝, 浙江人, 出家在杭州寿宁寺, 参学神物法师, 生物只观法门。 做往生净土时愿文曰, 愿我永离三恶道, 愿我素断贪甜吃, 愿我常闻佛法僧, 愿我情修界定慧, 愿我横随诸佛学, 愿我不退菩提心, 愿我素贱阿弥陀佛, 愿我决定身安养, 愿我分身变成沙, 愿我广度诸众生。 宋哲宗元福二年春天, 在杭州祥福寺, 有一天, 突然振奋起身依靠桌上, 面向西方, 宋阿弥陀经, 宋道卷中即往生。 一百六十二, 谈义法师, 姓杜, 北宋仁宗皇右年间的杜初家, 学习教官于天竺四明治法师, 经浸二十年无厌卷。 学成后, 专修净土法门, 持宋法华经五千部, 普贤行愿品与阿弥陀经各一万卷。 北宋徽宗宠宁元年秋天, 集大众约, 无身净土时至, 当成经台, 随阿弥陀佛往生西方。 玉身端坐, 手结印而逝, 火化后, 舌根不坏而充满舍力, 如念珠相连贯串。 一百六十三, 善本法师, 姓董, 河南开封人, 母无子, 向佛祈祷而生善本, 长大考试华严经而得度出家, 为宗本法师弟子, 当时人称, 大本, 小本, 奉赵驻京城法云寺, 皇上四号, 打通。 后归杭州向悟寺, 闭门隐居, 专修净土法门。 有一僧人定中见善本方仗室内, 阿弥陀佛是现金色身。 宋徽宗大观三年十二月甲子日, 首屈三指向门人曰, 只有三日在。 三日到, 夫作面膝而化。 一百六十四, 宗坦法师, 姓申, 山西常治县人, 年十六落法受聚足界, 少年通达佛法教理, 到处辩访明师, 弘法度众, 名声远播, 晚年讲说观无量寿佛经, 劝人念佛, 求生净土。 北宋徽宗正和四年四月二十七日, 梦见阿弥陀佛告曰, 如说法指六日, 当生净土。 宗坦梦觉白重。 四日, 仍然不断讲经。 至五月四日半夜, 自知时至, 明中极重。 告曰, 因缘俱散, 有一定时节, 净土甚缘, 起疑错过, 愿众念佛, 助我往生。 又曰, 享年七十六, 四大分离处, 净土礼弥陀, 永超三借苦。 言必, 作托, 满是雷鸣, 白云节不虚空, 覆盖大地, 从西方飘来, 三日方消散。 一百六十五, 宗立法师, 姓高, 这将会击人, 七岁时学法于天华寺, 二十岁受聚足戒, 研究教理, 礼佛忏悔, 一日, 呼梦王母谢曰, 蒙辱忏悔功德, 以身善处。 又见普贤菩萨从空而过。 宗立法师在禅定中, 神游净土, 见宝池莲华, 宝灵境界, 专修念佛三昧。 南宋高宗绍兴十四年正月, 宗立法师为弟子曰, 无见白莲华, 便满虚空。 隔三日, 赴曰, 佛来以集书寄约, 五年九十头雪白, 世上应五百年刻, 一乡道人归去来, 经台座断乾坤窄。 然后端座往身, 是日, 附近山人建一森满山, 不知从何而来。 一百六十六 悠坛大师, 姓蒋, 安徽丹阳人, 家族世代奉世佛法, 二十岁出家在庐山东陵寺。 元武宗至大初年, 皇帝下诏解散净土连宗, 幽坛大据曰, 无臣净土教法, 江三十载, 而亡于无知是乎。 几百佛发愿, 必复兴净土之法, 于是这连宗宝剑十卷, 普利人天。 书臣, 十方大德印证, 莫能改一字, 上书元仁宗, 启父净土教法, 皇帝允知, 命为净土教主, 四号, 虎兮尊者, 元文宗至顺三年, 入祭往身。 一百六十七 幽坛大师云, 真性修行之事, 是要生极乐世界, 专一一念, 持一句阿弥陀佛, 只此一念, 是我本师。 只此一念, 即是化佛。 只此一念, 是破地狱之猛将。 只此一念, 是斩群邪之宝剑。 只此一念, 是开黑暗之明灯。 只此一念, 是渡苦海之大船。 只此一念, 是一生死之良方。 只此一念, 是出三界之进路。 只此一念, 是本性弥陀。 只此一念, 达为心净土。 一百六十八 幽坛大师云, 当有疾病, 正要向前, 坦荡身心, 莫无疑虑, 直须西向振作, 专享阿弥陀佛, 与观世音大势至菩萨, 及无数化佛, 现在其前。 一心称念阿弥陀佛, 深深不觉, 于诸世间一切事物, 不得思念, 不得贪恋, 若心念起, 但即称佛号, 于念念中, 除灭罪障, 只此一念, 决定往生净土。 一百六十九 名誉法师, 姓刘, 四川人, 出家竭力名山, 参访善之事, 苦行绝伦。 礼拜华言经, 法华经, 一字一礼, 名神宗万历二十三年正月, 为弟子曰, 无业细缩婆七十二年, 今将归已。 遂不时, 念佛时多天不觉, 身如虹钟, 临终前, 目玉碧, 端坐持诸念佛, 身因见忧伤急促, 突然大声言, 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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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驾铁牛归佛国, 身觉而逝。 一百七十 诸弘大师, 自佛会, 浩莲池, 杭州人和沈氏子弟。 年十七岁, 忠秀才, 学问得行兼优。 灵友老父, 日课佛名数千, 问其故, 老父曰, 先夫持佛名, 临终无病, 与人拱手作别而往生, 故知念佛功德不可思议。 书写生死是 大四字于桌前, 以自我警测, 一生归心西方净土。 年三十二岁出家, 有一年大旱灾, 居民请求起雨, 连池曰, 无但知念佛, 无他树也。 大众坚持请求, 大师就拿木鱼出来, 循着田梗而行, 称念佛号, 即时大雨如注而下, 大众非常欢喜。 因此村民团结帮他造立房舍, 僧众日多清净, 此处成为大丛林。 一百七十一, 明神宗万历四十年六月底, 忽然入城, 别诸弟子与舅有约, 无将他往。 海山, 涉查别众, 大众都莫测他知心意, 至七月初一晚, 入法堂约, 明日无形意。 第二天晚上, 入方丈室, 视线为吉, 闭目静坐, 城中诸弟子全到山上, 连池大师又开幕言, 大众老实念佛, 莫捏怪, 莫坏我规矩, 向西称佛名而往生, 十年八十一岁。 一百七十二, 德清大师, 自成应, 晚好憨山老人, 姓蔡, 母梦观音送子儿孕, 诞生之时, 有白色包衣环绕包围。 年十九出家, 专心念佛。 一夜, 梦见阿弥陀佛现身立于虚空中, 正好在日落之处, 阿弥陀佛面容与相好光明, 寥寥分明, 自此以后, 阿弥陀佛之圣香灿烂耀眼, 时时陷在面前。 一百七十三, 憨山大师在庐山住了几年, 后来又到六祖会能大师之曹西道场。 明昔宗天起三年十月, 是县为祭, 向门人曰, 老僧是原将敬乙。 然后沐浴焚香, 端坐而往生, 当时有一道光明照耀整个虚空, 享年七十八岁。 一百七十四, 古英王金云, 若有四众受持阿弥陀佛名号, 灵命忠实, 佛与圣众皆引往生。 一百七十五, 智序大师, 自偶义, 信中, 江苏无限人, 父亲持诵大悲咒, 梦见观音大事诵子而生智序。 少年时以孔孟圣学自我任性, 著作文章批判佛教, 总共有数千字。 有一日, 阅读云七连池大师之竹窗随笔。 突然醒悟, 将以前著作焚化。 年二十岁读的藏本愿经, 发出世志向, 每日诵佛名。 明昔宗天起元年, 二十四岁, 听一位法师讲经, 移情发露, 用心参究, 豁然开悟。 不久必关于无疆, 有一日的重病, 临近死亡, 此时一心一意求生西方净土, 疾病稍恢复, 劫坛诵往生昼七日, 并说祭曰, 鸡寿无量寿, 拔业障根本, 观世应世智, 海会菩萨众。 我迷本至光, 妄舵轮回苦, 旷节不暂停, 无就无归去。 列得此人生, 人遭劫灼乱, 虽负欲僧伦, 未入法性流。 目击法轮坏, 欲挽力未能, 良由无始事, 不值甚善根。 今已决定心, 求生极乐土, 乘我本世传, 广度沉伦众。 我若不往生, 不能满所愿, 事故于娑婆, 必定应舍离。 176 犹如被逆人, 先求极道岸, 乃以方便利, 西枕暴流水。 我已至沉心, 身心回向心, 然必相三柱, 结一期敬坛。 专持往生咒, 为除十岁时, 以此功得利, 求觉身安养。 我若退出心, 不向西方者, 宁吉堕尼离, 令吉生改慧。 事不恋人天, 吉语无畏处, 养愿大威神, 力无畏不共。 三宝无边德, 加倍秩序等, 折服食不退, 设受令增长。 177 偶艺大师云, 念得阿弥陀佛熟, 三藏十二不及 则教理都在理许。 1700公案, 向上机关, 亦在理许。 3000威仪, 八万细行, 三具境界, 亦在理许。 178 偶艺大师云, 真能念佛, 放下身心世界, 极大不失。 真能念佛, 不负其贪甜吃, 极大持戒。 真能念佛, 不计是非人我, 极大忍辱。 真能念佛, 不稍嫌断家杂, 极大精进。 真能念佛, 不妄想持足, 极大禅定。 真能念佛, 不为他其所获, 极大智慧。 179 偶艺大师云, 是字简点, 弱于身心世界, 游未放下。 贪甜吃念, 游自现前。 是非人我, 游自挂怀, 闲断家杂, 游未除尽。 妄想持足, 游未涌灭。 种种他其, 游能或智。 便不明为真念佛也。 180 偶艺大师云, 要道一心不乱境界, 亦无他数。 最初下手, 需用数珠, 记得分明, 课定课程, 决定无缺, 久久纯熟, 不念自念。 然后记数易得, 不记数易得。 若初心便要说好看话, 要不折香, 要学圆融自在, 总是性不深, 行不利。 饶辱蒋的十二分教, 下的千七百公案, 皆是生死案边士。 灵命忠实, 决然用不着。 181 清世祖顺至十一年冬天, 的疾病, 一命火化后, 骨骸混合面粉, 不失情于, 杰西方圆, 四年正月二十一日早上, 病好, 五十, 夫坐神床, 面向西举手而往生, 十年五十九岁, 入计三年, 大众如法火化, 打开刊, 法长复耳, 面貌如身, 门人不忍从一命, 收拾一骨, 建塔供奉于灵风。 182 独体大师, 自建月, 姓许, 一日遇老僧受以华严经, 批月大悟, 岁出家, 受聚族介于三魅光律师, 三魅光律师主持宝华山江世纪, 江一波授与独体, 成为宝华山第二代祖师。 独体大师进修班周三魅, 不坐不卧不依靠, 昼夜惊醒九十日。 有一日, 是为吉约, 勿敬汤药, 后七日, 无当行乙。 约定日其道, 果然安详自在往生, 十年七十九岁。 火化时, 大众看到莲华, 佛像显现在火焰中, 获得摄立五彩色, 摄立一身有余。 一百八十三, 实贤法师, 自私奇, 浩沈安, 江苏常熟人, 自少不如婚, 出家后, 参念佛者是谁。 有所醒悟约, 无梦觉已。 闭关于真祭寺, 骤揽藏经, 晚刻佛号。 燃指佛前, 八四十八大院, 赶得摄立放光。 著作劝发菩提新闻, 广度无量人天。 一百八十四, 沈安大师云, 发起菩提新有十种因缘。 一者念佛众恩故, 二者念父母恩故, 三者念师长恩故, 四者念师主恩故, 五者念众生恩故, 六者念生死苦故, 七者尊重己灵故, 八者忏悔业障故, 九者求生净土故, 十者令正法的久住故。 一百八十五, 清雍正十一年十二月八日, 告弟子曰, 明年四月, 吾将去矣。 岁必关在仪式内, 日克佛明十万身。 四年四月十二日, 告仲曰, 月初以来, 再见西方三圣, 吾将往生。 辩书记辞重, 明日断饮食, 收摄两眼端坐。 五根石木玉根一。 十四日将近中午, 念西寄然而化, 前来送行成群道佛堂, 沈安大师忽然开幕曰, 无趣即来, 生死世大, 各自尽心念佛即可, 和掌连称佛明, 然后往生, 年四十九岁。 一百八十六。 寄姓大师, 自彻悟, 浩那堂, 姓马, 和北风润县人, 又年精通经典史籍, 替渡出家后, 到处参学, 伯通姓香两宗, 对法华一心三观与十慎要旨, 特别有心得。 后来参禅悟明心地。 寄姓大师曰, 永明言授乃禅门宗将, 尚规依净土, 何况今日末代, 更宜遵守永明禅师之遗风。 于是专修敬业, 主张弘扬净土宗。 平日请求念佛, 礼佛。 一百八十七, 清仁宗嘉庆十五年二月, 欲知时至, 向护法性众词别, 父主曰, 换缘不久, 虚度此生可惜, 各已努力念佛, 他年净土好相见也。 临近元祭半月前世纪, 令仲著称佛号, 见空中撞翻无数, 自息而来。 告仲曰, 净土相限, 无将西归。 至十二月十七日生时, 父告仲曰, 昨日见文书, 观音, 事至三大事。 经父蒙佛亲来皆隐, 无趣矣。 众称佛号阅历, 彻悟大师面向西而端坐, 何掌曰, 称一身鸿鸣, 见一分相好, 言必, 解首应而往生, 大众闻一乡在虚空飘浮, 往生露堪七日, 面貌如生, 法白变黑, 火化或设立百余力, 试寿七十, 僧辣四十九年。 一百八十八, 方海法师, 自普臣, 好西台, 姓崔, 浙江无新线人, 年二十一岁入天台华顶四替法出家, 在清凉四季云禅师座下受剧足解, 专心阅读大藏经, 深入贯通论藏。 后来在苏州提倡净土法门, 劝话僧俗二众求生净土。 父母先后别式, 每日礼拜华严经, 法华经等大臣经典, 带父母回向净土。 一百八十九, 清宣宗道光二十一年七月, 向门人曰, 本月无将往生矣, 有甚多心愿未了, 以父主如等未知。 隔日二十七, 看见状翻来接引, 并曰, 佛已来接引, 向弟子索取笔墨作记, 在桌上快速书写曰, 七十年来梦幻多, 弥陀一具尽消磨, 而今植入如来的, 空有双望里宝佗。 刹那肩笔一放下而往生, 适寿七十岁, 僧辣四十九年。 一百九十, 印光大师, 明胜亮, 别号常惭愧僧, 辖西河阳县人, 姓赵。 出生六个月, 急患远疾, 几乎失明, 六年随凶读如书, 考中秀才, 曾经驳斥佛教, 并困数载, 使勿前非。 二十一岁, 头中南山南舞台莲华洞寺, 礼道纯和尚剃度。 在担任湖北莲华寺之客, 晒经时得到龙书净土文, 一读法系充满, 知念佛往生净土法门, 才试了身托死至要道, 及专心念佛。 一百九十一, 明国二十九年十一月初三, 与达真和尚云, 净土法门, 别无奇特, 但要恳切至尘, 无不蒙佛接引, 待夜往生。 初四早上一点三十分起坐云, 念佛见佛, 决定往西。 言气, 即大声念佛, 二点十五分锁水洗手臂, 起立云, 蒙阿弥陀佛接引, 无去也。 大家要念佛, 要发愿, 要伸西方。 说必, 即面西端坐以上, 一心念佛。 早上三点左右, 妙真和尚来道, 交代他要维持道场, 弘扬净土, 不要学大派头, 后不赋语, 只嘴唇口动念佛, 含笑安详西式, 如入禅定, 十年八十岁, 僧腊六十年。 初五下午三点入刊, 人端身正坐, 面色如身, 百日火化, 的五色色力珠百鱼科, 大小舍利花与血舍利千余利, 牙齿全存, 顶鼓裂成五半如莲花形状。 一百九十二 红一大师, 明眼英, 别号婉晴, 又称二一老人, 俗性里, 名习自书童。 浙江平湖人, 又年聪慧过人, 才华出众, 熟悉大悲咒与往生咒。 开始就学读书, 过目承颂。 毕业南洋工学, 与日本上野美术专校, 专心文艺, 擅长诗词书画, 刻印金石, 以及音乐, 戏剧, 全能达到出神入化, 名正义时。 一百九十三 民国七年, 十年三十九岁, 七月十三日 医治了悟和尚, 出家于虎跑大慈寺, 九月受巨族戒于林尹寺, 从此以后, 完全并除在世间所学的学问, 以戒律未行道之根本, 发新弘扬戒律, 到处搜集中外律藏, 校正南山三大部, 重新振兴律学。 行脚海内, 随缘而居。 五十岁以后, 退隐福建, 唱伴养政院于南普陀寺, 培育学僧, 造就僧才甚多。 一百九十四 平身景仰林峰偶艺大师, 向他学习, 奉林峰宗论位诡犯。 在当代善知识, 最幸福者为有林炎印光大师, 弘仪大师当时已经颇有盛名, 仍然恭敬然弊乡, 三度上陈书信, 愿做印光大师之弟子。 虽然戒律既成南山, 教理事归向华严宗, 修行则以念佛法门为主, 从来不谈玄说庙, 只开示众人念佛持戒。 一百九十五 弘仪大师在民国三十一年八月二十三日释献为疾, 拒绝医药与探问, 只是专心念佛。 二十七日绝食, 只饮睡。 二十八日写遗嘱, 交代妙连法师负责后事, 九月初一日下午, 在纸上写着, 悲心交集, 交给妙连, 并付主要注意, 如在住念时, 见我流泪, 并非留恋世间, 挂念亲人, 而是悲喜交集之情尽所感也。 说完, 仍然默念佛号, 初四日虚实, 在大众念佛身中, 安详而逝, 十年六十三岁, 僧腊二十四年, 火化获得设立一千八百粒, 设立快有六百块。 一百九十六 元英大师, 明洪雾, 浩涛光, 又明义后堂与三囚堂主人。 福建古田人, 姓吴, 五岁父母双亡, 学习儒家思想, 聪明绝伦。 十八岁顿觉人生如梦, 立志出家, 李兴化梅峰寺增西上人未诗。 二十岁一古山永泉寺寺庙连和尚寿具足解。 二十六岁在宁波天同寺, 追随济禅和尚参禅, 身心俱空, 战继原名。 三十六岁, 阅读永明, 连池二位大师之著作, 深信念佛法门, 可十三叶清静, 成就念佛三昧, 横超久有, 登九品莲华之味, 于是开始禅尽双修。 一百九十七, 明国四十二年五月十六日, 并转仲, 对明阳法师说, 我身心上感安乐, 无挂无爱, 出家人至身死于度外, 以及并未助援, 我知名号位, 三求堂主人。 平身以求福, 求慧, 求生净土为宗旨。 现今福慧以求, 最后只有一心念佛, 求生净土。 命弟子写纸条贴在墙壁上写曰, 来者念佛, 是真连有。 虽在病中, 早已万元放下, 一心念佛, 而求生净土之信愿, 坚定如金刚。 一百九十八, 七月十四日, 忽然父主明阳法师曰, 我们出家人, 生归于丛林, 死归于古塔。 我决定回天同寺, 你赶紧设法。 九月十九日, 寺中方丈与直士僧等, 相继来探病, 原因大师还谈笑自在, 毫无卷容。 十点十五分, 医生要为他注射, 原因大师说, 还打什么针。 回头对明阳法师说, 我感觉大腿冷, 你将棉被盖好。 十一点十五分, 两眼对明阳等人看了一眼, 闭目端正而卧, 在大众念佛中, 寒笑安详而逝, 嘴唇红润, 额头冰冷, 头顶温热。 二十一日入堪, 四肢柔软, 寒笑如生。 二十三日风堪, 嘴唇更为红艳, 十年七十六岁, 僧辣五十八年。 一百九十九, 绿航大师, 明宗靖, 别号西纳, 安徽薄县人, 俗名黄卢初, 毕业于安徽优籍师范, 及保定军官学堂, 陆军大学一期, 参与北伐剿匪抗战朱义, 历任团旅师军政副首长, 防空司令, 中将参议等职。 陈蒙温艳兵将军开释佛法, 绿航大师结成清养。 由朱庆兰将军介绍他归一三宝, 及专修净土, 供于念佛, 日刻一万身佛号。 两百 五十五岁受在家菩萨界, 发愿吃素, 民国三十七年来台湾, 隔年遇佛节, 李慈航大师替度, 曾经避百日念佛观两次, 大仙四受聚足解。 专注一心念佛, 往往念到历劫深思, 反觉法喜充满。 两百零一 十一日上午, 披袈裟, 穿心鞋袜, 预备往生。 下午一点, 念向西方对大众开示, 如等性的信佛, 佑的出家, 是幸运中之最幸运之人。 经告如等, 修行法门甚多, 而以念佛最为方便, 最原顿舒胜。 如等看我念佛二十余年, 现在灵命中, 一心不乱, 求生西方, 此事最好之证明。 负其力举两袖云, 看我不是很好吗? 生无病苦, 心不贪恋。 佛极慎重, 守执经台, 来迎接我, 于宜念请, 生极乐国。 大师对广化法师云, 此生非常幸运, 老能出家, 又得如等到有助念往生。 若, 不出家, 此时被欺世儿女提枯纠缠, 安能一心念佛, 不得一心, 焉能往生。 两百灵儿 广化法师问绿航大师云, 是否往生时到。 绿航大师点头, 即明中即重助念, 大师也随重念佛, 出井而即, 见晓而止, 安详而逝。 十年七十四岁, 生辣十二年, 亭临三日, 而荣光焕发如生, 火化获得五色色粒数百粒, 头顶骨线莲花颜色。 两百零三, 谭虚大师, 明龙贤, 又明金贤, 河北宁和人, 姓王, 俗名福亭。 母亲梦见范森求寄宿而生谭虚大师, 三岁不能称呼父母, 只言吃斋二字。 六岁时, 母幼梦施魏森, 十一岁入私塾读书, 十四岁经商, 此时已有出世至, 十七岁结婚, 四十三岁李高明四应奎和尚替度出家。 在观宗寺地贤大师座下授具足戒, 并留在寺中学习教理, 后来传法为天台宗寺十四式法脉。 两百零四, 谭虚大师身材魁梧高大, 身如红中, 每次身座, 四重云集, 先后讲弥陀经二十四遍, 心经, 金刚经, 冷言经等经论著书, 各数十遍, 皆只归净土, 教导后学, 修习只观念佛, 逢人也应勤劝以念佛法门。 开示学佛要只为看破, 放下, 自在。 看破是般若得, 放下是解脱得, 自在是法身得。 两百零五, 民国五十二年六月十六日, 在香港红法经社, 对大众约, 人生如戏, 生如事, 死亦如事, 现在已演完, 应收场矣。 有人劝服药, 失云, 药能治病, 不能治命, 人命已无常未定律, 无常到来, 谁亦难逃。 我自己生死, 自己能做主, 也自知去处。 六月二十二日下午二点, 自己把卖云, 卖已乱, 请扶我起, 我要去了。 言必, 夫作杰弥陀应, 在大众念佛身中, 安详而逝。 年八十九岁, 森腊四十六年, 起见佛七共四十九日, 圆满后火化, 白云飘渺, 香气传树里, 获得设立数千粒, 古花五大盘。 两百零六, 法圣比丘尼, 姓涅, 江苏淮英县人, 刘宋文帝元家十四年时, 年纪已七十多岁, 出家在南京建福寺, 法圣法师才时聪明悟性强, 向同道谈敬, 谈爱约, 无力申行道, 志在西方。 元家十六年九月二十七日, 在塔下礼佛, 见阿弥陀佛从空而下, 与观音士至二大士谈论二成法, 光明显耀, 四众经义, 法圣比丘尼据说所见, 言必随即往生, 十年七十二岁。 两百零七, 静真比丘尼, 唐朝人, 居住长安城基善寺, 每日搭一起时, 曾经诵金刚经十万遍, 平日专心念佛求生净土, 有一日, 向弟子曰, 五个月内, 十次见到阿弥陀佛, 两度见到宝莲华上有童子游戏, 无以得上品生意。 言气, 结家夫作而往生, 吉祥光明充满寺内。 两百零八, 悟性比丘尼, 宋朝人, 居住庐山, 平日专制念佛, 求生净土。 有一日, 呼闻空中有音乐声, 向左右曰, 我已得中品往生矣。 而且见同道念佛精进之人, 在极乐净土皆有莲华以待其身, 言必即刻往生。 两百零九, 能奉比丘尼, 这将前唐人, 专修净土法门, 常见佛光照身, 一日无极, 告其土曰, 无往生时至, 刹那间, 众闻送佛身, 高亢恳切, 前往探视, 以和掌面兮做事以。 一厢满室, 有音乐声隐隐向西而去。 两百零十, 慧安比丘尼, 浙江明州人, 住在小溪之阳世安, 平日专修西方, 精进诵金刚经, 寒暑不断, 时常在室内见到佛光照耀下来。 有一天, 视线为急, 自己端坐, 警戒大众不可喧哗。 隔一段时间说, 佛来了。 命令大众畅念佛名, 忽然迅速作脱往生, 十年九十六岁。 两百一十一, 广觉比丘尼, 信公, 江苏崇明人, 年十二岁时即断肉时, 受持经咒, 朝夕前臣礼佛, 自己发愿不嫁。 二十八岁剔度, 至杭州, 依止孝义安泰素法师居住, 矜持犯行, 唇衣不杂。 有一日, 呼起面膝, 夫坐, 安主为他设阿弥陀佛圣号, 广觉双目凝视观想, 双手和掌至心归命, 如入禅顶。 大众环绕念佛, 挥手曰, 无字有主, 勿劳大众也。 家夫不动, 经过二昼夜, 唯身称佛明, 弃见急促, 然后济然往生, 当时是明神宗万历三十九年二月七日, 十年三十三岁。 两百一十二。 陈静比丘尼, 自石修, 广州东刚人, 自幼及持斋界, 后来出家受聚足界, 专制念佛不暂停, 曾经劝大众造瞻谈墓, 臣千手千眼大悲观世音菩萨之圣像, 隔年, 得为吉, 欲知实至, 与弟子曰, 千手千眼大悲观世音菩萨, 来此皆引我, 无枉矣。 吉鸣木儿画。 两百一十三。 道甘比丘尼, 自是禅, 浙江双西人, 姓陈, 十七岁出家, 加兴县罗安人, 喜欢清静独居, 看古德参禅机缘, 发起见姓陈佛心愿。 前往天台山国清寺, 参访宝林真公, 见到便问, 如何是大丈夫之乡。 真公曰, 呆乳除雀武藏时再来, 吉向辱道。 道甘曰, 若是如此, 则七满河上去了。 真公曰, 辱那理学的这些虚浮滑头。 道前辈呵斥, 不绝汉流加倍, 便礼拜, 真公赴问曰, 如何是大人相。 道甘斩两手是之。 真公应证认可, 不久受真公传法。 既得法药, 遇到顺逆之境, 皆平等如如不动。 214 礼拜华言经一字一拜, 拜满三遍, 课诵大品般若经数十步。 安中设立念佛堂, 日夜沐鱼身不绝, 如是念佛将近四十年。 清仁宗嘉庆二十五年十一月十一日, 向弟子曰, 我明天早上三点, 将往生净土。 时刻道, 说祭曰, 八十八年无贪无恋, 归去来西, 水清月县。 严毕, 命众同身念佛, 容貌吉祥而往生。 215 妙臣比丘尼, 浙江人, 姓何, 天生聪慧, 容貌举止庄严, 二十一岁, 嫁同乡李王姓如生, 未伴宰夫王, 翁也姓佛, 如是十年于, 其翁出家未僧, 婆婆不久也去世, 妙臣头本城北门外广延安出家未尼, 受聚足戒, 延持戒律, 专制诵经念佛求生净土。 亲人宗嘉庆十九年, 是为己, 与侍者曰, 无声缘已尽, 后三日当往生西方去。 如等各自努力修持念佛法门, 或许还有相见之日, 勿忘无言。 至第三日, 正夫作念佛, 呼举授约, 皆引导师阿弥陀佛已道, 无形已。 闭目作画往生, 十年四十七岁。 两百一十六, 律宗比丘尼, 自圣可, 家定人, 三岁丧母。 长大其祖母带律宗到苏州成员通安, 不久剔度受聚足戒, 爱好礼佛, 后持法华经, 专修净土法门, 以能往生西方为其往。 六十四岁那年正月十五日, 照极僧俗二众, 一同称念佛名, 至黄昏, 故事左右, 劝大众好好修行, 与众心肠懇切, 然后举手称念, 西方极乐世界大慈大悲阿弥陀佛。 如是三称, 端坐而是, 此时莲花香味便满室内, 正是清高宗乾隆五十五年。 两百一十七, 佛说无量寿经云, 舍我得佛, 十方无量不可思议诸佛世界, 其有女人, 吻我名字, 欢喜幸乐, 发菩提心, 厌恶女生, 寿终之后, 复卫女相者, 不取正觉。 两百一十八, 台北城武雄大德, 专心学习净土法门, 研究净土三经, 平时最喜欢听法师讲经说法, 八十六岁时, 突然打电话命三位儿子回家, 分三串念珠给三位儿子, 并说, 世间苦海, 沉沦六道无了时, 盼望三位请念弥陀圣号, 求生净土。 又说记, 参禅念佛本非其, 三圣慈悲引我惜, 普劝世人请念佛, 白连台上见弥陀。 言必, 命家人大声念佛, 自己端坐而往生。 两百一十九, 灵世杰居士, 高雄人, 与同修其学佛, 每日三万句佛号, 礼佛二百拜, 如是三十年不曾停止, 并持诵金刚经, 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有一日, 向家人说, 西方三圣一线面前, 我往生时刻已到。 并说寄语云, 西方净土是我家, 一句弥陀度岁月, 佛佛佛佛佛度火宅, 此生稳坐白莲华。 说完当下作画, 十年七十八岁。 两百二十, 蔡明荣大德, 喜爱参禅悟道, 到处参访善之事, 有所误入。 一身戒杀, 连宠乙也不敢伤害, 慈心深厚。 晚年专心修持净土法门, 行住坐卧四威仪, 念佛不曾间断。 蔡居士向家人说, 我往生净土因缘成熟, 三日前, 见到阿弥陀佛来, 今夜子时我便往生。 晚上九点, 披一焚香燃竹, 端坐西巷, 令家人念佛, 自己跟着念佛, 到三根, 念佛身见为, 然后寄静安详而往生, 享年八十岁。 两百二十一, 黄秋美大德, 出生在富贵家族, 护持三宝不遗余力, 所谓富贵修道难, 但是黄居士素质得本, 喜舍做功德部落人后, 一身最大诉求, 就是命中弥陀接引, 晚上诵阿弥陀经, 早课诵普门品, 一日称念五千句佛号, 接回向净土。 有一日早上九点三十分, 向家人说, 三个月来见观音菩萨六次, 现在念佛又见佛, 我往生十分已到, 大家多念佛, 求生净土, 以后净土可相会, 我该去了。 话一说完, 念佛三称而往生, 十年七十八岁, 两百二十二, 礼伯仲大德, 军人出身, 不信佛法, 断灭因果, 诽谤修行者。 五十七岁时, 至有介绍归一, 还是心不甘情不怨, 六十岁的一场大病, 方乃觉悟生命无常, 自此以后, 每日诵念阿弥陀经七遍, 念佛五万句, 专制回向西方净土。 七十六岁时, 突然双手和掌说, 阿弥陀佛从虚空降下, 手执经台, 来迎接我, 我告别了。 言必, 即刻往生。 两百二十三, 吴俊德大德, 台大毕业, 佛化家庭, 少年常斋, 深厚慈悲心, 长戒沙放生, 精尽情于念佛, 拜佛。 二十八岁结婚, 夫妻皆未至同道合, 一心向净土, 晚年, 将电子公司交代大儿子, 将此以后, 更加殷勤向佛, 每日二百拜, 念佛五万身, 早晚诵阿弥陀经, 七十二岁冬天, 向家人说, 半年内两次清见阿弥陀佛, 佛身便满虚空, 七日前已自知时至, 今日正是往生之时分, 自己沐浴焚香, 手中持念珠, 端坐念佛而化, 火化或设立数十里。 二百二十四, 吕天福大德, 日本时代受过高等教育, 少年得志, 事业在台湾社会有一片天, 日夜筹谋公司上下业务, 夫妻恩爱, 同受三归一。 天福慈善事业部落人后, 但隐名隐姓, 无相不失。 日诵弥陀经十遍, 大悲咒七遍, 念佛二万句, 接回向西方净土, 如是不曾见断, 三十八年有余。 有一日向家人说, 昨夜二点三十分, 自当念佛之计, 西方三圣大放光明, 在虚空中, 佛曰, 乳之娑婆夜缘已尽, 事先告乳, 当九点再来接入事业。 佛不打望语, 言必, 端坐而化, 一厢满世, 火化或设立二十多历, 十年八十五岁。 两百二十五 开悟圣僧云, 舍不了死, 患不了身, 舍不了嫁, 成不了真。 两百二十六 正堂辉大德, 为人恋达, 处世周密。 中年听闻法师讲经说法, 心地豁然开朗, 便日夜钻研经典法义, 对大班若经, 涅槃经婆有深入探求, 每当为人说法, 终归净土。 晚年之秋, 专诵金刚经, 六祖谈经, 最后道归弥陀吉乐。 日念五千佛名, 如是自度度人, 过三十年有余。 唐辉对法义上有成就, 为人始终谦卑, 对僧众礼尽如法, 若说法如凭泄水, 便才无碍, 度人无数。 有一日突然向媳妇说, 观音是至首直连台, 是我往生十分一道。 便大声念佛数据, 念向西方而是, 十年七十三岁。 两百二十七, 开悟圣僧云, 是坚信佛念佛者, 故不乏人, 但求献身富贵, 或求来是福寿, 得好人生, 不致堕落三途, 此皆违背佛义。 佛教你出生死, 你偏要入生死, 佛教你生极乐, 你偏要祝娑婆, 一生性行, 竟负东流。 两百二十八, 留书分大德, 学校教师, 德学兼优, 师生楷模, 做人厚道, 平易敬人, 即受欢迎之为人师表, 大学时参加佛学社, 善根流露, 深入法义, 克余之计, 会让学生认识佛法真谛。 有一日乎的重病, 卧床不起, 家人欲求明医疗治, 书分言, 假病有药医, 真病无药医。 此时正是念佛求生净土之计。 因此, 七天大精进, 日念六万佛名, 诵弥陀经七遍。 丈夫儿子哭泣不已, 书分一一劝勉, 助其念佛往生之礼, 一日早上八点许, 自己沐浴焚香, 端坐念佛于厅堂, 呼味, 释迦不须言, 弥陀不须怨, 无往生去了, 言必, 自在而往生, 十年六十岁。 两百二十九 开悟圣僧云, 发真信者, 当行真行, 行真行者, 当发真怨。 尽此一生, 决定不生天上人间, 决定要生西方净土, 如是念佛, 方位随顺佛语, 不至唐丧光阴, 义是自度度人之道事也。 两百三十 高智彭大德, 行医四十余年, 长一枕祭平, 悲怨无穷, 晚年听法师讲经, 猛然觉悟, 日定早晚课, 佛号不断, 一日卧病在床, 达二个月之久, 念佛更殷勤, 由三万佛号更为五万具佛号, 某日黄昏向夫人言, 医生能医人, 但不能自医, 医术再高明也医不了命, 我知病苦乃素是业障所招感, 阿弥陀佛是无上医王, 如果能往生净土, 万劫重病一时即可解脱, 佛手执连台, 我先走了, 言弃, 微笑往生, 十年八十六岁, 两百三十一, 江慧娟大德, 自幼至大, 跟随父母学佛, 长大结婚, 子女三男一女, 与夫君共同经营贸易商, 家继富有, 不娇慢, 身性温善, 乐善好师, 出资三宝建寺院, 立志求生净土为终其一生之心愿, 受过三规五戒, 六十七岁受在家菩萨戒, 以后更勤于佛道, 每日一定播空听法师电视讲经, 日诵金刚经, 普门品各一遍, 阿弥陀经三遍, 佛号二万句, 未曾中断, 日日如是用功, 民国八十八年春天, 开口道, 我命中后一体火化, 善后工作从简, 庄严如法, 请出家法师为我开示助念, 古孩致放佛四宝塔, 事过七日, 又说, 事缘已尽, 蒙佛菩萨皆引, 当下念佛儿事, 十年七十八岁, 两百三十二, 阿弥陀佛第十九愿云, 设我得佛, 十方众生, 发菩提心, 修诸功德, 至心发愿, 欲生我国, 灵寿忠实, 假令不与大众围绕现其人前者, 不取正觉。 两百三十三, 诸国基大德, 少年信仰基督教, 读成大毕业, 学校教书十一年, 后来转换建筑业, 四十五岁听闻法师弘法, 猛然觉悟, 深信因果, 正见轮回, 因此下定决心, 与夫人以及二位孩子同时受三归一, 成为正信三宝弟子。 业余有空, 诵持法华经, 无量寿经, 如释经敬二十五年。 有一天, 视线为吉, 命家人请法师到他府上助念开示, 忽然举头说, 西方圣境呈现眼前, 阿弥陀佛身放光明, 观音士至手持经台, 希望家人坚信西方净土, 佛不打妄语, 他日极乐相会, 严毙和掌念佛儿世, 十年七十六岁。 两百三十四 杨雅云大德, 聪明敏捷, 通达身孕之学, 爱好诗词。 善根深厚 看见自己妹妹得病往生, 有感生命脆弱, 人生无常, 素是善根成熟, 发愿正无生法忍, 四地读诵法华经, 冷严经, 华严经等诸大臣经典, 终身修泛行, 说法度重, 智慧便才无碍。 八十七岁冬天, 生无病苦, 谈笑风生, 忽然对同道云, 生即无生, 无生即生, 就这么往生。 并书写诗词云, 此土节的莲华萌, 八公得水莲华生, 一心不乱超凡品, 定向乐邦尽畜行。 彼仪放下, 大身念佛三身, 即刻往生净土, 十年八十七岁。 两百三十五, 客秦大师云, 持明念佛之功德, 跪在一心不乱, 假设心乱时, 当以念佛之声音, 令自己耳根听闻, 则杂念自然消除, 妄想自然灭去, 心念自然得以清净。 两百三十六, 徐崇明大德, 沉默寡言, 孝顺双清, 心怀慈悲愿力, 见隔壁屠夫杀身, 毫哭无奈, 喜爱放生戒杀, 一闻佛法, 当下如素, 劝人学佛, 往生净土, 发愿诵金刚经五十遍, 阿弥陀经二万遍, 不练世缘, 一日未同道云, 三圣游须空而下, 又见状翻迎空, 连台现前。 此季, 崇明夫做和掌, 三称观世音菩萨, 又唱阿弥陀佛百余生, 安详而逝, 十年八十二岁。 两百三十七, 姚立军大德, 一身卖猪肉二十年, 思维自己一身杀业深重, 心生恐惧, 难逃恶报。 有缘受法师启蒙善根, 于是发心归一三宝, 放下屠刀, 除了忏悔业障外, 发心在佛寺当义工, 日诵佛号六万句, 每晚必诵弥陀经一遍, 七十四岁秋天, 念佛于定中见阿弥陀佛与大愿的藏菩萨住于空中, 立军大身念佛数百身, 身无病苦, 面向膝而坐, 微笑往生。 两百三十八, 知力大师云, 众生生者, 皆是阿炳拔志。 若欲生彼, 但当称彼佛号, 修彼佛慈, 必为彼佛本愿设取。 舍此报身, 定身彼国。 两百三十九, 王启隆大德, 年幼丧父, 侍奉母亲非常孝顺, 经商重视信用, 热心公义。 晚年归一三宝, 专修净土, 平日礼佛念佛, 精进不谢。 有一日向家人说, 见诸圣静, 放大光明, 文书普贤事现虚空中。 并向全家人告诫, 不要哭泣, 为我助念往生西方, 言必, 作画往生, 如入禅定, 头顶温热, 十年六十五岁。 两百四十, 沈岳亭大德, 自幼年随母亲归一三宝, 一心向佛, 即长婚嫁, 六十六岁夫王, 夫人痛不欲生, 有法师开示法药, 犹事前程专修敬业, 求生西方。 晚课诵弥陀经, 早课诵金刚经, 每日业余念佛一万五千句, 十五年如一日。 有一天向儿女说, 母亲一身奉持佛法, 专制念佛, 为求往生西方, 十分一道。 并说既曰, 类结种联姻, 今生方成熟, 勿将诸外援, 斩尽不相续, 敢比西方圣, 垂首来接引, 从此生联邦, 是度诸众生。 言气, 含笑而逝, 四日, 手足柔软, 顶门游温, 享年八十二岁。 两百四十一, 肖家庆大德, 四十二岁时, 感叹世事如浮云, 放弃经商, 修习净土, 净断肉食, 受过五戒, 日念佛明三万句, 喜爱持诵金刚经, 弥陀经, 如是经历十二年, 不曾见断。 有一日病重不起, 法师开示道, 你为何不放下万元, 谢绝医药, 一心念佛求生净土呢? 念佛之人, 平时能念佛, 不如病时能念佛, 病时能念佛, 不如死时能念佛。 辱酒病不欲, 死又喝聚。 此时正好心向佛国, 念念不离弥陀, 至求净土, 时时莫望西方, 深知梭婆极苦, 西方极乐, 一心念佛, 以祭弥陀皆隐, 但登彼岸。 嘉庆欣然领受, 专心念佛, 求生净土。 有一日, 忽见观世音来告知, 如十八日生息, 又屡见极乐圣境, 依正庄严, 现在目前。 日期到, 忽然和掌礼佛, 在瞻仰佛像, 早上九点二十分安详而往生, 头顶温暖, 入恋时, 四肢柔软, 面貌如生, 十年五十六岁。 两百四十二。 周慧美大德, 身性善良, 养育三女一男, 经商三十余年, 见贫困者, 乐善好施, 中年归依三宝, 平日喜爱读诵的藏经, 晚课诵持弥陀经。 晚年为读砖持弥陀圣号, 日称三万佛号, 接回向净土。 五十六岁受五界菩萨界。 七十七岁春天, 有一日向大媳妇说, 我往生时刻已到, 阿弥陀佛身放光明, 佛光照耀我身, 倍感舒适清凉, 得藏菩萨随逝于后, 手指连台, 我往生正是时机成熟了。 话一说完, 安详往生, 享年七十七岁。 两百四十三。 真为生死, 发菩提心, 信愿念佛, 求生西方为一生修持, 则献身为圣贤徒履, 临终则顿入弥陀如来清净国土, 念佛往生之广大利益, 甚深不可思议。 愿四生六道同登极乐, 闻佛法音, 同正佛道。 两百四十四。 文书菩萨发愿往生济云, 愿我命中时, 灭除诸障碍, 念见阿弥陀, 往生安乐沙, 生彼佛国以, 成满诸大愿, 阿弥陀如来, 现前受我济。 上如下本大法师佛学讲座讲义断或正真。 一。 元朝悠坛大师云, 伟还回世积如山, 别类翻成四海蓝, 世界到头中有坏, 人生谈指有何欢。 做男做女经千变, 带脚披毛利万端, 不向此生生净土, 投胎一错毁时难。 而, 开悟圣僧云, 做佛用是佛性, 做贼用是贼性, 做众生用是众生性, 性无形相, 随用利明。 三。 开悟祖师云, 菩提自信, 光明自在, 浩浩荡荡, 先毫不立, 扫踪绝迹, 一丝不挂, 无拘无泪, 轻轻如如, 当下即逝。 四。 开悟圣僧云, 真信心地藏, 无头亦无尾, 应援而化物, 处处摸索着, 如日处虚空。 五。 开悟圣僧云, 直相心着魔, 离相心自在, 一切平等观, 无取义无舍。 六。 传心法要云, 众生应知, 佛性本自有知, 家业尊者指示物的本性, 本性即是心, 心即是性, 性即同诸佛心, 前佛后佛只传此心, 除此心外, 无佛可得。 心知本性空计, 莫取一切相, 及何圣意, 离一切相, 及明诸佛。 七。 六祖会能大师云, 使君东方人, 但心尽即无罪, 虽西方人, 心不尽亦有千。 东方人造罪, 念佛求生西方, 西方人造罪, 念佛求生何国。 凡于不了自信, 不识生中净土, 愿东愿西, 悟人再处一般。 唐朝道错大师云, 凡夫发愿来事 遇生人间度众生, 甚者所不容, 何以故? 犹如逼姬下水。 八。 龙树菩萨云, 博得凡夫, 未断剑私祸, 欲流缩婆度化众生, 如同破漏之船, 响运在一人登上彼岸。 无有是处。 九。 印光大师云, 度众生随缘, 修行乃本分事。 十。 大智度论云, 菩萨当化众生, 何故常欲执佛, 达曰, 有位入菩萨位, 为得阿炳拔志, 为受佛受祭成佛故。 若远离诸佛, 便会败坏善根, 沉默在烦恼, 不能自在, 焉能度人。 如人沉传, 中流败坏, 欲度化人, 反自没水。 又如少汤, 投入大冰池, 虽消少处, 反更成冰。 菩萨位入法位, 若远离诸佛, 以少功德, 无方便利, 欲化众生, 虽少利益, 反更堕落亦如是。 十一。 文书发愿经云, 愿我命忠实, 灭除诸障碍, 念见阿弥陀, 往生安乐沙, 生彼佛国以, 成满诸大愿。 阿弥陀如来, 现前受我祭。 十二。 文书古佛应是菩萨, 一过去佛, 难无隆重上尊王佛。 二, 现在佛, 难无欢喜藏模拟宝基佛。 三, 未来佛, 难无普现如来。 十三。 红中出寇, 宝记高银, 上彻天堂, 下通的府。 十四。 难无普陀山, 流离世界, 大悲观世音菩萨。 十五。 难无九化山, 幽明世界, 大愿地藏王菩萨。 十六。 难无清凉山, 金色世界, 大智文书师利菩萨。 十七。 华颜金云, 善哉。 善哉。 大地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性, 只因无名, 妄想盖父, 若无妄想, 无名者, 无师智, 一切智, 佛性, 自然显入。 十八。 泛网金云, 我始已成之佛, 如等是未来佛。 十九。 法华金云, 十方佛土中, 唯有一成法, 无二义无三, 除佛方便说, 诸佛出于事, 唯此一事时, 于二则非真, 终不以小成嫉妒于众生。 二十。 法华金云, 自正无上道, 大成平等法, 若以小成化, 乃至于一人, 我则堕千贪。 二十一。 法华金云, 若人散乱心, 入于塔庙中, 亦称难无佛, 皆已成佛道。 二十二。 法华金云, 若于旷野中, 基土成佛庙, 乃至童子系, 聚沙位佛塔, 如是诸人等, 皆已成佛道。 二十三。 法华金云, 或以欢喜心, 歌悲诵佛德, 乃至一小音, 皆已成佛道。 若人散乱心, 乃至以一华, 供养于画像, 渐渐无数佛, 或有人礼拜, 或复旦合掌, 乃至举一手, 或复小低头, 以此供养相, 渐渐无量佛, 自成无上道, 广度无数众, 入无于涅槃。 二十四。 开悟祖诗云, 千经万论不虚标, 共指西方路一条。 二十五。 极乐世界八种殊胜, 堪称一流, 师资一流, 环境一流, 同参道友一流, 道心不退转一流, 无量寿云流, 极乐无苦云流, 教主是佛云流, 往生者之乐成佛云流。 二十六。 开悟圣僧云, 但见阿弥陀一佛, 即可见十方诸佛, 但生西方极乐一土, 即可立十方佛土, 何以故? 一极多, 多极一。 为此净土法门, 我世家世尊, 经口所宣, 十方横河杀诸佛所共赞, 诸大菩萨流通护持, 辗转无尽。 上如下本大法师佛学讲座讲义祖师训会出家三十要则。 一。 何谓祖师? 至义宗之开祖, 义士开创义宗之祖师, 或者泛指创建义四义山之祖师, 古代称之开祖, 出祖, 始祖, 祖师, 开山, 开基。 义宗之中又分多派, 故对宗祖而言, 义派之开祖称为派祖。 二。 祖师之资格, 必须具足明星见性, 生死了伴, 乃大善之事事也。 三。 祖师训会出家三十要则, 出家要真参禅, 参透未生以前, 一日凡驱脱落, 灵光溥因人天。 四。 开悟圣僧云, 五蕴山中藏真人, 六根门头放光明, 日夜相处不相视, 迷失主人甚可怜。 五。 开悟祖师云, 如来藏信在日用处, 行住坐卧处, 饮茶吃饭处, 言语相问处, 所作所为处, 举心动念却又不是。 六。 祖师训会出家三十要则, 出家要请念佛, 念念要申彼国, 念道不念而念, 弥陀不从他得。 七。 宋朝人宗皇帝赞僧妇云, 夫世间最贵者, 莫如舍俗出家, 若得为僧, 便受人天供养, 做如来之弟子, 为先圣之宗亲, 出入于金门下, 行葬于宝殿之中, 白鹿咸花, 清元献, 生存为人天之师, 莫后定归于圣果矣。 八。 宋仁宗皇帝纪约, 空王佛弟子, 如来清眷属, 身穿百纳衣, 口持千种素, 夜坐无味床, 朝穷弥陀佛, 正若得如此, 千足与万足。 九。 祖师训会出家三十要则, 出家要前礼佛, 宵敬平身罪业, 照周二王供养, 便是这个法则。 十。 六祖法宝谈经云, 迷人修福不修道, 只言修福便是道, 不失供养福无边, 心中三恶元来造。 你将修福欲灭罪, 后世得福罪还在, 但向心中除罪元, 各自信中真忏悔。 忽悟大臣真忏悔, 除邪行政即无罪。 十一。 六祖法宝谈经云, 学道常于自信观, 即与诸佛同一类, 五祖为传此顿法, 普愿见性同一体, 若欲当来密法身, 离诸法相心忠喜。 努力自见莫悠悠, 后念忽觉一世修。 若悟大臣的见性, 前功何掌至星球。 十二。 六祖慧能大师云, 罪从心起将心颤, 心若灭时罪一亡, 心亡罪灭两巨空, 事则名为真颤悔。 十三。 祖师训慧出家三十要则, 出家要持戒行, 戒是佛祖阵令, 受戒不守皮尼, 徒劳丧身失明。 十四。 皮尼藏云, 皮尼藏者, 佛法受命, 皮尼若住, 佛法易住, 皮尼若亡, 佛法易亡。 十五。 佛教徒手持戒律, 不是为佛而守戒, 是自己自由意志而守戒, 为了生死成正觉而守戒, 如同用时是为自己饥饿而食, 不是为他人而食, 无逼迫性。 十六。 一般宗教或者外道守戒之动机与目的, 是遵照上帝或者神明的约束命令而守戒, 如果不遵守而违背上帝神明的戒律, 当下会触怒上帝神明, 这种守戒是为上帝神明来守戒, 如同用时是为了别人而食用, 这种压迫性之守戒, 便是外道持戒之实地。 十七。 泛网金云, 应当尊敬波罗提木叉, 波罗提木叉者, 即是此戒, 持此戒者, 如暗玉明, 如平的宝, 如病的挫, 如求戏出玉, 如远行的归, 当知此戒, 即是众等大师, 若佛注视无意此也。 十八。 祖师训会出家三十要则, 出家要常念经, 为成报答四恩, 信口念出字, 自成大藏全文。 十九。 祖师训会出家三十要则, 出家要去听教, 不然开口乱道, 胸中半字不留, 佛祖开言汉笑。 二十。 开悟祖师云, 通教不通宗, 犹如独眼龙, 通宗不通教, 开口便乱道, 通宗又通教, 如日处虚空。 二十一。 佛说八大人绝经云, 第五觉悟, 鱼痴生死, 菩萨常念广学多闻, 增长智慧, 成就变才, 教化一切, 悉以大乐。 二十二。 祖师训会出家三十要则, 出家要进师长, 随力随时供养, 百孝不如一瞬, 不可回头倔强。 二十三。 皮泥藏云, 师已开导, 有意切磋, 事出世间法器, 全赖师有成就。 事故杀弥, 当事师扶劳, 养报红恩。 弟子试诗, 当睡在诗后, 起在诗前。 绿至夜分三分, 出夜后夜, 精勤半道, 中夜休息。 若过中夜, 即当早起, 自冠洗衣, 准备牙刷牙膏洗脸水等, 后诗使用。 欲入户, 当先三坛指, 内应则入, 不应则进后。 三坛指者, 孔经禅官, 虚令师决矣, 然后方入。 入内先向佛像问训, 四向师请安, 然后为师者叠备入, 整理杂乱, 打扫清洁。 二十四。 皮尼藏云, 弟子若有过, 和尚阿恒离教戒之, 不得还逆语。 是和尚阿恒离, 当如是佛。 佛经云, 磅师, 毁师, 吉师, 增师, 法中大魔, 地狱种子。 自己有过师, 和尚阿恒离教戒喝则, 正是师掌门以慈悲心, 行方便是, 臣就自己到心戒行, 当低头受教, 做感恩享, 不得还逆语。 看待师掌, 当如看待活佛一般, 书臣致敬。 因本师释迦牟尼佛早已入涅槃, 而师能带佛宣化, 生我会命, 臣就戒体。 故当恭敬。 二十五。 祖师训会出家三十要则, 出家要学老臣, 第一不可夸能, 猖狂硬气粗疏, 神人一见身田。 二十六。 印光大师云, 当初家法师印老师诚恳, 不可学派头, 心生我慢, 夸张才能, 习气赤胜, 此等皆仗道因缘, 应顿断植入自信涅槃。 二十七。 盲中待人不冷淡, 累时对人不厌烦。 二十八。 佛一教经云, 若纵会心, 则自防道, 施功得利, 忍之为德, 持戒苦行所不能及。 能行忍者, 乃可名为有利大人。 若其不能欢喜忍受恶骂之毒如引甘露者, 不明入道智慧人也。 所以者何? 田慧之害。 则破诸善法, 坏好名闻, 今世后世, 人不喜见。 当之田心, 胜于猛火, 常当防护, 无令的入。 杰功得贼, 无过田慧。 二十九。 祖师训会出家三十要则, 出家要教徒弟, 不可随他游戏, 尊尊教养成人, 好作佛门大器。 三十。 佛一教经云, 如等比丘当之, 世皆无常, 会必有离, 误怀忧恼, 世相如是, 当情精进, 早求解脱。 以智慧明, 灭诸痴暗, 适时为粹, 无奸劳者。 我今的灭, 如除恶病, 此事应舍之身, 罪恶之物, 假名未生, 没在老病生死大海, 何有智者得除灭之, 如杀怨贼而不欢喜。 三十一。 佛一教经云, 如等比丘, 常当一心情求出道, 一切世间动不动法, 皆是败坏不安之相。 如等且指, 物的富裕, 时将遇过, 我遇灭度, 是我最后之所教会。 三十二。 祖师训会出家三十要则, 出家要除懒惰, 凡事向前去做, 你若必懒偷安, 人神那得为乎。 三十三。 佛藏经云, 若有一心行道比丘, 千亿天神愿共供养, 若无供养, 我如来白豪香光无亮光明, 其中一道光明, 供养我弟子。 三十四。 开悟圣僧云, 孔雀虽有色言深, 不如红鹤能远非, 白衣虽有富贵力, 不如出家功得深。 三十五。 出家功得金云, 皮罗献纳沙弥, 以一日一夜出家故, 满二十节不堕三恶道, 以此善根, 于六玉天中, 七番王返受天福乐, 最后于人道中, 身父贵家, 壮年已过, 善根熟食, 未于生老病死苦故, 出家持戒, 成辟之佛, 永超三戒。 三十六。 祖师训会出家三十要则, 出家要学定力, 只把私心尽绝, 单单提各话头, 自然万元巨席。 三十七。 六祖法宝谈经云, 心中众生, 所谓邪迷心, 狂妄心, 不善心, 嫉妒心, 恶毒心如是等心, 净是众生, 各须自信自度, 是明真度。 和明自信自度, 即自心中邪见烦恼于吃众生, 将正见度。 既有正见史般若至打破于吃迷惘众生, 各个自度。 邪来正度, 迷来悟度, 于来智度, 恶来善度, 如是度者, 名为真度。 三十八。 祖师训会出家三十要则, 出家要尽善心, 死心他的相亲, 学些好样再度, 自然脱俗里程。 三十九。 华言经云, 大臣善知识应聚足十种书 圣功得力, 何等为识。 一、令发菩提心而安住。 二、令生善根。 三、令行诸波罗密。 四、能解脱一切佛法。 五、能成熟一切众生。 六、有决定无碍辩才。 七、令不着一切世间。 八、令于修行无厌倦。 九、令安住于普贤行。 十、令入一切佛制。 四十。 华言经云, 菩提心出生一切菩萨行, 三世如来皆从菩提心而出生故。 四十一。 开悟圣僧云, 修行不发菩提心, 犹如根田不播种。 四十二。 华言经云, 舍弃菩提心, 不能利益一切众生, 不能成就诸佛功德。 四十三。 祖师训会出家三十要则, 出家要离恶友, 一恶斑斑出丑, 王法不怕恶人, 恶人披家带牛。 四十四。 古德云, 静诸者赤, 静默者黑。 四十五。 泛网金云, 狮子生中虫, 自食狮子肉, 飞鱼外虫, 如是佛子自破佛法, 飞外道天魔能破。 四十六。 祖师训会出家三十要则, 出家要轻财物, 不可千方百计, 一口气若不来, 一闻拿他不去。 四十七。 佛说四十二章经云, 佛言, 吾是王侯之位如过戏城, 是金玉之宝如瓦利, 是丸肃之福如碧伯。 四十八。 佛说四十二章经云, 佛问沙门, 人命在几间? 对曰, 数日间。 佛言, 子未知道。 父问一沙门, 人命在几间? 对曰, 半时间。 佛言, 子未知道。 父问一沙门, 人命在几间? 对曰, 呼吸间。 佛言, 善哉。 子之道已。 四十九。 祖师训会出家三十要则, 出家要干淡薄, 自古三长不足, 莫贤淡泛黄姬, 古人应落吹舟。 五十。 古德圣贤云, 十存五官, 一记公多少, 量比来处。 二, 存己得行, 全缺硬工。 三, 房心离过, 贪等未踪。 四, 正式良药, 未聊行枯。 五, 未成道业, 应受此时。 五十一。 祖师训会出家三十要则, 出家要断烦恼, 医了千百巨了, 中朝凡烦恼恼, 吕年纳的悟道。 五十二。 替杜恩施云, 新缘战绩, 法海渊深, 迷之者, 永结沉沦, 悟知者, 当处解脱。 世故三世诸佛, 离成成道, 历代祖师, 布染世缘, 故得天魔外道, 拱守归正。 五十二B。 出家之德, 上报四重恩, 夏季三图苦。 尔经专情拜祠国王父母养生之恩, 后不拜也。 五十三。 替杜恩施云, 善哉大丈夫, 能了无常路, 弃俗取泥环, 稀有难思义, 悔行守至劫, 割爱是施青, 出家洪圣道, 适度一切人。 五十四。 替杜恩施云, 金刀替下娘身法, 除雀臣劳不尽身, 远顶方袍森相线, 法王座下又天孙。 曼西殿都曼多罗巴陀耶稣婆喝。 五十五。 祖师训会出家三十要则, 出家要明因果, 利利施主辛苦, 吃了若不修行, 做牛做马还不。 五十六。 华颜金云, 夹是百千节, 所作业不亡, 因缘会御食, 果报还自受。 五十七。 三是因果金云, 御之前是因, 今生受者是, 御之来是果, 今生做者是。 五十八。 祖师训会出家三十要则, 出家要和大众, 圣物互相争斗, 巨头说是说非, 空把光阴来送。 五十九。 六和敬, 礼和, 适和。 六十。 礼和, 正则灭, 僧众共同修正所选择的寂灭道理。 六十一。 适和, 一身和同住。 二, 口和无证。 三, 一和同月。 四, 戒和同修。 五, 见和同解。 六, 立和痛君。 六十二。 身和同住, 身体和平共处。 六十三。 口和无证, 言语不起争论。 六十四。 一和同月, 心意共同心悦。 六十五。 戒和同修, 戒律共同遵守。 六十六。 见和同解, 见解共同一致。 六十七。 立和痛君, 立意共同平均。 六十八。 讲堂修行大众人仁遵守四大原则, 以不说是非。 二, 不听是非。 三, 不传是非。 四, 不打妄语。 六十九。 祖师训会出家三十要则, 出家要吃些亏, 又要带三分呆, 心似含灰枯木, 是非从何处来。 七十。 开悟祖师云, 修去歇去, 古妙香炉去, 枯木含灰去, 一念万年去, 如人死人去。 若能如此用, 心安有不成道乎。 七十一。 开悟圣僧云, 若有少法可得, 亦试着香, 穷劫不得见性。 心肠清静, 不染是缘, 是未庄严佛土。 七十二。 开悟圣僧云, 本性空济, 莫取一切香, 集合圣意, 离一切香, 集明诸佛。 七十三。 祖师训会出家三十要则, 出家要常知足, 莫管一山淡薄, 若想他人财物, 不顾自己福薄。 七十四。 佛仪教经云, 如等比丘。 若欲托诸苦恼, 当官知足, 知足之法, 即是复乐安隐之处。 知足之人, 虽卧地上, 尤为安乐。 不知足者, 虽处天堂, 亦不称义, 不知足者, 虽富而平, 知足之人, 虽平而富。 不知足者, 常为五欲所迁, 为知足者之所怜悯, 世明知足。 七十五。 祖师训会出家三十要则, 出家要顾常注, 亦争亦草物器, 随心自意清损, 加兰与你算计。 七十六。 得藏菩萨本愿经云, 若有众生偷窃常注财物, 古米, 饮食, 衣服, 乃至一物不语取者, 当堕无见地狱。 七十七。 祖师训会出家三十要则, 出家要趁少年, 诸般要去向前, 当此臂力强健, 跟转祖叶田园。 七十八。 开悟圣僧云, 出臣离俗非议, 抛弃恩爱圣男, 若无冲天大志, 焉能入圣超凡。 七十九。 开悟祖师云, 无病第一例, 知足第一父, 善有第一亲, 涅槃第一乐。 八十。 祖师训会出家三十要则, 出家要起得早, 迟了修行不了。 明朝又有明朝, 明朝寿命谁保。 八十一。 泛网金云, 一师人生, 万劫不复, 撞色不停, 犹如奔马, 人命无常, 过于山水, 今日虽存, 名义难保, 众等各个一心, 勤修精进, 圣物懈怠懒惰, 睡眠纵义。 夜即设心, 存念三宝, 莫以空过, 涂射疲劳, 后生生悔。 八十二。 佛一教经云, 无以睡眠因缘, 另一生空过无所得也。 当念无常之火, 烧诸世间, 早求自渡, 勿睡眠也。 诸烦恼贼常似杀人, 甚于怨家, 安可睡眠, 不自警悟, 烦恼毒蛇睡在乳心。 譬如黑猿在乳世睡, 当以持戒之勾早病除之, 睡蛇寄出, 乃可安眠, 不出而眠, 事无残忍, 残齿之福, 于诸庄言罪为第一。 八十三。 祖师训会出家, 三十要则, 出家要立主义, 勿使顿明心帝, 妄卫颠倒攀缘, 阿比谁人可替。 八十四。 开悟圣僧云, 清静觉性, 应激皆悟, 扬眉顺目, 运守动足, 皆是自己灵觉之性, 性即是心, 心即是佛, 佛即是道, 道即是禅, 禅之一字, 非凡甚所策, 见本性未禅, 不见本性非禅也。 八十五。 开悟圣僧云, 此心即是佛, 佛性即是众生性, 性无二别。 为众生时, 此心不减。 为诸佛时, 此心不增, 本字具足, 前佛后佛只传此心, 若不信此心是佛, 纵是累劫修行, 终不成道。 八十六。 祖师训会出家三十要则, 出家要口即末, 不可多嘴饶舌, 若然惹是朝非, 地狱少拟不得。 八十七。 德藏菩萨本愿经云, 未来世中, 若有男子女人, 不行善者, 行恶者, 乃至不信因果者, 邪淫妄语者, 两舌恶口者, 悔谤大臣者, 如是诸夜众生, 必堕恶趣。 八十八。 德藏菩萨本愿经云, 若悔谤者, 德无舌窗口报。 八十九。 祖师训会出家三十要则, 出家要忍忍辱, 忍辱天下和睦, 此章佛祖真传, 忍辱少罪多福。 九十。 佛说八大人绝经云, 贫苦多愿, 横结恶缘。 菩萨不失, 等念愿轻, 不念就恶, 不增悟人。 九十一。 祖师训会出家三十要则, 出家要远俗家, 俗家人士如麻, 杜绝成缘烦扰, 自然别有生涯。 九十二。 开悟圣僧云, 一念清静觉千古, 十戒一正无欠尘, 十得此念是何物, 世间忽然少一人。 九十三。 当被人出口伤时, 心存还债想。 当被流言重伤时, 随缘消就业想。 当接受任务时, 感恩纳受想。 当对方无礼时, 容忍宽恕想。 当别人受难时, 奋勇就度想。 当不幸来临时, 正观因果想。 九十四。 幽婆赛戒精云, 出家菩萨池出家戒, 是不为难, 在家菩萨池在家戒, 是乃为难。 何以故? 在家之人多恶因缘, 所缠绕故。 九十五。 祖师训会出家三十要则, 出家要断妄心, 妄心好事难事, 若依妄心行事, 必有祸患灵身。 九十六。 得藏菩萨本愿经云, 一切众生未解脱者, 信实无定, 恶习结业, 善习结果, 逐境而生, 轮转五道, 暂无休息, 动经沉洁, 迷惑障男。 如鱼游往, 将是长流, 脱或赞出, 又复遭往。 九十七。 祖师训会出家三十要则, 出家要达道理, 妾妾指尽自己, 千和美让三分, 相见人人欢喜。 九十八。 祖师训会出家三十要则, 出家要信佛法, 三藏一口吞阙, 方知远远流长, 可皆佛祖一脉。 九十九。 六祖谈经云, 何其自信本自清静, 何其自信本不生灭, 何其自信本自具足, 何其自信本无动摇, 何其自信能生万法。 一百。 开悟祖师云, 本来非莫出, 那的有忠实, 是与参玄人, 应参本来的, 无经本本来, 一口吞生死。 一百零一。 开悟圣僧云, 无义法可得, 不被法障, 透脱三界凡圣禁欲, 使得名为出世佛。 一百零二。 开悟圣僧云, 离心无佛, 离佛无心, 犹如离水无冰, 离冰无水。 除此心外, 终无别佛可得, 离此心外密菩提涅槃, 无有是处。 尚如下本大法师佛学讲座讲义 往生净土应修三福。 一。 此三福乃是过去, 未来, 现在三世诸佛, 敬业正应。 二。 观无量受佛经云, 我经为辱广说众辟, 亦令未来是一切凡夫, 欲修敬业者, 得生西方极乐国土, 欲申彼国者, 当修三福, 义者效养父母, 奉事师长, 慈心不杀, 修实善业。 二者受持三规, 具足仲戒, 不犯威仪。 三者发菩提心, 生性因果, 读诵大臣, 劝敬行者。 如此三世, 名为敬业。 佛告为提息, 如今之步。 此三业者, 乃是过去, 未来, 现在三世诸佛, 敬业正因。 三。 阿蛇士王子被提婆达多厄有山洞, 将其父王平婆梭罗王关在地牢, 一心想做国王。 平婆梭罗王前臣一心摇礼世尊, 作誓言, 目间连大阿罗汉, 事无亲友, 请他帮我受八关斋戒, 一杀那奸, 便到王所, 日日如是为王受八戒。 四。 世尊佑浅派附罗那大阿罗汉, 为平婆梭罗王说法, 如是经三七日。 王后为提膝, 早欲清静, 以苏密活面涂其身, 用阴落庄葡萄浆, 撕下给国王进食, 多月不死, 问原因, 方知是其母所为, 大怒曰, 我母是贼, 与贼未伴, 便直立见, 欲杀其母。 时有月光大臣与其婆聪明多志而言, 成文彼陀论经说, 杰出以来, 有诸恶王, 贪国为, 杀害父王一万八千人之多, 未闻有无道害母。 五。 王今为此杀逆之事, 乌杀利种, 臣不忍闻, 王乃沾陀罗, 我等不宜付诸于此。 时阿蛇是王子, 经不皇聚, 忏悔求救, 舍见不害母, 必至生功, 不令付出。 时为提西被幽静, 忧愁憔悴, 摇向灵旧山, 向佛做礼, 白佛言, 此着恶处三恶道隐满, 多不善聚, 愿未来不闻恶身, 唯愿佛陀教我关于清净夜处, 佛未为提西普现十方诸佛妙境国土。 六。 观无量寿佛经云, 时为提西白佛言, 世尊。 世诸佛土, 虽父清净, 皆有光明。 我今乐身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所, 唯愿世尊, 教我思维, 教我镇寿。 而时世尊, 即便微笑, 有五色光, 从佛口出, 一一光照平婆娑罗网顶。 而时大王, 虽在幽闭, 心眼无障, 摇见世尊, 头面做礼。 自然增进, 成阿纳汗。 七。 观无量寿佛经云, 而时世尊, 告为提西, 辱经之部。 阿弥陀佛去此不远。 辱当信念, 帝观彼国, 敬业臣者。 我今为辱广说众辟, 亦令未来是一切凡夫, 欲修敬业者, 得生西方极乐国土。 八。 观无量寿佛经云, 欲申彼国者, 当修三福, 亦者孝顺父母, 奉是师长, 慈心不杀, 修实善业。 九。 佛经云, 父母亦是兼福田, 若佛不在世, 应尊敬父母如佛无义。 十。 佛说父母恩重难报经云, 假使有人, 左肩担父, 右肩担母, 眼皮治骨, 穿骨治水, 绕须弥山, 经百千节, 血流梅怀, 犹不能报父母生恩。 十一。 佛说父母恩重难报经云, 佛告弟子, 欲得报恩, 为于父母书写词经, 为于父母读诵词经, 为于父母忏悔罪迁, 为于父母供养三宝, 为于父母受持斋戒, 为于父母不施修福, 若能如是, 则得名为孝顺之子, 不做此行, 是地狱人, 佛告阿难, 不孝之人, 生坏命中, 堕于阿比无间地狱。 十二。 诗者传道, 授业, 解惑事也。 十三。 佛经云, 棒诗, 悔诗, 集诗, 增诗, 法中大魔, 地狱种子。 十四。 绿藏云, 和尚阿蛇离教界喝泽, 正是师掌门以慈悲心, 行方便是, 成就无人道心戒行, 当低头受教, 做感恩响, 不得还逆语。 看待师掌, 当如看待活佛一般, 书臣致敬, 因本师释迦牟尼佛早已灭盘, 而师能带佛宣化, 生我会命, 成就三会, 故当恭敬。 十五。 何等为食善业? 一, 不杀生。 二, 不偷盗。 三, 不邪淫。 四, 不妄语。 五, 不恶口。 六, 不两舌。 七, 不起雨。 八, 不贪。 九, 不甜。 十, 不吃。 十六, 不杀生, 断命约杀, 有情约生, 断有情生命称为杀生。 十七, 戒杀五种制义, 宜杀生害命, 罪业深重, 不能入佛门解脱正道。 二, 杀生害命, 违背大慈悲心。 三, 众生皆为过去生中之父母, 眷属。 四, 一切众生皆有佛性。 五, 因果循环故。 十八, 大智度论云, 诸于最终, 杀业最重, 诸功得终, 放生第一。 十九, 观无量寿经云, 何谓佛。 所谓大慈悲心事也。 二十, 饭网经云, 一切男子是我父, 一切女人是我母, 我生生无不从之受生, 故六道众生皆是我父母, 而杀儿时者, 即是杀我父母。 二十一, 可叹众生苦, 而孙娶祖母, 朱阳席上桌, 六亲锅礼主。 二十二, 范网经云, 当之辱是未来佛, 我是已成之佛。 二十三, 娑婆多论云, 若一日一夜, 迟不杀业, 于当来世中, 绝不遇刀兵结。 二十四, 五净肉, 一步自杀。 二, 不叫他杀。 三, 不闻杀。 四, 蚕食。 五, 自死。 二十五, 孟子言, 见其身不忍见其死, 闻其身不忍食其肉。 二十六, 杀身分三等罪, 一, 五逆罪。 二, 重罪。 三, 轻罪。 二十七, 五逆罪, 宜杀父。 二, 杀母。 三, 杀阿罗汉。 四, 破合合森。 五, 出佛生血。 二十八, 杀人方式十种, 宜轻自杀。 二, 赞叹杀。 三, 浅书杀。 四, 咒杀。 五, 暗器。 六, 叫人杀。 七, 点头杀。 八, 灰手杀。 九, 试眼色。 十, 射坑。 二十九, 杀身开源有三, 一, 未救多数人。 二, 未救三圣圣贤。 三, 狂乱心之人。 三十, 杀身果报, 一, 惰三恶道。 二, 多病短命。 三, 一身心怀恐怖。 四, 杀身还杀身。 三十一, 佛制偷盗意义, 犯偷盗不能入佛道, 与众生广结恶缘, 落入因果, 诸佛守不偷盗戒而成正觉。 三十二, 偷盗性质五类, 宜偷取。 二, 截取。 三, 骗取。 四, 携取。 五, 赌博。 三十三, 偷盗六种重罪, 一盗十方僧物, 现前僧物, 其最重于杀八万四千父母及五逆罪。 二, 盗三宝物属重罪。 三, 到五千以上是重罪。 四, 偷师长, 父母之物是重罪。 五, 偷发过菩提心之人其物是重罪。 六, 到国家公有财物者属重罪。 三十四, 方等精华聚菩萨云, 五逆四重, 我亦能救, 到僧物者, 我不能救。 三十五, 绿藏云, 若到佛塔物, 即四中工具, 即犯重罪。 三十六, 古德云, 君子求才取之有道。 三十七, 邪淫, 染情易荡, 污秽交构, 名不尽行。 三十八, 人言精云, 若诸世界六道众生, 其心不淫, 则不随其身死相续。 淫心不除, 臣不可出。 三十九, 原觉精云, 三界轮回淫未本, 六道往返爱未姬。 四十, 口叶分四种, 遗忘语。 二, 恶口。 三, 两舌。 四, 启雨。 四十一, 妄语, 心口相为, 言不称识, 欺狂他人, 名曰妄语。 四十二, 恶口, 无理破口伤人名恶口。 四十三, 骂人一句胜过刀割。 四十四, 人怕伤心, 树怕剥皮。 四十五, 古德云, 两言一句三冬暖, 邪口喷人。